其实也不是非得杀了老爷子 铜金凤盲道 我们主要是要拿到他身上的一只银鼠 不过赵堂主说 胡海山老爷子在园门修行了很多年 要是被他恢复了元气 怕是麻烦得很 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 我冷笑道 我也挺怕麻烦的 铜金凤脸色大变 连声哀求 都是赵堂主的主意 我只是奉命行事啊 老爷子身上的什么银鼠 我问 铜金凤被我一下 倒是配合得很 原子梅拿到那只银鼠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一眼 就是比拳头还要稍小一点 一只纯银的老鼠 上面刻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纹路 除了这个 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 之后那只银鼠就被赵堂主收了去 并且命令 我们几个 谁也不许把这事往外说 我听得心头暗动 如果只是一只银鼠 别说只是纯银打造的 就算是纯金打造的 那也不值得让对方如此大费周章 除非这只银鼠身上 藏了某种不可告人的隐秘 那你们还把原子梅放回来 就不怕他把你们的事给暴露了 我问 铜金凤道 是赵堂主说 把人放回去的 他说 这原子梅蠢得很 不会给堂里造成什么麻烦 而且还可以看一场好戏 我听得心头直冒火 所谓的好戏 就是之前在原家经历的那一幕 妇女相杀 然后把原子梅逼到疯癫崩溃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好戏 之后又问了一些东西 铜金凤翻来覆去 也都是那些话 问不出其他的 也就作罢 我去睡一会儿 小石头说了一句 就起身回了他的房间 我倒了杯水喝了一口 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诚哥 这房间里有点热啊 你能不能把我把扣子解开 铜金凤娇声道 解扣子这种事情 还要我来办 实在是麻烦 不得已 我只好又给下了一遍结脉针 然后把他的嘴给堵上 这下子 总算可以安安静静看书了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 小石头过来敲了敲门 我开门一看 他还是原子梅的样子 不过脸颊上微有红霞 应该是刚刚睡好起来 我俩下楼 随便吃了点东西 然后就在路边打了一辆车 直奔城南 在路过一家纸扎店的时候 小石头让师傅 在路边停车等一下 我俩进了纸扎店 店门口摆放着一排纸人 里面货架上 都是些明钞 香烛之类的东西 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 金婆婆的纸扎店 只不过相比金婆婆的店 这个店的档次就低了 不只是一个级别 且不说其他的 就那些纸人的是纸人 花轿的手艺 一看就粗烈得很 两位要点什么 老板是个瘦瘦的中年人 本来正在吃饭 见我们进来 赶紧放下筷子 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小石头在店里转了一圈 最后停留在那一排纸人前 这些纸人都是我亲手做的 祖传的手艺 不是我吹嘘啊 单说这纸人的手艺 整个徐州 就没有比得上我们家的 老板在一旁介绍道 小石头却似乎没看到满意的 老板 你这是用什么纸做的 老板 跑到货架后面 爆出一大叠白纸来 您看 就是这种纸 您看这品质 绝对别无二价 小石头微微点头 我买两个纸人 钱照付 不过 我要自己做 行不行 老板愣了好一会儿 你自己做 见我们不像是开玩笑 老板就把纸包到桌上 又给我们拿了纸刀 还有画笔等一音家伙是 呵呵 我还真没见过你 这样的年轻姑娘 能砸纸人的 小石头在桌前坐下 拿起笔看了看 勉强能用吧 老板善笑了一声 不过看他的样子 心里应该是 极不以为然 之所以这么配合 估计一半是好奇 一半是想看 小石头的笑话 其实我也特别好奇 之前在道观 小石头扎的那只纸鹤 就给我留下了 极深刻的印象 就他随手扎的那只纸鹤 差点把对方 那个纸扎树高手 给吓哭了 三教九流 悬门百道 炸纸匠 本来就是属于 悬门百道中的一道 真正的厉害的 大炸纸匠 神意莫测 据说能用纸 扎出一个世界来 让人深处其中 而无所察觉 小石头的动作很快 如行云流水 又极富美感 在边上看着 都只觉赏心悦目 我还没怎么的 那老板却是 看得连眼皮 都没舍得炸一下 很快 已经扎出一对 同男同女 小石头提笔 为其上色 最后再点上眼睛 我似乎看到那对童子 眼睛疏忽转了一下 但仔细一看 又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老板 我见那老板 像尊雕像似的 处在那里 半天没有说话 就拍了一下他 啊 那老板猛然惊醒过来 小姐您 您这用的是纸扎术 小石头看了他一眼 您也懂纸扎术 算不上算不上 我只是多年前 跟我爸学过一点皮毛 不过 明这纸扎术 太过深奥 我看不懂 老板恭恭敬敬地说 小石头微微点了点头 起身道 麻烦你了 多少钱 老板如梦方醒 忙道 怎么能收您钱呢 您能光顾小店 那是我的荣幸 小石头却是不肯白药 那如果小姐 您执意要给钱 我能不能 能请您留下一件纸保 就当是抵了这钱 老板紧张地搓着手 好吧 小石头用剩下的纸扎了一个莲花 并用金彩上色 步步精烈 老板喜不自胜 谢谢小姐恩赐 谢谢小姐恩赐 我抱起两个纸扎的同男同女 一边一个 老板恭恭敬敬地把我俩送了出来 一直到我们上车 他还在那里一个劲挥手 你这是遇到铁粉了 我嘖嘖赞叹 小石头没搭理我 司机师傅看到我抱了两个指人进来 脸上有点变色 哎呦喂 两位是要干嘛 这玩意儿 看着还挺吓人的 我笑说 带这东西去能干吗 懂了懂了 不过这大晚上的 去搞这种事情 你们也不慌啊 师傅嘖嘖了几声 慌傻 师傅咱们先去这个地方 我笑着把西风堂老巢的位置 抱了出去 西风堂的老巢 位于城南西郊的一栋四层的大楼里 这栋楼原本是六年前 建了用来开高档会所的 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开成 后来就被西风堂拿来当了总部 因为西风堂这么大一个帮会势力 驻扎在此 附近基本上没什么正经人敢靠近 除了几个等待拆迁的厂房之外 周围最近的民居 也离了有一里多远 司机师傅把我俩送到边上 就不敢再往里开了 你们怎么来这办事啊 前面有个大帮派 吃人不秃骨头的 师傅临走前提醒 等车子离开后 我俩朝着前面一栋很明显的 四层大楼走去 这楼建得四四方方 全部由红砖砌成 远远看去像是块红通通的豆腐 不过占地规模却大 以徐州的房价 谁要把这地收回去 肯定能卖不少钱 刚走到近处 就见前面一棵大树下 躲着两个人 正往那栋楼的方向探头探脑 其实现在天色已晚 这周遭除了那栋楼外 又没什么灯光 那两人浮在树后 还是很难被发现的 不过遇上我们两个开了夜眼的 那就又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我一手夹着一个指人 三步并坐两步 呼的就窜到他们身后 看什么呢 这二人是一男一女 年纪都很轻 也就二十来岁 似乎正看得入神 被我这一下 直接跳了起来 不过反应到快 并没有叫出来 而是十分警惕的后退竖步 紧紧盯着我 你是谁 我见这对男女后退的同时 左手前抬 护在胸口 手指截了个发皱 笑问 同行 那姑娘圆圆脸 弯弯的眉毛 顿时惊喜道 你也是风水师 你也是来救人的吗 小妹 先别说话 男的拽了他一把 低声道 听他俩的口气 看来是兄妹俩 我笑道 对啊 我也是来救人的 你们也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正好缺人呢 那姑娘喜行余色 她哥哥赶紧叫住她 小妹 你怎么老这么容易相信人 谁知道她是不是西风堂的人 那妹妹顿时不高兴了 气鼓鼓地道 什么呀 你才容易相信人呢 我很聪明的好不好 你想呀 她要是西风堂的人 早叫人把我们围起来了 还有呀 这小哥哥 看着就不像坏人 我必须要夸这妹子有眼光 说得对 咱们就是一条道上的 是吧 妹妹脸线的色 这时 那哥哥看到从后面过来的小石头 又看了看我 迟疑地问 你们真是来救人的 我笑道 我反正是 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那个妹妹立即抢着道 我们当然是啊 我师父失踪好几天了 我和我哥找遍了整个徐州 后来就怀疑 是西风堂抓走了我师父 你们也是有亲人被抓了吗 我说对 所以来找他们算账 那太好了 妹妹高兴得眉飞色舞 不过下一刻又苦了脸 可就凭咱们四个 估计进不去 你们真没骗我们 那哥哥还是带着点警惕 我心说 真要骗你们的话 谁还能承认 嘴里却是随口敷衍道 骗你们干什么 好玩吗 往楼那边扫了一眼 光是散在外面的人手 就不下二十个 楼里的肯定更多 走吧 我见小石头 已经往楼那边走去 当即跟着上前 那兄妹俩犹豫了一下 也追了上来 咱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 从哪里进去才比较隐蔽 我之前已经观察过 那个哥哥小声的分析着 就从大门进去 我说了一句 兄妹俩都惊了 不行啊 这怎么进得去 我见小石头转头看我 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把手里两个指人放了下来 你们带这个来干什么 怪吓人的 妹妹吃惊地说 带这个能干吗 当然是送人上路 我笑道 那哥哥忙冲我们做着手势 轻点轻点 别被人发现了 注意隐蔽 这时候 我就见小石头 随手往那对指人一指 原本横着躺在地上的一对指童 突然间就站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那对兄妹 吓得差点尖叫了出来 怎么回事 两人瞪大了眼睛 紧接着 就见那对同男同女 从腰间摘下了一个唢呐 我不禁轻移了一声 我之前看小石头 在扎这对指童的时候 还以为这腰间的索娜 只是作为装饰的 没想到还能拿下来用 同男同女 各拿了一只索娜在手 把一端寒入口中 塞帮鼓起 吹响 索娜一响 生死难料 你们疯了吧 赶紧跑 哥哥猛地惊醒过来 不禁顿足大叫 凄厉的索娜因刺破夜空 早已把楼里西风堂的人 尽数惊动 很快 就见无数人影 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快跑呀 你慢 那哥哥拉起妹妹 转头就跑 不过跑了几步 那妹妹就挣脱他哥的手 又跑了回来 咱们不能抛弃朋友的 我心说 这姑娘憨憨的 还挺有意思 那哥哥见妹妹不走 也只好咬咬牙跑了回来 拉开架驶 截了个法咒 大概是准备拼命了 西风堂一下子涌出来几十号人 等看到是两个纸童 在吹索娜 都被禁在了当地 愣着干什么 干掉他们 有人发一声喊 顿时一群人冲了上来 此时 两个纸童开始吹着索娜 迈步往前 索娜牲畜 狂风大作 卷起落叶乱舞 飞沙走失 那些冲过来的人 个个被吹得东倒西歪 两个纸童索到之处 地上马仔乱滚 那兄妹俩截招法咒 站在那里 早已经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我拍了他们一下 示意他俩跟上 一对纸童索娜开刀 浩浩荡荡地朝着大楼逼近 何放妖念 楼中突然闪出几道人影 身法极快 瞬间来到了镜前 这四人有两人截起降魔咒 另外两人手里 起了一道辟邪符 看来对方也是悬门中人 这是准备降妖符魔了 我一抬手 就是四道通幽宝钞飘了出去 四道宝钞当头砸落 那四人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就被砸翻在地 然后被两个纸童踩着脑袋 给踏了过去 我们跟在后面的 也免不了踩了几下 唢呐声越来越高亢 砰砰砰 大楼的所有玻璃承受不住 纷纷爆脸 呼得从大楼里 窜出两道白影 紧接着又是两道 片刻功夫 有十余个真人大小的指人 堵在了门口 在那些指人背后 是一个身材高瘦的男人 脸色凝重 双手截招法咒 嘴里面面有词 这人我瞧得眼熟 正是之前在法坛前 操控指人的指扎术高手 去 男人截招的手 往我们一指 但他话音刚落 唢呐声阵阵 带起狂风席卷 眼前的十余道指人 就纷纷爆成了碎片 那瘦竹竿挖得 吐出一大口鲜血 向后就倒 一双指瞳吹着唢呐 依旧不紧不慢地迈步向前 从那瘦竹竿身体上踩过 屋内的桌椅 摆设 被气浪席卷 被吹得到处乱飞 此时西风堂的那些个马仔 不是被唢呐阵的昏死在地 就是四处逃窜 拿命来 突然一声低沉的声音 自楼内响起 与此同时 原本十分高亢的唢呐声 突然齐齐哑声 但我立即就知道并不是 而是唢呐声 突然间拔高到了某种程度 以至于连耳朵都听不到了 这中间 大概只持续了一秒 耳朵又再度听到了唢呐声 沿着楼梯一路往上 锁过之处 一片狼藉 一直到了顶楼 就见屋子中央立着一座法坛 上面盘腿 坐着一个看似十来岁的男童 膝盖上摆着一把剑 不过此时 那把剑已然是断了 他也是口鼻渗血 脑袋歪在一边 已经是凉了 想必是刚才 这人在施展童子剑的时候 挨了指瞳那一下 无限拔高的锁那音 被声声给震死了 到了此时 指瞳才放下锁那 挂回腰间 然后扑的一声倒在地上 那俩兄妹一路上神色呆滞 张着嘴巴 到现在就没喝过 我去看了看那个兆堂主 确认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不由暗叹一声 兄弟 你惹谁生气不好 偏去惹他 胆子比我还肥 小石头这妹子 平时思思文文还是蛮温柔的 但真要生起气来 那后果是相当的严重 怎么样 说了跟你们是一路人 这回相信了吧 我过去拍了一下 那对还在发呆中的兄妹 啊 两人同时惊醒过来 你 你们好厉害啊 妹妹惊叹地看看我 又看看小石头 你们真是风水师吗 怎么 这么奇怪 那个哥哥惊疑不定地问 妹妹也是一脸惊奇 对啊 你们是什么人啊 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呀 叫做吹吹打打 丧葬二人组 我看了一眼小石头 笑说 啥 兄妹俩一脸迷糊 我说没啥 你们不是来救人的 赶紧去找找 两人顿时醒悟过来 一拍脑袋 对对对 差点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赶紧撕下去搜寻 整个西风堂 已经被我们横扫了一遍 就算还有些漏网的马仔 凭他们两个的身手 也不会有事 美女 气消了没 我走到小石头身边 笑嘻嘻地问 小石头横了我一眼 是不是见这个女人 就喊美女 那不是 只有我觉得特别好看的 我才叫美女 又来不正经了 小石头美好气地倒 不过脸上却有了一丝笑意 我见她开心 我也就高兴 你这纸扎树 算是什么级别 都把外面那瘦竹竿 给秒成扎了 我问 小石头道 我哪知道 要是在别人看来啊 绝对会认为 你是个顶尖的大纸扎将 我笑说 小石头瞟了我一眼 那你的意思是 你不这么认为 那当然了 因为我知道 你是样样精通 纸扎树 只不过是你会的 其中一门秘书而已 我说道 瞎说 我也不过略懂而已 小石头道 嗯 略懂 你家外面 躺着那个兄弟 情何以堪 我笑 小石头看了一眼窗外 微微叹了口气 这是以前姑姑教我的 她的纸扎树才厉害呢 我有些意外 没想到范小蝶的奶奶 居然还是一位 顶尖的大纸扎将 想到这个 我去楼下 把那个瘦竹竿给拎了上来 这哥们还在吐血吐个不停 我都怕他直接给挂掉了 给他扎了几针 暂时稳定了伤势 兄弟 好好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 我拍了拍他肩膀 当初在绿柳山庄后山射服的 是不是你 谁知这货压根没理我 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石头 高人 你的指扎树 实在让我佩服 佩服至极 能不能请问高人尊姓大名 他挣扎着爬起来 一脸期待地看着 小石头连我都经常不爱搭理 自然是不会搭理他 兄弟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告诉你 这位大高手是谁 我拍了一下他说 没错 是我 兽竹竿回答得干脆利落 眼睛还是一顺不顺地看着小石头 不过布阵的不是我 还挺配合 那是谁 我问 我也不认识 是上面派来的 兽竹竿竿道 上面是指哪里 上面就是上面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 兽竿竿道 你快告诉我 这位高人小姐 尊姓大名 这位嘛 就是吹吹打打 丧葬二人组的 指扎神女 我随口胡舟 兽竿竿难难自语 指扎神女 指扎神女 难怪指扎树如此神妙 他突然扑到地上 给小石头砰砰磕头 神女 说我当徒弟吧 求求你了 我顿时觉得 这人脑子是有点问题 你现在都还是我们的阶下囚 居然就赶来拜师了 兄弟 有话好好说行不 别动不动就磕头 我打住他 你们费尽心思 害死湖海山老爷子 到底要干什么 兽竹竿还在愣愣地看着小石头 眼睛也不眨 不知道 好像是要拿他身上一个什么老鼠 这兽竹竿说的 基本上跟铜金凤一样 他们之所以 要对湖海山老爷子下手 既不是冲着圆门 也不是为了要老爷子的命 最根本的目的 还是老爷子身上 那一只纯银打造的老鼠 不过他知道的 并不比铜金凤来得多 翻来覆去的 也就是那些话 只可惜 那兽堂主被唢呐声 给活生生震死了 否则还能多扒出点东西 我去那兽堂主身上摸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 什么形似老鼠的东西 据那兽竹竿说 之前西方堂里有来过几个人 有可能是上面派来的 说不定那只银鼠 已经交给对方带走了 那你认不认识赵天和 我逮住那兽竹竿问 兽竹竿直勾勾地盯着小石头 还想着拜师的是 浑浑噩噩地道 你说绿柳山庄那个姓赵的 就他 不认识 不过我后来无意中 好像听赵堂主提过一句 说赵天和跟他一个级别 但其实本来不姓赵 兽竹竿道 那姓什么 我心里一动 兽竹竿看着小石头好扮上 那你能不能让我拜高人小姐为师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不过这人看起来 脑子的确有些不大灵光 只不过小石头 这样聪慧的妹子 会收他这种大傻蛋才怪呢 赶紧说 有空我替你说说好话 兽竹竿一听 顿时咧嘴笑了 好好好 那我告诉你 赵堂主好像说 那个人跟绿柳山庄的是一家的 我当时还奇怪 一家的为什么要打来打去 我听得一正 看了他几眼 这人傻乎乎的 不像是假庄 难道这赵天和 其实也是庄家人 只是不知出于什么缘故 要把庄家给灭了 这当中的事情 我一时也琢磨不透 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这时候 就听楼道那边 传来一阵脚步声响 过了片刻 就见一群人从楼梯口上来 在那 那兄妹俩领头 身后跟着好些衣衫蓝绿 神色憔悴的人 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就是 被西风堂抓来囚禁起来的人 多谢两位的救命之恩 当中一个身材高瘦的老人 走上前来 朝我和小石头 微微欠身 其余人也纷纷表示感谢 我俩也回了一礼 这是我师父 这次多亏你们了 那妹妹没花眼笑地道 高瘦老人微微一笑 朝我们拱手道 在下徐州曹文青 那妹妹立即在一旁介绍道 我师父是 徐州传统文化协会会长 我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位老人 居然是传闻协会徐州分会长 这么大一个人物 也沦为阶下囚 可见这西风堂的确有点东西 曹文青瞪了徒弟一眼 笑道 不知二人恩怎么称呼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妹妹又抢着介绍 师父我知道 这两位啊 是吹吹打打 丧葬二人组 胡说什么 曹文青呵斥了一句 不好意思啊两位 我这小徒弟 成天傻呵呵的 糊涂得很 那妹妹一听 顿时就不乐意了 还想分辨 好歹被她哥给按住了 我叫陈平 面对徐州传闻协会的会长 我自然 不能再信口胡州 还是正正经经地介绍 他是 我有点犹豫 该怎么介绍 就听小石头道 我姓郁 原来是陈先生和郁小姐 曹文青又给我俩 介绍了身后众人 这些人基本上 都是徐州比较有名的风水师 有好些 更是在徐州传闻协会中 身居要职 唉 要不是遇到二位贵人 我们徐州风水师 这次怕是要全军覆没 曹文青叹息道 其余众人 也纷纷露出羞愧之色 我就跟他们打听 问他们知不知道 西风堂的底细 曹文青等人都是摇头 一直以来 我们只当这西风堂 是普通帮会 也从未过多关注过 谁知这次就着了他们的道 众人说起来 都有些咬牙切齿 这西风堂来历 怕是不简单 曹文青道 在他们上头 应该还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势力 而且巨星叵测 我得把这事情 通报给协会总部知道才行 众人纷纷称事 我见这边事情已了 也就不打算多家逗留 这边的烂摊子 就交给曹文青他们收拾 反正他们传闻协会 本就是负责此类事情的 至于那个铜金凤 还在我们住的酒店房间里 我让曹文青派几个人 跟我们去把人带走 原本曹文青是 竭力要邀请我们去协会里做一做 不过 我看小石头情绪不高 就婉言谢绝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二位了 以后但凡有需要的 招呼一声 曹文青感激地道 其余众人也是纷纷附和 我俩跟他们道了个别 就从楼里出来 回到酒店之后 我去把铜金凤从房间里拎出来 交给传闻协会的人带走 小石头则回了自己房间 转身就要关门 睡了 我看看时间 去洗个澡 小石头关了门 一般来讲 他如果要睡了 那就会说睡了 既然说去洗个澡 那就说明暂时还不要睡 那等会儿去楼下喝点东西 我问 嗯 好 在西风堂折腾了小半夜 的确是搞了一身灰 我也去冲洗了一下 换了身衣服 在房间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听到敲门声 过去开了门 就闻到一股混合着洗发水的淡淡香气 扑面而来 眼前的人 一袭白裙 还有点湿漉漉的长发垂在肩头 肌肤晶莹剔透 自容秀丽无双 我承认 我又看待了 看什么 小石头目光易冷 难得看到你的真容 有点受宠落惊 我赶紧掩饰了一下 长得太丑 把你吓坏了 小石头嫌腻了我一眼 对啊 你能不能天天都来吓我几次 小石头忍不住笑道 原来你真好这一口 看在你陪我来徐州的份上 本小姐就花点钱 给你雇几个如花 天天吓你几次 那不用 我笑 我只要你每天来吓我就够了 我就吃你这一套 小石头震了一下 没说什么 默默地进了电梯 我俩在楼下找了个地方坐了 随便点了几羊喝的 这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 四周也没多少人 夜风吹得头顶的大遮阳伞 摇曳不定 什么垂垂打打丧葬二人组 还只扎神女 难听死了 小石头一只手托着腮帮 只在桌上 就着吸管吸了一口果汁 突然说道 你嫌难听啊 那要不我改改 我笑说 算了 小石头道 过了一会儿 又问 那你叫什么 我们当然就叫 我正想胡周个名字出来 就被小石头给打住了 我不听了 你肯定 又是起个不正经的名字 我笑道 看来咱们这丧葬二人组 就是默契 小石头没踩我 今天你是难得这么晚睡 我说 你知道我平时什么时候睡 小石头问 你妈 作息特别规律 一般都是十点前就睡下 小石头没说话 你还不想睡的话 要不咱们再去旁边逛逛 听说后面那条街 今晚有什么活动 挺热的 我提议 好 我俩去后面那天 美食街又逛了一圈 小石头买了好些零食小吃 什么糖炒栗子 鱼丸 冰糖葫芦 买一堆 不过他每样都尝一口就不吃了 剩下的只能我来解决 一直逛到凌晨四点 东方都有些微微发亮了 他才说 不逛了 回去睡觉吧 我就陪着他回去 他进了房间 就把房门关了 我却是靠在他房外没走 今晚的小石头 让我觉得 跟平时很不一样 虽然看起来挺开心的 特别是在美食街挑零食的时候 还有几分俏皮之意 但我总觉得他其实情绪不高 我本来觉得 有可能是因为原子煤的事情 但后来仔细想想 就觉得不对 小石头这妹子 其实是个内心极为通透的人 既然西风糖已经被他端掉 那么原子煤的事情也就过去了 他不会再纠结着不放 必然是有其他事情 我索性就不睡了 守在他房门口刷手机 这一刷 就刷到了早上七点 我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 突然手机上划过一条信息 我走了 短短三个字 是小石头发的 我心里一惊 也顾不得乱闯他的卧室会怎样 捏拳在门锁上轻轻一敲 房门硬声而开 房中还残余着淡淡的香气 但早已人去楼空 连他的衣服和背包 都已不见了 虽然我守着房门 但以他的身手 从窗子出去一如反掌 我没有立即追下楼去找 以小石头的星界 他既然给我发了信息 那就说明 他已经离开多时 就算我想找 也是不可能找到了 打了他的手机过去 结果提示电话已关机 我忽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就像有什么十分重要的东西 一下子没了 我走了 微信上只有这三个字 我在床檐上坐了小半天 给他回了一句 明天见 起身出门 收拾了一下东西 就下去把我俩的房间退了 出了酒店 我回头看了一眼 拿出手机 给谢宁打了个电话 陈哥 谢宁欣喜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你们还在山庄吗 我笑问 对啊 现在整个庄家都得仰仗夫人 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对了 陈哥你回江城了吗 我也还没 在徐州呢 准备回去 对了 夜号怎么样了 你说少爷啊 好多了 连九爷都说 不久就能完全恢复 最近夫人的笑脸都变多了 谢宁喜滋滋地道 我暗骂了一句 这真是倒霉催的 那他有没有说 是被谁伤的 唉 九爷说 少爷受的伤实在太重 就算是完全恢复了 那一段的记忆 他估计没法想起来 我一听 心里不由的一喜 这样啊 难道就没有其他事要办法了吗 谢宁叹气道 九爷说是没有办法了 不过只要少爷能痊愈 那也是大幸了 那倒是 我顺着谢宁的话说 不过话虽如此 我也不敢掉以轻心 以后能不跟信业的小子碰面 就尽量不碰面为妙 对了 有件事 你转告一下夫人 我当即把赵天和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好 我知道了诚哥 我马上跟夫人说 谢宁匆匆挂了电话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 这才打了个车 前往原家 今天是原氏康和湖海山老爷子 出病的日子 我自然应该过去一下 当车子来到原家附近的时候 谢宁给我回了电话 诚哥 夫人知道了你说的这个事情之后 就去找了庄家的所有长辈商业 他让我告你 这个赵天和 很有可能本名叫庄云和 这个庄云和 是夫人父亲的堂哥 但是好像之前庄家发生过什么事情 庄云和那一脉被赶出了庄家 所以这赵天和 也就是庄云和怀恨在心 准备把庄家给毁了 我问 应该就是这样子 谢宁说 不过我觉得事情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这个赵天和 或许是打算趁此机会 把庄家给灭族 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的目的 只不过 因为被我和小石头插了一脚 再加上叶夫人惊鸿一线 把他们的原定计划 给彻底打乱了 那夫人大哥有没有找到了 我问 谢宁道 还没有呢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了诚哥 我有个事想问问你 我让他说 诚哥 你说 当年我们谢家村的事 是不是真的牵涉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 哎 我这脑子笨 实在是想不过来 谢宁悠悠地道 是有这可能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我安慰道 嗯 谢谢诚哥 那我先挂了 夫人还等着我回去 好 跟谢宁说完 车子也已经到了地方 我从车上下来 只见原家门口 已经刮起了白色的灯了 虽然如今早已经不实行这种 但原门是风水世家 自然还是按照老传统来操办白事 我先过去祭拜了胡老爷子 和原门主两位 再去找原子康说话 才几天时间 原子康就瘦了一大圈 整个人的状态都极差 看到我 这才稍稍有了些火气 老陈你来了 他声音沙哑地拍了我一下 你也别太难过 害你大伯和老爷子的人 已经找到了 我安慰到 原子康浑浑噩噩地恩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 猛地抬起头 老陈你说什么 我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人现在被扣在协会那边 等办好你大伯和老爷子的事 我陪你过去一趟 真的 原子康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神色激动 老陈 我先跟我爸去说一声 他急急忙忙地就去了后院 过了小半课中 就见他带着几个人过来 除了他父亲袁世安之外 还有几名原家的长辈 小陈 你和子康是好友 大恩不言谢 见外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袁世安朝我拱了拱手 郑重道 伯父客气 这事跟我们也脱不了关系 只是尽些绵薄之力 我说道 由于今天事务繁杂 又有许多亲朋好友过来祭奠 袁世安交代袁子康陪着我 他们则回去忙活 老陈 听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好过一些了 袁子康揉了揉眼睛说 我这几天 心里实在别得难受 我明白他的感受 拍了一下他道 都过去了 对了 你朋友上哪去了 袁子康四处看了看 没看到小石头 他有事先走了 我说 袁子康呕了一声 倒也没多想 那你下次替我谢谢玉小姐啊 我说一定 正说话间 就听手机响了 我一机灵 赶紧拿出来一看 却不是小石头 干嘛 我没好气地问 老陈 你在哪 贺锦堂的大嗓门 从电话头传了过来 在徐州啊 不是跟你说了 我问你具体在徐州什么地方 干什么 我有点狐疑 你不会也来徐州了吧 哎哟 老陈你这脑袋瓜子 就是反应快 哈哈 我和宝儿架林徐州了 你赶紧过来迎接 贺锦堂得意地大笑 我被他说得愣了一下 你俩已经到徐州了 来干什么 七 难道不许 我带宝儿过来玩啊 少废话 赶紧过来接架 说着 贺锦堂就挂了电话 我被他搞得一头雾水 不过以贺锦堂的性子 这种事情他 还是干得出来的 老陈 你有朋友到徐州了 就贺锦堂那嗓门 自然都被原子康给听到了 对 说是马上就到站了 我说 原子康一拉我 那赶紧走啊 接人去 到外面开了一辆越野 带着我就直奔徐州高铁站 折腾了小半天 总算把人给接上了 哟 还有专车接送呢 这待遇不错呀 开车的这你朋友啊 幸会幸会 在下贺锦堂 贺锦堂架着一副墨镜 肩上背了的大包 一上来就喋喋不休 画牢就是画牢 还是宝儿比较好 扎着两根小辫子 白衬衣 牛仔背带裙 妥妥一安静 温柔小千金 我们上车之后 又把双方介绍了一下 贺锦堂是个自来熟 原子康这人也好相处 两人没几句就熟络了 还是我家宝儿可爱 我揉了一下小姑娘脑袋 宝儿一双眼睛 黑宝石似的 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哥哥 你好像不太开心哦 有心事 我笑 你从哪看出来的 宝儿道 很明显呀 贺锦堂和原子康二人 顿时起哄 老陈 你赶紧交代吧 到底藏什么小秘密 我们宝儿都把你看穿了 我白了他们一眼 那宝儿你说说看 真的要我说吗 宝儿声音软萌地问 说 那好吧 宝儿看着我 哥哥你被女朋友抛弃了 好惨哦 我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实在不知道 这小丫头 到底哪里冒出来的念头 哥哥哪来的女朋友 静下说 我很想去把她的小辫子扯乱 被抛弃了 当然就没了 宝儿道 贺锦堂和原子康两个混账 笑疯了 我简直是无语了 开车就好好开车 小毛线 原子康拉了一把反向盘 忍住笑道 对了 就你们来之前 一直跟老陈在一起的那个美女 突然间就走了 我还奇怪呢 原来是这样 宝儿真是一针见血 贺锦堂一勒一声 什么情况 什么美女 就一位幸运的漂亮姑娘 老陈说是她朋友 你们认识吗 原子康问 卧槽老陈 这么大的事 你都没跟我说 贺锦堂怪叫一声 还心愈的 我靠 原来你俩是来徐州游山玩水来了 怪不得这么多天 也不舍得回来 对对对 之前我还没注意 现在这一想啊 这老陈看人家姑娘的眼神就是不对 肯定起着歪心思 原子康也跟着起哄 我真是要被这两货给烦死了 要是小石头在这儿 估计这两货都得良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 咱们说正经的 贺锦堂叫停 凑到我身边问 老陈 你那个幸运的朋友叫什么 瞎打听什么 我懒得理他 贺锦堂盯着我半赏 吃惊地问 老陈 你不会连对方名字都不知道吧 我现在特别想捶他 不是吧 不是吧 原子康也冒着车祸的危险 转头看了过来 我看老陈跟人家姑娘挺好的呀 不至于连名字都不知道吧 那他什么来历 家住哪你总知道吧 贺锦堂问 我现在特别特别想捶死他 我去 这你也不知道 贺锦堂一惊一炸 不是吧 不是吧 原子康一脸匪夷所思 我现在特别想捶死俩 三叔 你们别说了 宝儿软萌地喊了一声 果然还是宝儿好 哥哥被姐姐抛弃 已经够难过的了 你们就别提了 宝儿说 然后 那两货又笑疯了 晚上别找我打游戏 我咬牙威胁道 哥哥 是太难过 所以不想打游戏吗 宝儿脆声声地问 好了 我已经不想再说话了 车子来到原家大门前 看到门前挂着的白灯笼 贺锦堂自觉地收了笑脸 摘掉墨镜 袁子康把车停好 领着我们进门 此时 院里已经挤满了来调宴的宾客 原门弟子忙着招呼他们 贺锦堂和宝儿 跟着袁子康 过去灵前拜了一下 这才回来找我 兄弟 吉安 贺锦堂拍了一下 袁子康安慰道 袁子康点点头 刚才跟贺锦堂笑了一路回来 他的气色也好了不少 看着没那么压抑了 正说话间 突然间后院出来一大群人 为首的是袁世安 及几位原门长辈 爸 出什么事了 袁子康吃了一惊 忙上前问 袁世安道 咱们徐州传闻协会的曹会长来了 快过去迎一下 啊 袁子康赶紧忙跑了回来 冲我们叫道 老陈徐州传闻协会的曹文清会长来了 语气颇为激动 之前在西风堂的事情 我只是大致跟袁家人提了一提 向曹文清他们被囚禁的事 对他们来说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就略过了没说 这人很了不起吗 贺锦堂好奇地问了一句 袁子康道 当然了 这位曹会长 不仅是咱们徐州有名的风水师 而且他掌管着传闻协会 在风水界地位极高 实在没想到他老人家会亲自过来 我有些不解 你们袁门 怎么说也是徐州老牌的风水世家 如今你大伯过世 曹会长过来祭奠 不应该是理所当然吗 袁子康却是摇了摇头道 你们有所不知 从曾祖那一代开始 我们袁门跟传闻协会的关系就不大好 虽然后来经过调停 也没怎么起冲突了 但始终是不相往来 我们听他这么一说 就都明白了 那你大伯的面子很大的 人家会长得亲自过来了 贺锦堂道 袁子康摇摇了头 却是有些想不明白 我们说话间 袁夫已经引着一群人进来 为首的那一人 正是之前见过的曹文清 不过 此时已经换过衣服 穿戴整齐 看着果然气度不凡 跟着他前来的 还有不少老面孔 都是之前在西风堂见过的 我却 不仅曹会长来了 还来了这么多协会的骨干 袁子康嘖嘖称奇 这时 突然一个娇憨的声音叫道 陈平哥哥 我见人群里有个圆圆脸的妹子 兴刀采烈地冲我指挥手 原来是曹文清的弟子梁晓峰 和他哥哥梁小树 他俩的名字 还是我和小石头临走时才知道的 不过还挺好记 我靠 你哪来这么多好妹妹 贺景堂差一地道 我懒得没理他 这时 曹文清带着两弟子 和一众协会骨干 朝我们走了过来 小陈先生 曹文清笑盈盈地 冲我拱了拱手 其他人也纷纷过来打招呼 我跟他们见过里 又把贺景堂 原子康和宝 给他们介绍了一下 之后曹文清他们 就先随着原家人 先去灵前祭拜 老陈 你认识曹会长他们啊 原子康吃惊地问 我笑说 之前见过一面 不算太熟 好家伙 人家女徒弟 都一口一个陈平哥哥了 你还不太熟 贺景堂在边上吐槽 原子康嘖嘖称奇 老陈你人卖牛逼呀 这算什么 贺景堂不以为然 我们江城传闻协会知道不 那当然知道了 论实例 怕是还在我们徐州协会之上 原子康道 那灵会长 你认识吧 贺景堂问 我倒是知道灵会长 但灵会长不知道我 原子康无奈道 贺景堂冲我一指 你想要认识灵会长 简单得很 你让老陈带你去 灵会长是他说 真的假的 原子康吃惊地看看我 这还能有假 贺景堂得意道 我听说林夫人哪 还准备把自家漂亮闺女 嫁给我们老陈 我去 原子康张大了嘴 老陈原来你背景这么硬啊 别听他瞎吓唬 我没好气到 贺景堂立马不乐意了 等过几天 你跟去我们一起 回江城玩一趟 哥带你去见识见识 灵会长家闺女 那长相绝对没得说 当然了 赵家那个也不错 还有赵家的 原子康愣了一下 赵家 你不会说的是赵明明赵小姐吧 就他 你认识啊 贺景堂问 原子康道 当然认识啊 其实风水界的圈子 本就不大 赵明明 可是咱们圈里面 出名的美女 贺景堂笑道 不过你是不用想了 这赵家的 也被我们家老陈包园了 原子康目瞪口呆 两久竖起一个大拇指 牛啊 老陈 他的鬼车你也信 我给了他们俩一个白眼 贺景堂过去摟住他脖子 兄弟 下回哥带你去看看 那赵家妹子 看我们老陈的眼神 是怎么个柔情似水 越说越恶心了 等原家的白事操办完 将其他宾客送走 一切尘埃落定 已经是夜深了 我们三人就在原家住了下来 刚洗漱完 原子康就来叫我 说他父亲请他过去 说说话 等我跟着他过去 一进门 就见原士安坐在那里 边上 还坐着不少原家长辈 见我进来 几人纷纷起身 满脸笑容地 将我请过去坐下 你和子康是朋友 我就拖大叫你一声小沉了 原士安笑呵呵地说 我笑道 伯父随意 好 原士康笑道 这次曹会长 带着那么多协会骨干过来 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其他几名长辈 也跟着微笑点头 不过事后 我们总算是弄明白了 原士安笑道 曹会长他们之所以来 并不是看在我们原门的面子 而是看在小沉你的面子 我自然知道 这里面的缘由 不过这事还真不太好说 小沉你真是深藏不露啊 不险山不露水 不焦不燥 现在真是没有几个年轻人 能做到你这般 原士康笑呵呵地夸赞道 伯父言重了 我跟曹会长他们 也就是碰巧认识 小沉 我听子康说 江城传闻协会林会长 是你长辈 原士安笑一宁地问 林老爷子跟我三爷也是顾交好友 所以林伯父也把我当成致致后辈 我解释了一番 林老爷子 一名头发斑白的原家长辈吃惊地问 你说的林老爷子可是林又如老会长 我说是 就是林又如老爷子 原来 你跟林老会长也有关系 林老会长年轻的时候 那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众人一阵骚动 原士安也大为意外 小沉 不知你三爷爷是哪一位前辈 对对对 能和林会长成为至交好友的 绝对不可能在咱们风水界里无名无姓 小沉你说说看 指不定我们就认识 几个原家长辈纷纷道 我有些为难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三爷爷不许我在外面提他的名字 不过原家几人听了 也不着脑 笑呵呵道 不妨不妨 高人前辈都喜欢低调 这时 原士安微微叹了口气道 小沉 最近咱们原门遭了大难 也多亏了 你和玉小姐帮手 否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有些愧疚 胡老爷子和原门主的死 也跟我俩脱不开关系 要不是我们陪着范小蝶他们过来 事情也未必会到这一步 原士安摆了摆手道 我还不是老糊涂 事情还是能看得明白的 这帮人明白着 就是冲着我师伯来的 怎么都是避不开的 说到这里 顿了一顿 又道 不过我们原门也不是好欺负的 终归要问他们 讨回公道 我点头称是 原士安语气缓了一缓 笑道 小沉你是自己人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 自从绿柳山庄回来后 我就一直在担忧 只怕咱们风水界要出大事 唉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我大哥和胡诗伯 现在已经有了乱象 不知接下去 还会出什么样的幺蛾子 怕就怕 又是一次风水界的浩劫 我听得暗暗心惊 爸 有这么严重吗 原子康也有些不以为然 原士安神色凝重 世间万事万物 都逃不过一个气数 阳极而阴 盛极必衰 如今数法衰微 就连道门 都没了往日的光景 这说明 咱们风水界的气数 已经快走到头了 有一将 必有一生 咱们风水界的气数进了 那意味着什么 紫康你说说看 原子康挠了脑脑袋 意味着 社会要迈入全新的科学时代 我刚喝着茶 差点没给喷出来 原士安盯着儿子老半天 我看这位伯父的眼神 怀疑他现在连掐死儿子的心 都有 阳枭而阴盛 这说明 那些折服的邪魔鬼祟 又要兴风作浪了 原士安咬牙道 啊 爸你说的是这个呀 原子康有些不好意思 旁边一位原家长辈 恼怒的一拍桌子 你们看看这些后生 像个什么样子 当年我还没成年 就跟着我爸出去闯荡 你们还记得吧 就黑虎沟那一次 我差一点被只僵尸给掏了心 回来还中了尸毒 昏迷了三天三夜 对对对 像咱们那一代人 哪个不是九死医生 就说我 后背那条疤 现在还隐作痛 就是 哪像他们 这一代小年轻 天天好日子过着 没事的时候学个法咒服录 你都不用 学来干什么 几个原家长辈 纷纷批判 把个原子康迅的头 都抬不起来 不过也是 如今成平日久 很多风水世家的子弟 虽然都还秉承祖训 学习祖上传下来的本事 但大多数都没有机会使用 就像原子康 懂得还是挺多的 但真到实战的时候 就跟刘虎这些人 差得太远了 这一次 也是脱了小陈的福 咱们跟徐州传闻协会的关系 算是修复了 原氏安脸色缓和了一下道 我和曹会长也商议了许久 往后 咱们两家可以相互扶持 另外 小陈你如果回江城的话 我想让子康也跟着过去一趟 你看看 能不能让他沾沾你的光 去拜见一下林会长 原氏安笑呵呵地道 到这里 我总算明白过来了 这位原伯父铺垫了那么多 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我给原门和江城传闻协会之间签个线 原门现在颇有些势单力薄 但如果同时跟徐州和江城两大传闻协会 达成同盟的话 底气就足上很多 之前都说原氏康是原门第一人才 但现在看来 这位原氏安伯父 可能在风水术的天赋方面 比不上他大哥 但在这谋划和格局上 却未必若愚 这是双方都有力的事情 我自然是乐见其成 正好大家一起回去玩玩 原氏安等人一听 都是脸露欣喜之色 之后又聊了一阵 我就和原子康退了出来 老陈 我爸也是担心我们原门的安危 所以才想见你的关系 跟林会长那边原子康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都是自己人 说着干什么 我没好气 唉 就是有点别扭 别扭个毛线 你今天跟贺锦棠那家伙一唱一鹤 不是闹得挺欢的 说到这个 原子康顿时一打我肩膀 老陈说真的 你是不是针对那位玉小姐有意思 不过 你怎么就被他给甩了呢 不会你对人家做了什么 我差点想一个翻天印 按他脑门上 滚蛋 别啊老陈 来说说呗 我俩回到屋里 贺锦棠和宝正窝在沙发上打游戏 怎么了 老陈又干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了 贺锦棠精神一震 我懒得搭理这帮人 正要回屋睡觉 就听贺锦棠突然卧槽了一声 我以为他游戏里被挂了 谁知贺锦棠疼地从沙发上站起 叫道 老陈 我一门心思关心你的终身大事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我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开玩笑 就问 怎么回事 还不是那个弱智 贺锦棠道 我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已经挂了 贺锦棠口中的弱智 只能是孟大智了 我坐了回去 让他赶紧把事情说一说 这事情说起来 也是特别古怪 估计说给其他人听 人家压根都不会信 贺锦棠嘀咕道 哪那么多废话 赶紧说正事 我打断他的喋喋不休 大概是六天前吧 当时是下午 贺锦棠突然接到了孟大智的电话 还是打的座机 一上来就问我的手机号码 不过还没等贺锦棠说 电话就断掉了 之后再打过去 也没人接听 后来贺锦棠又打了他手机 发现是关机了 这是我之前听他说过 本来我还想等 原家这边的十一了 去打听一下孟大智的住处的 不过他妈的邪门了 就昨天晚上 我突然梦到了这个弱智 贺锦棠拍着大腿道 要说做梦梦到一个熟人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知道这当中 肯定别的缘故 贺锦棠接着到 我在梦里 看到那个弱智在一个地方 看着像 有点像山洞 反正他就在那挖呀挖的 之后我又看到一个女人 长得还挺漂亮的 穿个红衣服 上来就把一枚这么长的铁钉 敲进了弱智的手掌心 贺锦棠比划了一下 按他说的 这根钉子 起码得有五六寸长 后来就把弱智这样 贺锦棠靠在墙上 举起双手 就这样 两个手掌上钉了钉子 把弱智给钉在了山壁上 然后呢 原子康见他好一会儿 没继续说 忍不住问 然后就没有了 我就醒了 贺锦棠道 我俩都有些猛 这算什么 你们别急啊 还有一个梦呢 贺锦棠道 我虽然醒了吧 但后来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我又梦到弱智了 而且 这居然还是个连续句 我就看到 弱智被钉在壁上 那个女人拿了的藤条 就往弱智身上抽 抽的他那个哇哇直叫 结果到这里 我又醒了 贺锦棠回头喝了口水 接着往下说 我就觉得这是古怪啊 于是我逼着自己睡过去 卧槽 没想到还真又接上了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女人 一边抽弱智 一边还跟她说一些 奇奇怪怪的话 我让她把他们的对话 描述一下 贺锦棠却说 有些记不清了 后来 我就干脆回床去睡 结果就再也没梦到那家伙了 也是齐了个怪 贺锦棠说着 然后我一想着不对啊 干脆就连夜叫人订了高铁票 带着宝赶快来找你 结果一来 就替你的终身大事 操心到现在 害得哥把这么重要的事 都给忘了 我能呸他一脸 这个不要脸的 那除了这女人穿个红衣服 长得挺漂亮 你还看出了点什么 唯问 贺锦棠努力回忆 其他的 就那环境 说不上来是什么地方 不过看着像是个山洞 另外那个女的 的确长得还可以 不像那种网红脸 这是的确有点怪 袁子康琢磨了一阵 对了老陈 你这朋友是 咱们圈内人 还是 我说他也是个风水师 叫孟大志 刘飞赫的首徒 刘大师的徒弟 袁子康差一地道 刘飞赫作为 徐州有名的风水师 袁子康认识他 并不稀奇 不过我们原家 跟刘大师没什么交情 只知道前阵子 他老人家过世了 也不知道 现在刘家是个什么情况 袁子康叹道 我总觉得 这是有点怪怪的 这时一直在玩游戏的宝 抬头说 三叔 你不是说 还看到了一只老鼠吗 对啊 我差点忘了 贺锦堂一拍大腿 是有只老鼠 看着像是薄金 还是纯银打造的 我和袁子康吃了一惊 银鼠 贺锦堂诧异地看了我俩眼 干什么 你们知道 我让他赶紧回忆一下 那只老鼠的样子 反正就是白白的 要么是白银 要是薄金 大概比拳头小点吧 上面刻了很多古怪的玩意儿 我也描述不出 我听贺锦堂的这番描述 基本上跟铜金凤 和兽竹竿的一致 很有可能就是同一样东西 你在哪看到的 我赶紧问 就那女人手里啊 贺锦堂道 那女人一直把那只老鼠 拖在手心里 抽完弱智后 还到处转了转 再往下问 贺锦堂也说不上什么来 如果说没有这只银鼠的话 还可以把这几个怪梦 当成一个巧合 但既然出现了这只银鼠 那说明 这件事必定是有所指 而且 那个红衣女人 极有可能跟西风堂有关 更进一步来讲 这女人甚至有可能 跟西风堂上头的 那股神秘势力有关 我琢磨了一阵 还是决定给曹文青 打一个电话 喂 是陈平哥哥吗 你猜猜我是谁 电话那头笑嘻嘻问 是小枫啊 你师父不在吗 我不用猜 也知道是梁小枫 你等会儿 我把手机给我师父送去 过了大概一分多钟 曹文青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笑呵呵道 小陈先生 有事 打扰曹会长了 有个事 我想麻烦您一下 我是想通过传闻协会 打听一下梦大志的近况 小事 我马上让人去办 曹文青笑道 挂完电话后 我让贺景堂再回忆回忆 你后来就再没梦到过 没有了 我回卧室睡了半天 屁梦没有 贺景堂道 我听他说去卧室 有点奇怪 那你之前是哪里睡的 沙发呀 我还不是为了 陪宝打游戏 结果太困 打着打着就睡着了 贺景堂道 我听得心里一动 你当时是跟宝在一起 对啊 你不陪宝打游戏 只有我这个三叔陪了 我没理他的挑拨离间 当时你跟宝是怎么做的 干什么 贺景堂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不过还是 往宝边上挪了挪 就这样了 当时宝就靠在我手上 没有 三叔睡着后 就把脑袋靠在我肩上了 还流口水 宝打着游戏 头也没抬地说 宝你良心不痛吗 贺景堂恼羞成怒 我让他别瞎咧咧了 赶紧摆个姿势 让我看看 贺景堂无奈 只好身子往下溜了溜了 把脑袋搭到宝的小肩膀上 我顿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闪铃 宝是有闪铃能力的 贺景堂这家伙 打游戏太困 无意中靠着宝睡着了 有可能因此触发了宝的闪铃 从而梦到了孟大志 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但从目前来看 这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靠 你说宝会闪铃 我认了 那我为什么会闪到那个弱智 我要闪也应该闪到美女才对啊 贺景堂不满道 那谁知道 可能你俩当初在滇男逃命的时候 干了什么事 我说 我靠老陈你居然敢侮辱我的人格 我跟你拼了 贺景堂鬼叫 原子康在旁边 听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闪铃 滇男又是咋回事 这种事情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 这样 你再睡一觉 我让贺景堂照昨晚的样子 靠板肩上 看看能不能再梦当孟大志 贺景堂嘴上虽然捣鼓着 却还是照做 只是瞇了半天 还是没睡着 被你们两个琴 受盯着 我哪睡得着 我和原子康索性去了外面 把灯也关了 这时 我接到了曹文青的电话 说是已经派人去打听过了 但并没有找到孟大志 据边上的邻居说 已经好些天没有见过他人了 孟大志是个孤儿 从小就是跟着刘飞鹤长大的 也没有什么其他家人 我谢过曹文青 知道这人 怕是没那么容易找到 等贺景堂一觉睡醒 进去一问 结果却是没梦到什么 难道这法子不对 贺景堂挠着脑袋 我倒是不这样想 因为闪铃这种东西是不稳定的 就是薄 也没法控制 只能随机出现 所以 就算这一次没成功 也并不意外 贺景堂不信这个邪 之后又试了几次 一直折腾到半夜快十二点多的时候 贺景堂一睁眼 就激动地叫道 看到了 我和袁子康 本来都有点昏昏欲睡的 一听也是精神一阵 问他看到什么了 还是那个类似山洞的地方 我看到弱智被放下来了 手上缠了绷带 又在那里挖土 贺景堂回忆道 然后那个红衣女人 就在山洞里转来转去 哦对了 她一直把那只你们说的 银鼠拖在掌心 嘴里好像还念念有词的 也不知道只干什么 另外我还听到那女人说了名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地名 我让她赶紧说 她说了个万藏坑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哪 贺景堂道 通常来说 万藏坑一般都是 指的抛尸的深坑 比如以前打仗的时候 尸横遍野 有时候就把这些尸体收拾起来 草草埋进一个大坑之中 这种就叫做万藏坑 老袁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什么万藏坑 我问袁子康 他是地头蛇 对徐州一带 肯定要比我们了解 不过 要是孟大智此时 是在远离徐州的地方 那就没辙了 这个 袁子康似乎也不大清楚 你们等会儿 我去找我爸他们问问 说着就出了门 也不顾现在是深更半夜的 就去敲他那些长辈的门去了 过了大概有小半个钟头 袁子康匆匆回来了 我问到了 咱们徐州附近的确有个万藏坑 不过一般都叫万藏坑 是在青天侠那边 我刚才算了一下 离这边大概三百多公里 我一看 现在时间已经太晚了 于是决定休息一夜 明早出发去青天侠 第二天六点不到 袁子康已经准备好了车子 我去把还在熟睡中的 贺锦棠叫了起来 这家伙还磨磨蹭蹭地不肯起来 那要不你留下住几天 我们先走了 我带了板就走 贺锦棠一听 咕咚一声 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 大爷的老陈 你敢把哥一个人留下来 我跟你拼了 六点整 我们一行四人出发 朝着青天侠方向行去 所谓的青天侠 其实是一处大裂谷 近些年来 也算是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不过听贺锦棠说 这个地方虽然风景很美 但地势太过险要 路又难走 所以去游玩的人并不多 而且 大多数都是在外面看看就算 真正深 入大峡谷的 都是一些资深的旅游 这些年来 也有不少旅游在里面出了事 至今尸骨都没有找到 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已经抵达了青天侠外围 找地方停好车 就开始徒步向大峡谷进发 放眼望去 只见四周风轮叠脆 树木郁郁葱 与城市里钢筋水泥 灵力的场景大为不同 颇令人心旷神怡 起初还能见到一些游客 在游玩拍照 随着我们逐渐深 四周就变得人际罕至起来 而且 山道也越来越难走 高低不平 怪事灵循 老陈 咱们就让宝自己走啊 不太合适吧 这种路 小孩子哪里走得了 原子康担心地过来找我说 我说 你还担心贺三少吧 原子康不明所以 老贺虽然虚了点 总算是成年男子 总比宝体力要好 贺锦棠在旁边听到 顿时就不乐意了 我靠 你俩说什么呢 谁虚了 说你虚 连板都不如 我说 卧槽老陈你 论走山路 我是比不上板 但不能证明 我虚 贺锦棠骂骂咧咧的 原子康差一道 老贺 你连板都比不过了 还不虚啊 你懂毛线 老陈你别掺话 我要跟这个 没见过世面的打个赌 你要是能走得过板 我请你吃万宝符 不然你请我 吃一顿万宝符 少说得十来万 行啊 赌就赌 原子康一脸迷糊 估计是觉得 贺锦棠是来给他送钱的 宝儿 你跟着老陈用最快速度去那里 贺锦棠指了指前面一块凸 起得岩石 宝儿嗷了一声 我撒开身法 朝着前方积虑而去 宝儿几乎同时跟了上来 如一团魅影 在我身边紧追不舍 自从颠男回来之后 宝儿就开发了一个新技能 就算我全力展开身法 他都能仅跟我不丢 就跟当时他被古墓中 那个女人给控制了似的 我一直担心 这会不会跟那个女人有关 但一直也没弄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俩到了岩石那里 就停下来休息 等原子康气喘吁吁地追到的时候 直接就傻眼了 盯着宝儿 就跟看到了外星宝宝似的 贺锦棠在后头吭吃了半天 总算赶上来 哈哈 你连哥小侄女都比不过 还敢在哥面前秀幽怨 贺锦棠得意洋洋 原子康这回 算是被他给坑了 只能认栽 我们一路向前进发 只见底下溪流从从 两侧山峰越来越高 峭壁越来越陡 而中间的宽度越来越窄 最终头顶的天空 被挤成了一条线 这就是青天霞了 万丈坑 应该就在前面不远了 原子康说道 累死哥了 总算要到了 贺锦棠擦了擦汗 只不过说是不远了 我们还是 直到傍晚 才抵达了当地人 所说的万丈坑 那是在地缝的尽头 溪水流入一个巨大的洞窟 再往前走 就发现一个垂直的深坑 这坑大概有五米方圆 深坑周围 用白色的石块 砌成面一人多高的围墙 大概是防止有人掉落下去 但很快我就发现有些不对 因为 在这些石块的内侧 我看到了浮咒的纹路 辟邪咒 定魂咒 往生咒 怎么看起来这么邪门 贺锦棠趴着石墙 往里面探了探 这深坑之中 冒着屡屡的白烟 我虽然开了夜眼 却也看不到底 可见是有多深了 总不成 那弱智在这坑里面吧 贺锦棠打量着四周 还是说在这万丈坑附近 我们只好 在四周找寻了起来 看看有没有跟梦中 类似的山洞 或者地势环境 正当我们寻找的时候 林子里头突然闪出几道人影 你们干什么的 来人两男一女 看着我们的面色 有些不善 你们是景点的管理员 贺锦棠问 那我跟你们打听个事 有没有见过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其中一人打断 这里不许外人进来 你们赶紧离开 贺锦棠当即就不乐意了 怎么个情况 什么叫不许外人进来 这山你们家的呀 刚才那人正要说话 被当中那个女的拦下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最近出了点事 所以这一带都封山了 不许游客进入 女人笑道 贺锦棠看了他一眼道 这位美女说的还算像话 不过怎么就封山了 前面也没人说啊 也可能是你们没问清楚 确实是封山了 你们赶紧离开吧 女人笑着道 贺锦棠打量他一阵 道 美女 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 女人脸上保持着一丝笑容 你说笑了 这有什么好骗的 贺锦棠呵呵笑道 那就不好意思了美女 我们也有事 不能离开 之前那个男人顿时忍不住了 叫你们走 听不明白是不是 贺锦棠哪是会吃这一套的人 激笑道 我就不走了 你们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那人脸色一沉 冷笑道 好呀 又是来打宝库主意的 我听得不对 正要开口问清楚 就见那人身子一纵 就窜到贺锦棠面前 伸手就抓向他脖子 我踏上一步 挥手在他臂上一格 那人脸色微变 突然间右手截了个法印 朝我俩拍了过来 这是个降魔印的截法 这要是拍到贺锦棠身上 能直接要了他半条命 我只好抢上一步 直接一个贴身铐 撞在他胸口 把他撞得飞了出去 后面那一男一女 一起上前 把那人接下 三人立即摆开架势 手起法指 口中念念有词 这就绝对不是什么景点 管理员了 而是悬门中人 我怕他们伤着贺锦棠和宝 不等他们法咒结成 当即搓唇 发出多的一声 三人被骤音喷重 身子一抖 截好的法印 顿时有溃散的迹象 我脚尖一点 陆地飞腾 十数步距离 一蹴而至 握拳飞快地 在三人胸口敲了一下 三人顿时人仰马翻 我这下敲得虽然不重 但是敲在他们气脉之上 一下子 他们是提不起劲了 走 那女人一声呼喝 三人立即掉头急奔 转眼就消失在林间 这什么人啊 莫名其妙打了一架 贺锦棠骂骂咧咧道 袁子康刚才把他和宝库在身后 这时皱着眉头上来道 老陈 这怎么感觉有点不对位 他们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宝库 这地方能有什么宝库 会不会说的什么宝库 这地方也算个洞库吧 贺锦棠打量着四周说 我刚才也的确听他们提到了宝库两个字 而且似乎是误会 我们是打宝库主意的人 袁子康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 突然一拍大腿道 你们说 会不会是这里边藏着什么大幕 然后就被这些人叫做宝库 贺锦棠有点不以为然 我还从没听说过管木叫宝库的 袁子康道 那这地方除了古墓 还能有什么东西 可以叫做宝库的 我看了一眼 那个被石墙围起来的深坑 那有没有可能 大致和那个红衣女人 也是在找那个宝库 贺锦棠和袁子康一愣 对对对 有道理 老陈你刚才就不应该放那伙人走 贺锦棠道 就该把他们逮起来 好好问问 之前是压根没想到 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我们只好 在四处又仔细搜寻了一番 确实没找到什么线索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晚 四下里都暗了下来 贺锦棠把准备好的灯打开 接着搜寻 这弱智也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要不我再赏个灵 贺锦棠道 说干就干 找了板过来 叔侄俩就在一块岩石旁靠着 准备再次入睡寻梦 贺锦棠眼睛闭上没几分钟 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龙龙声 那声音就像是什么很沉重的东西 一动时发出的动静 连地面都有些颤动 但这又并不是地震 你们快看那边 原子康吃惊地指着深坑方向 只见深坑中 冒起一团团的的烟气 五彩缤纷 看着极为妖艺诡诀 这什么玩意儿 贺锦棠好奇地嚷嚷着 还准备跑过去看看 被我给拉了回来 带着他们 往后退出了数百米 直到五分多钟后 那怪异的龙龙声才停止 深坑里的五彩烟气 也逐渐消散 我们这才走上前去 老陈 刚才那彩烟 是不是桃花煞 原子康迟疑地问 我说 看着是有点像 贺锦棠就问 我只听过桃花韵 桃花煞是什么东西 原子康有些心有余悸 我也只是听说过 桃花煞就是煞气的一种 看起来十分漂亮 不过人要是被它沾到了 估计很快就得烂成骨头 贺锦棠吓了一跳 脸都白了 现在是不是特别感激我 拉了你一把 我一边打量四周地形 一边倒 老陈你这一把拉得好 贺锦棠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什么鬼地方 哪来的这玩意 别说他不明白 我和原子康也是想不通 按理说 这种桃花煞 一般只能出现在那种 阴气极重的地方 或者是尸骨常年累积的尸坑 难不成这下面 真是个万葬坑 原子康疑惑地道 但其实这个解释不通 这个坑出现此地 已经有很多年了 如果下面的湿气 真得大到如此地步的话 早就出事了 又或者说 此地最近出现了某种变故 我们几人正商议着 无意中我健保 仰着头 正出神地看着东北方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前边是个不算太高的山峰 林木茂密 看过去黑压压的 这时天色越发暗沉 但再仔细一看 就发现那风腰上 笔直地生起三股白色的烟柱 直冲上天 咱们去那边看看 我觉得有些蹊跷 老陈你看见了啥 这么乌漆骂黑的 能看到什么东西 贺锦堂点着脚 往东北方眺望了几眼 原子康顺着那个方向 看了一阵 又转头看看我 吃惊地说 老陈 你不会开了夜眼吧 我说是啊 招呼了他们一声 拉着板的手 往东北方那座山峰走去 边走边说 贺锦堂和原子康 也跟了上来 我靠 难怪你刚才灯都不点灯 原子康恍然道 贺锦堂一脸迷惑 你们说什么夜眼 简单说 就是晚上看东西 跟白天一样 原子康解释 我去 还有这样的好事 这个要怎么搞 贺锦堂顿时精神大震 原子康苦笑道 这夜眼势中恋眼的秘书 我们原本以前也是有的 可惜后来 没保存下来 我见他十分艳羡的样子 就说 我家里倒是有个本子 上面记载了百八十种开眼法门 老陈 原子康猛地扑了上来 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贺锦堂跑过来 拽住我另一只胳膊 老陈你不讲义气了 这么好的东西 还藏着掖着 赶紧拿出来 给哥学学 我瞟了他俩一眼 笑道 就咱们这关系 当然没问题了 原子康一听 顿时又惊又喜 贺锦堂则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在这货看来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分什么彼此 不过嘛 我这本子也是别人给的 你们要看的话 得人家同意 我说 谁啊 两人异口同声问 我说 就你们之前说的 那个把我甩了的美女 贺锦堂和原子康 面面相去了一下 同时回过未来 就你那个玉小姐 我靠 老陈你 赶紧把她追回来 那座山峰看着虽近 但我们足足走了 有大半个钟头 当然 这主要还是照顾贺锦堂这个非夜内人士 在网上走了一程 就见前方松林 掩映着一片房舍 三道烟柱 就是从那里升起的 这里怎么有房子 贺锦堂有些奇怪地道 由于房舍那边有灯光 所以大家都看得颇为清楚 这宅院白墙黑瓦 看着十分古捉 但又不是道观或者寺庙 这时 山峰呼啸刮过 带过来些许争吵声 我们加快脚步 来到院门口 只见院中灯火通明 占了一大群人 在院子中心位置上 摆着三个香炉 上面各自插了一柱一人多高 而壁粗细的巨香 我之前看到的那三道 笔直冲向天际的白烟 就来自这三根香 什么人 院里那些人听到动静 当时有人高声喝道 我们四人走上前去 出来玩的 没想到玩得太晚 山路也不好走 我们就想找个地方借宿一下 我笑呵呵地说道 院里这群人 有一大半是穿着黑色西装 体格强壮 看着十分彪悍 在他们的簇拥下 中间摆着一张椅子 椅子上坐着个 一桌滑贵的青年 翘着个二郎腿 神态颇有些不耐烦 在他们对面 是五个身穿不衣不鞋的男人 当中有个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其余四个都在二十多岁 五个人的皮肤都比较粗糙 脸盘晒得红红的 看样子像是这边的山明 那个五十来岁的男人 冲我们拱了拱手道 不好意思几位 我们这里有事 不方便招待你们 我看了那群黑西装一眼 朝那个男人笑着拱了拱手 也没说什么 带着贺锦棠他们推到边上 不过并没有就此离开 故弄什么玄虚 你们以为点三根香 就能把本少爷给吓住了 那以上的青年 啪地拍了一下以靠教导 那五十来岁的男人 冲对方抱歉地道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就是重重得读读书的地方 你们怕是找错人了 那青年一脸不耐 什么找错人 你们这里是不是叫焚香书院 没错 男人道 那不就得了 我听人说 你们书院的人牛逼得很 会武功不说 还能做法 是不是有这回事 青年拍着以靠问 男人憨厚一笑道 几位也看见了 我们几个都是种地的农民 哪里会什么武功 至于做法什么的 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都是那些乡民们胡乱传的 青年瞪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 愤怒道 我不管 你们必须跟我带来的这些人 鄙视一下 在旁边看了半天 我们才大致闹明白 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地方名叫焚香书院 好像还挺有些年头的 那个青年 大概是某个富家子弟 不知从哪听说 这书院里的人会武功 还会法术 就带了一票人过来 要踢管 而那五个人 就是这书院里的人 按照他们的说法 他们在这里 只是种种的读读书 根本不懂什么武功法术的 一边坚持要鄙视踢管 一边坚持说他们找错人了 于是就出现了如今这幅场面 这种货色就是闲的 估计还准备拍个短视频 放到网上火一把 贺锦棠比一地道 这回还真被他给说中了 那青年吩咐一声 他手下的两个黑西装 就拿出拍摄工具 对准了院子 要是你们不应战 我就把你们这破牌子给摘了 青年指了指挂在房梁上 写着焚香书院的那块木牌 威胁道 我们就是会读点书的农民 几位何苦要处处相逼 那五十岁男人苦笑道 那青年烦躁地道 我就逼你们怎么了 豹子 你去把那块破牌子 给我拿下来砸碎 在他身后 一个替着平头的黑西装 硬了一声 呼得跑上几步 高高跃起 真跟他的名字豹子似的 浑身上下充满了爆发力 他这一跃起 眼看着就要碰到房梁上 那块书院牌子 你敢 一道身影迎了过去 同样跳起 在半空将他拦下 二人一触即分 出手拦截的是个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黑油油的皮肤 看着一脸怒意 好好 总算出手了 漂亮 看你这跳得不比豹子低呀 果然传说不假 你们还是有一套的 那富二代顿时大喜 又是拍掌 又是尖叫 赶紧叫手下 把拍摄角度调整好 豹子 愣着干什么 打呀 富二代又回头叫道 豹子脱下外面的西装 露出手臂上的肌肉 他咚咚咚踏上几步 一拳头就朝着那年轻人 砸了过去 势大力尘 速度又快 一看就是专门训练过的 那年轻人 盲闪身避开 豹子一连几拳 又快又狠 年轻人躲避不及 只能用手格挡 只听砰砰砰几下 那年轻人 被几拳头砸得 亮亮呛呛 倒退了出去 豹子趁胜追击 又是一拳挥出 那年轻人拉了个架势 想要抵挡 却是没来得及 被对方一拳轰中胸口 顿时飞出去摔倒在地 好 富二代顿时大叫着跳起 都拍到了吧 拍到了吧 少爷放心 都拍到了 手机负责拍摄的几人 盲冲他比了个OK的手势 那一边年轻人 在地上连打了几个滚 但那豹子紧追不放 年轻人顿时又挨了好几脚 亲们都看到了吧 什么武功法术 都是骗人的东西 你们看我这手下 专业拳手 讲究的就是 力气大出拳块 打得他们鸡飞狗跳 富二代在镜头前 洋洋洒洒地说了一通 大概是给他的粉丝们 在直播 够了 我们认说 书院那位五十来岁的大叔 连忙喝止道 那富二代 却是听而不闻 就这会儿功夫 那年轻人 又是挨了几拳脊脚 口中都喷出了血沫 书院那边几个年轻的 顿时忍耐不住 朝着豹子冲了上去 准备救人 富二代呵呵一笑 同样叫出三个手下 一时间就变成了 四人对四人 院中人影交错 只听到连绵不断的 喷喷声 我见这四个书院的 的确是有些武术的根底 不过学的都不太对 似是而非的 比起包哥包嫂那种 八级拳高手 那是差远了 至于那个富二代这边的人 看得出都是经过 专业训练的搏击高手 动作又快又狠 书院这几人 想用武术硬敌 却根本招架不住 被人打得七零八落 亲们都看到了吧 什么传统武术 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 狗屎都不如 大家看得爽不爽 爽就在屏幕上 打六百六十六 富二代兴奋地 对着镜头 又喊又叫 快出手 我们认输了 那位大叔 急忙再次叫道 可富二代却根本不理 我靠不是吧 这你俩还能忍 贺锦堂气不打一出来 什么玩意儿 也敢侮辱咱们 老祖宗留下的手艺 老陈你别跟我抢 我去跟他们玩玩 袁子康黑着一张脸 作为悬门中人 我们学的其实就是 传统学问 不管是武术 俯禄 法咒 风水 占卜 还是方术 这富二代 简直就是 指着我们鼻子在嘛 去吧 下手有点分寸啊 我叮嘱了一下 别太轻了 袁子康笑道 得嘞 声音刚落 人已经冲了上去 他这时用上了身法 速度奇快无比 人隐一晃 就来到一名 正在对着个年轻人 狂踢的黑西装面前 袁子康也不动用法术 只是简简单单一记手 刀砍出 那黑西装虽然愣了一下 但反应也是极快 立即挥手格挡 一声闷响过后 那黑西装 直接被袁子康 斩翻在地 不等其余人反应 袁子康的身影 已经闪到了另一人身边 同样随手一拳 那人想要抵挡 却根本来不及 胸口挨了一下 当即就摔在地上 连连打滚 卧槽 那富二代这时候 才发现了场上的不对劲 不禁又惊又喜 这谁啊 给我上上上 一下子把剩下的人 全都派了上去 然而下一刻 他就傻眼了 袁子康毕竟也是 原门辛辛苦苦 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 虽说实战经验不多 跟天师道流虎这些人 更是无法相差甚远 但对付起这些 普通的搏击高手 那还是易如反掌 他这一进了人群 就如同虎入羊群 只要有挨着他边的 立即被揍得满地乱滚 哦哟 老袁有两下子啊 我还以为他 只会吹牛逼呢 贺锦堂嘖嘖连声 在一旁看得直叫好 只不过转眼的功夫 那群黑西装 就被袁子康给全收拾了 剩下那个豹子 怒吼一声 朝着袁子康急步奔去 在半途身子腾空而起 一个西状磕了过来 结果袁子康看也没看 直接一个巴掌呼过去 把那豹子给拍翻在地 我去 哥们你神了 那富二代张着嘴傻了半天 伸着手就冲袁子康走了过去 被袁子康一巴掌给抽到一边去了 上前把他们的拍摄设备 给一脚踩碎 那位大叔赶紧过去 把书院几人一一扶起 过来跟我们道谢 小诗一桩 客气什么 袁子康淡淡道 还是挺有名门弟子风范的 几人都是鼻青脸肿的 不过还好都是皮外伤 你们还不快点管 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呵斥道 那富二代带着一群手下 从地上爬起来 想着要过来说句话 但又怕被袁子康揍 只能嘀嘀咕咕地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 只听一个黑西装骂道 给我滚开 然后就见两个人 隐呼地倒飞了进来 摔在地上 挺了挺 口鼻之中渗出黑血 顿时就没了动静 正是那富二代的两个手下 那富二代 下得赶紧带着人 没命地逃了回来 只见门口 进来一群人 砰砰砰三声 又是三个人 被扔到了地上 师兄师姐 书院那几个年轻人 惊呼一声 急忙冲了过去 我见这被扔在地上的三人 二男一女 瞧着体态和穿着 颇有些眼熟 咦 这不是之前那三个家伙吗 贺锦棠差一地倒 真是巧了 这三人 正是之前我们在万丈坑那边 遇到的二男一女 没想到 也是这个什么书院的 之后进来的这群人 为首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光头 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 眉毛很淡 要是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个秃头秃眉的 面相十分冷酷 看着就是那种 生人物尽的模样 最先被扔进来的两个黑西装 已经是断了气了 那个富二代 脸色煞白 瑟瑟发抖 估计是给吓尿了 他带的那群手下 虽然都是专业训练的格斗高手 但估计也没见过这种 直接杀人的场面 个个也都是神色惶恐 至于那二男一女 倒还活着 只是个个脸如金纸 手脚贪软 怕是受了重伤 几位到底什么人 那位大叔怒声道 那光头目光默然 扫了院内众人一眼 宝哭在哪 他的声音沙哑中透着刺耳 听起来极为不舒服 这是第二次听到 宝库这两字了 袁子康也疑惑地 和我对视了一眼 难道这山底下 真有什么宝贝不成 贺锦堂嘀咕一声 那大叔愤然道 什么宝库 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要找宝库 就自己找去 光头冷然道 你们最好别给我 搞些歪歪绕绕的 否则他们三个就是下场 我们就是仲田读书的 你们觉得这里有宝库的样子吗 大叔压着怒气道 光头抬眼看了看 房梁上那块木牌子 淡淡道 既然是焚香书院 那就说明我们没有找错 这时 那富二代带着手底下人 捏手捏脚地朝外面溜去 看样子是想脚底抹油 但还没等他们摸到门口 突然一个人影闪了过去 这人速度极快 却是个扎着长辫子的女人 两个黑西装大惊之下 想要挥拳抵挡 结果手刚回出 就被那女人喀啦一声 扭断了脖子 又是两具尸体 被抛到了地上 富二代等人 被吓得傻了 呼啦啦又逃了回来 让你们走了吗 那女人一张长长的马脸 眉毛一束 模样十分吓人 饶命啊 我家有的是钱 要多少钱都可以给你们 那富二代 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那女人却压根没理他 再敢乱动 就是死 不敢不敢 富二代带着仅存的几个手下 盲缩到了角落里 连大气都不敢出 贺锦堂低声道 老陈 你看没看出 这帮人什么来路 也不像是普通劫匪啊 原子康神色凝重地道 这帮人不简单 单看那女人出手 就是个狠角色 看看再说 我一时也瞧不出 这群人的路数 至于他们说的宝库 更是有些不明不白 当年你们坟乡书院 在风水界也算是有些名堂的 没想到如今沦落到这种地步 居然被几个杂鱼给欺上门来 光头沙哑刺耳的声音 缓缓传来 贺锦堂小声嘀咕道 原来这书院 也是你们风水界的呀 你们就没听过 原子康摇头 说他没什么印象 把宝库交给我们保管 你们这些人 也就可以下山了 何必在这里过这种苦日子 光头继续道 那位大叔摇头道 我实在不明白 你们究竟在说什么 光头眯放了一下眼睛 看在都是同乡的份上 我不想把事情做绝 不过你们千万别耗我的耐心 威胁之意 已经是十分明显 那大叔却是铁了心 只当做听不明白 那我就提醒提醒你们 光头道 八十多年前 有个富商 在这里建了的大宅院 建成之后 那富人就遣散了其他人 独自居住在此地 后来 他又在山里收了几个孩子 作为弟子 在此地教他们读书识字 再往后 他就把自己这栋宅院 改名叫做焚香书院 那大叔点头道 这的确是我们书院的来历 那位富商 也就是书院的创建人 我们在这里 就是读读书 重重点 光头冷冷一笑 一个富商 突然在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 建屋独居 你不觉得蹊跷吗 大叔道 人各有志 有人喜欢锦衣玉石 有人喜欢饮于山水 也是正常的很 光头嗡了一声 那我还听说过一件事 据这里老一辈的山民说 当初建造书院的富商 其实是个神仙 那些跟着他读书的孩子 也都跟他学了神奇的法术 再后来有个暴雨夜 此地山洪爆发 而且逃出了一个妖怪 见人就吃 幸亏书院里的神仙 带着他弟子出手 把那妖怪给擒住 然后 把那妖怪风 震在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就叫做宝库 听光头说完 院内鸦雀无声 大叔色声笑道 都说了是传闻了 又怎么能当真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 妖怪的 到底有没有神仙妖怪 你说了不算 光头淡淡道 大叔陪笑着道 这里穷乡僻壤的 山民大多愚昧无知 就传成了这样 其实根本没有的事 光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既然你如此嘴硬 那也别怪我不客气 他话音刚落 身旁那长辫女子突然闪出 五指尖尖 一把锁住了那大叔的脖子 其他人抢上来救 结果一转眼就被禁术放到在地 那大叔体格不弱 然而被那个女人拎在手里 却跟个孩子似的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喉咙咯咯作响 片刻之间眼睛就开始翻白 老陈 咱们怎么办 袁子康低声问 只要对方不下杀手 咱们就再看看 我始终觉着 这双方都有极大蹊跷 疑点重重 好嘞 袁子康点头道 那长辫女人把手一松 大叔应声落地 说 那女人一脚踏在那大叔胸口 我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大叔连连咳嗽 长辫女人脸色阴冷 突然一把抓起 几人当中的那个女子 不要 不要动我师姐 当中一个面目青涩的年轻人 急切叫道 那长辫女人一听 嘴角泛起一丝冷酷的笑意 将一根尖尖的指甲 戳到他师姐左眼前 不要 不要碰我师姐 我求求你了 年轻人又惊又急 长辫女人听若网闻 指甲一分一分得逼近过去 眼看着那师姐的眼睛 就要被戳瞎 那年轻人终于忍不住 我说 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你别动我师姐 住口 大叔立声呵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能看着师姐眼睛 被戳瞎 年轻人涕泪横流 那光头微微一笑 温和地道 好 只要你把事情好好告诉我们 你师姐不会有事的 年轻人浑身发抖 你们放我师姐 我都告诉你们 光头微微汗手 那长辫女人手一松 把那师姐给扔了回去 贺锦棠嘖嘖了几声 嘀咕道 这就是恋爱的腐臭味啊 老陈 你可得注意了 所以嘛 哥早就说过了 最好就是玩玩 我懒得理他 那年轻人想爬过去看他师姐 却又不敢 说吧 光头面带微笑地道 那大叔还想阻止 却被那长辫女人 一脚踹在左脸上 灯石扑倒在地 半天没起来 我 我不知道 你们要找的是不是这个 不过我知道 我师父很早以前 曾经 曾经关了一个东西 那年轻人 结结巴巴地道 光头一听 神色立即变为专注 不要紧张 慢慢说 顿了顿 又问 你师父在哪 我师父已经去世快十年了 年轻人说道 光头嗡了一声 那倒是可惜了 那你师父是关了个什么东西 又关去哪里了 年轻人咽了咽唾沫 道 我也不知道 师父关了个什么 我只知道 是别人让他帮忙关的 哦 光头来了兴趣 是谁让他关的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 年轻人看看地上的师姐 这个我倒是记得 他姓刘 是我师父的朋友 好像来头还挺大的 姓刘的 光头闭着眼睛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睁眼问道 你怎么看出 他来头挺大 因为 因为 当年他来的时候 坐了一辆很贵的豪车 我想 应该是来头很大 年轻人道 那光头笑了笑 原来如此 那你记不记得你 师父朋友叫什么 年轻人摇了摇头 说想不起来 多看看你师姐 你就想起来了 光头淡淡笑道 你 别动我师姐 年轻人顿时就急了 光头扫了一眼其他人 那你的其他师兄弟呢 能不能想起来 其余人紧闭着嘴巴 都是不言不语 看来 这些人没什么用 送他们上路吧 光头淡淡道 不要 不要啊 年轻人急忙阻止 当时我师父朋友来的时候 只有我在师父身边 他们都不知道的 是吗 光头目光森冷 年轻人心急如焚 抓着头发想了半天 突然想起来 对了 好像 好像他名字里有个赫 就是先赫的赫 其他的 我真想不起来了 我一听又是刘 又是赫的 难道是刘飞赫 光头双手附在身后 在原地夺了几步 刘 嘴里反复地念着这两个字 应该是在思索 刘 赫 刘 那不是刘大师吗 贺锦棠 诧异地道 那光头说的没错 附和这个条件的 应该就是刘大师了 原子康也是点头 他就是徐州本地人 对周遭的人物 比我们更为清楚 只听那光头又问 那你师父那个姓刘的朋友 到底关了什么 年轻人为难道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了 那关在哪里 总知道吧 光头面带微笑地问 年轻人又看了一眼他事件 艰难道 显得十分犹豫 说吧 说一说 又不会有什么事 光头鼓励道 年轻人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说道 我不知道具体在哪 不过应该 应该在 在我师父以前住的卧室里 光头一拍手道 好 带我们过去 那常遍女人当即过来 一把拎起那年轻人 让他带路 光头留下一半的人 守在院里 负责看守我们 这帮人到底搞什么鬼 看不懂 贺锦棠嘀咕道 对了老陈 你干不干得过那个光头 不好说 我说道 我靠 真的假的 贺锦棠大惊 我还以为你稳操胜算呢 那咱们赶紧跑吧 怎么 不找你的好机友了 我笑问 贺锦棠怒道 屁个好机友啊 哥只喜欢美女好不好 原子康道 你俩还吵来吵去的 宝尔都被吓着了 他过去摸摸宝脑袋 心疼地道 宝别害怕 有子康哥哥在 这群坏人没什么可怕的 宝尔嗷了一声 宝尔乖 原子康笑道 宝尔指了指地上 四具黑西装的尸体 那我等会儿 能不能过去看看 原子康一脸猛 过了大半个小时 就见那个长辫女人过来 冲着我们一指 把所有人都带过去 于是我们一股脑地被驱赶了过去 来到一个房间前 我看了一眼 这里大概就是那个师傅的卧室 屋内的那张大床 已经被掀开了 床底下的地砖被掀开 露出一个通道 好家伙 这地方到底干什么的 贺锦棠嘖嘖称奇 那长辫女人冷声道 一个个进来 都给我下去 富二代那帮人 最先被赶了进去 我爹很有钱的 你们要多少 我就给 啊 那富二代还想讨价还价 结果被那长辫女人 一脚给踹了下去 我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 那人应该是顺着 类似台阶的东西滚了下去 有富二代作为榜样 他的一群手下乖得很 一个接一下下去 最后才轮到我们四个 姐 小孩子也要下去吗 经过那女人的时候 我问道 本来我想叫美女的 但话到嘴边的时候 想起美女这个称呼 是小石头专属 于是我硬生生给改成了姐 废什么话 不想死就赶紧 长辫女人冷声道 那地道入口下面 是铁架子做的梯子 我只好牵着板的手下去 贺锦堂和原子康跟在身后 一步一驱 这铁梯子下去 大约有十来米 就到达了地面 下面已经点起了火 照得四周忽明忽暗的 这下面是个很大的空间 墙壁全都是用那种 长长方方的白色调食气成 空气很闷 一股子的霉味 在东侧的墙壁上 开了一个大洞 这里便没看到光头等人 想必是已经进去了 过去 长辫女人驱赶道 那个富二代 摔得鼻青脸肿的 也不敢再废话 赶紧得矮身进去 其他几名手下紧随其后 轮到我们时 我摸了一把冻岩 十分干燥 壁上都是那种黄泥 从洞口进去 就是一条条长长的隧道 领头的人打着手电 我们就排成一条长龙 往前进发 长辫女几人跟在最后 防止有人掉队 我一边走 一边在心中勾勒着方向 按照这个路线的话 我们是以一种比较缓和的倾斜角度 向着地下行去 而且这个方向 应该是朝着万丈坑那边 我去好大的工程 老陈你说 这隧道到底干嘛的 贺锦堂凑过来问 这的确让人惊叹 恐怕谁也想不到 在那座宅院下面 居然会有人挖掘了这么长的隧道 而且这隧道里面 全都做了加固处理 这工程量可是极为庞大的 八成是他们说的那个富商干的 这种事没钱可干不成 贺锦堂猜测 原子康皱眉道 难不成这是个道洞 下面有什么很稀罕的古墓 不可能吧 盗墓的电视我还是看过的 真要是盗墓贼 哪用搞这么些费事的东西 直接什么洛阳产 什么巡龙爵搞一套不就完了 贺锦堂却是不以为然 也是 原子康也觉得自己这想法 有点天方夜谭 那看来只能是他们说的什么宝库了 这一走 就又走了大半个钟头 这时 突然听到前面传来轰隆一声 是不是扇塌了 那富二代尖叫一声 结果被光头的手下 又是好一顿收拾 长遍女人赶着我们加快速度往前走 很快 这前面的空间开始变宽 越走就越是宽敞 然后 我看到了光头的身影 双手附在身后 站在一面倒塌的乱世前 我四周打亮了一眼 这地方像是个山穴 高度大约在十余米开外 看着像是天然形成的 之前传来的轰隆声 是因为山穴有一面 发生了塌陷 你们最近有人进来过 光头问 书院那个年轻人连连摇头 从来没有 这里分明有人进来过 还是不久前留下的痕迹 光头冷声道 书院等人大吃了一惊 我见贺景堂呆呆地看着对面 碰了他一下问 是不是你梦里梦到过的地方 贺景堂抓了抓头 看着有点像 但又有点不像 那光头说 有人进来过 我怀疑就是孟大智 和那个红衣女人 正在这时 前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当中夹杂着惊恐的叫声 我们立即朝那边看了过去 只见那光头背对着我们站在那里 左手抬起 五指朝上 摆了一个颇为怪异的架声 然后一道黑色的阴影 从他身上浮现了出来 隐约看着是个人形 那是什么鬼东西 贺景堂惊得何不拢嘴 原子康也是一脸匪夷所思 我注意到 那阴影显现的时候 有一滴滴的水珠 从空中落了下来 打在地上 水孽 我下意识地说道 不可能吧 水孽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原子康却觉得不是 贺景堂看看我俩 又看看那古怪的阴影 你俩能不能说人话 水孽什么玩意儿 原子康吸了一口气道 水孽其实就是怨气的一种 就比如有人死在了水塘里 如果怨气不散 就在水中积聚 最后变成飘来飘去的水孽 要是有人不小心被缠上了 可能就得掉进水里淹死 但水孽既然是怨气 那就是无影无形的 除非有阴阳眼 才可能看到 这玩意看起来那么明显 应该不可能是怨气啊 老陈你搞错了吧 原子康说的没错 寻常的水孽 的确是无影无形的 但如果是惊人用秘书炼化过 那就不能以常理多知了 就比如 有一种太阴炼形的法子 当然 这并不是指道家所说的太阴炼形 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奇门法术 用这种法子 可以把怨气甚至煞气等 原本无影无形的东西 炼化出形体 其实这种东西 可能更类似于民间传说的鬼怪 我们正说话间 就见那道人形黑影 从那光头身上飘起 然后顿入了那发生坍塌的一面洞壁内 过不多时 就见那堆坍塌的石土堆中 鼓鼓地渗出水来 紧接着轰的一声 就如同发生了泥石流 那土堆混合着水流 被冲刷了下来 露出被掩埋的洞口 那光头率先进入洞中 我们这些人 随后也被那长辫女人驱赶了过去 刚才人形阴影出现的一幕 把富二代这些人全都震住了 一个个脸色煞白 连大气也不敢出 这一段隧道过去 没走多久 就见前方又出现了一个颇大的空间 在这里出现了好几个洞口 类似于岔道 好像也不大一样 贺锦堂观察着四周 其实这种山学 看起来都差不多 要分辨也不太容易 突然前面响起一阵惊呼 我打眼一看 见一道荧光从山壁上射出 闪了一闪 飞快地掠往东北角 拿跑 长辫女人飞快地追了过去 急奔之中俯身一抄 但那荧光速度极快 而且极为灵活 她这一抄 居然没抓住 就在这时 一道红影从旁边的一个洞口 急速掠出 手一招 那荧光就回到了她的掌心 这时才看出 那点荧光 原来是一只纯影打造的老鼠 那红衣女人 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柳叶眉 鹅蛋脸 长得还挺漂亮 不过眉头紧锁 总是让人觉着 有一股凶相 在她身后 还跟着一人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很是狼狈 银鼠 弱智 原子康和贺锦棠 几乎在同时惊呼了一声 那个跟在红衣女子身后的男人 不是孟大智 又是谁 至于那红衣女人 以及她手中的纯银老鼠 正是贺锦棠梦中所见 而且我极度怀疑 这银鼠 就是胡海山老爷子 丢失的那一只 两位什么人 光头淡淡问 红衣女人扫了我们一眼 最后目光落在那光头身上 你们又是谁 光头微笑道 两位不知 是在找什么东西 红衣女人冷冷道 与你何干 她手一扬 掌中的那只银鼠 居然如同活物一般 突然窜了出去 一下子钻入山壁 就消失不见了 卧槽 这东西怎么还能穿山 也太假了吧 贺锦棠大吃了一惊 我和袁子康也是极为诧异 看来这银鼠还真是不同寻常 这是穿山营夹走地鼠 光头瞳孔缩了一缩道 我和袁子康对视了一眼 都是微微摇了摇头 我俩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那红衣女子冷冷地看了那光头一眼 却是没有理会 突然间 她脸色巨变 抓住边上的孟大志 就朝着其中一个岔道 极略而去 光头不假思索 立即跟了上去 过去 长遍女人随后将我们驱赶了过去 等我们浩浩荡荡地追过去的时候 只见前面出现了一道石门 那真是一道货真价实的石门 足有两米多高 半米来后 不过此时这石门已经打开了 这就是那宝库 贺锦棠声音带着一丝兴奋 袁子康点头道 不像是古墓 我们这一票人 很快就被驱赶了进去 只见里面是个十分宽敞的空间 很明显是人工修建的 天顶足足有十余米高 面积在近千平 一眼看去 全都是用那种白色的大条石砌成 打磨得十分平整 整个建筑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 而是成八角形 也就是有八面石墙 赫然是布局成了一个八卦图 从八面墙上分别延伸出一根壁粗细的铁链 铁链上挂着一道道已经变色的黄纸符路 这些铁链在石室中心交汇 缠绕着一口巨大的铁关 而在铁关的正下方打着36根铁桩 看样子是按照36地煞的格局排布 另外有一口红木棺材 就停放在那些铁桩中央 眼前的这幅场景可谓是极度诡异 进去的人一时间都目瞪口呆 空气一片死寂 光头走过去 仔细端向着那口铁关 脸上逐渐露出兴奋之色 而那个抓着梦大志的红衣女人 却是蹲在底下那口红木棺材旁 伸手抚摸着棺材 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两个人没毛病吧 贺锦棠忍不住吐槽 不过这场面的确有些古怪 这里的东西不能碰啊 碰不得 那个书院大叔急忙阻止道 光头似乎心情极好 哈哈笑道 有什么碰不得的 给我斩铁链 一声令下 那长遍女人身子纵出 立即出现在其中一面墙边 手中不知何时 多了一柄短短的弯刀 纵身起 朝着那铁链一刀砍下 只听当的一声响 那铁链却是纹丝不动 贺锦棠忍不住吃地笑了出来 这女人也是脑子进水了 拿怎么戏的刀去砍铁链 我和原子康却是笑不出来 那女人既然这么做了 就说明她绝对有信心 将铁链一刀两断 但砍在这道铁链上 却是连个硬痕都没砍出来 只能说明 这道铁链的材质不寻常 再加上铁链上缠绕的那些浮路 应该是加持了某种秘法 正在这时 突然当当当三声响 八道铁链 居然突然间断掉了三道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我心中一领 这十世内的布局 摆明了是个索妖镇 所谓的索妖镇 是一种用来镇压封锁金怪斜碎的镇法统称 这铁关之中 必定封锁着某种金怪 这其实有点类似于 江城别墅下方的镇压的四大仙 此时铁链突然断裂 就说明这个索妖镇 恐怕早已经摇摇欲坠 已经支撑不住了 等会儿看我手势 老元 你就带着他们两个往回跑 我去找大智 我低声嘱咐道 这里头的情势 已经超乎了我的预估 还是先跑为敬 然而就在这时 四面八方的石壁缝隙中 突然渗出了一缕缕 五彩缤纷的烟气 就连我们进来的口子 也被这种烟气所淹没 桃花煞 我立即取了三道护体服 让他们贴到胸口 时室内一片慌乱 都别乱动 那光头大喝一声 他带过的手下 默默地走出四人 四下散开 分别镇守了一个方位 双手在胸前结了一个法咒 嘴唇开合 飞快念出咒纹 顿时一股气流 自时室心涌出 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 把那桃花煞隔绝在外 这有点类似于 刘飞赫早先在赫家布置的 三阳灵丁镇 形成一个阳气屏障 隔绝阴煞 只不过 它是以四人联手布置 石门那边 此时已经布满了桃花煞 我们有护体服加深 冲出去不是男神 怕就怕 不知道外面的桃花煞 到底有多少 如果实在太多 我虽然问题不大 但贺景堂他们就麻烦了 正在这时 只听那光头面带兴奋地叫道 来啊 血祭 那长辫女人手起刀落 就割断了一个黑西装的脖子 顿时鲜血喷涌而出 洒落在地 富二代等人 吓得急忙逃散 先把那个孩子带过来 用他的童鱼血 光头命令道 长辫女立即直奔我们而来 卧槽敢动我家宝 贺景堂骂声未绝 那女人已经闪到了我们面前 原子康距离最近 立即手臂挥出 五指或躯或深 使了个他们原门的捉逃手 但那女人反应却是极快 手中弯刀一挥 原子康非但没有锁住她的手腕 反而差点被削掉了五根手指 我正好踏上一步 一脚踹在那女人腹部 当时把她踹得倒飞了出去 只是那女人极为强悍 在地上打了个滚 立即纵身一跃 就朝我直扑了过来 手中弯刀直劈而下 我五指一伸 同样是个捉逃手 一把拿住她持刀的手 一锁一角 喀拉一声响 那女人手腕折断 弯刀当当坠地 突然她的长辫 如同一条活舌般扫了过来 我侧身避开 女人趁势正托 用另一只手 俯身捡起弯刀 朝着我柔身扑了过来 又急又狠 同时 头上发便如一条眼镜蛇 昂起头来 发便猛地散开 千根万根发丝 像蜘蛛网一般缠了过来 老陈 我听到贺景堂和原子康的惊呼声 我手臂一震 起了个金刚身 那诡异的发丝 顿时根根断裂 扑到我面前的女人 再次被我一脚踹了出去 她在地上连滚了几圈 再爬起来时 原本急腰的长发 如今已经只剩下几寸 回来 那女人脸露争鸣 想要再度扑上 却被那光头给喝止了 这小小的地方 还真是藏龙卧虎 几位是圆门的人 光头沉声道 这光头见识颇广 认出了我们用的桌桃手 倒也不奇怪 原子康刚才差点 被斩断了手指 此时还有些脸色发白 咬牙道 是又怎样 光头看了我一眼 拱了拱手道 没想到圆门 还有你这样的人物 在下郑葵 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 陈平 我在心里扎摸了一下 对郑葵这个名字 确实没什么印象 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咱们能再次遇见 也是缘分 等出去后 咱们找个地方 喝一杯如何 郑葵笑道 我笑笑 好说 郑葵看了一眼原子康 贺锦堂和宝一眼 问道 不知陈兄弟几位 来此的目的是 我说 这不天气不错 带了孩子出来爬爬山 谁知就被你们给抓了过来 郑葵呵呵笑了笑 兄弟说笑了 都是误会 兄弟如果有什么需求 不妨说来听听 真没有 我笑道 郑葵目光闪烁了一下 道 兄弟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我只要这铁棺里的东西 其他的 你要是看上 尽管拿去 我看了一眼那口铁棺 此时八道铁链 已经断了其三 看这样子 其余五根 只怕也支撑不了多久 这铁棺里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郑葵要去干什么 我笑问 郑葵呵呵笑道 这就是我的一点爱好 就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笑笑 没有接话 郑葵道 要是兄弟 不相信的话 等我打开铁棺 看一看就知 而且这种铁棺里面 往往都有 用来风筝的宝物 权规兄弟如何 我对这个郑葵 还是有些佩服的 这人未必是怕我 只是刚才看我漏了一手 知道不是那么好对付 就称兄道弟 用话来笼络我 避免事情出现波折 能屈能伸 是个人物 我看这里面的东西 怕是斜得很 郑葵 还是小心为妙 我说道 郑葵笑道 兄弟放心 我自有办法对付 我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 心里却颇不以为然 能够用这种规模的 锁妖阵镇压的 这铁棺里的东西 绝对非同小可 因是不比杨氏 其中凶险极大 稍易不慎 可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但此时四处突然弥漫起桃花煞 想要带着贺锦棠他们 立即脱身离开 却又不太现实 就在这时 当郎一声 又是一根铁链崩断了 富二代等人 一个个吓得脸色铁青 兄弟你看 锁妖阵也支撑不住了 郑葵道 这回幸好是咱们来了 否则让里面的东西 悄悄逃出去了 附近不知得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这家伙说得悲天悯人的 只是他好像忘了 富二代的那几个手下 是死在谁手里的 你准备用血戒 我问 郑葵笑道 兄弟说的没错 我打算用人血来祭血 这里面最好的 当然是女童血 不过这个小姑娘 既然是兄弟的亲人 那自然是不能用 他指了指富二代那群人道 用这些人的血 差不多也足够了 我这会儿才恍然 他为什么非要把我们这些人 一起赶进来 原来是打了这个主意 饶命啊 我爹有很多钱 真的很多钱 你们要多少 我给多少 那富二代直接跪了下来 吓得声音直发颤 连声哀求 他的那些手下 也是连连求柔 郑葵却是理也不理 只是盯着我 兄弟如何 不管铁棺里发现了什么 我只取走里面 关着的那个血物 其他东西 一律归兄弟 他话音刚落 铁链又断了一根 我知道 今天这锁妖阵 是逼迫无疑了 现在出又出不去 还真是没什么法子 可想 与其被那东西破关出 还不如试试 好 那咱们就合作一把 我笑道 郑葵面露微笑 兄弟快人快语 他正要吩咐 长辩女人杀人血迹 被我叫住 血迹也用不着杀人吧 只要取了他们的血就行 富二代等人一听 急忙大叫 我愿意献血 我愿意献血 外人不知情的 还以为 他们是多有公益心 急着要无偿献血呢 郑葵只是微微一迟疑 也就答应了 只要血量足够 他并不在意是否杀人 那长辩女人 是用刀的高手 对人 体构造 自然也十分了解 过去一划拉 就割开了富二代等人的手腕 顿时血流如柱 一帮人吓得急忙去捂住伤口 可哪里捂得住 转眼鲜血 洒满了地面 所谓的血迹 其实是一种法术仪式 用来收服要挟的 只不过当中用了大量的人血 所以算是一种比较邪气的偏门手段 光头立在铁关前 咬破自己的手指 曲直往前一弹 指尖的血迪飘了出去 却是悬在空中 宁而不散 他当即双手合掌 截了个法咒 口中念念有词 紧接着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富二代等人手腕中喷涌而出的鲜血 如同活了过来 朝着光头弹出的那几滴血 汇聚了过去 富二代等人 吓得脸色煞白 疯狂地捂着伤口 急得又哭又叫 幸亏血量多到了一定程度 就不再吸收 他们腕上的血也随即止住 否则再下去 他们就得失血而亡 看着邪里邪气的 贺锦堂嘀咕了一声 我和原子康也是目不转睛地 看着那光头进行泄计 这种场面可是难得一见 打眼间 我看到孟大智站在那里 一直冲我几眉弄眼 那个红衣女人 呆呆地蹲在那口红木棺材旁 也不知在干什么 老陈 你看那弱智 贺锦堂也注意到了 冲孟大智比了个中指 孟大智见了 不怒反省 赶紧又朝我们几几眼 然后冲着他边上的红衣女人 弩了弩嘴 这傻叉 贺锦堂笑骂道 又给他比了两根中指 正在这时 那女人像是突然清醒了过来 起身看了光头一眼 冷声道 你们干什么 光头正在专心施法 无动于衷 血迹 红衣女人眼睛瞇了瞇 又看了一眼那口铁棺 你们是打这东西的主意 尝遍女人手握弯刀 挡到她前面 伸出舌头舔了舔 目光凶利 那红衣女人扫了她一眼 却是并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转身 回到那口红木棺材前 孟大智站在她背后 冲我疯狂暗示 红衣女人伸手扶了扶了棺材 转身冷喝道 跪下 孟大智自然是不大啃 结果啪的一声 就挨了那女人一个耳光 卧槽 打得那个叫清脆啊 贺锦棠幸灾乐祸 红衣女人一只手 在孟大智肩膀上一拍 孟大智顿时支撑不住 普通一声跪了下去 借我把刀 红衣女人 冲那长辫女人探了探手 长辫女人冷冷盯着她 从腰间又摘下把小刀 抛了过去 红衣女人接在手中 来到孟大智跟前 我靠 你想干什么 贺锦棠大吃了一惊 急忙大叫道 红衣女人听到声音 冷冷地回头看了过来 老陈 你赶紧上啊 贺锦棠朝我身后躲了躲 我笑 你不是最会对付美女吗 这种除外 贺锦棠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我也怕这女人一刀 就把孟大智给砍了 走上前去道 咱们有话好说 也不用动刀子吧 红衣女人冷漠地扫了我一眼 你认识她 朋友 我说 一般般吧 不太熟 孟大智跪在那里 疯狂冲我瞪眼 既然不是朋友 那就滚开 红衣女人道 要是不能 我刚说完 那女人就毫无征兆地一挥手 一点寒芒 直奔我而来 我屈指一弹 当的一声 将那柄小刀给弹了回去 红衣女人接在手中 重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你什么人 果然 这世界上能让你好好说话的 只有对等的实力 我笑道 就是打听一下 我这个不太熟的朋友 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红衣女人盯着我好一会儿 才冷声道 她惹我厌烦 算不算得罪 我看了一眼一脸苦相的孟大智 笑道 她这人是挺讨人厌的 你想怎么处置她 割喉放血 以死谢罪 红衣女人的声音冷漠如刀 我诧异地看了一眼孟大智 这么严重 她是把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红衣女人一脸凶向地怒喝道 估计要不是对我有所忌惮 这时候已经是一刀劈过来了 那时 我疑惑问 红衣女人阴沉着脸 替她师父赎罪 我有些意外 这事情居然还牵扯到了刘飞河 你跟刘大师有仇 我问 红衣女人冷嗖嗖地看了我一眼 突然在孟大智头顶一拍 孟大智啊的一声 叫道 师姐 之前孟大智只能挤眉弄眼 无法出声 应该是被那红衣女人下了禁止 这不难理解 我难以理解的是 她居然叫对方为师姐 那岂不是说 这红衣女人竟是刘飞赫的弟子 你自己说说 你师父都干了什么好事 女人回过头去 只正正地看着红木棺材 孟大智想起身逃到我这边来 但看了看那女人 又不敢 师姐 师父那样做 也是情有可原的 她毕竟是风水师 孟大智沙哑着声音道 红衣女人面如寒霜 那你就把当年的事情说一遍 我倒是想问问 到底谁是谁非 我看她这副样子 似乎对当年的一件什么事情怨念极深 心说 难道刘飞赫当年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不过我对刘飞赫的印象极好 感觉她不像是这种人啊 孟大智被那红衣女人逼着 就把当年的事说了一遍 此时那光头依旧在专心血迹 四人念咒 抵挡着外围的桃花煞 常遍女人警惕地注意着周围 富二代等人瑟瑟发抖 时事之内寂静无声 只有孟大智的声音在缓缓响起 这还是二十余前的事了 当时刘飞赫已经是徐州一代 小有名气的风水大师 不过他为了寻找失踪的师傅 在徐州也不待 经常性地各地跑 再加上因为当年薛家小姐的事 他对感情的事也看得极淡 始终没有成婚的打算 这一年五月份 刘飞赫途进高平县 正巧高平县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高平县是个被群山包围的小县城 三面环山 一面临着长潭湖 而这件骇人听闻的事 就发生在刘飞赫进入高平县当晚 他当时住的是本地的一个小旅馆 这旅馆呢 离长潭湖很近 只有不到一里路 当晚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就听外面有人大声惊叫 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 作为风水师 刘飞赫睡眠一直相当浅 立即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往窗外看了一眼 就见街上好多人跑了出来 各个神色惊慌 出门一问 才知道原来长潭湖上飘起了好多浮湿 一下子还数不清 可能有几十句 刘飞赫一听 当时就跟着人群跑了过去 等他赶到的时候 长潭湖边已经挤了好多人 湖面上星星点点的 是有好多捞尸船在湖面上穿梭 在二十几年前 做捞尸人这一行的 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靠着长潭这个大湖 每年都有不少人在湖中淹死 所以这边的捞尸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拿手的绝活 不管尸体是飘在水上 还是被水草卷着藏匿在湖底 都能被他们给打捞上来 这一晚上 足足捞起了二十多具尸体 一下子死这么多人 可把旁边的所有居民都震动了 起初大家以为 是某条大船在湖里面出了事 可后来发现不对 当时湖里并没有发现沉船 刘飞赫上前看了那些被打捞上来的尸体 发现他们个个脸色黑中泛青 而其触手冰冷刺骨 这可不是寻常的溺斃之相 再仔细一番查验 他就发现这些人 除了有几个是被折断了手脚 在拧断脖子而死之外 其余的大多数身上都带着极重的阴煞气 这也就意味着 此事非同寻常 中间有邪义作祟 刘飞赫作为风水师 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其中几具尸体 这才知道 原来这些人都是附近的一伙帮会势力 当时大家又都以为 这会不会是这群地痞流氓 狗咬狗 双方火拼导致的 但刘飞赫仔细一查 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大概半个多月前 高平线还出了一桩惨事 当时有一户姓尧的人家 夫妻俩养了一个六岁的闺女 另外还有公婆在堂 一家子也算其乐融融 但是有天傍晚 丈夫和公婆三人一起出去购买东西 回来的路上 三个人齐齐摔在山坑里摔死了 那户人家的女主人 带着闺女就哭得死去活来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 是他们三人运气不好 在走山道的时候 不小心摔下去了 可那户人家的女主人 却是哭喊着 说她丈夫和公婆 都是被那帮地痞流氓给害死的 众人听了 都是大惊失色 当时也有人去查了 但查来查去 也没查出什么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再后来 就发生了长潭湖上诡异的一幕 刘飞赫觉得这两者之间 可能有某种联系 于是就找去了那户姓尧的人家 再看到那女主人的第一眼 刘飞赫就认定了 这事情肯定和对方脱不了干系 这女人身上的阴煞气极重 虽然身上用衣服 裹得严严实实 而且遮了帽子 但刘飞赫是什么人 一靠近就察觉了异常 刘飞赫上前相问 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那女人听说之后 叹息一声也不隐瞒 坦承了那些人 的确都是她杀的 原来 这个女人叫陈秀芬 人长得很漂亮 又有文化 本地有个叫刘栋的 以前是陈秀芬的邻居 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后来陈秀芬嫁了人 那个刘栋游手好闲的 却是混到了帮会里 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 她仗着有帮会撑腰 就时不时地来纠缠陈秀芬 想一亲方泽 陈秀芬哪会理她 有一次 这刘栋过来纠缠的时候 正好被陈秀芬的丈夫撞见 当时就被怒火冲天的丈夫 给暴打了一顿 这刘栋含含儿去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 刘栋又醉醺醺地过来 找陈秀芬 并得意洋洋地说 她丈夫和公婆 都已经被她的兄弟干掉了 让她以后就好好地跟着自己 陈秀芬以为她是说酒话 拿着菜刀 把她轰了出去 谁知不久 她就得知了 丈夫和公婆隐命的噩耗 陈秀芬顿绝天都塌了 她明知道 自己家人是谁害的 却是苦于无法证实 在办完家人后事的第二天晚上 刘栋带着人突然出现 把陈秀芬和她闺女绑了过去 并且威胁她 如果不从了她 就把她闺女扔进火堆里 陈秀芬叫天天不婴 叫弟弟不灵 只能被刘栋给糟蹋了 等她抱着闺女回到家 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死 只是她唯一舍不得的 就是自己闺女 正当她在房梁上 打出一个绳结的时候 屋外来了个人 这人给了她一颗 龙眼大小的药丸子 说如果她想报仇 就把这药丸子吃了 说完人就离开了 陈秀芬当时万念俱灰 也没管这到底是什么 就一口吞了下去 结果当天晚上 她就发现自己整个人 就出现了可怕的变化 不仅身体变得冰冷 而且肚子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蠕动 脸上也出现一条条 紫黑色的细纹 看着如同恶鬼一般 但与此同时 她也发现自己 居然变得力大无穷 锋利的指甲 甚至能直接撕开 家里的木桌 她让女儿好好待在家里 就一个人出了门 直接杀去了 刘栋那火人的老巢 见人就杀 一个都没放过 尤其是刘栋 被她硬生生地 扯断四肢之后 在她痛苦嚎叫了大半天 才扭断了她的脖子 之后 这些人全被她 扔进了长潭湖里 等杀完人回来后 陈秀芬发现 自己越来越不像火人 而且 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可怕 再后来 应该就是 我师父吧 把陈秀芬给收掉了 毕竟那时候 陈秀芬已经不是人了 再发展下去 周围的邻居 恐怕都会遭殃 孟大志硬着头皮道 我看了一眼 那个红衣女人 只见她面沉如水 目光中的怒火 如同要喷出来一般 她的闺女 被我师父带了回来 而且还收了她当徒弟 当亲女儿一样 带她 孟大志说着 偷偷看了一眼 那红衣女人 过了两年 我才进了门 所以我还要喊她 喊她师姐 听孟大志这么一说 这红衣女人的身份 也就呼之欲出了 原来她就是当年 再后来 孟大志畏惧地 看了一眼姚红衣 有一回我师姐 在师父的饭菜里 偷偷下了毒 我师父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可也连着吐了两天的血 趁着师父卧床不起 我师姐就一个人跑了 师父带着我走了很多地方 也再没找到她 师姐 师父其实特别疼你 当年你 闭嘴 孟大志还没说完 就被姚红衣怒气冲冲地打断 她特别疼我 是她害死了我妈 我只恨当时的毒药不够炼 没有毒死她 你 你妈当时已经成那个样子了 而且杀了那么多人 师父是风水师 她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孟大志替师父辩解道 姚红衣双目通红 你是不是想说 你师父是替天行道 哈 好个替天行道 那帮狗东西根本就不配当人 我妈杀了他们 有什么错 哎 话是没错 可是你妈妈后来已经是 是属于邪碎一流了 师父收了她 也没错呀 师父还收你为徒 替你妈妈养大你 孟大志劝解道 我呸 如果被封在这口棺材里的 是你妈妈 你还会这么说 姚红衣一直跟前那口红木棺材 立声道 我们都吃了一惊 孟大志也是目瞪口呆 我们原本以为 陈秀芬既然被刘飞鹤收服 那应该早就灰飞烟灭 没想到 居然被封在了索妖阵中 这未免让人有些想不通 既然那老东西已经死了 那就由你这个徒弟 替他向我妈妈谢罪 姚红衣说吧 目光中杀气凛冽 我心知不妙 立即抢事而上 果然那姚红衣手起刀落 被我挡了一挡 孟大志 急时一个翻滚 滚到边上 这女人下手可真是够狠的 这只要插上分毫 孟大志这颗脑袋 怕事都要不保 不想死的 就给我滚开 姚红衣面罩寒霜 杀气腾腾地盯着我 我笑道 说到底都是自己人 有话好好说 姚红衣呸了一声 谁是自己人 你要是执意要管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正在这时 突然又是当当两声 缠绕着铁关的铁链 赫然又断了两根 如此一来 原本悬在半空的铁关 失去平衡 一下子就从空中倾斜了下来 眼看就要砸中底下的红木关 姚红衣脸色巨变 立即闪射而上 但铁关四周 还分布着36根铜装 她想将棺材在瞬间推开 却是不可能绊倒的 于是直接双手一举 就接住了砸下的铁关 那铁关十分巨大 沉重已急 姚红衣接下铁关 稍显单薄的身形 立即矮了半截 而与此同时 又是当当当几声 剩余的铁链尽数断裂 整口棺材的重量 一下子都压到了姚红衣身上 时室内所有人都耸了二惊 嘎吱 风阵在铁关之上的镇关钉 开始缓缓地浮起 发出刺耳的嘎吱之声 姚红衣背负着铁关 整个人微微发颤 显然十分吃力 按照常理 他应该赶紧把铁关给抛开 但也不知是太过沉重 无法甩脱 还是有其他缘故 这铁关稳稳地压在他身上 看起来场面极端诡异 卧槽 这到底什么情况 贺锦堂他们凑了过来 孟大志这时候 才有机会跟我们打招呼 你们怎么来这里了 贺锦堂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还不都怪你个弱智 你知不知道 那里面到底什么玩意 孟大志摇头 说他也不清楚 我看了一眼被桃花煞笼罩的洞口 心中急转念头 嘎之声不绝于耳 三寸来长的镇关钉 纷纷掉落下来 发出叮当之声 突然间 轰隆一声 沉重的关钙飞了出来 摔在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富二代那群人 差点被关钙给砸中 一时间鬼哭狼嚎 屁滚尿流 以血为济 镇腰降魔 一直在专心施法的光头 突然间高鹤一声 就见悬在空中的暗红鲜血 分成九谷 如同九条血蛇 向着棺材飞了过去 投入棺材之中 此时棺盖一开 我们就看清了 这棺中的面貌 你妹啊 什么鬼东西 贺锦棠纯青脸白地骂了一句 只见这棺中 居然是一只猿猴一样的东西 但体型比普通猿猴要高大许多 甚至比普通城年轻人 还要显得强壮高大 但是他那张脸很是古怪 看着居然像 像寺庙中 见到的那种佛陀的笑脸 九谷血蛇 在那诡异的猿猴身上缠绕几圈 然后就从他的口边等翘口 钻了进去 这样一来 血迹也就成了 但我总觉得 这事情有些不妙 郑葵法咒一散 露出极为兴奋的目光 郑哥 这是什么 我问了一句 郑葵盯着棺中 看了好一会儿 神色激动 兄弟 我也不瞒你 这可不是普通的猴子 你看他的脸像什么 倒是有点像笑面佛 我说 那就对了 郑葵紧盯着棺中 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这叫佛面诗缘 我对这个名字 却没什么印象 之前应该没听说过 袁紫康和孟大志 也是目露迷茫之色 显然也从未听闻 郑葵心情大好 笑道 可能兄弟你没听说过 不过这也正常 这东西 我找了那么多年 也就遇到了这一次 郑哥找这个做什么 我问 郑葵哈哈笑道 这就不方便告知了 之前我说过 棺材里棺的东西归我 其他宝物归兄弟你 不过看来运气不大好 棺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样 做兄弟的也不会亏待你 等咱们 把这东西弄出去后 我给兄弟两千万如何 这信正的 倒是财大气粗 一开口就是两千万 我笑道 钱就不必了 我们几个只要能平平安安出去 那也就算运气了 郑葵笑道 放心 只要咱们好好合作 出去肯定是没问题的 不过是些桃花纱而已 说吧 他一声令下 几名手下手持一种类似钩子的东西 走向铁关 你们别乱来 这是我们师祖当年抓的妖怪 碰不得的 书院那位大叔急忙阻止 郑葵笑道 你不是说没有妖怪吗 大叔急道 我 我也只听过传说 没想到是真的 不过郑葵乃会理他 当即命人上前 将那诡异的师园勾出 我注意到 姚红英背着那口铁关 整个人已经被压得弯了腰 低着头 连脸都已经看不清 他的这副样子 总觉得十分怪异 你那个师姐什么路说 我问孟大志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很厉害 而且用的 不是我师父教的东西 孟大志道 他对付你用了多少时间 我问 孟大志脸一红 我 就是有些大意 被他一下子给收拾了 就是说 坚持了一秒钟 贺锦堂问 孟大志怒道 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是大意 大意了你懂吧 我大概就有数了 孟大志的水平 至少跟原子康差不多 这当中肯定有出其不意的成分 但能够瞬间把他拿下 就足以说明 这个姚红英的能耐 恐怕刘飞鹤在这儿 也未必能比他强 这样的人 要说被一个铁关押的无法动弹 这未免说不过去 其中必有蹊跷 等会儿万一有事 就跟着板走 我说道 放心 我们肯定会护着板的 原子康道 我看他一眼 宝的感应很灵 他去的地方 一般是危险最低的 原子康呆了呆 好家伙 原来是让宝护着咱们啊 这时 郑葵手下几人 已经拿着钩子 走到铁关前 几人对视一眼 挥钩朝关中勾去 漠然间一变突生 那几人 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扯了过去 直接扑进了棺材中 几声惨叫后 就见几条人影被抛了出来 砰砰砰落在地上 转瞬之间 几个活生生的人 已然变成了几具干瘪的尸体 这恐怖的一幕 把富二代那群人 吓得尖叫连连 轰隆 姚红英再也支撑不住 腿一软 一条腿就跪了下去 那铁关压在他后背 一端着地 那关中的原尸 此时陡然间睁开了双眼 瞳孔赤红如血 郑葵脸色铁青 双手结了个法咒 口中念念有词 然而不等他念完 突然一只毛茸茸的猴 抓攀到了关檐上 我去他妹 贺锦棠脸色煞白地骂道 除了宝眼睛乌溜溜鹅 好奇地盯着铁关 原子康和孟大志 也都是紧张得不行 兄弟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必须要通力合作呀 郑葵朝我叫道 我看这情形 就知道 刚刚他信心满满的血迹 没起到任何作用 兄弟咱们一起动手 千万不能让这东西出来 郑葵再次急切地冲我大叫 要是外面没有桃花煞 我肯定是带着宝他们 先走为敬 不过在此局面下 的确只有合作意图 好 我一挥手 祭出两道镇师符 屈指一弹 两道镇师符 顿时朝着铁关飘了过去 镇魁见状 喊道 兄弟一起上 身形一纵 如同一头秃鹰 紧跟着镇师符扑了过去 他手下那长遍女人 也从另一个方向急速奔进 手中弯刀一转 一刀斩向那原尸搭在 官岩上的爪子 扑得一声闷响 这女人那一刀下去 就算是铁块 恐怕也得被砍出一道身痕 然而那只猴爪 却是纹丝不动 尝遍女人瞳孔猛缩 此时两道镇师符疏乎飞至 朝着原尸额头和胸口位置贴去 然而刚刚触及身体 两道符路就砰得炸为粉碎 我看得暗暗吃惊 这种情况 我也是从所未见 镇魁高声迎送法咒 朝着原尸一指 但一下刻 他就脸色巨变 猛的一个打滚 朝外逃了开来 顺手抓住一个富二代手下的黑西装 朝着铁关扔了过去 只见关中伸出一双猴爪 抓住那黑西装随手一撕 鲜血飞溅 那黑西装连惨户都来不及 就被撕成了两半 巨大的黑影疼地从关中坐了起来 我暗骂了一声 屈指弹出三道阳火符 三道符路无风自然 化作三团阳火 朝着那原尸当头照下 一般来说 但凡是阴邪之物 最具阳火 然而那巨大的猴抓一挥 三朵阳火 居然把他一巴掌给拍灭了 原子康和孟大志跑到我边上 正准备各自施法 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骂了句 卧槽 那原尸忽然转过头 冲我看了一眼 血红的瞳孔 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我心中一灵 就见他疼得从关中跃起 把两个来不及逃走的黑西装 撕成两半 血雨纷飞 兄弟 尽全力拼命啊 震魁大叫 我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四周 这时 正逵那四个负责做法隔绝桃花煞的手下 见了原尸的恐怖 吓得就要散了法咒 各自逃散 谁敢走 正逵立贺一声 四个手下被他一贺指 总算又打起精神 维持施法 我知道这四人要是挂了 事情就麻烦了 当即不再迟疑 弹出四道险胜符 悬在他们头顶 轰隆一声响 那口铁关被抛了出去 姚红英总算脱身而出 脸色苍白 呼呼地喘着粗气 几位 咱们要陆力同心 否则今天谁都跑不了 郑逵大声叫道 姚红英脸上杀气一现 几本几步 纵身跃起 手中那柄短刃 就朝着那原尸飞射而去 郑逵大叫了一声好 同时节奏施法 常遍女人 身法如同鬼魅 疏忽欺净 一刀直披那原尸薄梗 我节奏往前一指 天师到秘术 狙邪指 定邪 哄 姚红英和常遍女人 直接被拍飞了出去 至于砍到原尸身上的刀 如同纸糊的一般 根本伤不了对方分厚 郑逵神色巨变 立即散了法咒 往后击退 唯独狙邪指起了一丝的作用 但也仅仅只是一丝 让原尸停顿了极短的瞬间 血红的双瞳 疏忽转向了我 黑影一闪 那原尸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我飞快节奏 往前拍出 樊天印 气浪鼓荡 飞沙走石 樊天印是天师道中 相当深奥一门法咒 但也只是让那原尸 急扑过来的身形 微微一顿 我使得陆地飞腾 闪身撤离 绕到那原尸身后 三阴斩鬼咒 我念动法诀 一记手刀隔空斩去 三阴斩鬼咒斩出 冷风如刀 朝着那诗园后背 呼啸而去 如果是寻常邪碎 被三阴斩鬼咒劈中 怕是就此灰飞烟灭 然而这诗园 只是后背收缩了一下 随即转过头来 发出一阵恐怖的咆哮 朝着我直扑而来 我再使陆地飞腾 朝着右方笔直腾磨了过去 旋即起了一道浮露 悬在半空 大威灵咒服 这道浮露 我身上也仅有一道 平日里都放在陶木匣中温养 还是因为要出远门 为防不测 被我随身带了出来 大威灵咒服一出 立即产生一道绝大的威压 诗园急扑而至的身形 猛地顿了一顿 身子一沉 被大威灵咒的威压定住 一时间动弹不得 一起上 正魁见机大喝一声 他法咒一劫 身上顿时浮现了一团人形阴影 空气顿时一片湿漉漉 空中不停地洒下水滴 随着正魁一声爆喝 阴影脱离身体 飞快地朝着诗园而去 长遍女双手各持一把弯刀 身子半空急速旋转 如同一个带坚韧的陀螺 破空发出痴痴之声 斩向诗园头颅 姚红英面沉如水 双手在胸前一合 口中念动咒语 一道黑气从他双掌中腾起 被他往外一推 立即朝着诗园飘了过去 那黑气十分诡异 一沾到身子 立即朝着诗园的口鼻耳窍钻去 如同活物 好 那诗园猛地发出一声咆哮 最早附身到他身上的水面 突然像一团抹布一样 被震了出来 紧接着 长遍女的陀螺弯刀砍到 由于旋转极快 梁炳利刃在转眼间 不知砍出了几下 一阵绵密的当当声 火星四溅 然而那诗园 却是毫发无损 张嘴猛地一吸 不仅把姚红英发出的那道黑气 吸入了体内 甚至连四周的桃花煞 都冲破了法术结界 如同龙溪水一般 被他吸入口中 我心之要糟 只见那诗园把桃花煞吸干之后 骨骼劈啪作响 躯体猛地一震 连大威灵骤都有些镇压不住 桃花煞一散 众人立即向洞口疯狂逃去 只听轰的一声 那副巨大的铁关 被发狂的诗园抛了过来 直接把洞口给砸得踏了 不要啊 富二代等人又哭又叫 甚至有两人 直接被铁关给砸得筋骨碎裂 当场毙命 轰轰轰 那诗园暴跳如雷 抓起一截铁链狂舞 但凡被他磕着碰着 立即粉身碎骨 我们只能四下躲避 咔嚓 铁链的一端 刚好砸在那口红木棺材的一端 把棺尾砸了得稀烂 该死 姚红英双目赤红 身形一闪 居然不顾生死 直接朝着诗园电射了过去 穿过横扫一切的铁链 足间一点 身形纵起 就搂住了那诗园的脑袋 手指朝着他的眼睛直插而去 正魁剑机 再度照出身上痒的水孽 水孽虽然有形 但不为铁链横扫 轻而易举就穿了过去 再度朝着诗园附身而去 我立即起了四道纯阳真火符 手指一阴 四道符 疏忽朝着诗园飞了过去 再靠近他身体的瞬间 浮露无风自然 火光闪烁 那诗园的身上的毫毛 立即被火蛇卷住 纯阳真火 最是克制一切斜碎阴煞 然而那火焰刚起 突然就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我看得暗暗心寒 连纯阳真火都进不了身的邪碎 我还真是没见过 那诗园被姚红阴搂着脑袋 猴抓猛地挥了过来 结果被姚红阴灵活地闪过 自己脸上倒是重重挨了一下 更激得他狂性大发 铁链被捂得呼呼作响 山壁一大挨着 立即坍塌 我都怕再这样下去 我们全得被埋在里面 突然 砰的一声 那口红木棺材的棺盖炸了开来 我吃了一惊 心说一只死猴子 已经这么难缠 再要出来个什么东西 那还了得 正转念间 那人影一闪 却是直接来到了那诗园跟前 是个长头发的女人 陈秀芬 起失了 我飞快闪过两个念头 那人影以极快的速度 击进到诗园跟前 挥出一拳 力大无穷的诗园挨了这一下 居然往后亮腔地退了几步 可见 这一拳的力道 是有多大了 谁会累法 突然一个沙哑干涩的声音道 这声音的主人 正是那个破关而出 疑似陈秀芬的女人 雷法 治阳治刚 在法术中 威力最为刚猛无仇 尤其是各种阴煞邪碎的克星 但相应的 雷法也极难修炼 雷为阳 亭为阴 何而为雷亭 要修雷法 必先内炼 内炼承担 外用惩罚 也就是 要先修成所谓的先天仪器 像天师 毛山和清威 都有嫡传的雷法 图山笔记中 也有记载详细的修炼之法 而全真教 又是极为擅长内炼之法 我有图山笔记在手 照说修炼雷法 不成问题 只不过 我向来比较擅长法咒俯禄 基本上不管多难的符咒 学个几遍就能精通 但那种需要模样功的内炼法子 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去设计 思来想去 被我想到一个偏门法子 屈指连弹 七道俯禄升空而起 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 悬于尸体源头顶 这是出自天师道的雷火浮阵 从本质上 这雷火浮阵 只是以雷火浮成阵 激发出雷霆之力 充其量 只能算是一种伪雷法 不过 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使出的雷法了 天雷勾动地火 雷火浮阵下 不分敌我 两道人影飞退了出来 下一刻 电光霍霍 雷火焦鸣 那诗员整个人都被电光笼罩 噼啪作响 发出一声嘶吼 猛地朝外扑出 撞飞了那口堵住洞口的铁关 转眼就消失不见 十世之内一片狼藉 我味觉有些晕眩 这是心神耗损太过的缘故 不过只是片刻 就缓了过来 见那诗员原先站立的地方 已经被雷火捉得漆黑 心说这伪雷法 都已经如此厉害 那正宗雷法的威力 可想而知 看来下回 还是要花些心思 在雷法之上 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 与姚红英并肩而立 二人在相貌上 颇有些笑似 看来她应该就是姚红英了 难道真是起尸了 但很快 这个想法就被我否决了 因为这陈秀芬 明明神志清醒 姚红英紧盯着眼前的女人 声音止不住发颤 你长大了 女人苍白的脸上 浮出一丝笑容 听到这短短四个字 姚红英再也绷不住了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妈 往对方扑去 谁知陈秀芬 却是往后退了一步 别靠近我 她的声音很是沙哑 语调也很是别扭 大概是那么多年 没有开口说话的缘故 妈 原来你没死 姚红英喜极而泣 陈秀芬想伸出手 抚摸女儿的头发 最终还是停住 没有将手落下 你长这么大了 真好 她嘴角满含笑意 妈 我好想你 我 姚红英此时 哭得像个孩子 陈秀芬笑道 傻孩子 刘大师呢 她还好吗 姚红英咬牙道 这人居然把妈妈 你封在这里 实在可恨 幸亏她已经死了 否则我让她生死两难 陈秀芬呆了呆 刘大师她 她死了 姚红英朝我们这边一指 那个就是姓刘的徒弟 妈 我本打算把她宰了 让她带她师父赎罪 陈秀芬转过身 来到我们跟前 好本事 她冲我看了一眼道 我笑笑 朝她微微一点头 刚才之所以能把那佛面 失缘逼退 那是这么多人合理的结果 要是没有这位突然起官 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哪位是刘大师的徒弟 陈秀芬问 我是 孟大志看了跟过来的姚红英一眼 还是硬着头皮道 陈秀芬打量她一阵 色声问 你师父走了 是 孟大志点头道 陈秀芬呆力半赏 朝女儿招了招手 过来 在母亲面前 姚红英分外乖巧 立即走了上来 跪下 陈秀芬道 姚红英惊呆了 妈 你让我跪她 跪下 陈秀芬声音淡淡的 却是有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姚红英咬了咬嘴唇 最后还是扑通一声 朝着孟大志跪了下去 倒是把孟大志都给吓得梦了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当年我杀尽仇客 好不快活 陈秀芬沙哑的声音 在空气中回荡 可之后 我就发现 自己已经是不仁不轨了 幸亏撞上了刘大师 他对我说 让我必须要做个了断 否则再这样下去 就会变成害人害己的邪随 妈 那人的话你也听 这种人口口声声 说什么除魔味道 他怎么不去杀那些 骇人的流氓 姚红英气冲冲地叫道 陈秀芬却没理他 继续往下说 我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而且我肚子里 老是有东西在爬 在咬我 我好疼 后来我才知道 那人给我吃下的 是一颗虫丸 再等下去 那些虫子就会钻入我的脑子 我会彻底变成怪物 我们听得暗暗心惊 老陈 他妈的 还有这种东西 贺锦棠择舌道 世界上千百怪的事情 多不胜数 也并不稀奇 妈 肯定是姓刘的骗你的 你现在不是好好的 姚红英叫道 陈秀芬正正地看着前方 似乎陷入了回忆 我求刘大师 替我找一户好人家 收养你 然后就准备一死而知 可刘大师说 他或许可以再想想办法 说不定能把我体内的虫子 驱除掉 也不一定 我当时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 就求刘大师救救我 后来 刘大师就把你收养了 但我这样子 不能靠近你 就一直住在刘大师家的地下室中 姚红英啊了一声 妈 你 你一直住在地下室 我还以为你死了 孟大志也是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 显然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我在那整整住了一年 刘大师有空 就会来陪我说说话 说你又长高了 说你又变漂亮了 刘大师学识渊博 有时候还会给我讲讲风水术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学问的人 还有他和薛小姐的事 陈秀芬说着 苍白的脸上露出温柔之色 我突然想 这陈秀芬和刘飞赫朝夕相处 只怕是已经与对方生了情愫 只可惜 这一年中 刘大师费尽心思 到处奔波 但我们还是没找到雏虫的法子 而且再也压制不住 我经常感到体内有东西 再一个劲地往我头顶钻 刘大师教了我调膝的法子 可我实在是支撑不住了 我死了不打紧 反正我也是个已死之人 只是舍不下我女儿 陈秀芬喃喃地说着 姚红英双目通红 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后来我问刘大师 能不能把我封起来 因为我听他讲过 很多风阵邪碎的事 如果能把我封起来 我想看一眼 女儿长大后的样子 刘大师一开始说不行 但经不住我苦苦哀求 他叹了口气 说的确有一种法子 但是风阵多少年 我就要受多少年的苦 我大写 说什么苦我都愿意吃 我只想再看一眼 闺女长大后的样子 刘大师半天没说话 后来就带了我来到这里 听陈秀芬说完 我们人人心头沉重 一片默然 原来师父把你封在里面 是这个原因 孟大志张着嘴 半天何不拢 姚红英也是惊呆了 你说你该不该怪 陈秀芬看了一眼女儿 姚红英泪流满面 突然间狠狠地 连着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她下手极重 转眼两边的脸颊 就高高肿起 师父 我该死 我还偷偷给你下毒 我不是人 姚红英忍不住大哭起来 她又转头 冲孟大志咚咚咚 连磕了几个响头 孟大志手足无措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妈 我错了 姚红英乌咽道 悔恨无疑 陈秀芬看着女儿伴上 微笑道 看到你长这么大 又漂亮 本事又好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她回头看向孟大志 你师父什么时候去的 孟大志脸线挨色 将事情大致说了 陈秀芬点了点头 突然奄然一笑 原本苍白如纸的脸颊 也似乎多了一丝红韵 那我也走了 我暗教不妙 正欲制止 却已经来不及了 陈秀芬双眸中火光一闪 整个人顿时被火焰笼罩 火光中似乎有无数虫子 从她口鼻之中涌出 但尽数被火蛇吞没 只是转瞬间 就化为了灰烬 随风消逝 妈 山学 那传来姚红英撕心裂肺地哭叫 但任凭她怎么抓 也只能抓住随风起舞的 丝丝灰烬 她骂的 贺景堂狠狠骂了一句 她和袁子康都是眼睛通红 显然也是忍不住掉泪了 我心里也是难受得紧 不过陈秀芬死意已决 谁也阻止不了 她在关中苦苦熬了这么多年 其实为的也就是再见女儿一面 只可惜 当初姚红英误会了刘飞赫 以至于离家出走 消失不见 否则可能十年前 刘飞赫就已经带着她 来见陈秀芬最后一面了 陈老爹 山水有相逢 咱们日后有缘再见 郑葵冲我拱了拱手道 她带来的人 除了那个长辫女之外 已经全部死在了这里 我到现在也没弄清对方的来历 拱了拱手 来日再会 郑葵冲一点头 带着长辫女就快速朝洞外而去 这十世之中 死伤无数 所谓的宝库 差点变成了死库 书院八人 只活下来六人 不过相比起来 也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那个富二代倒是运气爆棚 那么多人只剩下 他和那个叫豹子的手下 捡回了一条命 这地方邪气得很 我们自然不愿意多待 那姚红英还趴在地上大哭 孟大志过去苦苦相劝 我靠 这若智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 贺景堂骂道 我说 人家好歹也是青梅竹马 贺景堂气了一声道 什么青梅竹马 我估计这若智 是就喜欢挨着娘们的奏 挨出滋味来了 我笑着看他一眼 就跟那个贾秦冉似的 我靠老陈 你还提他 贺景堂像是被踩了尾巴 顿时跳了起来 当初那贾秦冉夺了张网红脸 把这家伙迷得不要不要的 后来 估计是留下了阴影 不过说起来 也不知这爹男之后 这贾秦冉 是死是活 贾秦冉 那是谁 袁子康好奇地凑过来问 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 我好好跟你 我笑道 贺景堂大怒 你妹你妹 再说我跟你翻脸 两个多钟头后 我们再度回到地面 能活着回来的人 所剩无几 众人都有些 劫后余生的唏嘘之感 书院剩余的六人 把死掉的二人尸体 抬了上来 悲从中来 各个神色欺然 哥 我叫彭小帅 那富二代灰头土脸的 过来跟我打招呼 滚 贺景堂眼一瞪 彭小帅吓得往后 缩了一缩 嘿嘿笑道 我爹是谭城大富豪 你们要是来谭州了 千万记得要来找我呀 算个屁呀 滚不滚 贺景堂骂 同样作为富二代 这货还是相当有底气的 彭小帅赶紧带着那豹子 跌跌撞撞下山 还不忘回头给我们挥手 哥 来谭城 一定要记得找我呀 孟大志还凑在他师姐 姚红英边上 叨咕叨咕的 也不知在说什么 老陈 我想去问问他手里的银鼠 袁子康找我低声说 我也有这个意思 当初胡海山老爷子 和原门主双双惨死 都是因着银鼠而起 如今这东西出现在姚红英手里 这是要说跟他无关 是说不过去的 姚红英两侧的脸颊 肿得像个馒头 眼睛呢 哭得像个桃子 听袁子康提到银鼠 他目光一冷 你问这干什么 袁子康盯着他道 我姓袁 是袁门子弟 姚红英脸色微微一变 道 原来你是圆门的 没错 我手里的穿山银甲走地鼠 是从胡海山手上得来的 那就是说 我大伯和胡师伯 都是你害死的 袁子康双目血红 姚红英猝了猝眉头道 我只是负责过来接收东西 不过问具体事物 不过你也可以认为 是我杀了你们的人 袁子康顿时大怒 那就血债血偿 姚红英冷冷地道 随时奉陪 我拉住暴跳如雷的袁子康 问 你们究竟什么人 姚红英看了我一眼 你们最好不要知道 对你们没有好处 西风堂算什么 你们的手下 我问 姚红英道 你们最好也别去惹西风堂 丢了小命 可别怪我没提醒 我差一道 西风堂都已经没了 你还不知道 姚红英一愣 冷笑道 胡说八道 那个铜金凤 还有那个什么赵堂主 你跟谁比较熟 我笑问 你 姚红英目光一缩 西风堂真出事了 你干的 我没接她的话 甚是不要命了 姚红英寒声道 要不要命 也不是你说了算 说说吧 你们究竟是谁 我淡淡道 姚红英目光皱冷 孟大志盲道 师姐 你就把事情说了吧 这些都是我朋友 姚红英看到她 神色缓了缓 看在大志面上 我奉劝你们 别再躺这趟浑水了 否则不仅你们要死 你们原本也会遭受灭门之灾 我这次来 也不是要针对谁 纯粹是为了 拿这只走地鼠 姚红英手掌一番 那只银鼠 被她拖在掌心 只是瞬间 又被她收了回去 再说 这件东西 原本也不属于湖海山 我只是将它取走而已 师姐 你拿这走地鼠 是不是为了找 陈一的封关地 孟大志问 这穿山赢甲走地鼠 的确是个十分神奇的物件 在法咒驱动下 可以穿山走地 被姚红英拿来寻找 风阵陈秀芬的宝库 的确可以说得通 姚红英却没有回答 只是冷声道 你们既然是大志的朋友 我也真心奉劝 你们一句 别再卷进去 这是不是你们惹得起的 我见她神色不似座尾 看来这西风堂的背后 的确还有一股 极端可怕的神秘势力 正在这时 那位书院大叔 突然带着他们书院几人 匆匆走了过来 几位里面 有没有人名叫陈平的 大叔急声问 贺锦唐一了一声 你找我们家老陈干什么 大叔快走几步 盯着我看了半天 激动道 你是陈平 我有些莫名其妙 就说是 找到了 找到了 大叔激动地冲声 后几人喊道 那大叔冲到我面前 盯着我端向了半天 我被他看得有点发毛 正想问什么情况 那大叔后退一步 弓身一个大礼 就拜了过来 弟子王孝仙 参见诗书 其余五人 也纷纷大礼拜下 弟子刘叶明 拜见诗书 弟子刘玉翠 拜见诗书 弟子高宏 拜见诗书 弟子谭明杰 拜见诗书 弟子邹寒 拜见诗书 叫成一片 我靠 老陈什么情况 贺锦唐大吃了一惊 我还想知道的 我问谁去 你们什么情况 我往边上走了几步 避开他们的大礼 那个叫王孝仙的大叔 直起腰 好家伙 居然眼角含泪 看样子十分激动 诗书 我们总算等到您了 他颤声道 我实在有点搞不清 现在的状况 想要静一静 难道说 我三爷爷 其实还有个徒弟 然后是还这群人的师父 所以 这群人管我叫诗书 那也说不通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三爷爷又不可能不告诉我 再说了 就算我真有个师兄 他们又这么知道我的身份 你们认错人了 再三思量 我认为他们 肯定是搞错了 王孝仙擦了擦眼角的老泪 您是不是曾经在林县待了十年 我心里一咯噔 这是知道的人可不多 那就是了 师叔 我们终于等到您了 王孝仙老泪纵横 我现在真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有个师兄了 就见那个叫柳翠玉的女人 碰了个盒子过来 交到王孝仙手里 王孝仙又双手捧着 恭恭敬敬地给我送了过来 师叔 您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我看清楚这盒子的模样 顿时就愣了一下 这盒子大概一尺来长 整个都是用黄筒打造的 十分精巧 但最引我注意的 是盒子上那一道火漆 火漆通常是用来密封某物 比如机密文件 信函等等 但这一道火漆 却是非同寻常 它用的是一种符纹火漆 是悬门之中才有的一种密封手法 师叔 我们师祖曾留下遗言 说今时今日 我们会遇到我们的师叔 名叫陈平 曾经在林县定居十年 然后让我们把这个盒子交给您 王孝仙说道 我真是一个字 都不怎么相信 他们这师祖 应该就是当年在这里 盖这座书院的富商 据今少说 也有八 九十年了 然后居然能在那么多年前 留下遗言 还特别精准地说出是今天 会有个叫陈平的人来此 这也神得太离谱了吧 王孝仙道 师叔 这个盒子 我们书院保存了近八十年 从未打开过 我们也不懂打开的法子 师祖说 只要我们遇到了师叔 就肯定能打开 说吧 他就和其他五人一起 十分期待地看着我 我满腹狐疑 接过那个铜盒 放在眼前仔细看了一阵 顿时就有种荒谬之感 这铜盒之上 用的居然是 我们这一派 相识密传的封禁术 除了学过这门封禁术的人 是不可能完好无损 打开盒子的 除非直接用暴力破开 我越发感到好奇 不管怎样 留下这个铜盒的人 必然是跟我的师门有关 铜盒之上 刻着一些长短不一的横线 外人看不懂 这其实是出自八卦的卦象 我数了一下 这铜盒之上 一共出现了二十八个卦象 根据排布的方位不同 又能衍生出无数算法 我一只手揣在衣袋里 飞快地掐算起来 到最后 总共算出三个卦象 再以此念动本门密传法咒 往铜盒之上一拍 那被封印的 严丝合缝的铜盒 嘎吱一声开启 上边的符文火器 顿时破裂 果然是诗说 王孝仙等人大喜 我这会儿 已经完全顾不得其他了 心中的好奇心 完全被勾起 只见铜盒之中并无其他 只有一张折叠着的白纸 将白纸展开 只见上面是用立书写的 一长篇文字 小子 见到这封信 你就把这个烂摊子 给我收拾起来 老夫也没想到 自己的后代徒孙 会这么废柴 你就多淡呆着点 开头 就是这么一句话 老夫应该算是 陈书岳的师伯 所以让这帮废柴徒孙 叫你一声诗书 也合适 陈书岳正是我三爷爷的名讳 我也看约是惊奇 至于老夫叫什么 你不用知道 也不用去问 问了他们也不一定知道 咱们这一派相诗 就是这样 你应该懂的 我的确是懂的 我们这一派的相诗 其实同门之间的关系 十分松散 有些时候 连自己有哪些同门 都不清楚 就比如那位薛有年薛师叔 要不是他看破我的来历 我真不知道 还有这样一位师叔 总之你叫我一生师伯 就是 不会亏了你的 当年 我曾在坟乡会 做了五年的红衣长老 后来年纪大了 不爱理会其他事情 就到了这里 建了座宅院 准备隐居 后来住了几个月 发现淡出个鸟来 这隐居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索性就收了几个人当弟子 有他们在边上唠唠嗑 倒也好过一些 不过这些个人 都是我随便捡 资质不行 我这人又最讨厌这种笨的 就更没兴趣教 纯粹靠他们自己 学个三瓜两枣 谁想到等他们自己 收徒子徒孙了 这教得更是惨不忍睹 哎呦卧槽 这要是被咱们门中的人知道了 老夫的脸都不要了 我看得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先不说 这人到底是不是我师伯 不过这说话 还真挺逗的 所以呢 你就带带他们 陈书岳这小子 资质也只能算一般上 怎么会有你这么个 天赋异禀的孙子 老夫想想就来火 我突然想到个问题 这一位大概是在 八十年前过世的 当时我三爷爷都还没出生 但这人居然说得如此清楚 要么这封信是有人伪造的 要么就是 这人在八十多年前 已经算到了 有我三爷爷陈书岳这个人 甚至还算到了 我会来到此地 但这铜河的符文火期 的确是有几十年了 而且没有破损 这是无法作为的 可要我相信 一个人能将八十多年后的识料 算得如此清楚 我也实在是难以接受 我们这一派相识 的确有算天算地算人的本事 但我离开临线之前 三爷爷就千叮咛万嘱咐我 不到非常时刻 尽量少用算天算人的手段 因为不管是算人还是算天 都是一件极为凶险的事 稍一不慎 就会受到反噬 而推算八十年后的事情 那根本就已经是在 测算天机了 先不说 有没有人能有这种本事 就算真有这种本事 那也得能承受得了 泄露天机的巨大反噬 听王孝仙说 他的师祖 是在留下这个 铜河半年之后 才离世的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信中所说都是真的 那这位师伯 在神算方面的本事 已经强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甚至连天机的反噬 都能让他压制半年 这怕是连三爷爷 都无法望其向背 小子 老夫这烂摊子 就交给你了 你就带带他们 虽说资质的确是烂 不过就算是烂泥 也好歹是咱们这一门里的种 你这个当师叔的 就尽点心 当然了 老夫也不会亏待你 这就点播你几句 你要听好了 跟你一生有极大关系 圣极而衰 阳极复阴 接下来必定是一场悬门大乱 三教九流 百道并起 或许是悬门最后的辉煌 又或许是悬门新的开始 这就连老夫也看不透了 这一段时期 必然是波澜壮阔 只可惜啊 老夫早死了几十年 否则要是能经历一番 才是不枉此生了 这一场因果 但凡悬门中人 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咱们相识这一脉 自然也在其中 也别想着藏 很多事情必是避不了的 咱们相识一脉的气韵 全都系在你小子身上 所以你小子要给我好好行事 借急借躁 另外有个重中之重 以后但凡遇到 让你选边站的时候 你一定要站在 焚香会这一边 焚香会 其实焚香会这个名字 与我并不陌生 而且只要是悬门中人 想必对这个名字 也都有所耳闻 这焚香会 有人称它为幽灵教 拜的是地狱阎罗 行事诡诀 神出鬼没 据说里头流传着 很多骇人听闻的 妖法邪术 说起焚香会 其实极少人知道 它本身是脱胎于白莲教 白莲教的渊源颇长 大概能追溯到千年前 拜的是冥王 也就是阿弥陀佛 教条也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说邪 不妄语 不饮酒 但经过数百年变迁 这白莲教 也变得不那么单纯 戒律松懈 宗门伶俐 其中最大的一个分支 开始参拜无声老母 另外的 还分裂出无数大小分支 像什么弘扬啊 金柴啊 焚香啊 这个焚香 也就是如今的焚香会 所以这焚香会 其实就是白莲教演变成 据说教内尊卑有序 等级森严 行事手段更是诡诀莫测 冷酷无情 反正是个很邪门的教派 不过到了近些年来 已经很少能听到 焚香会的事迹 很多人都认为 焚香会或许跟其他 诸多曾经辉煌过的教派一样 已经消失了 也说不定 你别以为 老夫是当过焚香会长老 才跟你说这句话 这是跟你一生有极大感谢 切记切记 以后你绝对会感激老夫的 就到这儿吧 小子 你千万记住老夫前面说的那一句话 要是你不听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到时候你可别怪师伯没提醒过你 老夫的时代过去了 这世界 终究是你们的 我看完 两久回不过神来 到了此时此刻 我打从心底里已经相信 留下这封信的人 就是我门中 一位妙算通神的师伯 老陈 老陈 见我站在那呆呆发愣 贺锦堂连叫我了我好几声 我清醒过来 这里面写什么啊 贺锦堂问 我把信妥善地收好 看了正期待地望着我的王孝仙等人一眼 心里就说 我是他们师叔 书院六人一听 顿时大喜 贺锦堂和袁子康都是摸不着头脑 你怎么就成了他们师叔了 我没有细说 只是解释到 见这书院的 是我门中一位长辈 所以按备份算下来 我是他们师叔 原来是这样 袁子康他们恍然大悟 这样说 他们就好理解了 那你这位长辈 那么多年前 就算到你会来这里 贺锦堂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王孝仙激动道 我听师父说过 我们师祖会神算 甚至能算到多年后的事情 这回我们总算相信了 我靠真的假的 贺锦堂匪夷所思 回头看看我 老陈 那你能不能算 赶紧给我算算我以后的媳妇是谁 我没好气到 这还用算 你没来的媳妇 我靠 老陈 你这是对哥的极度 贺锦堂 欺了一声 这时 王孝仙等人上来 再次行大礼 拜见师叔 我实在是有些头疼 怎么突然间就多出了这些个失职 甚至还有 年纪比我大一圈的 不过当前最重要的 还是先处理姚红英这事 师伯在信中提到 悬门大乱将起 如今看来 的确是已经有些苗头了 就说这姚红英背后的神秘势力 只怕就是这大乱中 搅风搅雨的一只手 我是看在我师弟面上 才跟你们说这么多话 至于我背后是谁 你们别打听 也别去碰 姚红英说完 转身就走 袁子康立即闪身 将他拦下 都是自己人 有话好好说 孟大志 忙拦在他们中间 姚红英冷冷地 看了袁子康一眼 你们小小一个圆门 还是别卷进来为好 袁子康怒道 那我大伯和胡师伯 就这样白死了不成 姚红英微微叹了口气 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公道 只死了他们两个 总比你们 袁门被灭门来得好 袁子康怒急而笑 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倒想听听 你们究竟是什么来路 随便能把我们 袁门给踩死 你们袁门 还真就是 能随便踩杀的蚂蚁 山脚下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紧接着 两道人影 飞快地掠了上来 这来的是两个女人 年纪都在三十多岁 相貌只是一般 不过保养得很好 一脸的傲色 对着谁 都像是用鼻子在看人 蓝姐 美姐 姚红英一见了二人 顿时脸色大变 忙过去给两人建立 那个蓝姐下巴很尖 目光森然 扫了姚红英一眼 冷声道 你好大的胆子 回去看你跟小姐怎么交代 姚红英低着头 急忙道 两位姐姐听我解释 我是 我是为了找我妈妈 才借了走地鼠一用 蓝姐喝得一声冷笑道 借走地鼠一用 你有什么资格 谁给你的胆子 我见到姚红英 整个人都在微微发颤 显然恐惧至极 我 我真是太心急找我妈妈 所以才借了走地鼠 我会回去跟小姐请罪的 姚红英低着头 求肯道 那蓝姐冷声道 你的下场如何 是小姐说了算 东西呢 姚红英忙把那只穿山银甲 走地鼠取了出来 拖在掌心 恭恭敬敬地交了过去 蓝姐手一招 那只银鼠立即自动跳了起来 飞入她手中 这奇异的一幕 把书院几个人都给震住了 好呀 原来你们就是指使西风堂 害我原门的人 袁子康却是勃然大怒 蓝姐把银鼠拿在手中 仔细看了几眼 冷然道 小小一个原门 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就算把你们整个踏平了 那又怎样 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袁子康差点气疯了 当时就要动手 被我拉了一把 蓝姐是吧 你们是哪里的路数 我问 蓝姐扫了我们一眼 冷然道 就你们这些蝼蚁 也配打听我们的身份 我笑道 难道是什么下三滥 不好意思让外人知道 还是你家那个小姐长得太丑 不敢见人 蓝姐目光一凝 小子 你是找死 徒弟朝我一挥手 砰的一声 人影极闪 原来是姚红英突然拦在中间 替我挡了一挡 蓝姐 他们 他们都是我师弟的朋友 也算我的朋友 您手下留情 我颇为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这女人虽然心非手辣 不过倒还算顾念刘飞鹤的情分 朋友 哈 你都有朋友了 蓝姐立声道 你没听到这个小子侮辱小姐 你还不去 把他碎尸万段了 姚红英咬着嘴唇道 他这个人就是嘴巴毒 等会儿我扇他几个耳光 好好教训教训他 小姐宽容大度 想必是不会在意的 我听得好笑 不过看在他也算是好意的份上 倒是不至于跟他计较 小姐的想法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拿主意了 这里有一个算一个 全给我杀光了 听见没有 蓝姐立声道 姚红英脸色大变 蓝姐 他们也没有什么大错 求您宽宏大量 你到底杀不杀 蓝姐脸色阴沉 姚红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蓝姐 我师父对我有大恩 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了 这些人 都是我师弟的朋友 看在我对小姐忠心耿耿的份上 您就饶了他们 说着 向二人咚咚咚磕头 磕头瞬间鲜血淋漓 师姐 你不必求他们 孟大智大声道 你闭嘴 姚红英立声呵斥道 还真是如水点豆腐 一物还须一物降 当初我在赫家出见孟大智时 这家伙傲气得很 眼睛都恨不得长在头顶 后来经过滇难一事 他师父刘飞赫 和几位同门全部惨死 经过这番打击 孟大智的心性变了不少 不过骨子里头 依旧还是那种 颇为傲气的人物 可没想到 被姚红英一呵斥 顿时就不敢吱声了 陈平 你过来 赶紧跟蓝姐和梅姐请罪 姚红英冲我招手道 一边不停 冲我实眼色 蓝姐脸上杀气凌冽 这世界上敢侮辱小姐的 只有死人 你到底杀不杀 姚红英恳求道 求蓝姐手下留情 好好好 那你们就统统去死吧 小梅 蓝姐怒急而笑 立声喝道 那个梅姐自打来了山上 就一直阴着张脸 就跟谁欠了她几百万似的 此时懒懒地恩了一声 向前走出一步 保护师说 王孝仙大喊一声 书院六人立即冲到了我前面 把护在身后 滚开 梅姐向前迈出一步 顿时狂风大作 王孝仙等人 顿时被吹得东倒西歪 满地乱滚 梅姐 姚红英从地上爬起 拦下对方 那就去死 梅姐淡淡一声 一挥手 就朝着姚红英头顶拍了下去 姚红英闪身躲避 但那梅姐举止看似缓慢 实则奇快无比 瞬间人已经到了姚红英身后 伸手朝她后颈抓去 姚红英反应也是快 侧身避开 然后 那梅姐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突然再次出现在她身侧 反手一拍 就拍在她的后背 姚红英顿时如遭雷击 整个人轰得一下飞跌了出去 也不想想你这一身本领 是跟谁学的 还敢搬门弄斧 蓝姐冷笑道 梅姐神色漠然 一步朝我走了过来 姚红英挖地吐了一口血 再度抢身上 拦下梅姐 梅姐 手下留情 我见梅姐面照寒霜 目光杀气闪烁 挥手就要朝姚红英头顶拍去 不再迟疑 立即纵身上 一个贴身铐 直接撞了过去 梅姐面无表情的一台手 你 姚红英大吉 只是她刚说到一个你字 我已经跟那梅姐撞上 三道金刚护体骤加身 浮骤乱闪 将梅姐拍来的那一下 力道尽数消解 同时将它撞得倒飞了出去 我的礼不让 足坚一点 几步距离一蹴而就 陆地飞躺 蓝姐立声喝道 你是茅山派的 我早已截好法咒 往前一送 轰的一声 那梅姐被法印之力再度先飞 翻天印 你到底是茅山的 还是龙虎山的 我默念法咒 左手一招 向上拦起 龙虎山秘术 锁咽霞 梅姐的身躯 被锁在空中 不停打滚 我右手并指 正准备出狙鞋指 封她关翘 突然身后几声惊呼 老臣小心 师叔小心 我也不回头 两道通幽宝钞飞起 瞬间把从身后 急扑而至的拦截 给砸翻在地 狙鞋指点出 瞬间封了二人身上关翘 通幽宝钞 你怎么会通幽宝钞 蓝姐匪夷所思的大叫道 我把两个女人置住 扔在地上 听到那蓝姐大叫 通幽宝钞 不禁心里一动 你也知道通幽宝钞 那蓝姐和梅姐二人脸上 全是惊怒之色 你到底 是从哪里学来的通幽宝钞 姚红英站在那里 满脸不可思议 过了好一会儿 才缓过神来 忙跑到二人跟前 蓝姐 梅姐 蓝姐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却仍旧紧紧地盯着我 说 你到底是那里学来的通幽宝钞 我也想知道 这通幽宝钞的来历 怎么 我就不能会 蓝姐立声道 这是我们家小姐才会的秘书 你怎么可能会 我心念一转 道 说了半天 你家那个小姐 到底什么人 蓝姐冷笑道 我家小姐的名讳 也是你这种人配知道的 怎么 你家那个什么小姐 是名字太难听 实在拿不出手 我问 蓝姐勃然大怒 你小子该死 活该千刀万剐 我看他俩嘴硬得很 正准备给他俩来一套 我们门中祖传的结脉术 那姚红英却替他们求情道 你放了他们吧 要是他们 有个三长两短 咱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活命 见我没有说话 姚红英又道 我也没想到 你本事这么厉害 但你根本不明白 这是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 你个小贱人 谁要你求情了 蓝姐破口大骂 让小姐知道了 你们这些人 全都得死无葬身之地 那个美姐突然道 小姐 我先走一步了 说完 口中喷出一口黑血 我吃了一惊 只是我 来得及出手 那蓝姐也是一口黑血 喷了出来 大叫一声 小姐 我来是在伺候小姐 两人瞬间就断了气 这一番异变突生 任谁也没有想到 姚红英跪倒在地 失声大哭 老陈你没事吧 贺锦堂跑过来 上上下下打量我 我说没事 王孝仙几人听了 也是如释重负 说师叔没事就好 老陈 你说 他们到底什么来路 越看越是古怪 袁子康忧心忡忡地问 我也没有什么头绪 不过听他们刚才说的 似乎这通幽宝钞 是他们家小姐的秘书 我又想到了 文秀家的大傻哥 这两者 难道有什么关联 这是真是闹不清 哎 宝儿怎么跑去了 你们也不管管 袁子康惊道 我一看 宝儿那小姑娘 不知什么时候 蹲在了那蓝姐美姐跟前 在二人身上摸摸剪剪的 不一会儿 就被他给掏出了一堆东西 我一时也是哭笑不得 宝儿就这几个爱好 打游戏 摸尸 还有啥来着 哥哥 这个给你 其他归我 宝儿把那只穿衫 赢甲走地鼠交给我 我笑着把东西接过来 正要递给袁子康 突然在手指接触的一刹那 我发现 体内原本折服着的阴神火 一下子翻涌了起来 沿着我的指尖 渗入到阴鼠之中 我吃了一惊 突然脑海里轰的一声 浮现出一个个古怪的文字 说是文字 又有点像是符号 我只觉得 这些文字的风格 看着有些眼熟 猛然间就想到了 当初在波热山庄 我接触那枚白玉老虎时 体内的阴神火 也是不受控制的翻涌 渗入到白玉老虎之中 之后虎符上 显出了一个个怪异的文字 跟此时出现的这些文字 极为相似 我立即收射心神 将这些文字 一个个磨迹在心中 当初在白玉老虎之中 共有72个文字 这次却只有36个 我闭目记忆 在那些文字消失之前 我终于将其全部记下 然后赶紧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老陈 你刚才没事吧 吓我一跳 贺锦堂和袁子康 两人紧张地问 我说没事 就是想到一个事情 两人这才放心 我把那只穿山迎甲走地鼠 交给袁子康 他却不接 这东西是胡适博 带在身边的 也并非我们园门的 我看这玩意儿邪气得很 我可不要 老陈你要是喜欢 就留着吧 或者就给扔了 我见他坚持 也就把东西收了起来 这穿山迎甲走地鼠 和庄家那枚白玉老虎一样 似乎都跟我体内的阴神火 有莫大的关联 而且 那些古怪的文字 又是什么 看来事后 还得仔细研究一番 姚红英福在 蓝姐和美姐的尸体旁 大哭了一场 孟大志在旁劝了好久 这才把她给劝了下来 由于之前她那一番表现 不管是袁子康还是书院己人 对她的敌意都消退了不少 不过 当我们问及她背后的事里 姚红英还是闭口不言 师姐 你们那个小姐 真有那么恐怖 孟大志问 你胡说八道什么 姚红英怒道 我们小姐绝世无双 是我见过最美 最贵气的人 我听她把她家 那个什么小姐吹上了天 却是不以为然 再美 能有小石头美吗 而且 我们家小姐温柔善良 心地最好 姚红英道 贺锦棠忍不住讥讽道 温柔善良个鬼 真温柔善良 能把人命不当人命 你再敢胡说八道 我撕烂你的嘴 姚红英怒道 我家小姐这样做 肯定有她的理由 贺锦棠往我身后缩了缩 嘴巴却是不依不饶 有理由就可以随便杀人了 一听就是绿茶 姚红英瞬间杀气腾腾 孟大志急忙打圆场 这才让场面没有失控 我再说一遍 今天那是谁也不能说出去 只要泄露一点点风声 你们谁都活不了 姚红英说完这句 将蓝姐和梅姐的尸体点燃了 片刻就化为了灰烬 她看了一眼孟大志道 我走了 师姐你去哪 孟大志不由一极 你不跟我回家里看看吗 姚红英双眼一红 不禁落下泪来 我对不起师父 不过我得回我家小姐身边去 说完身形一起 朝着山下急掠而去 孟大志追了几步 却是没追上 转眼就没人影子 若知 你是不是看上那妞了 贺景堂过去拍了拍 垂头丧气的孟大志 看上你妹啊 孟大志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我也有这感觉 我笑道 你俩也算青梅竹马了吧 是小的时候就看上了 还是这几天看上的 贺景堂哈哈大笑 老陈就是跟我心意相通啊 我看是这几天看上的 被那妞虐了几天 然后就被征服了 孟大志满脸通红 瞎说八道什么你们 嘖嘖嘖 不打自招了 看你这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贺景堂嘴不饶人 当晚 我们就在书院中歇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刚起床开了门 就发现王孝仙 带着其他几个人 已经守在门外 师叔早 几人恭恭敬敬地请安 我差点给弄无语了 以后别来这一趟 那怎么行 这是咱们书院的规矩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看不出来 王孝仙这老头话还挺多 我严重 怀疑他读书独呆了 以后这套废除 我哪收得了这个 之后 贺景堂 宝 袁子康和孟大志他们 也陆续起来 大家一起吃了的早饭 白粥馒头 还有一些他们自己 腌的咸菜什么的 虽然简单 吃得倒也挺香 之后 王孝仙就带着人 给死在宝库里的两个师弟 操办后事 这两人也都是附近山里的孩子 不过都没什么亲人 主要就是我们一帮人帮着忙活 等一切是必 王孝仙就过来请示 师叔 您看都需要那些房间 书房是肯定要的 然后还有卧室之类 我找人再装修一下 我吓了一跳 问他干什么 王孝仙理所当然地道 师叔这次回来 肯定是要在书院里常住的 也好好教导教导我们 结果当场就被我给否决了 让我长期住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干什么 当和尚吗 这样 我就在这待个几天 你们有什么想学的 我教你们 房子就不用修了 我拍板的 王孝仙见我坚持 也只好无奈地做吧 当天晚上 我就把书院六个人 给召集了过来 首先我就问了一问 他们到底都学了些什么 我们这一脉 既然是相师门派 最为核心的学问 自然是神算 像术 风水 观星等等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我们门中传承的秘书 十分博杂 我原本在想 虽说那位师伯骂得厉害 说他这一群徒子徒孙 都是废柴 但总归也应该学到点什么吧 结果我这一问下来 好家伙 这都不能用惨不忍赌来形容啊 用他们的话来说 还真的就是只学会了读书种田 其中最好的三个人 也就是之前在万丈坑那边 跟我动手的 刘叶明 刘玉翠 高红 三个人当时四模式样地截了个法咒 结果基本上是个空架子 幸亏我当时发的咒音是手下留情的 否则我真怕把他们三点活活震死了 至于剩下的王孝仙三人 就更惨了 王孝仙在这群人中 年纪最大 都五十好几了 算是他们当中的大师兄 但资质却是垫底的 连最晚入门的小师弟都不如 他们唯一能比普通人强点的 就是学了几手拳脚功夫 不过也是花拳绣腿 要不然 也不至于被彭小帅那富二代手下几个保镖 给打得鸡飞狗跳的 用我那位师伯的话来说 真是脸都不要了 要被其他同门知道了这事 怕是真得被笑死 我们这一脉的相识 向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收徒只收精英 资质差的绝对不要 所以我们这一脉的人数可能不多 但绝对是个顶个的厉害 要不 你们还是改行算了 我觉得 种种田也是有前途的 我提议 是说 我这人没别的志向 就是想学咱们祖师爷那种 降妖伏魔的本事 刘叶明道 他这一开头了 刘玉翠等人 也是满怀期待地道 师叔我也是 我就想学符咒法术 我实在是头疼得很 那你呢 我问王孝仙 是说 我这人笨 年纪又大了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就不凑着热闹 学什么符咒法术的了 王孝仙憨厚地笑道 我一听 心中的郁闷都散了不少 还是这位老哥名士俩 想得多通透 年纪大就是不一样 我主要就是想跟师叔学学 咱们张卦神算的本事 嘿嘿 我也就好这一口 王孝仙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差点就想把茶杯砸他脸上 就他这资质吧 就他这年纪吧 居然还想学最难的张卦神算 像符咒法术之类的也就罢了 只要拼命学 埋头学 总归是会有些成就的 可这张卦神算 那是最看天分的 要是悟性不到 任你盯着这些东西 看个几十年也不一定能算准一挂 看着这些人满怀期待的眼神 我真想拔腿就走 小石头还说我坑呢 我在坑 能有我这位师伯坑吗 我和他加起来 估计都抵不上这老头的 大家还不赶紧谢谢师叔 王孝仙道 谢谢师叔 众人冲我弯腰败下 齐声叫道 我真是无名暴躁 行了行了 等我想想 该怎么教你们 谢师叔 众人大喜 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了 我翻出手机 给小石头连发了几条微信 跟他吐槽了一通 虽然这妹子依旧没踩我 不过心情总算畅快多了 我把门那一些最基础的入门东西 梳理了一下 写成一本册子 唉 这些都是我十岁的时候学的 要整理起来 还真有点麻烦 晚饭过后 就把这六人给召集了起来 开始第一次授课 师叔 你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 之前我听师父讲 这个符咒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是啊是啊 我当时也感觉有问题 但又怕师父骂 不敢问 原来节咒还有这么多讲究的 不仅手势 法觉要对 还要凝神俱气的 师叔 那究竟该怎么凝神俱气 师叔 您帮我看看 我这个手势对不对 师叔师叔 我这个转轮咒 学的对不对 听师父说 这是咱们门内一个传承 很悠久的法咒对不对 对 对你的头 我一看 这觉得是哪门子转轮咒 不知歪到哪里去了 可见 他们师父也是什么都不懂 不过这个锅 只能扣到我那个 不靠谱的师伯头上 但是在教导王孝仙的时候 我还真是震惊了一下 这位老师侄 虽说资质的确是不怎么样 但没想到他 这些年窝在山里 居然把他能找到的 有关张卦神算的书籍 全读了个遍 而且不只是一遍 有些书他 甚至能倒背如流 他的记忆力也就一般 就是盛在多读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读 这是痴迷到了什么程度 结果到最后 他反倒是最容易教的一个人 因为他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 已经十分扎实 不用我再反复跟他解释 只要将本门真正的神算项数交给他 他自然就能理解 虽说能不能悟透视 另一回事 但就这底子来说 这位老师侄 莫名让我觉得有些欣慰 在书院中一待 就是小半个月 一开始几天 贺锦棠他们 还是有点新鲜感的 三个人天天带着板进山里去溜达 打些野味 回来加个餐 不过再往后 几个人就待不太住了 毕竟这种荒郊野地的 也实在是无聊得紧 老陈 反正你也要天天教你那帮诗侄 要不也顺带教教我们吧 原子康笑嘻嘻地道 孟大志不以为然 他能教啥 贺锦棠本来在那边陪板斗一条青虫 听到这个 也立马跑了过来 对对对 不说差点忘了 老陈赶紧跟我们说说 夜演怎么看 夜演 孟大志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 你滚 没你的份 贺锦棠拉着我就往边上走 老陈你偷偷告诉我 我懒得理这帮人 这是我说了不算 你得去问这东西的主人 陈平 你真有开夜演的法子 孟大志的眼睛都亮了 老陈说他有上百种 原子康在边上道 孟大志 我靠了一声 就你那个妞啊 人家都把你甩了 上哪找去 咱们赶紧解决一下 贺锦棠抓着我不放 我真想踹他一脚 正在这时 我看到王孝仙和柳玉翠 从那边过来 就说 我要去忙了 丢下他们几个 跟着王孝仙他们俩 往后删去 今天就是给他们演示一下 如何节奏施法 是说 我好像想起来一件事 路上柳玉翠有些吞吞吐吐地说 我问他什么事 那个 好像师祖也还交代过一句话 我以前听师父提过 昨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才突然想起的 刘玉翠有些局促不安地说 我让他说来听听 就是师祖也好像交代过 要是咱们书院下面 镇压的那个东西跑了 咱们必须得捉 捉回来 刘玉翠声音越说越低 哎哟 王孝仙一拍额头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我差点都忘了 我看看他们两个 心里忍不住想骂我那位师伯 书院下面跑的那个东西 可不就是 那只浮面师缘吗 这玩意怎么捉 没被他捶死就不错了 王孝仙道 师叔 的确有这么回事 师祖也交代下来 说那东西 是他亲手镇压的 之所以当年没有直接给除了 就是因为那东西 跟咱们书院有点缘分 说是等镇压个几十年 给咱们书院当镇山寿 对啊 师祖也说 以后大乱来临 没有个厉害的玩意儿镇山 是很吃亏的 所以先给咱们留着 我听得不知该哭 还是该笑 没好气道 那这东西怎么捉 谁去捉 刘玉翠扭泥了一下 道 师祖也说 师叔你来了 让你去捉 好吗 这种好事全丢给我 我真想指着 我那个没见过面的 师伯鼻子 臭骂一通 对了 师祖也还说了 那东西 唯一惧怕的就是天雷 所以让师叔 您好好学一下雷法 王孝仙道 我学他个妹 雷法有这么好学的吗 还引天雷 哪那么容易 那还是盼着 以后多下几场雨吧 我边走边说 啊 刘玉翠满脸疑惑 王孝仙恭敬地问 不知师叔此言 有何深意 等着下雷雨 把那畜生批死 二人 在书院又待了十来天后 终于是待不下去了 但这群人学的 又实在太慢 连入门都还不算 我又不能老是留在这里 回去跟贺锦唐他们一和解 贺锦唐就说 干脆就被他们带回江城德了 这样什么都不耽误 我这一想 倒也不错 而且把他们六人独自留在这里 我也不太放心 毕竟那个什么蓝姐和美姐死在了这里 始终是个定时炸弹 万一风声泄露 我这六个失职 怕是得被一锅端了 于是 当天授完课后 我就把这想法 跟他们说了 师叔让我们去啊 我们就去哪 没想到出奇的顺利 他们根本没有其他意见 师叔 江城市大城市 我们去住哪呀 倒是刘玉翠有些担心 放心吧 还能没你们住的 我笑道 是啊师姐 我们几个男的挤挤就行 年纪最小的邹涵笑道 于是当天晚上 众人就各自回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一早 把院门一锁 我们一群人开始下山 王孝仙等人走几步 就会回头看一眼 不过也是 他们在此地居住了那么久 咋一离开 任谁也会有不舍 我们一行先回了趟园门 之后 袁子康就被他老爹打发了 带着一堆礼物 跟着我们一起 去往江城 孟大志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索性就跟了 我们一起回去 这回 我们是坐高铁回去 刘叶明 柳玉翠和高红三人还好 他们有时候也会出一趟门 像王孝仙他们几个 那就基本上都窝在山里 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十分兴起 到了江城之后 贺景堂直接把人都拉回了他们家 反正贺家那栋大别墅 房间多得很 再来些人也住得下 孟大志上回跟师傅来过 是熟门熟路了 袁子康楼上楼下参观了一下 也是嘖嘖连声 我还以为我们家已经挺阔了 没想到跟你们这种真正的土豪一比 啥也不是 袁门是风水世家 跟贺家这种商业世家 当然又不好比了 各有所长 王孝仙等人 却是被别墅里的奢豪给震慑了 一个个局促不安的 不过总算贺景堂在山里的时候 都跟他们混得熟了 家里又没有其他人 这才慢慢地缓过进来 不过长期住在这里 当然也不是个事 我原本准备给他们租两套大房子 六个人住也就正正好 结果贺景堂甩了一大串钥匙过来 租个毛线 哥有的是房子 自己挑 我也不跟他客气 挑了两套挨着的 而且 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公寓 把王孝仙他们安顿了进去 至于袁子康和孟大志 就暂时住在贺景堂这边了 孟大志打算在老街那边 开个风水馆子 以后就在江城混了 袁子康则等着我 什么时候带他去拜会一下林会长 不过近些天 林会长都不在江城 也就只好暂缓了 忙活完这些 我总算有空去一趟纸扎店 小哥哥 你可好久没来了 我一进门 趴在柜台那边刷手机的小锤子 就冲我挥手 是有段时间没来了 看到这胖乎乎的圆脸姑娘 还是很有些亲切感的 你家老板最近喜欢吃清淡的 还是稍微重口点的 我已经买好了菜拎过来 准备进厨房做饭 小锤子有些沮丧地道 不知道 怎么了 我有些奇怪 因为我家老板不在啊 我哪知道 他现在喜欢吃什么口味 小锤子扁了扁嘴道 我有些意外 你家老板去哪了 小锤子苦着脸道 我要知道就好了 他又不带着我的 他出去很久了吗 我问 小锤子点了点头 差不多你出去多久 他就出去多久了 一直没回来过 我不由一正 这位婆婆毕竟年纪那么大了 还一个人外出 要是出了意外 那就糟了 只可惜 小锤子也不知道他的行踪 吃过晚饭后 我就在店里坐了一会儿 小锤子端了一壶水果茶上来 我家老板不在 你就将就喝喝吧 我喝了口茶 酸酸甜甜 在店里逛了一圈 看到货架上新摆了几套笔 就问 这些是你家老板新做的呀 小锤子笑嘻嘻地道 你觉得这笔怎么样 我其实 对笔真不太在行 赞道 看起来就不错 小锤子一听 就很高兴 告诉你吧 这些都是我做的 厉害厉害 我竖了的大拇指道 小锤子越发高兴 我要是能学到 我家老板一半的本事 我就心满意足了 没问题的 我笑说 突然想起一件事 上回那套 你家老板亲手做的笔 你不会弄坏了吧 小锤子惊道 我说没有 还好好的放在家里 那就好 这套笔 可是我家老板 制来自己用的 无论是材料 还是品质都是顶尖 上回卖了你五十万 你赚大了知道吗 小锤子气横横地说 知道知道 我笑 我就想问问 每只笔上面 都有无有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 小锤子挟了我一眼 你想干嘛 我有些纳闷 笑道 就是有点好奇 小锤子盯着我半天 道 看你给我们 做了那么多顿饭 人还不错 我就告诉你 不过你千万别 跟我家老板说 是我说的哦 我见他神秘兮兮的 不有好笑 保证守口如瓶 小锤子点点头 道 其实啦 无忧就是我家老板的闺名 我微微一正 心说 原来如此 无忧 无忧 婆婆原来全名叫金无忧吗 所以说了 我家老板的闺名 都在那套笔上 你要是敢弄坏了 或者弄丢了 你就完了 我跟你说 小锤子挥了挥拳头威胁道 是是是 我绝对好好收藏 什么好好收藏 我家老板说了 笔就得用 你老是藏在那里干什么 你家老板说的有理 我一定好好用 还有啊 我先提醒你哦 你要是敢把这套笔送人 那你就真的死定了 不敢不敢 在店里跟小锤子 闲聊到晚上九点多钟 水果茶也喝得差不多了 就准备起身回去 临出门的时候 小锤子叫住我 小哥哥 你最近出门小心点 我问怎么了 小锤子在门口 往街东边指了一下 那个老流头 你认识吧 我说知道 旁边刘大仙算命馆的老板吗 见过几面 这位刘大仙 五十多岁 人长得干巴巴的 尤其擅长铁板神术 铁口直断 而且在小六人上的造诣也不错 可以说 这人是有真本事的 相比许多名声在外的大师 有过之而无不及 哎 人没了 小锤子叹了口气说 我吃了一惊 问出了什么事 小锤子道 我也不清楚 就十多天前 老流头吊死在他家算命馆里了 我一听 就觉得这是蹊跷 像老流头这样的人 就算自己不想活了 也不可能用上吊来自杀 我是听他们私下里都在传 说老流头 其实是被女人的头发给勒死的 然后挂在了天花板上 小锤子说到这里 脸蛋白了白 我在想 难道老流头是 招惹了什么邪碎 以至于引来杀身之祸 毕竟作为算命师 要替人排忧解难 一个不好 就可能触碰到某种禁忌 而深受其害 这种事情倒不罕见 另外还有福旺阁的张大师 也出事了 小锤子道 我不禁皱眉 福旺阁也在这条老街上 那位张大师 算是老自立的风水师 平日里主要给人看看宅院目的 点点风水 人挺时尚的 在风水方面的造诣也不错 他又怎么了 我问 小锤子道 就五天前吧 张大师的尸体 飘在了运河上面 就在八字桥附近 他说的运河 是指横贯江城的一条古运河 还是数百年前 耗费了无数人力开凿的 八字桥那一段 距离老街也不远 不过最吓人的是 张大师被捞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干瘪的 跟个干尸似的 吓得我好几天没睡着 你看我都有黑眼圈了吧 小锤子拍着胸口说 这连着两件事情 还真是有些古怪 不过具体的情形 小锤子也不太清楚 而且由于 这两件事情十分诡异 媒体方面也不敢胡乱报道 因此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只是在老街这边 很多人在私下里议论 那你晚上也早点关门 别弄得太晚了 我叮嘱道 知道了 小锤子点点头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在店里四面墙上 各留了一道符 让小锤子有事就打我电话 从纸扎店出来后 途经刘大仙的算命馆 只见房门紧闭 贴着封条 颇有股阴森之意 我见时间上早 就掉头去了趟酒保斋 店里没什么客人 前老板带着个老花镜 正在看着一份报纸 小哥你可是挺久没来了 他笑呵呵地道 有点是出去了一趟 我笑着在他对面坐下 不过也走了没多久 怎么听说 咱们老街上最近接连出事 火鸡给我们端了茶水 和点心过来 我在小锤子那边 已经喝了满肚子水 对茶室没啥兴趣 不过这边的红豆糕 却是我喜欢的口味 小哥也听说了 哎 流年不利啊 前老板叹息道 我就问 这里头难道有什么说法 我向来觉得 这位前老板不一般 无论是眼界和人脉 都广得很 前老板饶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笑道 我这老头子能有什么说法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或复旦夕 遇到流年不利的时候 世道总是会不太平 我听他话里有话 就说 不久前 我听一位长辈说 凡事都有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盛极而衰 扬极而阴盛 他说 接下来这世道 可能会斜碎滋生 乱象频出 和前老板这话 倒是颇为相似 前老板呵呵笑道 那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楼 不过甭管怎样 凡事小心为上 那总是不错的 他往外面一指 就像天要黑 那是谁都没办法的事 不过其他事情 比如是坐在 晾堂堂的屋子里 舒服地喝茶吃点心 还是在乌漆马黑的外面 胡乱奔波 那咱们 还是可以选择的 我扎摸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笑道 前老板说的是 呵呵 我也就是随便一感慨 前老板笑道 我从酒保摘出来的时候 心下颇为沉重 回到家中 刚进门在沙发上坐下 门外就传来敲门声 开门一看 果然是文秀 我听到楼上有动静 就过来看看 果然是你回来了 文秀笑道 耳朵可真够灵的 我笑 那当然了 不打扰你睡觉了 明天下来吃饭 好嘞 第二天中午 文秀在厨房中忙活 我跟大傻哥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大傻哥抱着一包薯片 一边吃 一边盯着电视 呵呵傻笑 说实话 这位大傻哥 要是忽略脸上的那些伤疤 在跑出傻呵呵的表情 还真算得上一个帅哥 姐 我前段时间 不是出去了一趟吗 我朝厨房里的文秀说道 文秀系着个围裙 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对啊 你都去干什么了 我说其他倒也没什么 就是遇到见识 挺奇怪 文秀好奇问 是什么事 我在徐州那边 遇到两个女人 她们一眼就认出了通油宝钞 我说这话的时候 注意到大傻哥抓薯片的手 微微顿了顿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因为时间太短 并不能肯定 是不是巧合 文秀吃了一惊 干脆把火一关 从厨房里出来 是什么人啊 她们怎么认识通油宝钞的 我说 我也不知道她们的全名 大概三十几岁 长得还不错 一个叫蓝姐 一个叫美姐 大傻哥嘎嘣嘎嘣地吃着薯片 表现没什么异样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蓝姐 美姐 她们还说了什么啊 文秀问 伸手握了握大傻哥的手说 那她们会不会认识我哥呀 大傻哥把薯片递过来 笑呵呵地说 吃 一起吃 文秀笑道 哥你吃 大傻哥嘿嘿笑着 又去看电视了 这倒不清楚了 这两个人嘴巴咽得很 神神秘秘的 不过那个叫蓝姐的 说过一句话 她说 这通油宝钞是他们家小姐的秘书 问我怎么会的 我说道 文秀啊了一声 那会不会他们家小姐 跟我哥有关啊 我摇了摇头 不太好说 那两个女的傲气得很 后来一言不合 人就走了 我也没法仔细问 那太可惜了 文秀遗憾道 我安慰道 以后总是有机会的 那也是 文秀很快又高兴起来 回了厨房继续做菜 我今天这番话 就是故意 说给大傻哥听的 不管她是真傻 还是装傻 但这人 绝对和姚红英背后那位小姐 脱不开关系 文秀做了一大桌子菜 不过刚吃到中途 就接到了原子康的电话 老陈 在哪呢 我刚听说林会长已经回来了 我有些意外 之前还听说林会长有事去了外地 起码要三天后才能回来 怎么这么快回了江城 要不咱们下午就去拜访一下林会长 要不然心里老横着一件事 睡不着 我说那也行 等会儿我去找他 让他先准备一下 原子康说不用 让我说个地址 他过来找我 于是吃过饭后 我就在小区外边等他 过不多时 就见一辆蓝色保时捷 刷的一下停在我边上 原子康摇下车窗 冲我招手 我做了副驾 见后座堆满了礼品 老何家可真有钱 我让他给我找一辆最低调的车 结果就给我找了这辆 咱们开过去 会不会有点显摆 不太礼貌 原子康有些担心 我说没事 老陈那可是你说的啊 待会儿见了林会长 你可要给我兜着啊 要是办不好这事 非得被我爸给骂死不可 我笑道 你紧张什么 能不紧张吗 人家是江城传闻协会会长 这身份地位摆着 我算是哪根葱呀 要不是有你这层关系 我送礼都不敢去 原子康踩了一脚油门说 瞧你这点出血 老陈你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要不是跟林会长有亲戚关系 你也错 原子康不服道 这哪算亲戚关系 当然算啊 你爷爷和林老会长是顾交好友 这关系已经算很轻了好不好 车子一路急迟 很快就到了西园门外 怎么这么多车啊 原子康嘀咕了一句 的确 今天西园外面的车出骑得多 几乎已经挺慢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车位挺好 我们大包小包地拎着 就往西园走去 刚进门 就见庭院里站满了人 三五成群 正在低声地交流着什么 这是什么大日子吗 怎么协会里的头头脑脑全来了 我有些奇怪 原子康一听 吃惊到 这些都是江城协会的首脑人物 我看了一圈 说是 基本上全来了 那要不咱们改天再来吧 原子康紧张地转身想走 我说 下次你自己一个人来 原子康一听 只好收回了要往外卖的脚步 看了一会儿 突然说 我敢打赌 那人 应该在协会里 地位很高吧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见一群人 簇拥着个四十多岁 其貌不扬的男人 正在那说着什么 就道 那是其不顺其大师 原来他就是其大师啊 原子康精神一震 你认识 我问 人是不认识 但其大师的名气 我听说过啊 听说十分擅长俘虏一道 在江城协会 算是很核心的大人物了吧 原子康说得头头是道 我说要不要带你 去认识一下 可拉倒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位其大师的脾气 就算你跟林慧长是亲戚关系 其大师也是不会理咱们的 原子康道 我见他说得信誓旦旦的 也就笑笑没管他 我去 那两个美女是谁啊 也是协会的 质量很高啊 原子康突然碰了我一下 低声道 我见从东边走过来两个人 的确是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在人群中分外惹眼 那个是赵夫人和他女儿赵明明 原子康听得一惊 赵 不会是江城赵家的人吧 那小美女的父亲 是不是叫赵启天 好像是吧 我靠 那就是赵家了 赵启天 可是江城风水界的大老人物啊 原子康嘖则道 这么厉害 我有些意外 那当然了 当年我大伯好像跟他见过几面 对他十分推崇 不过可惜 后来没有太多焦急 原子康感叹道 不过老陈你不知道也正常 赵启天那个人 好像挺难亲近的 我笑 你居然敢说 人家不好亲近 就不怕 我跟赵夫人打小报告 原子康气了一声道 我才不怕 你以为人家赵夫人会理你 我去 他们怎么过来了 咱们说话小声点 别被他们听到了 赵夫人和他闺女 想必是看到了我们 正往这边走了过来 我拍了一下原子康 主动迎了上去 干嘛 原子康疑惑地问了一句 还是跟了上来 小陈 我刚远远看着 就像是你 结果还真是你 赵夫人笑道 我笑着打了个招呼 敏仪 明明 赵明明脸颊一红 滴滴地喊了一声 陈平哥哥好 赵夫人之前就已经怀有身孕 如今肚子隆起已经很是明显 端向了我一眼道 嗯 有点瘦了 最近都忙什么 每次让你过来吃饭 你都各种借口 我忙叫去道 冤枉啊 是真的忙 赵夫人扬怒道 信你才怪 对了 这是你朋友吧 也不介绍介绍 原子康还有点猛 听到这话 猛地醒悟过来 盲嵌身道 赵夫人好 我是徐州原门的原子康 赵夫人轻一了一声 原来你是原门的 那原氏康跟你怎么称呼 那是我大伯 原子康公公静静地道 哦 当年我跟原氏康 有过庶面之缘 多年不见 他侄子都长这么大了 你大伯 最近还好吧 赵夫人笑道 原子康眼睛一红 说他大伯 在不久前 已经过世了 赵夫人愣了一下 怎么这么突然 原子康 一时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正在这时 背后一个声音称怪道 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亲自过来 听这声音 我不用回头 就知道是谁来了 小陈 你也在啊 你可是好久没来西元了 快不过来的林夫人 看到我 一了一声说道 伯母好 我笑着打了个招呼 又把原子康介绍了一下 林夫人好 原子康听说 眼前这位就是会长夫人 忙上前见礼 嗯 林夫人随意地点点头 又转向我 皱眉道 小陈 你看着可有点瘦了 是不是吃得不太好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赵夫人笑道 可不就是 我也觉得瘦了不少 明明 你最近不是新学了几样菜吗 让你陈平哥哥给你尝尝 好 还请陈平哥哥多多指点 赵明明低着头 细声细气地道 那多麻烦 咱们西元就有现成的大厨 手艺还是不错的 林夫人笑道 她突然招了招手 叫道 双 过来 我看了一眼 见林青霜 正和张浩李正二人 从外边进来 听到林夫人喊 只好往这边走了过来 怎么是你啊 林青霜有些意外地 看了我一眼 张浩和李正两人 脸色则是有些不大自然 什么你啊 她 还不叫陈平哥哥 林夫人不悦地道 妈 林青霜娇称道 还不快叫 林夫人沉了脸 陈平哥哥 林青霜不情不愿地喊了一声 林了还瞪了我一眼 林夫人笑道 双 你陈平哥哥难得来 你等会儿陪他到处转转 妈 我还有其他事呢 林青霜不满地道 赵夫人笑道 双双有事 就让他先忙嘛 明明正好闲得很 让他陪着就行 那怎么行 你这肚子都那么大了 明明还得照顾你呢 林夫人笑道 双 听见没有 伯母 敏仪 我还有点事 要找伯父商量 我插了一句道 那你先去忙你的 到时候 我让明明给你打电话 赵夫人笑音音道 今天你伯父有点忙 你可能得稍微等等 双 等你陈平哥哥忙好了 你带他到处逛逛 知不知道 林夫人道 好不容易等几人都走了 总算自在了些 一转身 就见袁子康直勾勾地盯着我 干什么 我有些莫名其妙 我靠 老陈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有这么大魅脸 袁子康上上下下打量我 刚才我没看错吧 这赵夫人和林夫人 是都想找你做女婿吧 是你眼瞎了 我没好气到 袁子康道 那个林青霜我不敢肯定 反正赵家那位千金 见到你又是脸红 又是戏声戏气陈平哥哥的 听到我都有点酥了 绝对是对你有意思 在我们说话的功夫 庭院里的人群开始走动 往义士堂那边走去 看来 今天西元是有什么大事 估计得等等了 我说 袁子康道 只要能见着林慧常 等多久咱都等 我们正准备找个地方坐一坐 就见齐不顺 领着一群人走了过来 我去 那不是齐大师吗 袁子康连忙拍了我一下 小陈先生 多日不见 齐不顺笑着冲我拱了拱手 齐叔好 我笑道 这位齐叔 还是一副不修蝙蝠的样子 看着浑然不像一个风水师 倒像是一个 不太注意形象的数学老师 小陈先生 跟着齐不顺过来的众人 也纷纷打招呼 大家好 我也只好一一回礼 又把袁子康介绍给众人 齐大师好 各位前辈好 袁子康连连作一 齐不顺跟我边走边聊 刚才我看你和林夫人 赵夫人说话 就没过来 你今天来西元是有事 我说是找林伯父有点事 那你得等等了 今天你伯父 可能得忙到很晚了 齐不顺道 我有些好奇 是出了什么大事 齐不顺笑道 还真被你说中了 对了 你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 要不就跟我们一起进去听听 说不定 你还能给我们提点建议 我心想去听听也好 总比这样单等着好 就点头同意了 那就走 齐不顺喜道 于是我和袁子康就跟着他们一起 进了议事堂 这议事堂格局十分大气 是江城协会平日里 用来议事的地方 此时进道场中的 基本上都是协会的首脑人物 我和袁子康随便找了个角落做了 老陈 原来你跟齐大师那么熟啊 袁子康凑过来低声道 还行吧 之前打过几次交道 我说 那人家为什么要叫你小陈先生 不是应该叫小陈吗 为什么要加个先生 这我乃知道 不是啊 这是协会的内部首脑会议吧 咱俩在这儿合适吗 怕什么 等众人一一落座 就见林伯父带着两个人从外面进来 坐到主座上 一段时间没见 发现这位林伯父脸色憔悴了不少 眼睛不满血丝 显然颇为操劳 那位就是林长宏会长吧 袁子康低声问 我说是 袁子康道 跟曹会长又是另外一个风格 林会长更斯文鲜 我说那是的 曹会长本身自己 就是个出色的风水师 但林会长只是对理论有所了解 他更擅长的则是管理和经营 最近发生的事情 大家想必也都清楚 咱们先一一一对策 林会长道 会长 小陈先生今天也在 坐在林会长右手边的棋不顺说道 林会长哦了一声 扫了一圈 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我俩 小陈你过来坐近点 林会长喜道 我和袁子康 只好往前坐了坐 旁边众人也一一和我打招呼 那就先来谈正事 小陈你最近不在江城吧 大概很多事情不太清楚 林会长道 边上一个278岁的短发女子笑道 我来给小陈先生介绍一下吧 我一听 才知道原来最近的江城 局面远比我想象的更为复杂 半个多月前 老街上的刘大仙 被头发勒死在自家店里 几天前 福旺阁的张大师 溺壁在运河里 身子诡异的干瘪 如同干世 而这两个事情 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江城风水界 接连有人死于非命 而且死状极为诡异 甚至杨远宁有两个弟子 也在四天前的一个晚上 离奇惨死 当天晚上 杨远宁两个弟子 本来是护送本地一个老板出城 这个老板据说是在乡下祭祖的时候 招惹了邪碎 专门去求了杨远宁 替他排忧解难 当时杨远宁就派了两个弟子前去 这种招邪的问题 不算什么大事 两个弟子很快就把那个老板身上的邪碎给除掉了 只是那个老板心里还是害怕 就拜托二胡送他一程 去寺庙了 再住一段时间 谁知车子开到半途的时候 那司机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一个人影 司机吓了一大跳 立即猛踩刹车 但等他们停下来一看 却发现什么人也没有 杨远宁两个弟子四周查看后 就司机继续开 结果开了不到一百米 车子又差点撞到一个人影 杨远宁的两个弟子顿时觉得有些不对 怀疑是有邪意作祟 当时二人就将车子贴上了阵邪符 并且给司机试了个清心咒 让他继续往前开 这一回 司机果然开了好远都没有再出事 路上顺顺利利 再没有发生什么古怪的事 可直到他停下车 往身后一看 才吓得魂飞魄散 车后坐上一片星红 杨远宁两个弟子和那个老板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惨死在车里 三个人血肉模糊 如同被什么野兽给撕咬的不成 人形 但最可怕的是 那个司机居然一直在往前开车 途中根本没有发觉有任何异常 那司机当时就差点下风了 当时杨远宁亲自出马 调查徒弟的死因 不过至今也没有下文 除了这事之外 另外还出了几桩惨事 死得无一例外 都是本地风水界人士 我听得暗暗皱眉 这看起来应该是邪罪为货 但通常来说 最容易遭殃的应该是普通人才是 但为什么反而是身怀法术的悬门中人 最先遭殃 这实在是有些蹊跷 我忽然想到了师伯推算的 悬门衰落 风水界大乱将至 天发杀鸡 龙蛇起路 如今邪罪见起 难道真是阴阳逆转的苗头 意识堂中 众人一直商议到入夜 最后决定 由协会几名首脑 带人分别调查之前发生的几桩惨货 会长 我想请小陈先生协助我们 其不顺道 林会长笑道 这是 那你要问问小陈了 我可做不了主 好 其数有事尽管说 我也干脆递倒 毕竟这是关乎整个江城风水界 甚至牵涉到整个悬门 谁也脱不开关系 等意识堂散会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西园里早就准备好了饭菜 餐会的众人就在这里一起吃饭 之后就准备各自行动 我和袁子康 跟着林会长去了书房 林会长 我是徐州原门弟子袁子康 因门内变故 家父脱不开身 所以让我先过来拜会林会长 袁子康公公静静地道 林会长笑道 你是小陈的朋友 那就不要见外 叫我一声伯父即可 袁子康大喜 是 林伯父 林会长微微一叹 道 你大伯的事 我在回来的途中 听说了 实在令人扼问 提起此事 袁子康眼圈又是一红 林会长点头道 你的来意 小陈都跟我说了 咱们都是同道中人 本就该守望相助 最近一段时间 事情实在太多 我无法走开 等稍微空一点 我亲自去一趟徐州 拜会原门主 谢林伯父 怎么敢劳烦您过去徐州 应该是我们来拜会 袁子康激动道 林会长笑道 都一样 之后又聊了一些家常 我俩就跟林会长告辞 从书房退了出来 到没人处 袁子康赶紧给远在徐州的父亲 打了个电话 等他挂了电话 满脸喜色 我爸说 他过几天亲自来一趟江城 还夸我做得好 干得不错 我朝他竖了的大拇指 袁子康 我听到话是这么说 不过没有你做中间人 我怕是要进这个门都难 哪有这么简单 不过老陈 我真没想到你在江城协会 居然有这么强的人脉 好家伙 我看整个江城协会的人 都很给你面子啊 正说话间 就见林夫人迎面走了过来 小陈 你跟你伯父都聊好了 林夫人笑一迎地问 我和袁子康过去见了个礼 说都已经聊好了 那正好 我把双也叫上 咱们一块吃个饭 林夫人笑道 我一听 赶紧找了个借口 说齐叔那边还在等着我 我俩得赶紧过去 这期不顺也是的 再急的事 也不能不能吃饭 林夫人埋怨道 那好吧 忙正事要紧 等你空了 一定要过来啊 我连声答应 拽着袁子康赶紧走 索性饭也不吃了 刚到西园门口 就见一群人等在那里 小陈先生 我是张斌 我们这些人就跟着您了 一切听从您吩咐 为首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 满脸笑容地上来说道 我对他有点印象 是协会里几个 重点培养的年轻骨干 我大致问了一下情况 才知道其他人都已经离开 连夜开始行动 张斌这队人 是专门在这边等着我 我转念一想 就问有没办法 看到几个人的遗体 现在的话 只有那位刘大仙 因为无亲无故 所以遗体 从局里转出来后 暂时保存在咱们协会 张斌回答道 我就说 那先过去看看 是 张斌让其余队员守在原地 他带着我和原子康 去往存尸房 江城协会的存尸房 是按照古制建造的 跟现代的停尸房 截然不同 保存尸体的地方 也并没有用冷柜 而是用了一个 巨阴气的风水阵 张斌叫人 把遗体拉了出来 掀开麻布 就见到了那位 刘大仙的尸体 这刘大仙 我见过几次 但如今几乎 已经认不出来了 脸色灰败 眼球突出 脖子上是一圈圈 触目惊心的勒痕 而且尤为可怖的是 在他的口中 鼻中 耳中 都能隐约见到 黑色的发丝 很奇怪 一直有头发 从他的体内长出来 张斌道 我戴了一双蝉蝉手套 从他的耳中 拽出一根发丝 越拉越长 最后拉出来 足足有一米多长的 一根黑发 我叫人端了一盆水过来 把那根发丝 放入水中 老陈 这是干什么 原子康在边上问 我回头见他 用手捂着口鼻 脸色发白的 笑道 没见过这种场面 原子康摇头 死人倒是见过 不过真没接触过 这种阴暗 所谓的阴暗 是我们行内的说法 就是跟斜碎有关的事情 而这种要是死人的话 尸体往往都会十分恐怖 其实在早前 特别是古代 风水师 是很容易接触到阴暗的 不过到了近些年 世道还算比较安稳 大多数风水师 也就是做些 给人看看宅子风水 指点指点目的位置的事情 像原门这种风水师家 其后辈子弟 虽然也是秉承祖训 从小学习符咒风水术 但往往并没有什么 实际使用的机会 更别提接触一些斜碎阴饰 正说话间 水中的那根发丝 突然像活物一般 在水中游动了起来 我去 圆子库倒吸了一口冷气 张斌也是一脸凝重 这是长发阴生 啥阴生 圆子康不解 张斌道 长发阴生 说明这头发的主人 因煞气极重 导致这头发 都能呈自行生长 还能在水中成活 小陈先生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 我点头说 这种情况 一般出现在水中 有些人在水中突然溺毙 在检查他们的脚踝时 就会发现 上面有细细的勒痕 这就是那种 阴生的长发在作祟 往往是有怨气极强的女尸 沉在江底河底 她的头发从淤泥中长出 像水草一样飘在水中 一旦有人经过 就被长发缠住 拖入水中溺死 这说明 把刘大仙活生生勒死的东西 阴煞极重 而且是跟谁有关 难道是溺毙的女鬼 原子康脸色有些发白道 我看了一眼 水中那根蜿蜒扭动的发丝 道 咱们先去一趟 刘大仙的店里看看 从存湿房出来 张斌已经准备好车 一行人直奔老街而去 因为老街上 接连出了两件怪事 所以沿途的一些店铺 早早就关了门 显得颇为冷清 我们下车后 推门而入 一进入房间 就觉一股阴森之意扑面来 刘大仙的店规模不大 里面的摆设也十分简单 一眼就能看下来 天花板道 人就挂在这里 当时天花板上面缠满了头发 就跟从里面长出来似的 的确是挺吓人的 我又在四处转了转 四面墙上都贴了好些符路 大多是阵邪必煞用的 另外在东北角上 还悬了一面青铜照妖镜 地板上有很多划痕 像是那个刘大仙 被头发勒住之后 在地上抓出来的 我走到屋外 见前面还开着一家烧饼店 就买了一大袋的千层饼 招呼大家来一起吃点 老板 最近生意还行 我笑问 那老板五十来岁 人干干瘦瘦的 叹气道 这不 前段时间老刘头突然死在了店里 而且传得特别吓人 现在晚上都很少人过来这边了 老板 您和刘大仙挺熟的 我一边吃这饼 一边问 那当然了 几十年的街放了 能不熟吗 我看你们刚才进老刘头的店了 你们是来办的吧 老板问 林了又叹了口气 这案子 怕是不好办哦 这怎么说 我笑问 老板压低声音道 小哥 不是我迷信 老刘头这死得不明不白的 我看呐 估计是 算了 不说了不说了 省得误导 你们办案 我笑道 我们不是来办案的 我们是老刘的同藏 觉得他死得蹊跷 所以来看一看 同行 老板打量了我们一眼 你们跟老刘头是同藏 那也就是说 你们也是办那种事的 对 差不多 我笑说 老板顿时来了精神 你们既然是老刘头的同藏 那我得跟你们说道说道 我觉得啊 老刘头这回肯定是撞邪了 我问这是怎么说 老板道 我听街坊门都在传 老刘头是被头发勒死的 这哪是人干得出来的事 绝对是跟那种东西有关 老板你说的有道理 我点头道 老板一听 不好意思地笑道 我也就是瞎分析 不过嘛 我这几天老在想 老刘头的死 会不会跟那对妇女有关 我问是那对妇女 老板干脆拖了张凳子 过来坐下 这事情嘛 就是老刘头死的量 应该是两天前 当时是下午 我这店里也没啥生意 就跑过去找老刘头捞捞课 我俩刚吃了几粒花生米 老刘头店里就来了生意 这来的呀 就是那对妇女 那个男的大概三十几岁吧 女儿也就八 九岁的样子 当时两个人 看起脸清纯白的 而且急得不得了 一进门 那男的就喊刘大师在吗 哪位是刘大师 救命啊 知道老刘头才是大师后 那男的就抓着老刘头的手 说他儿子不见了 求老刘头给他算算 救救他儿子 我跟老刘头 做了那么多年街坊 也看过不少来他家算命的 这种找人的事 也不少见 老刘头就让他先不要急 让他慢慢讲 那男的总算稍微平静了一点 说是他老婆因病早逝 只给他留下了一对儿女 儿子比女儿小一岁 一家三口住在城南那边 前天晚上 他下了夜班回来 已经是快十一点钟了 他闺女和儿子 是睡的一个房间 姐弟俩上下铺 他一进门 姐姐就过来拉着他说 弟弟一直很害怕 说有东西 在盯着他 不敢睡觉 男人就跟着姐姐进了房间 见儿子缩在床上 在瑟瑟发抖 问他 他就说害怕 但至于究竟怕什么 却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男人辛苦了一天 本来就很累了 觉得孩子只是做噩梦了 安抚了一下 就去洗澡睡觉了 结果 睡到差不多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突然听到女儿 在隔壁大喊大叫 他吃了一惊 忙跑过去一看 就发现房间里 只剩了女儿一个人 他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了 弟弟不见了 弟弟不见了 姐姐显然受了惊吓 又哭又叫 男人也是寒毛直竖 但整个房子里都找遍了 也不见儿子踪影 他赶紧跑下楼 又是调监控 又是喊人一起帮着找 但结果那孩子 就跟凭空消失了一样 监控里也没看到 那孩子有出去过 后来那男的实在没办法 听说老留头铁口神算 准得很 就来求老留头帮他算算 老留头听完之后 就又仔细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问了他家儿子的生辰八字 算过之后 老留头就批出了一个条文 对了 老留头跟别人算命的法子不一样 他就是要批条文算的 而且特别准 老板说的批条文 其实指的就是 刘大仙精通的铁板神术 铁板神术 又叫铁板神术 是传承悠久的 几大命理数数之一 精通此数的大师 通常以算盘拨打计算 以此批出条文 不过老留头当时一看那条文 脸色都变了 老板说到这里的时候 拍了一下大腿 估计是算出了什么 很蹊跷的东西 我问老板 有没看到那批文写的什么 没有 老留头只是看了一眼 就被那批文给烧了 又跟那对妇女说 让他们别找了 找不到的 那男的一听 就生气了 质问老留头 这是什么意思 老留头就叹气说 你儿子只怕是 已经没救了 劝他们也不要再去找 否则会惹祸上身 那男的一听 顿时气急败坏 骂老留头就是个骗子 是个混账 他这一吵 那小女孩就挖得哭了起来 跪下来给老留头 喷喷磕头 求他救救他弟弟 那男的一看 也是泪流满面 跪下来央求老留头 说他实在太过 担心儿子的安危 口不择言 求老留头 一定要救救他儿子 父女俩哭成一团 老留头还是心太软了 看不过眼 就答应了下来 让他们先回去 他来想想办法 结果这是过后不久 老留头就惨死在了店里 唉 不管你们怎么认为 我始终就觉得 老留头的死 肯定和那对妇女的事有关 听老板把事情说完 我是觉得有些蹊跷 就问他知不知道 那两个妇女的住处 只知道 他们是住在城南 具体的就不太清楚了 老板摇头道 张斌想了想到 小陈先生 我马上找人去查一下 一对妇女 再加上最近儿子失踪 应该不难查 见我点头 张斌立即过去一旁 打了个电话 老陈 这是咋 听着这么邪乎 袁子康嘴里塞了一块千层饼 有些含糊不清地说 我说 不邪乎用得着咱们插手吗 袁子康想想 那也是 对了老陈 你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啊 你说呢 我想这事情 有些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 估计也跟我差不多吧 袁子康嘀咕道 我懒得理他 又跟老板打听了几句 过了有小半个钟头 张斌那边有了消息 已经查到了那对妇女的地址 我让其他人先守在这边 带了袁子康和张斌 先开车过去 那对妇女姓廖 父亲是在外贸公司跑销售的 工作很辛苦 经常都要很晚才能回来 身份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车子在城南一个老小区外面停下 就那栋楼 七层 张斌带着我们爬楼梯上去 正好看到一个疤 九岁的小姑娘 端着个脸盆 从屋里出来 那小姑娘脸色苍白 一双眼睛怯生生的 看到我们愣了一下 你是玲玲吗 我笑着问道 那小姑娘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才点点头说 你是谁啊 娇嫩的童鹰 略有些沙哑 我是算命馆刘大师的朋友 你爸爸在吗 我笑着问 玲玲一听 立即端着脸盆跑回屋里 喊道 爸 外面有人来了 说是刘大师的朋友 只听到屋里一阵响动 然后走出来一个身形消瘦的男人 满脸的胡渣子 眼泡发肿 整个人看起来极度憔悴 想必这人就是廖富了 你 你们是刘大师的朋友 廖富一开口 声音十分沙哑 前面几个字 差点听不到 他马上又加重了声音 你们真是刘大师的朋友 见我肯定 他眼圈一红 忙把我们请进了屋 都是我害了刘大师 都是我呀 我害了刘大师 廖富嘴里一直念叨着 我见他精神状态极差 就问 为什么说是你害了刘大师 廖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 然后又突然提高声音道 是我找刘大师 算我儿子的下落 刘大师本来是不肯的 是我和玲玲苦苦哀求 刘大师才答应了下来 谁知才过不久 我就听说刘大师居然 肯定是因为我们的事 我见他情绪激动 先把他安抚了下来 然后又问了当时 在算命管事的情形 廖富复述了一遍 基本上跟烧饼店老板 讲的没有什么出入 后来刘大师有再联系过你吗 有一次 廖富道 是刘大师出事前的一个晚上 是我主动打电话给刘大师 想问问事情怎么样了 当时刘大师好像很急 说他现在有急事 以后再说 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问了一下具体时间 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 在这之后 廖富就再没跟刘大师接触过 整天就带着闺女 四处地找寻儿子下落 我起身在屋里转了转 廖家的房子不大 两室一厅 廖富的卧室隔壁 就是玲玲姐弟俩住的地方 里面一张双层床 还是有一个衣柜和书桌 墙壁上贴着几张漫画海报 这也看不出什么啊 袁子康转了一圈下来说 我对廖富道 能不能麻烦你们父女俩 随我去一趟刘大师的店里 当然 当然可以 廖富抓了抓头发 去披了一件衣服出来 带着女儿随我们下楼 上车后 廖富有些迟疑地问 你们是刘大师的朋友 那你们是不是也懂 那方面的是 他说的那方面 我们都明白 袁子康笑道 略懂 哦 好好 廖富连连点头 车子很快回到老街 留大仙风水馆前 看到一群江城协会的人 守在那里 廖富好像有些吃惊 不过并没语问什么 对了 就是这对妇女 烧饼店老板 从店里出来说 廖富被灯光刺得瞇了瞇眼 也认出了老板 是您老啊 我邀请老板 跟我们一块到店里 当时你们在哪算的卦 进屋后我问 老板和廖富同时往个地方一指 在那儿 我去刘大仙的书架上翻了翻 找到一卷 黄吉分金术 这是铁板神术最常用的条纹 共计一万两千条 不过不同的算命师 用的黄吉分金术 版本略有不同 另外也有个别的 是使用特殊的一种条纹 另外在抽屉里 我还找到了一幅纯银打造的算盘 对了 当时老刘头就是拿着这两样 给他们算命的 老板马上到 我坐了刘大师的位置 又让老板和廖家妇女二人 按照当时的情形做好 你们还记不记得 刘大师算卦的时候 都问了你们什么 廖富道 我大致还记得 主要一个是问了我儿子生辰八字 还有我们住了 另外还问了我儿子失踪的时间 以及我家孩子锁住房间的嘲笑 廖富说了大部分 老板在旁边又补充了一下 我宁神片刻 拨了下算盘 数分钟后 我在黄积分金术中 找到其中一个条纹 其实神算一道 全凭灵机一点 其实我就算完全按照 当时刘大师计算的步骤 也不可能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但总归是有些参考价值的 这条纹上的字我都认识 怎么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原子康盯着那道条纹看了半天 普通人看不明白很正常 因为里面的字句 都是有特殊含义的 需要解析 我让张斌派人 把廖家妇女先送回去 咱们去个地方转转 那个 小陈先生 是不是有我儿子的下落啊 廖富激动地问 等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我安抚了他一下 带着原子康和张斌出门 张斌发动车子 问我往哪里 一直往东开 到没有路的时候 再往右拐 老陈 你还会铁板神术 途中原子康诧异地问 有什么奇怪 我看着窗外的 原子康道 这当然奇怪了 你怎么会学铁板神术的 据说这玩意儿 可不好学啊 我是个相师 会铁板神术 不是很正常 原子康愣了一下 直愣愣地盯着我 等一下 你是个相师 当然 我靠 打从我认识你开始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你跟相师有半毛钱关系 不是用俘虏法咒 就是直接拳脚格杀的 有你这么暴力的相师吗 原子康一脸不幸 干什么 相师就不能有点业余爱好 我 原子康一时噎地没说出话来 车子一直往东 行驶了有六七公里 到了平潭路时 就是个钉字路 张斌照我说的 打方向盘朝右拐去 在开了一阵之后 前面出现了一条河道 我让张斌靠边停车 三个人下车 来到河边 这条河是个南北走向 河面不宽 由于天色已晚 河道边上也没什么人 我顺着河道往南走了一段 河面的水流很平稳 不虚不及 但到了一个地方 流速突然有些变化 我手揣在兜里 飞快地掐散了一番 蹲在河岸边往下看 水面十分浑浊 黑沉沉 老陈你看什么 原子康问 有没闻到什么 我起身看了看四周 原子康用力吸了几口气 没什么呀 能有什么味道 这一段河道 算是相当偏僻了 河两岸的树木十分茂盛 有些树干弯了下去 有小半截都沉入了水中 我起了一道符 屈指往前一弹 浮路悬在空中 无风自然 晃晃悠悠地朝着河面落去 这是干什么 咦 原子康问到半截 突然疑了一声 燃烧的浮路 落到水中 那团浮火 却并没有熄灭 而是继续往水下沉去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一朵橘黄色的火焰 在水中缓缓下沉 你这么什么浮 什么火 原子康诧异地问 我没空跟他解释 紧紧盯着水面 那团浮火越沉越深 随着火焰落下 原本黑沉沉的河水 似乎变得透亮起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 原子康努力睁大了眼 盯着水面看 张斌端向了半天 速声道 是有东西 下去看看 我朝前踏了一步 就笔直地落入了河中 紧接着扑通扑通两声 原子康和张斌二人 也先后落下 我们三个人用了个锁身装 身子如同石头般往下坠去 那团浮火 还悬在水中 再沉再浮 这段河道的水特别深 温度极度 触体阴森刺骨 水面之下 被火光照出一个个黑影 那些黑影就像是从河底的淤泥中长出来的 悬在水中 微微晃荡 突然间 其中一个黑影慢悠悠地转过身来 赫然是一张苍白的人脸 我心头一领 再定睛看去 这些悬浮在河底的一道道黑影 赫然是一具具尸体 双脚被漆黑的头发缠绕 如同从河底长出来一棵棵怪树 旁边咕咚一声 冒出一个气泡 原子康在水中扑腾了一下 大概是被吓了一大跳 没避住气 呛了一口水下去 河水浑浊漆黑一团 但在夜眼的加持下 事物并不困难 我突然看到有个东西 以极快的速度顺着水流飘了出去 立即截举斜指朝前一点 然而在水中 与陆地大不相同 这出手之间就有了一丝偏差 转眼那东西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三人从水中浮了出来 回到岸上 原子康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 小陈先生 我马上叫人过来 张斌立即打电话 原子康差点把眼泪给吐出来 他刚才在下面 可以说是吞了一口泡湿水下去 守在老街的那队人 很快赶了过来 潜入水中 以加持过符咒的剪刀 将河底的长发一一剪短 那些个尸体没了束缚 顿时晃晃荡荡地浮出水面 粗粗一看 至少有十来句之多 这当中 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双手举在胸前 两只眼睛直直地盯在前方 会不会是零零的地点 原子康兔的脸色惨白 过来说 这句童诗 虽然在河水中泡得有些变形 但模样依稀 还是跟在廖家见过的合照上 那个男孩十分相近 应该就是廖家失踪的那个孩子 无疑了 小陈先生 我已经把这事跟齐大师汇报了 他马上会赶过来 张斌脸色也是极为难看 我理解他的心情 原本我们都以为 出事的只是我们风水圈子里的几个人 可没想到 仅仅在这段河床里 居然就隐藏了这么多具尸体 这些明显都是普通人 在咱们江城 怕是有几十年 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阴暗了 张斌咬了咬牙道 过不多时 齐不顺就带着人匆匆赶来 看到河底捞出来的尸体 他也是脸色阴沉 齐叔 其他地方有什么发现 我和齐不顺走到一旁 低声问 齐不顺皱眉道 还是你这边最快 其他人还没有什么进展 这事情有点不对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有些疑虑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出了这么件事 可以看作是巧合 或许刚好就是江城出了个什么邪碎 到处为祸 但是短短半个月不到 居然就有这么多人诡异惨死 而且 这当中还包括了普通人和悬门中人 这当中的问题就复杂了 不过一时之间 我们也琢磨 不出什么 齐不顺 让人将尸体先收了 协会这边也已经通知了官方部门 这一下子 死了那么多人 必定会引起轰动 所以 在事情未解决之前 一切还是低调处理 此时天色夜深 我和袁子康浑身湿漉漉的 索性就在边上买了身衣服 找了家酒店 洗澡住下 第二天一早 我俩随便吃了几口早饭 就再次来到了廖家 出事的前几天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我问父女俩 未免二人太过激动 我暂时没有说 已经找到孩子尸体的事 廖父回忆了半天 实在想不出什么 玲玲在边上默不作声的 突然说 我想起来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就是那天 爸爸你说 要去楼上谈点事情 让我和弟弟在下面先玩一会儿 玲玲细声细气地说 廖父震了一下 才想起来 你是说那天 我问她是怎么回事 廖父道 是这样的 那天我本来接了两个孩子回家 后来路过王室集团的时候 哦 我们和王室集团有业务往来 我当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让两个小孩在下面等一等 我上去找一下人 她跟我们解释了一遍 又问闺女 那天怎么了 玲玲道 那天 爸爸你上去后 弟弟说 要吃冰激凌 我看旁边有卖的 就让他等着 我去买 等我买回来 我就发现在他蹲在那里 有点傻呆呆的 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我问他 他也不说 后来吃了冰激凌 才好点 爸爸下来之后 我们就回了家 晚上睡觉的时候 弟弟突然又说害怕 不敢睡 我就问他 到底怎么了 他说 有人要把他抓去吃了 我就说 你是不是看那种鬼电影了 他说没有 然后就要跟我一起睡 我就说那好吧 你别乱想了 爸爸这么辛苦 你别让他担心 弟弟就说好 我俩 就一起睡在下面这张床 第二天 弟弟本来还想跟我睡的 我说 你是小男子汉 怎么能老是跟我睡在一起 这样不好 弟弟就回去 上面睡了 结果我一睡醒 弟弟就不见了 爸爸 是不是我害弟弟不见了 玲玲说着说着 就呜地哭了出来 不是的 不是的 廖父 把闺女搂在怀里 一时间也是泪如雨下 我和原子康看得心酸 玲玲乖 这是跟你没关系 我安慰到 玲玲哭得稀里哗啦 这事儿大概在小姑娘 心里憋了很久 她生怕是自己害死了弟弟 这一哭起来 就格外的凶 等父女二人情绪平复一些 我又仔细问了当时的情形 不过那时候 玲玲去买冰激凌 并没有留意到她弟弟那边 发生了什么事 而廖父去了楼上 谈业务上的事情 也全程不清楚来龙去脉 从廖家出来后 原子康眼睛有些发红 多可爱的两个孩子 卧槽他妈的 到底是什么邪碎作怪 难怪我爸说 咱们做风水师的 遇到邪碎 如果能力所及的话 就要把他给除了 不要视而不见 现在我才明白 我爸说的道理 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走吧 下楼打了个车 车子开到一半 原子康的心情 才好了一些 问我 咱们去哪 我说 王氏集团 半个小时后 我们在一栋 十分气派的大楼前下车 楼前有个小广场 边上停着许多豪车 我四处看了看 不远处 有个卖冰激凌的小店 那天玲玲姐弟俩 应该就是在这里 等着廖父下来 不过这地方 也正常的很啊 风水也没什么特别的 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原子康转了几圈回来说 我俩在下面停留了一会儿 进了大楼电梯 去哪 原子康问 查查监控 再看看当天 有没有人留意到 玲玲姐弟俩 我说着 按了个顶层 原子康道 监控还算好查 但这人咱们要怎么问 这地方上班 都是群精英白领 眼睛长在头顶上 人家会里咱们吗 电梯很快就直打顶层 小陈先生 您怎么来了 正好一个穿着 高级职业套裙的美女路过 看到我们 快步迎了上来 我对她有点印象 是王若宇手底下的 行政部经理 你们老板在吗 我问 领导和小梅 现在好像都出去了 小陈先生 要不您 先去她办公室做一做 美女经理笑道 或者小陈先生 您要是有什么急事 可以先吩咐我去办 我也就不客气 让她帮我掉下 广场里的监控 另外问一下 楼里的所有员工 让他们回忆回忆 那天下午 有没看到这两个孩子 没问题 我马上去办 小陈先生 明先坐会儿 美女经理 马上下去安排 我也没进王若宇办公室 就在旁边 找了个休息厅坐了 老陈 你什么情况 袁子康诧异地盯着我问 你哥这儿 好像地位挺高啊 我没理他 给朱小梅打了个电话 你俩在哪呢 我在你们公司里 手机那头 传来朱小梅惊喜的声音 你在公司 在江城 我说是啊 你等等 我掉个头 朱小梅在电话那头叫道 显然是 她是正在开车 你快到公司楼下等我 我马上到 说着就挂了电话 我有些意外 听朱小梅的口气 似乎很是焦急 于是叫上袁子康 跟那位行政部的美女经理 打了个招呼 就坐电梯下了楼 在下面等了五六分钟 就见一辆蓝色保时捷 刷地冲了过来 在我们跟前一个急停 车窗摇下 里面一个白色职业套裙 打扮干练的美女 冲我们执招手 小梅姐 一段时间不见 差点不认识了 我打句道 朱小梅现在 一直跟着王若宇做事 或多或少 也学了一些 王若宇的出事风格 看着十分干练 和当初那个 有些怯懦的姑娘 截然不同 朱小梅踩油门 打方向盘刷的一个掉头 驱车往外急驰 我嫂子出事了 你回来了正好 朱小梅甚至来不及 跟我打招呼 可以想象 心里是有多着急 我问怎么回事 我嫂子现在被人扣在堵 敞了 我是回来筹钱的 朱小梅一边飙车 一边倒 我听得有些一头雾水 王若宇这样的女人 怎么会跟赌 常扯上关系 还被扣在那里了 是因为她的一个堂弟 嫂子是去救她的 结果现在也被扣住了 朱小梅急忙解释道 我有些好奇 哪个堂弟跟她关系那么好 当初王若宇和整个王家闹翻 要不是家里那些长辈苦苦挽留 并且答应 有她来掌管整个王家 王若宇早就独立出去了 朱小梅气道 那个堂弟本来还算争气 为人挺踏实 能力也是有的 在我嫂子手底下干得不错 谁知道会出这种事 车子在一栋12层的大楼前停下 黄亭娱乐会所 从规模上来说 在整个江城不算太大 但档次却是拔尖 虽然整栋楼只有12层 但占地面积极大 一楼是全市酒吧和KTV 二楼到六楼是桑拿喜遇会所 剩下的就是堵 厂以及豪华套房 这黄亭娱乐会所 里面单单美女员工就多达上千 而且颜值整体水准极高 不过这会所里 真正的主营项目 却是八楼和九楼的赌场 这里保密度极高 只接待熟客 朱小梅把车随意一停 就带着我们往八楼走去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太心急了 我叫朱小梅 等电梯的时候 朱小梅抱歉地跟袁子康打招呼 没事没事 小梅姐好 袁子康连忙到 电梯直达八楼 堵 厂内装修的富力堂皇 到处都是堵桌 不过这会儿时间还早 并没有多少客人 朱小姐来了 钱筹好了 迎上来几个人 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 冲着朱小梅咧嘴笑道 朱小梅没有理她 带着我们进了其中一个包间 里面一群人 堵桌上坐着两个人 双方正在对赌 一方是个气质冷艳的美女 正是王若宇 她平时总是给人一种 十分笃定的感觉 气场强大 但此时脸色却是有些发白 额头上吟有汗光 坐在她对面的 是个年轻的公子哥 头发梳得油光滑亮 一身白西装 翘着二郎腿 神态悠闲 在她面前 已经堆了一堆的筹码 而王若宇这边却是所剩无几 堵桌旁围着一圈人在看 另外还有一些个 腰圆绑宽的大汉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茶 一个鼻青脸肿的年轻人 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 八成就是朱小梅说的 王若宇那个堂弟 钱终于来了 那公子哥看到我们进来 抬了抬眼皮笑道 王若宇回头 看到我 愣了一下 随即神色一喜 朱小梅来到王若宇身边 低声道 嫂子暂时只能筹到五千万 那公子哥一听笑道 才五千万 只怕是不够你输的吧 再来的路上 我已经听朱小梅 把事情大致说了 对面这个公子哥 姓秦 人称秦少 是江城秦家的子弟 这秦家在江城根基身后 设计的产业无数 论实力还在王家之上 当时王若宇正在公司 会见一个从外地来的老板 他堂弟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但是电话那头说话的 却不是他堂弟 而是赌场的人 跟他说 如果还想要他弟弟的命 就赶紧来皇庭娱乐会所 等王若宇带着朱小梅赶过去 就见他堂弟 被打得鼻青脸肿 给扣在那里 在他得知自己这个堂弟去赌后 王若宇自然是气得不行 但他原本 也自以为是弟弟欠了一点钱 谁知道了之后 才发现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跟他弟弟对赌的 是秦家那个公子哥 而且自己弟弟一输 竟然输了六千万 而且输了钱还不算 居然把自己一条命给压上了 结果最后还是输了 见到王若宇过来 他弟弟直接跪在地上 哭得稀里哗啦 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稀里糊涂输了这么多 气得他真想狠狠地 踹他那个弟弟击脚 要是换了王家其他人 王若宇恐怕直接就不管了 偏偏是这个弟弟 平时人品秉性方面都是不错 和他关系也挺好 他是实在狠不下这个心 当时他就提议六千万他来给 再用一千万 买他弟弟这条命 那秦少却是摇头 说这条命不卖 必须要他弟弟去跳楼 王若宇强压着怒火 说如果闹出人命 就算是秦家也不好过 那秦少却是半点不在乎 说这人是自己签约画鸭 又是自己跳楼 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 王若宇从一千万 加价到五千万 结果那秦少就是不松口 最后才到 除非是王若宇跟他赌一场 让他把他弟弟的命赢回去 王若宇不肯 那秦少就下令 让赌场的人当场执行处置 把他弟弟扔下楼 最终 王若宇还是硬不下心肠 只能和秦少对赌 王若宇也留了个心眼 要求赌最简单的 两人各自摸一张牌 然后翻开 就是比大小 这样一来 就纯粹是比运气 那秦少一口答应 王若宇事先调了六千万过来 兑换成筹码 结果从一开始 他就连连亏输 六千万 很快就只剩了几百万 而且他发现自己 已经赌得有些眼红了 竟然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王若宇是个很清醒的人 他立即感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就借口身边没钱了 让朱小梅去筹钱 他趁此机会 想好好理清一下事情 但他左思右想 也没想明白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钱到了 咱们继续 秦少抿了一口红酒 潇洒地道 王若宇道 今天我太累了 不如下次我们再继续 秦少像是听到了 什么天大的笑话 摇头大笑 王总 你这身材和脸蛋 那是真漂亮 我都看得眼馋 不过这脑子嘛 可有点不大好 谁家的赌局会拖延到下回 这话可谓是下贱之急 王若宇被他气得翘脸发白 我这弟弟和你有仇 他冷声问 秦少不屑地道 就这小鳖三 也配合我秦大公子有仇 那是我王家和你们秦家有怨 那倒没有 那是我王若宇 和你秦少有仇 哼 那也没有 不过就凭王总这样貌 你想跟本少爷来点什么的话 本少爷倒也不介意 王若宇强压着怒气 韩生道 既然如此 那你们秦家 是故意想跟我王若宇为敌了 秦少气得笑了一声 脸色阴沉地道 我承认你有点能力 长得也好看 不过就凭你一个女人 想要我秦家跟你为敌 你也配 不过 看在你长得有几分 姿色的份上 本少爷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来伺候本少爷一个月 再把王家的产业归入我们秦家旗下 本少爷可以做主 放你一马 你是疯了 王若宇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 其实在江城的整个商业圈子里 王若宇这个女强人 是很出名的 年纪轻轻 但是做事雷厉风行 一手把王家拉了起来 打理得风生水起 连很多老一辈都赞不绝口 我虽然对这秦家不太了解 不过以前听贺锦唐点评过 这秦家总体上 也就是稍稍压了王家一头而已 这姓秦的小子 哪来那么大的口气 敢当众说出这种话 王若宇虽然年轻 却是整个王家的当家人 那是可以跟他老爹平起平坐的 本少爷让你伺候 那是看得起你 再过几个月 你就算想爬本少爷的床 那也得看本少爷的心情了 秦少晃了晃酒杯中的红酒 神态猖狂地道 我见王若宇挑了挑眉头 手指用力地按在桌角上 就知道他在强忍怒气 上前拍了他一下道 让开 我来 王若宇回头冲我看了一眼 放心 因这种傻缺分分钟 我拿起一颗筹码 在手里颠了颠说 好 王若宇起身给我让座 小梅 去把五千万对了 我叫住他俩 不用 就这些够了 在椅子上坐下 敲了敲桌子 傻缺 继续 你叫谁 秦少面色铁青 叫你 我看了一眼 剩下的筹码 还有两百五十万 全部往前一推 哪来那么多废话 开牌 秦少哈哈大笑 好 等会儿我要你的舌头 这赌局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抽牌比点数大小 牌面更简单 就是从三点到十点 而且 由王若宇这边压筹码 上不封顶 但每次最少 不能低于一百万 我随手抽了一张 秦少面带冷笑 跟着抽了一张 他看也没看 就随手翻了出来 是个九点 你是不是作弊的 朱小梅忍不住叫道 我刚才也听他说过 这个秦少的运气 好得离谱 几乎每一次 都是抽到八点 或者九点 因此 王若宇很快 就把几千万 给输了进去 要不是后来 让朱小梅去筹钱 拖了拖时间 这会儿 不知已经输了多少 美女 说话能不能过点脑子 这牌就放在这里 那么多个摄像头对着 你来作弊一个看看 本少爷气韵加深 你懂不懂 秦少冷笑道 朱小梅被他对得 一时说不出话来 废话可真是多 我随手把牌翻开 十点 不可能 秦少猛得脸色大变 十点对九点 终于赢了 我听到身后的朱小梅 欢呼一声 这终于两个字 看来之前我们这边 怕是一场都没赢过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秦少紧紧地盯着那张牌 我笑道 干什么 脑子短路了 本事没有 废话倒是特别多 原先的250万 加上迎来的250万 一共500万 被我随手一推 全压了进去 那秦少缓缓坐了回去 端起杯子里的酒 抿了一口 笑道 一局而已 先让让你 他还是率先抽了一张 又是随手翻出 还是九点 哈哈哈哈 一把让你输个金光 秦少狠狠地盯着我 我把手里的翻开 结果又是个十 不可能 秦少疼得站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大叫道 我说你玩牌就玩牌 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我不耐烦地道 那个美女 你愣着干什么 接着开牌 总共一千万 又被我一股脑压了进去 赌 尝那个美女重新将牌码好 我就不信了 秦少抽出一张牌 啪地拍在桌上 这回居然是个五 她直接愣在了那里 怎么可能 我随手把牌翻开 六点 又是正好比她大了一个点 朱小梅忍不住欢呼一声 王若鱼也是面露微笑 我要换牌 秦少大叫 那个美女解释道 秦少 每一局的牌 都是新的 我叹了口气道 你这人到底什么毛病 还能不能好好玩了 每次都大呼小叫的 美女别理她 赶紧开牌 这回压下去的是两千万 结果那秦少这次直接抽了个三点 我翻开一看 四点 哗啦一声 那秦少直接把手里的酒杯给摔了 继续 四千万 你先翻牌 秦少紧紧地按着她那张牌 我翻就我翻 翻开一看 四点 这次你还不死 秦少猛地把她那张牌 拍在桌上 结果一看 三点 不可能 你是不是作弊的 秦少疼地站起来 轻筋暴跳 傻缺 说话能不能过点脑子 这牌就放在这里 那么多个摄像头对着 你来作弊一个看看 本大爷气韵加深 你懂不懂 我把她奚落朱小梅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还了回去 你 秦少脸上显出一种怪异的赤红色 双目更是布满血丝 看着十分争鸣 八千万 我把所有筹码往前一推 少爷 要不要休息一下 秦少身边的跟班过来提醒道 滚开 秦少一脚 把那跟班踹了出去 他现在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 叫道 继续开 结果 他又输了 这回输的是八千万 我随手一推 再次把所有筹码压上 总共一亿六千万 少爷 您冷静点 秦家的几个跟班 慌忙劝道 秦少却是根本不听 把身边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 却还是差五千万 我靠在一背上 指了指王若宇那个堂弟 这小子的命 算一千万 还剩四千万 你去筹 先欠着 我把一只手压在这里 抵四千万 秦少恶狠狠道 行 我点头 开牌 出牌 秦少这回抽了的八点 结果我是九点 不可能 秦少猛地发出一声古怪的咆哮 双眼布满血丝 紧接着整个人抽搐起来 仰头摔倒在地 秦少的两个跟班 赶紧叫人呼救 我把筹码一推 站了起来 我们走吧 王若宇道 又朝他那个堂弟瞪了一眼 还不快滚过来 他那个堂弟忙 挣脱了几个保镖的手 逃了回来 我们下楼 直到出了会所 朱小梅才 长长地松了口气 王若宇也是心有余悸 看了我一眼道 小神棍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就刚回来 我笑着给原子康介绍了一下 这王大姐 你跟我一样 叫大姐就行 原子康愣了一下 还是风度翩翩地自我介绍道 大姐好 我是原子康 王若宇凤谋寒煞 冷嗖嗖地扫了我俩一眼 朱小梅扑斥一声悦了出来 小元 你可别被他坑了 这大姐你也敢叫 王氏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内 我和原子康靠在沙发上 看着王若宇教训他那个堂弟 老陈你太不够意思了 害我在大美女面前丢脸 原子康还在小声埋怨 干嘛 你看上王大姐了 我问 什么王大姐 被你叫得这么难听 像王小姐这种气质和美貌并存的大美女 谁见了不心动啊 原子康说着 一边眼神还直往那边溜 这时朱小梅给我们端了茶水过来 她赶紧地闭了嘴 小梅姐 她看上你嫂子了 我说 原子康刚喝下去一口茶 差点喷了出来 朱小梅鸣嘴笑道 小圆挺不错的 不过你要打我嫂子主意 可没那么容易 没有没有 小梅姐你误会了 原子康急着澄清 老陈 你别乱开玩笑 朱小梅笑得脸蛋通红 姐 我对不起你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王若宇那堂弟 直接跪在了他堂姐面前 声泪俱下 王若宇拿起桌上一本书 啪地砸了过去 你还知道对不起我啊 你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 姐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是那个秦少突然找我 说大家一起聊聊天 我想着 秦家跟咱们王家 也有点业务往来 不去也不好 那你就去赌了 还把命押上 不是的 起先只是说完完 姐你也知道 我从不碰这种东西的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 后来我就 你还不知道是不是 王若宇气不打一处来 又要拿书砸过去 我见状 把他叫住 这里面的确有气敲 可能真怪不了你弟弟 什么意思 王若宇气冲冲递过来 喝了满满一杯茶水下去 我说 当时的环境 没法作弊 你说 你为什么一把都赢不了 这是我也觉得奇怪 但是一直想不明白 王若宇皱眉道 我可能知道了 一旁的袁子康突然说道 王若宇和朱小眉 都好奇地看向他 见到被王若宇关注 袁子康顿时精神一震 那个秦少 应该是会神算 他提前算出了 这些牌中哪张最大 所以每次都能抽中大的牌 神算 王若宇和朱小眉 都有些似懂非懂 袁子康笑道 神算呢 就是 你们应该知道算命先生吧 就是这种未不先知的本事 是这样吗 王若宇和朱小眉 若有所思 袁子康信心满满地道 应该就是这样 后来老陈之所以能吻赢他 那是因为 老陈的神算更厉害 是吗 两个女人看看我 我不仅好笑 你们也太看得起 那个姓秦的了 她能懂什么神算 不可能啊 那她怎么会每次抽牌 都比王小姐大 袁子康反问道 我说 那纯粹就是运气 三人却是不信 他们不相信 这世界上有运气 那么爆棚的人 你们注意到 他手上戴的 那个手炼没 我问 朱小眉和袁子康 都是一脸茫然 他俩根本没有注意 这个细节 是有九颗珠 好像是什么 黑色木头雕成的 上面刻的图案 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王若宇 皱眉道 果然 不愧是职场女强人 十分善于观察细节 没错 那串手链上 被人炼进了 小鬼运财咒 我解释道 带了这串手链 就会剥夺周围人的财运 为他所用 还有这种事 朱小眉不可思议地说 王若宇皱眉道 所以我和我弟弟都是 受了这手链的影响 差不多吧 我说 袁子康问 那你怎么没事 王若宇和朱小眉 也是疑惑地看着我 我笑道 很简单 因为那个小鬼运财咒 夺不了我的运气 那又是为什么 袁子康不解 我说 那更简单 因为我比较强 其实当时 如果是袁子康坐在那里 结局也差不多 因为这小鬼运财咒 虽然能剥夺别人的运气 但也得看对象是谁 要是碰上本身修为 比较厉害的 这小鬼运财咒 不但无法剥夺对方气韵 反而会出现反噬 当时和我对局时 性情的那小子 无论抽什么牌都是输 不是因为我的运气爆棚 而是因为 他受到咒术反噬 运气变得极差 原来还有这种事 王若宇和朱小梅 都听得嘖嘖称奇 照你这么说 那性情的 怕是没什么好下场吧 袁子康道 我点了下头 小鬼反噬 那当然不会好受了 要是没人救的话 半身不随 也不是没有可能 朱小梅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么严重 王若宇却是皱了眉头 今天这是的确有些怪怪的 以前就算是他老爹见到我 也是客气气的 这性情的小子 到底哪来的底气 敢这么狂妄 我问 最近秦家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若宇想了想 道 这个秦家 好像最近是有些动作 连着吞并了好几家公司 不过这个 也说不上来太过异常吧 我一转念 问 那你们商界这个圈子里 最近有没有出什么事 王若宇沉思片刻道 就是有几个老板 除了意外 而且据说死得比较蹊跷 怎么说 我心里一动 就比如 做电子元器件生意的万老板 前几天突然死在了自己家里 万老板才四十几岁 身体一向也不错 还有商贸城的张老板 王若宇陆续说了几个 另外还有沈老板 听说是坐车出城的时候 路上出了事故 但听人说 司机活下来了 反而沈老板和他的几个保镖命没了 沈老板 我听得有些耳熟 这不就是之前 齐不顺说的那位 由杨远宁两个徒弟 护送出城的本地老板吗 我忽然意识到 协会里的人 恐怕还忽略一些事情 他们只注意到了刘大仙 张大师等风水圈子里的人 然而事情 只怕远不止如此 甚至连整个江城商界 都牵扯了进来 这个秦家 在这当中 又代表了什么 事情 还真是越来越蹊跷了 在我们说话的功夫 那位行政部的美女经理 也把楼下的监控录像 调了过来 而且果不其然 有人在当天 见过玲玲姐弟俩 让他们进来说话 王若宇道 好 美女经理转身出门 带了两个人进来 一个是负责大楼 清洁卫生的大妈 另外一个是 公司内部的男职员 我是记得这个小姑娘的 她还带着个弟弟 当时这小姑娘 还去买了冰激凌对不对 那个大妈有些局促地说 我让她不要紧张 笑道 没错 就是他们了 小姑娘去买冰激凌的四户 那个弟弟在干什么 大妈挠了挠头 就是 那个弟弟跟一个人在说话 挺年轻的 看着挺有钱的 知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我问 大妈摇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离得比较远 我 好像听到了一点 那个戴眼镜的公司男职员 弱弱地插了一句 看着很是紧张 显然王若宇 这个老板坐在这里 给他的压力很大 你说说看 都听到了什么 我笑问 职员服了服眼镜 说 那个 我当时刚从客户那回来 正要回公司 路过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男的坐在那里 戴付墨镜 拿着杯奶茶 然后那个弟弟过去玩 大概是没注意 不小心就踩了一下 那个男的鞋子 那男的就笑起来 笑得怪怪的 反正我当时看得 有点心里发毛 他盯着那个弟弟 说要吃了他 那个弟弟好像被吓傻了 在那里待了好久 才跑开了 我当时以为 那个男的就是开玩笑 不过他笑起来的时候 实在是 有点让人发毛 所以我印象很深 我问他俩 认不认识那个男的 之前有没在哪见过 是不是这栋大楼里的人 清洁大妈摇头 那职员犹豫了一下 说好像 这人看着有点像 鼎盛集团的情少 就是感觉有点像 你确定 王若宇咒眉问 职员紧张地抓了抓耳朵 回王总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 但的确是有点像 朱小梅打开手机 很快找了一张照片出来 给两人看 对对对 好像是跟这人差不多 那个大妈盯着照片 连连点头 我再问了几句 他们能记得的 也就这些了 朱小梅拿了两个厚厚的 大红包出来 塞到二人手里 那大妈高兴的梅花眼笑 职员也赶紧谢谢老板 两人被美女经理带了出去 难道真是那个情 瘦 袁子康诧一道 他口中的情 瘦 就是那个情少 王若宇好奇问 小神棍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是这样的 袁子康 抢着把廖家妇女的事情 说了一遍 这件事情相当邪门 听到王若宇和朱小梅 两个女人 都有些脸色发白 这个 不至于吧 王若宇皱眉道 这个性情的 风平是不怎么样 但也不至于 因为被人踩了鞋子 就杀人吧 再说了 听你们说的那么邪门 应该是有那种东西做罪吧 这性情的 好歹也是附加公子哥 两者会有关联吗 我心说 那可难讲得很 有时候 人心比鬼魅更险恶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张斌打过来的 主要是跟我这边 汇报了一下 协会那边的情况 其他几条线有没有什么进展 我问 协会那边分成了几条线 同时调查最近发生的几个事情 还没有 只有咱们这边还算有点突破 张斌道 和李捞起来的那些人 已经跟官方部门确认过了 的确是最近失踪的一些人 有本地的 也有外地的 挂了电话之后 我看了看时间 问王若宇和朱小梅 你俩现在住一起啊 对啊 朱小梅道 以前这姑嫂俩视同水火 现在倒是形影不离了 那我晚上去你们那边住 我说 袁子康瞪大了眼 行啊 等会儿正好一起吃个晚饭 王若宇道 袁子康一脸岔也 然后用胳膊肘碰了碰我 那个 老陈我住哪 你想住哪 我问 他扭捏了一下 这个当然 咱俩最好是一起 朱小梅笑道 反正我嫂子家房间多 一起来好了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袁子康急忙道 傍晚时分 王若宇订了个高级餐厅 我们一起吃过饭 就开车回到了他俩的住处 他俩住的是一套小别墅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气派 但胜在精致 而且就两个女人住 连个庸人都没有 想睡哪个房间自己挑 被子都是新的 王若宇道 我说不用 我俩在客厅里蹲着就行 王若宇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干什么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我笑说 我能打什么鬼主意 来保护你和小梅姐呗 省得你俩被人掳去了 王若宇挟了我一眼道 还说呢 我记得哪个神棍答应 要给我当一段时间贴身保镖的 结果三天两头不见人影 我没想到 他还记着这茬呢 笑道 我的错 这回就当是好好弥补一下 说吧 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 王若宇坐下来问 我说 也没什么 就是那个性情的 今天栽了一个大跟头 说不定会来找麻烦 那好吧 王若宇点头道 那就辛苦你俩帮我和小梅守夜了 袁子康抢着道 王小姐客气了 有什么辛苦的 荣幸知智 这狗腿的 真是没有下险 多谢了 王若宇冲袁子康笑了笑 随手给我扔过来一串钥匙 什么 王若宇道 我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 一共买了两套 另外一套就在旁边 空着也是空着 给你住了 以后谈的女朋友 也方便点 我稍一转念 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不 白天我给了赢回了赌局 还倒赚了大几千万 她又不好直接给我钱 这样会显得生分 所以干脆就扔了我一套房子 我明白她的意思 所以也不客气 就把钥匙给收了 笑道 要不再给配辆车 再给你配个女朋友 要不要 王若宇美好气地瞪了我一眼 进去洗澡了 夜深人静 王若宇和朱小梅姑嫂俩 已经回房睡觉 我和袁子康靠在沙发上 两人各自捧着一个手机 我靠 老陈你行不行啊 袁子康拍了一下大腿 不过生怕吵醒了里面两个女人 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比你行 我俩正和贺景堂 还有宝联网打游戏呢 这货自己废柴 还来怪我 老陈你其他方面我是服的 不过你这玩游戏的水平 也太菜了吧 宝怎么忍得了你的 袁子康嘖嘖称奇 少废话 我靠 还死不承认 我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打完这局 宝去睡觉 我发了个消息的 宝没说什么 贺景堂倒是 立马捣鼓了一大堆 你俩在哪鬼混呢 明天回不回来 哥带给你们 介绍几个漂亮妹子 袁子康道 我和老陈住在王总这儿呢 哪个王总 王若与王总啊 他们在里面睡觉呢 你小声点 我靠 你俩还是不是人 居然不带上我 这时 我看到桌上水碗里 荡出一圈圈的波纹 水中笔直地扶着一根筷子 开始上下起伏轻颤 我冲袁子康使了个眼色 我俩当即 把游戏给断开了 然后藏匿到 早就准备好的地方 过不多时 只听大门咔嚓一声 就有几个人影走了进来 我说 您的法阵都布置好了 一个声音问 嗓音有些尖尖地 听着十分耳熟 正是白天碰过面的那个秦少 都好了少爷 一个略有些苍老的一声道 现在不管屋里发出什么声音 外面都不会有人听到 妙啊 这实在是他妈神奇 秦少一拍手道 开灯 紧接着啪的一声 客厅里的灯被打开 我和原子康匿在边上的壁橱里 凭了呼吸 见闯进屋里的 一共有五人 其中一人正是那个秦少 另外有个五十多岁的谢顶男子 应该就是那个乌书 后头还跟了三个身形彪悍的汉子 应该是对方带来的保镖 这时二楼的王若宇和朱小梅 两人听到动静 披了衣服走到楼梯 你们干什么 小梅赶紧叫人 王若宇怒声道 秦少笑眯眯地看着朱小梅拨手机 没信号 朱小梅这才发现 哈哈 现在你们的房子里 本少爷说了算 任你们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知道 秦少得意大笑 王若宇冷冷地盯着他 你知道这事的后果吗 后果 秦少忍俊不禁 能有什么后果 我秦大少爷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今晚本少爷就先玩了你们小娘们 再把那可恶的小子 给碎尸万段 王若宇气得脸色发白 小神棍 你还不出来 我本来还打算和原子康再躲会 被他这一脚 只好现身出来 原来 你小子躲在这里 秦少吃了一惊 随即咬牙笑道 那正好 今晚把你们一起收拾了 三个保镖应声朝我们冲了过来 让我来 原子康抢着出手 身形一晃 就赢了上去 这三个保镖 长得人高马大 肌肉发达 但又哪里是原子康的对手 眨眼之间 就被分金错骨 折断了手足 滚倒在地大声哀嚎 卧槽 秦少大骂了一声 叫道 无输 那个无输微微眯着眼 盯着原子康道 捉逃手 原子康微微一正 冷笑道 你居然也认得 那无输淡淡道 你是原门的人 来这里淌什么浑水 我们原门 那是传承几百年的风水世家 当然哪里有不平事 我们就管哪里 原子康这番话 说得正气凛然 不过我估计 他主要是因为王若宇在场 所以特别地来劲 无输摇了摇头 乱世将至 小小一个圆门 自保都不容易 还赶出来到处招摇 我听得心里一动 笑道 怎么个乱世 那无输看了我一眼 秦少立马指着我叫道 无输 就是这小子 赢了我的钱 无输上上下下打量我 你看出了手链上的机关 原来这小鬼运材咒 是你下的 我说 无输点了点头 还算有点水平 你师父是谁 我笑道 这个只怕 你资格知道 小子你还敢嚣张 秦少大怒道 无输皱了皱眉头 淡淡道 年轻人 还是不要太狂妄的好 我一笑 那你又是哪条道上的 江城好像没有你这好人 无输道 我们来过棘手 只要你能走到我面前 我告诉你也无妨 请 我也不废话 无输摇了摇头 微微一探道 现在的年轻人 果然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狠 老陈 我先来试试 原子康道 轻嘘一口气 踏步上前 左手截了个法咒 右手施展捉逃手 然而没等他靠近 无输随手就是一幅 砰的一声 原子康如同被一柄锯锤砸中 笔直地倒飞了回来 我心中一灵 上前在原子康后背一拖 卸掉那一股距离 将它放下 就单凭这一手 这个无输的修为 只怕就不再有江城第一风水师之称的扬远宁之下 甚至有可能还在旗上 无输嗷了一声 点点头 你还真是不错 原子康虽然站直了身体 双腿 却是一直在微微发颤 可想而知 刚才那无输的随手一幅 蕴含了多大的力道 领教 我拱了拱手 这无输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无输嗷了一声 淡淡道 来吧 我踏不上前 无输面无表情 随手又是一幅 我不闭不闪 照着刚才的速度 又走进了两步 无输一了一声 你仅用护体咒 就挡了我这一手 在年轻人里 算是难能可贵了 这次小心了 他说吧 左手一抬 五指交叠成绝 结了个法咒 平平朝我一推 我仍是不闭不闪 再度踏出两步 咦 无输脸色终于一变 没道理啊 我继续迈出一步 无输点头道 尾诗不错 时钟两只交叠 朝天一指 我就看到 一道黑烟闪现 在空中凝成 笔之一线 然后朝着我 直直落下 我看了一眼 依旧不闭不闪 往前迈出 还不快躲 那无输低喝一声 提醒道 但他话音未落 那道黑烟 就如同撞上了 一道无形的屏障 距离我头顶三尺 就再也无法落下 你 好厉害的护体罩 无输终于勃然色变 此时 我离他已经只有一步之有 再接我这个试试 无输瞳孔微缩 左手往前一招 像是抓住了一团风 我须止一影 往前点出 砰的一声爆响 屋中的灯泡 窗户 茶杯 尽数震成粉碎 屋内顿时灯光静灭 夹杂着那秦少 以及王若宇 朱小梅他们的惊叫声 几缕亮光 从窗外投入 无输倒退几步 脸色有些发白 好好 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是我老头子瞎了眼了 领教了 我笑笑道 看在这人刚才还出声提醒的份上 我也就不为以慎 无输盯着我良久 道 本人吴天门 现任金山法教长老一职 金山法教 我心头微动 历代以来 都有三教九流 悬门百道的说法 这悬门百道 说的是悬门之中 衍生出的无数种职业 百只是一种虚职 并非是刚刚好百种 就例如我们这一门的乡师 道士 风水师 养育人 阴面文曲 讨亡人 憋宝客 纸扎将 又或者属四大阴门的二皮将 武作 柜子手 摸金道斗人等等 这些都属悬门百道之流 而在此之上 又有无数教派宗门 应允而生 其中就有像藏门这样神秘的远古宗门 又或者是横压整个悬门 气运数千年的道门 里面又有流派无数 像是什么道德宗 全真教 林霄派 同属正一的天师道 茅山 清威等等 除此之外 其他大大小小的教派 更是层出不穷 不过到了近些年 悬门衰落 不仅无数传承断了香火 那些曾经辉煌的宗门教派 也是销声匿迹 就比如这金山法教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最早是明末时期 所创建的一个教派 这个教派 拜的是金山老祖 用的法术 有些接近于道门 但又柔和了许多旁门左道 里面人员的成分 也十分复杂 明末战乱不休 这个金山法教 趁机吸收了不少教众 声势还颇为浩大 不过到了现在 这金山法教 就跟其他一些宗门教派一样 已经有百多年没有过动静 我还以为这个教派 早就已经断了香火 没想到 如今居然突然现身在了江城 我告诉你 我哥就是金山法教的教主 你要是敢动我 我哥不会放过你的 那秦少缩在吴天门身后 色力内忍地叫道 我听得心头一动 笑道 你哥 轻的 秦少从吴天门身后 探出个脑袋来 看了我一眼 怒声道 当然是轻的 你要是惹恼了我 我哥随手就能 把你给捏死 吴天门淡淡地呵斥一声 不得无礼 那秦少似乎对他颇为敬畏 顿时闭了嘴 不敢再胡乱叫唤 这位小先生 你是否听说过 我金山法教 吴天门冲我问道 我说听过 以前还挺有名的 不过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还以为已经没有这个教派了 吴天门微微一笑道 其实我教一直都在 只不过以前世道不明 我教一直低调折服 其实不只是我教 很多宗门教派都是如此 是吗 我故作怀疑地道 吴天门笑道 一个宗门教派 有人 有钱 有事 哪里是那么容易消亡的 像如今的许多集团公司 财团势力背后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个教派 在暗中控制 只不过是换了一张面孔而已 就比如秦家 本身就是 我教扶植起来的 而我们教主 本来是秦家的大公子 因为天资过人 从小被我教上 带教主选中 收为清传弟子 如今更是继承了教主之位 我心说 难怪王若宇 没怎么提过秦家的大儿子 原来这人是从小 就被金山法教带走了 听起来 还真像那么回事 我笑笑说 不过听你这话里的意思 你们金山教 是不打算接着折服了 吴天门指了指头顶 意味深长地道 如今世道气韵已经分明 所以不仅是咱们金山教 其他影视的教派 也会陆续现实 这气韵 又是怎么说 我问 吴天门笑道 当然是扬极而阴生 主旋门衰落 所以以后肯定是个 邪碎滋生的乱世 这是大家都看得明白的事 所以 咱们就要看准时机 在真正大乱之前 尽量抢得先机 我听得心头暗铃 没想到真的如那位 不靠谱的师伯所料 整个风水界 都已经暗流激荡 风云带变 今日咱们不打不相识 我对小先生极为欣赏 所以想邀请各位 加入我金山法教 共襄大业 吴天门朗声说道 我还真没想到 这人说了这么多 居然是打了拉 我们入教的主意 最近咱们江城有点不太平 都是你们在搅风搅雨吧 我似笑非笑地道 吴天门呵呵一笑 江城这个地界 很多人都盯着 可不单是我们一家 他没有说是 也没有说不是 来个模棱两可 那社局对付王家的 总是你们吧 我说道 吴天门笑道 不可否认 王家的 却是我们金山教 想要吞下的一个目标 他看了一眼 王若宇和朱小梅姑嫂俩 不过今后 咱们都是一家了 以王小姐的能力 再加上 我金山教的支持 王家 只会走得越来越高 听起来 好像是挺棒棒的 我笑着问王若宇 王大姐 你看怎么样 王若宇冷声道 我王家不需要仰仗谁 我朝那吴天门一摊手 你看 谈不拢 吴天门去也不生气 笑道 相比王家 我更看重小先生的能力 只要你能加入我教 我可以举荐你成为长老 这还真是挺诱人的 我笑道 不过你就那么自信 你们金山教 可以在江城横行 你当江城协会是假的 吴天门听到江城协会四个字 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区区江城协会 在我教眼中 不过是区区蝼蚁 你这牛皮可吹大了吧 我笑 吴天门收起笑容 神色一素 我是真心诚意 想邀请小先生入我教中 所以 也不妨透露一些隐秘 哦 我好奇地看看他 吴天门指了指头顶 速容道 其实在我金山教背后 还有一座顶天立地的大靠山 我不以为然道 说得这么厉害 难道你们的靠山 还能是龙虎山 毛山派不成 吴天门微微一笑 这龙虎山和毛山派 如今的确也算是道门两大巨头 只不过 相比我教背后的靠山 那也不值一提 我不知他这话里 究竟是几分真 几分假 但只要有三分真的话 那这金山教背后的势力 就已经是极为可怖 吹牛谁不会 这世上还有比龙虎山和毛山派更厉害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故作不幸地道 吴天门笑道 近些年来 这龙虎山和毛山派 的确风头挺盛 但其实只不过是矮子里提将军而已 要不是各大宗门纷纷避逝 哪轮得到他们 难不成站在你们背后的 还能是藏门不成 我画风一转 吴天门微微一正 藏门 虽然是最为神秘悠久的远古宗门 不过这个门派销声匿迹多年 怕是已经真的消亡了 就算是还有传人 只怕也已经不成气候 我心说 不久前我还见过藏门传人呢 人家好得很 哪消亡了 不是藏门 那是焚香会 我念头一转问 吴天门脸色一变 有些不大自然 这个邪门教派 咱们怎么可能和他有什么联系 我察言观色 知道应该不是焚香会 不免松了一口气 要不然 按照那不靠谱世博的叮嘱 是要让我坚定不移地 占焚香会的 真要这金山教的背后 就是焚香会 那我这不是得跟他们 混在一起吗 也省得我猜来猜去了 你就明说 你们背后顶天立地的 大靠山是谁 这样我才能好好考虑考虑 我随口道 吴天门道 这个 只要小先生加入我教后 成为我叫钟长老 自然就有资格知道 我摇摇头 你这样遮遮掩掩的 那我就没什么兴趣了 吴天门搭了搭眼皮 似乎在想什么东西 那秦少却从他身后露出脑袋 我劝你别给脸不要脸 以后整个江城都是我秦家的 要是现在上船还来得及 那就别等以后了 我先把你给废了 我脸一沉 那秦少一听 急忙把脑袋缩了回去 不敢再叽叽歪歪 正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 外面有人叫道 王总 你们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原来 刚才我和那吴天门 最后交手那一下 法咒震荡 把他之前布置下的 隔音法咒给破了 那么大的动静 把小区物业给吸引了过来 怎么这么多碎玻璃 是地震了吗 几个物业的人不停惊呼 等他们打着手电进门 看到屋内一片狼藉的情形 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王总 这到底是怎么了 物业负责人张口结舌地问 王若宇摆了摆手道 没事 刚才不小心高压锅炸了 高 高压锅 物业一群人看看四周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对 高压锅 王若宇沉着脸道 那 那这些人 物业负责人 指了指地上躺着的三个保镖 王若宇道 被高压锅炸着了 有问题吗 没 没没 那负责人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那我马上安排人 来帮王总收拾收拾 王若宇点头道 好 辛苦了 这时那吴天门朝我拱了拱手道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还请小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说着就带着秦少往外走去 那三个保镖也咬牙爬起来 跌跌撞撞追了出去 几个物业的人看得面面相去 麻烦你们找几个人 先把我们把灯泡给换了 我笑着拍了一下那位负责人道 那负责人如梦方醒 连声道 是是是 我马上安排 整个屋子里 所有的玻璃制品几乎却碎了 到处都是玻璃渣子 不仅是一楼 就是二楼三楼所有房间的玻璃 也全都碎了 我听有个物业的小姑娘 在那小声嘀咕 有那么厉害的高压锅吗 结果被那负责人 给狠狠瞪了一眼 这晚上是没法睡了 朱小梅去楼上看了一圈回来说 王若宇道 小神棍 先去你那边住一晚 于是我们几个收拾了一下 就去了旁边的另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是王若宇当时一起买的 格局和装修风格 跟他住的那一套几乎一模一样 里面的家具和电器 也是一应俱全 经过刚才的风波 王若宇和朱小梅两人睡一圈无 干脆就在客厅沙发上坐了 我见袁子康一直揉着后腰 就问他有没有事 没事 就是有点拉伤了 不算什么 袁子康毫不在意地道 真的没事 这腰坏了 影响可挺大 我关心道 袁子康看了王若宇和朱小梅一眼 冲我连连瞪眼 老陈你说什么呢 我这腰可是好得很 是吗 我看保险起见 要不明天让小梅姐给你炒个腰花吃吃 腰花个毛线 我看是你要吃吧 朱小梅眼嘴笑道 我看你俩都要吃 明天我就给你们炒 王若宇眉头微醋 有些心事重重的 问我道 小神棍 这个什么金山法教 真有他说的那么厉害 连秦家都是他们扶持的傀儡 我点了点头 说 这个倒应该是真的 你想啊 现在很多集团公司 或者是富豪家族 其实背后都站着一些地下帮派势力 王若宇恩了一声 那些个地下势力 像什么青帮啊 黑龙会什么的 那手底下 可不知控制着多少产业 简单说吧 什么青帮啊 黑龙会啊 这些帮会势力 跟金山法教这种学门教派一比 那就完全上不了台面了 一个厉害的风水术室 一夜间就能灭掉一个中等规模的帮派 老陈 你说 这什么金山法教 这么多年来不声不响的 现在突然间冒出来 真的是像他姓吴的说的 是因为什么虚无缥缈的气韵 不会是他姓口胡舟的吧 袁子康怀疑地说 我想了一下 这应该是不假 其实有关于悬门气韵的事 曾经有两个人十分明确地提起过 一个是我那不靠谱的师伯 暂且不去说他 另外一个 则是当初在滇南古墓底下 遇到的那个女人 而且 从我们相识的角度来说 气韵之说 的确是存在的 所谓的气韵 其实就是大事 就比如战国纷乱 当时的气韵就在于秦 气韵所系 主秦吞并天下 为大势所趋 是个人很难改变的 所以 当时的聪明人 需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顺势而为 压住在气韵所系的一方 趁势腾域而上 而那些压错住的 则是万劫不复 而如今 悬门由胜转衰 又将会出现一次巨大的变动 等若说 这又将是一个绝大的赌局 天发杀鸡 龙蛇起路 这一次 又会席卷整个悬门风水界 很多时候 躲是躲不了的 只有战队和压住 从目前看来 气韵是不在悬门这边的 很有可能以后的大事 就是一个斜碎横生的乱世 正因为如此 那些折服的教派 才纷纷冒出水面 准备抢先奋一杯羹 那这以后的日子 岂不是难过了 袁子康愁眉苦脸道 我说 有可能比咱们想象的更难 如果风水界真的大乱的话 原本勉强维持的平衡 将会被彻底打破 就比如说 原本风水界中 有一条默认的规矩 那就是悬门中人 不得随便对普通人下手 当然这些年来 也有不少人 屡屡违反这条规矩 但只要被人发现了 无一例外 会受到悬门中方势力的权力制裁 可一旦风水界陷入混乱 那么像这种类似的规矩 肯定就会被打破 因为到时候就算想管 恐怕也已经无法约束 如此一来的话 这一场乱局波及的范围 将会超乎想象的大 现在看来 已经有了这种苗头 江城突然出现的 这一桩桩鬼事 绝对不可能是巧合 最大的可能 那就是 这金山法教在背后搞鬼 这也就意味着 这群人已经开始 明目张胆地 对普通人下手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也会被卷进去 王若宇皱眉道 我说是 到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 尤其是王若宇 他们这些商界的 手握巨量财富和产业 肯定是首先要争夺 瓜分的目标 那是不是我也得找个靠山才行 王若宇挑了挑眉道 我笑道 要不直接投了金山法教算了 听着还挺牛逼的 王若宇白了我一眼 要我跟他们混在一起 我宁愿现在就把王家给散了 就是啊 咱们去其他地方开家小店 那也不差 朱小梅附和道 在客厅里 一直做到天色微微发白 王若宇和朱小梅 才上楼去睡了一会儿 老陈 你说林林弟弟 到底是不是那性情的小子害的 原子康坐过来问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我反问 原子康想了想 就纯粹一个公子哥吧 别看表面嚣张 其实耸包得很 那你说这人 会不会因为被个孩子踩了一下鞋 就用这么恐怖的手段杀人 原子康有些迟疑不绝 因为被踩了下鞋子就杀人 这得多变态啊 如果是这性情的小子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会当场抽那个孩子 我也这么想 我点头 原子康突然想到 那会不会是那性情小子的哥哥 按理说 这两人应该会长得比较像啊 我看了一眼窗外 说 那得看这人 是不是有那么变态了 在客厅中坐到天亮 我和原子康去外面买了早饭回来 把王若鱼两人叫起来 一块吃了 之后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张斌 原本是想问问他们那边的情况 谁知还没等我开口 就听到了一个了不得的消息 秦家大少爷秦向龙 点名要跟江城首席风水师 杨远宁约战斗法 一时间 江城整个风水界都轰动了 杨远宁那是谁啊 多年来稳坐江城风水界 头把交椅的大师级人物 只要是混这个圈子的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可这什么秦向龙又是谁 连听都没听过的人 后来有人打听出来 这秦向龙如今才二十几岁 是江城知名家族秦家的大公子 或许对于一般人来说 秦家大少爷的身份 就是金字招牌 那就是有钱有势的象征 但在风水界 这根本就没有屁用 你难道拿你的钱 去挑战杨远宁大师吗 一开始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嗤之以鼻 可始料未及的是 杨远宁大师 居然答应了对方的约战 时间就定在今天下午两点钟 地方就定在了江城传闻协会的总部 西元 据说 这也是那个秦向龙提出的 这件事情一出 顿时轰动整个江城风水界 我靠 这个秦向龙 是不是就那个金山法教的教主 袁子康吃了一惊 我说应该就是了 老陈你说 这场比试 谁的赢面比较大 我是觉得杨大师应该稳赢才对 袁子康道 那得看 这个姓秦的 和那个吴天门比怎么样 这怎么说 袁子康不解 杨大师和那个吴天门 应该相差不多 所以就看他姓秦的 水平是高于吴天门 还是低于吴天门 我解释道 袁子康有些不太相信 看到我 你怎么知道 杨大师和那个吴天门相差不多 因为我跟杨大师交过手啊 我 过曹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袁子康 不过我听说金山法教 向来以强者为尊 这秦向龙年纪轻轻 就能当上一教之主 应该是不简单 我在路旁招了一辆出租车 一边说道 不是 袁子康跟着我上车 我就想问问你 你也年纪轻轻的 是怎么跟人家杨大师这种扛把子交上手的 我本想先去一趟 发现林林弟弟的那条河边 不过车子开到途中 就接到了孟大志的电话 问我有没有听说杨大师被约战的事 我说刚知道 然后电话那头就传来了贺锦堂的大嗓门 让我们赶紧下车 找个地方等着 他马上就开车过来 于是小半个钟头后 我们就坐上了贺锦堂的兵力 不仅他和孟大志来了 还带上了宝 这么好玩的事都不叫我 你们两个居然想自己偷偷跑过去 贺锦堂一边开车 一边在那喋喋不休的抱怨 我听到耳朵起简 干脆和宝联网打了几把游戏 车子很快就到了那晚出世的河边 你们到这里来干嘛 贺锦堂到河边晃了一下 今天这天气不太好 天空灰蒙蒙的 像是要下雨 却又始终落不下来 阴沉沉的 这河水就越发地显得浑浊 老袁你好像脸色不大好啊 不是病了吧 贺锦堂一了一声 跑过去拍了一下袁子康的肩膀 我笑说 没事 就昨晚在这里呛了口水 贺锦堂诧异地问 干什么 你们大晚上的 跑着鬼地方来 有美女 袁子康黑着脸道 美女没有 尸体倒是有很多 贺锦堂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拉着袁子康 让他赶紧讲讲 我没管他俩 从兜里摸出一枚古铜钱 上头用一根红线 穿过方孔记住 然后屈指一弹 扑通一声 铜钱落入了水中 很快就沉了下去 哥哥 你在钓鱼吗 宝儿蹲到我身边 声音软萌地问 我说是啊 哦 那我等着吃鱼 宝儿目不转睛地盯着 我牵在手中的红线 我用的这个法子 其实叫做铜钱钉煞 这个钉 不是指镇钉的钉 而是指算钉的钉 也就是测算的意思 过不多时 就见红线开始轻颤了起来 就如同下面真的有什么东西 在咬住了铜钱在拉扯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 其实是铜钱在水下 随着暗流移动 这地方阴生了那么多的头发 而且那么多的尸体 被缠绕着禁锢在此地 按理说 这应该是巨煞之地 换句话说 就有可能 曾经是那只斜碎的老巢 哥哥 下面有大鱼 宝儿突然说道 我微微一正 问他在哪 宝儿指了指我们左前方 大概十几米远的水面 就在那下面 好大的鱼 还在盯着我们看 我心里一动 立即仰手制出一把铜钱 每个铜钱上都记着红线 总共十八枚 由红线牵扯 结成了一张网 疏忽沉入水中 就听哗啦一声 水面突然像炸了开来锅 水花似箭 紧接着 就见一道黑影 急速地在水下掠过 转眼消失不见 什么鬼东西 这一项把贺锦堂和原子康 两人给吸引了过来 我把钉煞的铜钱收了回来 说 鱼跑了 鱼 我信你个鬼 有这要牛逼的鱼吗 贺锦堂道 我说 你不信问宝儿 我和哥哥刚才在钓鱼呢 好大一条 被他跑了 宝儿道 贺锦堂瞬间没脾气了 你俩说啥就是啥 我索性带着宝儿 沿着河道往前走 有发现大鱼 就告诉哥哥 好 宝儿拐巧地点头 这藏在水面下的 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大鱼 而是某种阴煞邪物 但究竟是什么 还无法下定论 不过 宝儿这通灵感应是越发厉害了 连在水面那么深的地方 也能给他发现 沿着河道找了一通 却是再也没有什么发现 我也不气馁 只要再花些时间 想找出这东西 并不难 在这边滞留了大半天 眼看时间不早 我们还是上车 先去了西园 等我们到的时候 西园外边已经停满了车 几乎整个江城风水界的人物 都闻风而来 幸亏西园场地大 否则还真容不下这么多人 连纪大师也来了 孟大志四处张望了一下说道 袁子康好奇问 哪个纪大师 孟大志指了指前面一个 戴墨镜的干瘦老头 那个就是 以前我跟着师傅 见过他老人家几面 提到师傅刘飞赫 孟大志还是有些难受 赫锦棠插嘴道 这老头还戴附墨镜 挺酷啊 孟大志道 纪大师是个瞎子 平时都是戴着墨镜的 原来如此 贺锦棠道 不过瞎子也来凑热闹吗 正说话间 人群一阵骚动 杨大师来了 只见门口进来一群人 为首的老人 大步而来 气度威严 正是杨远宁本人 与他结伴同行的是 张三福张大师 跟在他们身后进来的 则是二人的弟子门生 原来他就是杨大师啊 果然一看就气势不凡 原子康仰慕地说道 我在徐州的时候 就听说过他老人家的名气 今天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孟大志也点头道 以前我师父还在的时候 也对杨大师十分推崇 如果有机会的话 咱们得去拜会一下他老人家 对咱们以后很有好处 对对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 原子康连声赞同 贺锦棠却是不以为然 看你们俩这马屁拍的 这老头很牛嘛 我就觉得一般般 孟大志鄙视道 你不是我们圈子里面的人 当然不懂了 我靠 你个弱智懂个毛线 贺锦棠一指杨远宁和张三福 就这姓杨的 还有那个胖胖的 见了我们家老陈 那都得恭恭敬敬地称 一声小陈先生的 你就吹吧 孟大志完全不信 原子康突然道 有人冲我们过来了 那几个是不是杨大师的徒弟 孟大志仔细看了一眼 我认得一个是杨大师的亲孙杨轩 另外一个是田相锋 杨大师的首席大弟子 其他几个应该都是他们的师弟吧 厉害厉害 原子康嘖嘖了几声道 咦 他们好像真的冲我们过来了 说话间 田相锋等人已经来到了近前 小陈先生 好久不见 田相锋师兄弟几人笑着过来打招呼 我笑说 是挺长时间没见了 贺锦棠眉头一挑 笑道 这不是杨绍吗 杨轩有些尴尬 冲着贺锦棠笑了笑道 贺绍 以前有些误会 见笑了 田相锋几人 还特意跟板打了一声招呼 这才回去了他们师父那边 等他们走后 原子康和孟大志 一脸差一地道 你俩还真认识他们啊 贺锦棠气了一声 毫不在意地道 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那杨老头见了我们 都得喊一声 贺绍和小陈先生 他们这几个 小辈算什么 吹吧 你叫 原子康和孟大志 一脸不幸 此时 江城协会的首脑们 也已经迎了出来 正与杨远宁等人说话 老陈 赵家那个小美女在看你 原子康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我说 我转头 见赵明明挽着他母亲赵夫人 站在协会那边的人群里 正往这边张望 跟我目光一处 立即转了过去 林慧长出来了 孟大志提醒道 跟着林长宏伯夫一起来的 还有林夫人 以及林青霜 和张浩李征兄弟俩 来看热闹的风水界人士 纷纷跟杨远宁打着招呼 毕竟作为江城首席风水师 杨远宁就等于是 江城风水界的一块招牌 正当气氛热烈时 突然远处传来 阵阵汽车引擎轰鸣之声 由远而近 转眼之间 就见一排拉风的超跑 风驰电车而来 一个急停 骑刷刷地在西园门口停下 为首的黑色超跑上 跳下一个青年 黑色皮衣 戴服墨镜 拿着一杯奶茶 吸溜了一口 其他车子上的人 也纷纷下车 跟在他身后 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来 这不是秦家 那个鸟人吗 贺锦堂道 作为江城有名的花花大少 对于同样混这个圈子的公子哥 自然是十分熟人 但他很快又摇头 不对 那鸟人没有这种气势 我看了一会儿 说 这应该就是他哥 秦相龙了 不得不说 这秦相龙跟他那个弟弟 长得还真是十分相似 如果不熟悉的人 乍一看 还真是有点不太好分 不过相比那个秦少 这秦相龙的面目 更加地冷峻 我往后一看 发现那个秦少也来了 边上 还跟着那个金山法教的 长老吴天门 除了这二人之外 就是青一色的黑西装 不知道这些人 是他们秦家的保镖 还是金山法教的人 老陈 我看王氏集团楼下的那男的 应该就是这小子了 袁子康凑过来 低声说了一句 的确 基本上各个特征都对上了 哪个是杨远宁 秦相龙手底下 一个黑西装 高声叫道 这可以说是无理之极了 杨远宁身为江城首席风水师 在江城风水界中 谁人不识 再说了 是你来下的战术 你难道还不认识 杨远宁是谁 这明白着 就是故意羞辱了 围观众人 顿时一阵哗然 呸 什么玩意儿 这种货色 居然也赶来跟杨大师找茬 就是啊 原本我还以为什么人呢 现在一看 不就一个富二代吗 哈哈 乐死我了 他不会以为自己 带一群保镖来 就能跟杨大师叫板了吧 杨大师分分钟叫他做人 哪用得着杨大师啊 你我不管是谁上去 还不坐得他叫电 听说是秦家的大公子 人家有钱有势 还挺会玩 有钱有势怎么了 这可是 在咱们风水界 就是他老子来了 也没屁用 我本来还期待 好好看一场斗法呢 谁知道来这么一个玩意儿 实在叫人无语 众人议论纷纷 不过绝大多数 都是讥讽嘲弄 情向龙面无表情地往前走 突然把杯中的奶茶 随手一泼 啊 惨叫声响成一片 只见那些个被奶茶泼到的人 纷纷捂住脸 痛苦嚎叫 皮肤上痴痴冒着白烟 江城协会 立即有人赶过来救治 我靠什么鬼 这泼的是硫酸吗 贺景堂大吃了一惊 不可能是硫酸 袁子康和孟大志脸色凝重 应该就是普通奶茶 我说 是他出手的瞬间 把奶茶给加热到沸腾了 真的假的 还能这样 贺景堂一脸匪夷所思 孟大志道 这的确是有可能做到 不过 很难 袁子康接口道 贺景堂看了看他俩 那你俩行不行 袁子康和孟大志两人脸色难看 那看来这小子还挺牛逼呀 贺景堂嘖嘖了几声说 我看向人群 见阳远宁月众而出 但声说道 秦先生 你这样做 未免有些过分了吧 秦相隆隆晒一声 这样就算过分了 老东西 你这脑子是不是抽了 此言一出 众所哗然 就连江城协会的首脑们 都被惊住了 这也太狂妄自大了吧 居然敢把杨大师叫成老东西 混账 你敢满嘴喷粪 我先来教训教训你 杨轩勃然大怒 田相风等几个杨远宁的徒弟 也是气得脸色铁青 纷纷上前 欲出手教训对方 一群废物只会呱呱叫 一起上吧 秦相隆看也没看他们一眼 杨轩被气得七窍生烟 当即冲上前去 准备一拳头 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 脑壳给敲裂 我一看 就知道不好 手下留情 杨远宁急声喝道 同时朝着对方激劣而去 然而已经晚了 只见人影一闪 杨轩就笔直地倒飞了回来 被杨远宁揭在手中 而此时的杨轩 双脚软绵绵地垂在地上 居然在转瞬间 被对方折断了四肢 双目紧闭 已经是昏死了过去 夕缘之中 鸦雀无声 众人都被这秦向龙出手的狠辣 给吓到了 这里的人 谁不知道 杨轩是杨远宁大师的亲孙 虽然在风水术的造诣上 无法与杨大师相提并论 但家学渊源 在年轻一辈中 绝对是佼佼者 就他这样的 居然在那秦向龙面前 连一个眨眼都没坚持下来 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在想 这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田向峰等几个师兄弟 义愤填膺 就要冲上去 替杨轩报仇 结果被杨远宁喝止住 退下 田向峰等人不敢违背师命 只得恨恨退回人群 杨远宁将孙儿杨轩 交给他们照看 排众而出 来到秦向龙面前 眼看杨远宁和秦向龙对上 众人纷纷后退开 在中间让出一大片空地 围观人群议论声不绝于耳 此前大多数人 都是对这个秦向龙不屑一顾 认为 只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富家公子哥而已 但经过此番波折 所有人都对齐高看了一眼 不过就算如此 也几乎没有人认为 这人会是杨大师的对手 我也觉得杨大师迎面大 袁子康道 同意 孟大之附贺 贺锦堂问我 老陈你怎么看 他俩的看法就不靠谱 恐怕玄 我不太乐观 这秦向龙的确是 嚣张狂妄的厉害 但他既然能当上一教之主 就绝对不可能 仅仅是个狂妄自大的人 他之所以堂而皇之地 约斗杨远宁 就绝对是有绝大的把握 而且 如果玲玲弟弟的死 真是因为踩了他一脚鞋子而起 那么这人就绝对是个冷酷无情 心狠手辣到极致的变态 不过袁子康和孟大志 却是不认同 那咱们要不要打个赌 孟大志提议 行啊 赌什么 贺锦堂立即来了劲 不过事先生命啊 赌钱不来 搁对钱没兴趣 孟大志也不甘示弱 随便你说 好 贺锦堂一拍手 谁要是输了 三个月内必须听从对方吩咐 怎么样敢不敢 来就来 袁子康和孟大志 当即点头同意 一言为定 贺锦堂说完 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们这两个傻货 实在太没眼力近了 敢跟我们家老陈打赌 袁子康和孟大志 两人嗤之以鼻 宝 你要不要也来玩玩 你呀谁 袁子康问宝 宝正打游戏呢 抬了抬头 脆声声地说 这还用问吗 跟我哥哥打赌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袁子康和孟大志面面相去 我也懒得理他们在那瞎搞 只见杨远宁长生而立 虽然年纪一大把了 但是精神器却是不输少年人 请吧 杨远宁淡淡道 秦相龙冷冷一晒 装腔作势 话音未觉 黑影一闪 已经来到了杨远宁身前 速度之快 惊得围观人群 响起一阵惊呼 忽然挤到黄影快速掠起 黄指为底 朱砂为咒 四道黄指浮露被杨远宁寄出 齐刷刷地朝着秦相龙迎面飞去 愚蠢 秦相龙冷喝一声 双手在胸前一合 那四道浮露瞬间爆开 炸成一团火焰 杨远宁面色不敢 又是数道浮露被他寄出 悬于空中 环绕在他身体四周 一旦秦相龙避静 那几道浮露就如同火雾一般 极弱流星般朝着他迎面射去 秦相龙仍是双手一合 几道浮露同时爆开 激起一股气浪 飞沙走失 秦相龙被逼得往后倒退了几步 围观人群顿时响起一阵欢呼 袁子康和孟大志二人 也是乐得合不拢嘴 看吧 这小子根本不是杨大师对手 然而他们这句话刚出口 场上一变再生 只见杨远宁立在原地 不停有浮露被他寄出 静静地悬于身判四周 我之前就听说 杨远宁最擅长的就是浮露一道 此时看他施法起伏 果然是很有一套 他虽然修为精深 但毕竟年纪大了 总不可能跟年轻人比速度 比身法 但就拼着一手浮露 恐怕整个江城 没有几个人能靠近 他深周三尺之内 刷 又是一道浮露升空而起 正正地悬于头顶 因为距离太远 无法看清这浮露具体的笔购 但看这样子 应该是神威类的浮咒 所谓神威类浮咒 就是能够产生威压 比如 我炼制的那道大威灵咒浮 就是一种十分高深的神威类法咒 果然 此幅一出 秦相龙就如同受到了一股无形的重压 就连动作都似乎变得迟缓了几分 杨远宁随手一指 三道炫扬服 五道开山服 疏忽朝着秦相龙席卷去 人群一阵欢呼喝彩 突然 秦相龙左手往前一伸 五指朝天 赫然一道淡淡的黑烟 自空中凝成 笔直落下 瞬间穿透悬在空中的那道神威浮露 同时落在他身上 秦相龙周身 顿时笼罩了一层淡淡的黑烟 看着诡异无比 那三道炫扬服 五道开山服 刚一沾到那黑烟 就法力尽失 如同一张废纸般 从空中飘落了下来 这到底什么东西 从没见过呀 估计是什么旁门邪术 怎么还能让弗禄失灵 实在古怪 众人议论纷纷 杨远宁脸色也是 凝中了几分 再次寄出数道弗禄 可笑 秦相龙冷笑一声 身上的黑烟突然斜裹着他 出现在了杨远宁面前 速度之快 如同鬼魅 杨远宁急忙手指一转 挤到护身符禄 刷得叠在身前 然而黑烟一闪 秦相龙已经鬼魅般 出现在了他身后 挥手就朝他脑后拍下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杨远宁的身形 却突然朝前平移了数尺 挤到黄指符禄刷刷地飞起 朝着秦相龙横压下 正当众人欲欢呼喝彩的时候 那秦相龙口中突然喷出一口黑烟 那道烟气 虽然凝食如同利剑 吃得一声 就破开了杨远宁护在前面的护身符咒 紧接着从他胸口透体而出 于是不检 竟然又把杨远宁身后围观人群中的 一人胳膊给冻穿 然后采眉 入墙壁 留下一个漆黑的深洞 师父 田相风等人急忙冲了上去 杨远宁胸斜涌入住 被他强撑着 施了一道符咒 才勉强将斜止住 也就亏了是他在最紧要的关头 硬生生地避开了要害 否则换成其他人 只怕已经被击穿心脏而死 怎么会这样 袁子康和孟大志脸色发白 握了的曹的 这什么玩意儿 贺锦堂也没有什么喜色 江城协会这边 赶紧把杨远宁抬了下来 进行救治 秦相龙双手负在身后 傲立当场 围观人群一片哗然 人人惊恐难安 什么江城第一风水师 就是一个老废物 秦相龙比一地道 田相风等人气的发抖 却也无可奈何 既然这江城首席是废物 那希望你们江城协会有点把势 秦相龙冷然说道 你们谁来 这人刚把杨远宁挑落马下 立马又找上了江城协会 看来是有备而来 准备横扫江城风水界啊 你们谁是林学红 秦相龙双手负在身后 冷冷问道 这番话问得可谓极度傲慢无礼 江城协会这边众人听得纷纷大怒 我们会长的名讳也是你叫的吗 有好几人忍不住大声怒迟道 我见林伯父跃众而出 淡然说道 我就是林学红 不知秦先生有何指教 秦相龙副手力 扫了林伯父一眼 原来你就是江城协会的会长 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实在让人失望得很 这番话又引来协会众人一阵大怒 林伯父不卑不亢道 林某人本就才疏学浅 担任会长一职 实属大家抬爱 不过林某人自问 上任至今向来兢兢业业 并无有愧之处 秦相龙和地笑了一声 如果只是个废物 那兢兢业业又有何用 此言一出 众所哗然 林伯父涵养再好 也不惊动了几分怒气 林某人形势如何 还轮不到阁下来评头论足 秦相龙轻蔑道 说得再多有用何用 你要是不服 那就手底下来见真章 林伯父被他堵得一时无法辩驳 咱们这里的人 谁不知道我爸不懂风水术 你明明是故意刁难 人群中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怒骂道 我听这声音 不用看也知道是谁 果然 就见林青霜气呼呼地跃众而出 身边还跟着张浩和李征兄弟俩 说的是啊 这人就是纯心来找茬的 我看他就是心怀不轨 张浩和李征两人也是一通冷嘲热讽 秦相龙冷笑一声 既然不通风水术 那还做什么协会会长 倒不如把这位置让给本少爷 混账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做我们协会会长 林青霜大怒 秦相龙扫了他一眼 急笑道 怎么 当不成会长女儿急了 要不跟了我 当会长夫人也是一样 你 你无耻 林青霜气地满脸通红 张浩和李征兄弟俩也是破口大骂 秦相龙却是看也懒地看他们 扫了众人一圈 看来这江城协会 从上到下都是一堆废物 实在是无趣 那就让齐某人来领教一番 此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人 相貌平庸 不修边幅 正是其不顺 老陈 你说齐大师有几分神算啊 袁子康担心地问 我摇了摇头 这位齐叔在俘虏上面的造诣 其实是很高的 只可惜 真正跟人动手的次数 实在太少了 临场经验太缺了 恐怕依旧不会是那个秦相龙的对手 那怎么办 孟大志也是皱了眉头 我看了眼场上 见林伯父拉着棋不顺 正在低声说着什么 想必是在劝说他不要上场 但这位齐叔的性子我知道 十分固执 只要决定了的事 就轻易无法改变 今天这事情实在是棘手得很 除非是江城协会这边 有人能赢下秦相龙 最不计也要打成平手 否则江城协会的名声 只怕是会遗落千丈 废物就是废物 到底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秦相龙比一地道 他一口一个废物 其实就是在故意侮辱江城协会 逼得对方不得不应战 我见齐不顺 冲着林会长摇了摇头 转身就要上场 当即抢在他前头 扬声说道 还真是好笑 咱们风水界 什么时候变成混混斗殴了 今天我跟你打 明天你跟我比的 成什么样子 打我麻全吗 一时间 把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林会长等人恶然看向我 秦相龙却是面无表情 韩生道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敢在这里指手画脚 我笑 你别急啊 我说的就是你 你说 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干 人家杨大师一把年纪了 看你闹个不停 好心好意陪你玩一下 你倒好 连黑风煞这种东西都用出来了 什么玩意儿 什么黑风煞 胡说八道 秦相龙冷声道 我呵呵冷笑一声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真以为别人就不认识了 其实他那身上冒黑烟的法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历 所谓的黑风煞 纯粹是我随口胡舟的 你为了炼这黑风煞 在巴掌盒那边 成了一堆尸骨 你以为就天不知地不知了 我半真半假 一通胡扯 但事实上 巴掌盒底的那些个尸体 的确极可能与这人脱不开关系 对 我们在巴掌盒 发现了十来具尸体 被头发缠在水底 死状十分离奇 甚至还有六七岁的小孩 张斌立即高声说道 我听得心里暗赞 这小伙子脑子机灵啊 有前途 众人一片哗然 巴掌盒底发现尸体的事 所有打捞都是秘密进行的 并没有宣扬出去 因此 除了协会内部的人之外 绝大多数人都是首次听说 黑风煞这法术 的确是厉害 牛逼 我竖了个大拇指 不过为了修炼法术 害死这么多人 哥们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盯着秦相龙 嘖嘖了几声道 咱们风水界也有风水界的规矩 你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用邪术残杀普通民众 还真是不怕死啊 秦相龙脸色发黑 怒道 什么黑风煞 简直是胡说八道 哥们你别急啊 翻来覆去只会说我胡说八道 这有意思吗 我摇摇头 秦相龙突然怒急而笑 小子 认你说破嘴皮也没用 今天我看你怎么死 我哀忧了一声 叫道 有人要杀人灭口了 双手背在身后 悄然结了个紫微印 就在这时 那吴天门突然飞奔上前 来到秦相龙身边 福尔跟他说了几句什么 秦相龙顿时力 脸色大变 扫了林伯父等人一眼 冷声说道 本少爷还有要事 今天就放你们一眼 又回头冷冷地盯着我 小子 我不抽了你的筋 扒了你的皮 我就不姓秦 说吧 带着他手下一班人 分开人群 急匆匆地就出了西园 不一会儿 一队跑车卷起风烟阵阵 扬长而去 剑秦相龙等人离开 我们去跟林伯父他们 打了声招呼 也从西园退了出来 老陈 你这张嘴还是厉害的 有隔三成功力了 估计那性情的二傻子 废都给你气炸了 贺锦堂一边打着方向盘 一边乐不可知地道 孟大志深有体会到 这人嘴巴的确是毒 是吗 我以前还真没觉得 是我太善良了吗 原子康问 我懒得理他们 看着窗外琢磨事情 哥哥 要不要玩一把 宝拿出手机 好啊 我打开手机 正准备进游戏 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你们都别吵 孟大志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突然间脸色大变 我们几个奇怪地看着他 只听他用带点颤抖的声音问 师 师姐 贺锦堂一听 干脆直接一脚刹车 把车子靠在路边停了下来 是 孟大志连连点头 然后看了看外面 问贺锦堂 这什么地方 贺锦堂说了位置 孟大志抱了过去 然后又说了几句 就挂了电话 姚红英 贺锦堂立即急不可耐地问 那母老虎找你干什么 你才母老虎 孟大志瞪了他一眼 我师姐说 让我们在这儿等着 他马上到 袁子康诧一道 你师姐来江城了 对啊 我也纳闷呢 孟大志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看样子 心情还是有些激动的 我打拘到 说不定专门来找你的 准备什么时候 请我们喝喜酒 这什么啊 能不能正经便 孟大志难得的老脸一红 不过嘴上说着什么呀 却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恭喜恭喜 袁子康也来凑去 贺锦堂却是打击道 你这什么品位啊 这妞长得还算漂亮 不过这种性格 你也受得了 改天哥给你介绍几个好的 我笑道 萝卜青菜 各有所好 大志就喜欢这种强势型的 原来你是喜欢受虐啊 越被女人打 就越是喜欢是不是 贺锦堂恍然大悟 你全家都喜欢受虐 孟大志被说得恼羞成怒 两人差点又掐了起来 宝儿有些无语地问 还能不能好好打游戏了 就是 一说到女人就来劲 瞧你们这帮人的德行 我鄙视道 和宝联了网 进游戏就操作去了 一盘游戏没打完 姚红英就到了 还是一身红裙 不过相比在书院时 气色明显好了很多 也更漂亮了几分 世界 孟大志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谁知他看也没看 就静止越过了他 手指冲我点了一下道 你跟我来 我有些意外 去哪 哪来那么多废话 去了就知道了 姚红英冷声道 这女人 还是那副暴脾气 我略意转面 就说 好 从车里出来 我警告你们 别跟过来 姚红英扫了孟大志他们一眼 就带着我上了他的车 这是辆黑色高级商务车 开车的是个 挺漂亮的年轻姑娘 见我俩坐好 就发动了车子 朝着西边急迟而去 一路上 姚红英一句话也不说 全程板着个脸 我也识去的 没去搭话 大约一个多钟头后 车子来到一栋 十分别致的中式宅院前 这个宅子 一派中式古典风格 走进去回廊假山 小桥流水 景致应有尽有 不过这些东西很新 明显是最近新建成的 要建成这样一个 考究的宅院 那可比一般的别墅 要多花多少钱 我跟着姚红英二人 穿过庭院 见荷花池边 一座精致的房舍 房门外守着两个人 低着头弯着腰 态度十分千功 等我们过去的时候 那两人急忙迎了上来 其中那个年轻的 小心翼翼地问 不知小姐什么时候 能见我们 我看得大为诧异 因为这二人不是别人 正是不久前 才见过的秦相龙 和吴天门 只不过此时的他 低眉顺眼地 跟之前那个冷酷 桀骜的秦家大公子 截然不同 此时那秦相龙和吴天门 也看到了我 两人都是脸色一变 吃惊不小 小姐想什么 是你们该问的吗 姚红英冷声道 秦相龙和吴天门 吓了一跳 急忙道 不敢不敢 我们就是问一问 不该你们问的 就别问 姚红英不假词色 是是是 秦相龙二人连连点头 我看得好笑 一了一声 说道 这不是秦教主 和吴长老吗 秦相龙恶狠狠地 朝我看了一眼 但似乎有极大顾忌 硬生生把这口气 给咽了回去 赶紧进去吧 小姐在等你 姚红英催促道 秦相龙二人大吃了一惊 又盯着我看了好几眼 我于是不再理会二人 跟着姚红英进门 这屋子里的白色 处处典雅精致 又穿过了两道内门 姚红英停下来 朝其中一处房门一指 我家小姐就在里面 你进去吧 对于姚红英家这位小姐 我是早就十分好奇 这人只是随手下了一步棋 就把整个徐州风水界 玩弄于鼓掌之中 我甚至怀疑 庄家的事情 也和她有关 简直是手眼通天 推门而入 空气中 飘荡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只见一个年轻姑娘 高坐踏上 一袭袖金长裙 滋容秀丽 绝带风华 美得不可方物 如果单论相貌 就算比起小石头 也是各善胜长 不过在气质方面 两人却是截然不同 小石头是神秘冷清中 带着一丝俏皮 这姑娘却是看似端庄温婉 目光流转之间 却是给人一种 无处不在的压迫感 你就是陈平 那姑娘端向了我一阵 说道 声音温婉清澈 动人心弦 自有一股不可名状的魅力 我确定从没见过她 正疑惑间 只听她又道 你的相貌 我还算满意 不过我对你这人 还是陌生得很 我听得更加迷惑不减 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 时间长了 我想总会慢慢习惯的 那姑娘道 我忍不住笑道 抱歉 实在没听明白 你说的什么意思 那姑娘目光流转 淡淡道 等我对你熟悉之后 没有那么排斥了 你我就成婚 这回听明白了没有 成婚 我就是千算万算 也料想不到 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然不是现在 那姑娘道 只能说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不算太糟 但距离能让我接受 还早得很 我是确认 自己没有听错 不禁失笑道 你这玩笑可开大了 婚姻大事 讲究的是你亲我愿 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姑娘看了我一眼 漆黑的毛子 深如幽谈 淡淡道 从来没人敢违背我的意思 我收起笑容 指示着她 原来 当年用九龙菊 赌我命格的人 就是你 那姑娘微露一色 你反应倒是快 这不斥就是承认了 我心中翻江倒海 当年我刚一出生 就被人不移花接木的风水阵 盗取我的命格惊奇 按照三爷爷所说 对方是要用我的命 来给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子 脱胎换骨 逆天改命 没想到今天 我终于见到这个人了 能替我续命 是你的福气 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 那姑娘声音冷淡地说道 我差点被她给逗乐了 这么说 我还得感恩戴德了 那姑娘道 以后你好好待在我身边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 我笑道 给你端洗脚水吗 这种事自然不用你去做 当然你想做 我也不会拦着你 你是不是想说 这世上不知有多少人 抢着要给你端洗脚水 能让你给我端 已经是你万年修来的福气了 我讥讽道 那姑娘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要不是你曾经给我续过命 你以为你有这个资格吗 我没猜错的话 你之所以要跟我成婚 无非是因为 九龙局还没完满吧 我话锋一转说道 放心 等九龙局完满之后 你顶多会大病一场 有我在 你的命肯定能保住的 不管怎么说 你也算是我的人 以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我可以保你一世富贵 我故作不懈 讥讽道 好大的口气 还万人之上 你凭什么 那姑娘谋中寒煞 冷冷地道 就凭我是长生殿圣女 江秋迪 我心头一领 原本我早就猜测 对方或许跟长生殿有关 没想到 如今还真的实锤了 而且 人家干脆就是长生殿圣女 在一些宗门教派中 能够当上圣女的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宗主的亲传弟子 另一种 那干脆就直接是宗主的亲生女儿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足以说明 这女人在长生殿中的地位 以目前的局面来看 连气焰不可一世的金山法教 都只不过是长生殿底下的爪牙 作为长生殿圣女的夫婿 那的确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了 难怪以秦相龙 如此嚣张猖狂的性子 在这江秋迪面前 也成了一条喀巴狗 江秋迪道 这些年 你跟你那个爷爷躲在林县 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了 只不过是我一时心软 替你求了个情 否则你这些年 早就被圈禁起来了 我听得心头一震 没想到当初三爷爷 带我逃去林县 原来也早就落在了他们眼中 说到这里 江秋迪语气一缓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今后你就跟在我身边 好好表现 只要能让我接受你 不至于那么排斥 就算是你大功一剑了 意思就是 趴在你脚下当狗腿子 我打断他问 江秋迪眸光一转 冷声道 你要这样说 我也没办法 这世上能有这个机会的 只有你一个 我哑然失笑 看来这机会的确是难得呀 说的我都动心了 只可惜啊 你长得实在太丑 我下不去手怎么办 江秋迪煞时间变了脸色 目光寒煞 你知道惹恼我的下场吗 怎么 你还能变得更丑 把我吓死不伤 我不避不闪地直视着他 江秋迪脸上 恼怒的神色一闪而逝 转眼间又恢复了平静 他从踏上站起 冷冷地凝视着我 目光中透着一丝怜悯 轻叹道 井底之蛙 根本就不知道 井外的世界有多大 我知道你也学了几分本事 但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臭虫 你走吧 等你哭着跑回来求我的那天 你才会明白 今天你的所作所为是有多愚蠢 说吧 江秋迪一挥衣袖 就转身进了内社 我也没在屋中久留 等我开门出来时 秦向龙和吴天门二人 还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门外 见到我 那秦向龙脸上 又是闪过一丝阴雾 我没有理会他 姚红英过来 对我说道 我送你出去 他带着我 往庄园外走去 到无人处 姚红英压低声音问 你没惹我家小姐生气吧 大概是气炸了吧 我随口说道 我没跟你开玩笑 姚红英怒道 我说我也没有 姚红英急了 你到底说了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说 你家小家长得丑 姚红英张着嘴 半天没缓过来 你 你是疯了还是瞎了 他匪夷所思地看着我 你居然敢说 我家小姐长得丑 的确是难看了点 实话实说也有错 我无辜地道 姚红英气急败坏 你 你这人 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你居然还能站着出来 我看看他 你在长生殿算什么身份 姚红英吃了一惊 我家小姐告诉你的 不就是长生殿圣女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我无所谓地道 他连圣女的身份都跟你说了 姚红英不可思议地盯着我 不是 你到底什么人 我家小姐从来没在他闺房里 单独见过一个男人 你说呢 我故意含糊其词 本来是想从姚红英口中 套出些话来 谁知这女人心思 也是机敏得很 并不中我的圈套 把我送出门后 见四周没人 姚红英速声道 我不管你到底怎么回事 看在我师父面上 我提醒你们一句 千万别跟我家小姐对着干 否则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谢了 我还是坐了来时的那辆商务车 把我送到城区 就把我放下 车子原路返回 我打了个出租 车子开到半路 就接到了贺景堂的电话 老陈你回来了没 我说已经出来了 问他们在哪 贺景堂说 他们已经回到了家里 我让出租车师傅 直接开去贺家老宅 车子在刚在别墅门口停下 贺景堂他们三个就冲了出来 尤其是孟大志 最是急不可耐 一把抓住我 问 我师姐呢 急个毛线啊 你闪开 贺景堂把孟大志推开 老陈 你快说说 那母老虎带你去哪了 有没有见到他家那个什么小姐 长得怎么样 这家伙也就惦记着美女 我懒得理她 回到屋内 喝了口茶 这才说到 是见着了 那对方到底什么人啊 我说 是长生殿圣女 真是长生殿 原子康和孟大志 大吃了一惊 贺景堂却是一头雾水 那是什么鬼 原子康和孟大志都没理他 二人满脸震惊 一时间还缓不过神来 老陈你真没弄错 他俩还跟我反复确认 我说 是他亲口说的 至于是真是假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你们要不再去问问 原子康眉头紧锁 突然一拍大腿道 我知道了 金山法教那个姓吴的 不是说他们背后 还有一个连龙虎山 都不放在眼里的大靠山吗 原来就是长生殿 难怪了 难怪了 孟大志难难道 这么说 我师姐岂不是入了长生殿 贺景堂忍不住靠了一声 到底什么是长生殿 谁给哥科普科普 结果没人踩他 那他找你去干什么 原子康问我 我经过几番斟酌 还是把婚约的事略过没说 毕竟这件事的牵扯极为复杂 他们知道了 反而会因此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就想知道 这什么长生殿圣女到底长得怎么样 贺景堂好奇问 还行吧 我说 还行是几个意思 贺景堂追问 我心里想着事情 随口道 就是霍国殃民那种水准吧 卧槽 真的假的 贺景堂大吃一惊 那我绝对要亲眼见见 我没好气到 不想要命了 你就去 怎么 难道看一眼就能把我的魂给勾出去 这种级别的美女 那真是不得了 贺景堂惊叹 袁子康和孟大志 还在那震惊于对方长生殿的身份 两人在那嘀嘀咕咕的 不知在说些什么 哥哥 宝从楼梯下来 喊了我一声 我笑道 宝怎么了 要打游戏吗 等会儿吃过晚饭 我们几个陪你一起开黑 宝却是摇了摇头 哥哥 你去一趟湖边的房子 我一愣 随即大吃了一惊 老陈 什么湖边的房子 贺景堂疑惑地问 我没理他 过去拉着宝来到楼上 宝 你刚说湖边的房子 是什么意思 我摸了摸他脑袋 柔声问道 宝声音软蒙地道 就是湖边的大房子 我心中惊疑不定 湖边的大房子 也只有当初那位旅老先生 送给我和小石头的那一栋湖边别墅 但这是我并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为了避免麻烦 连贺景堂都没有说过 宝是怎么会知道的 那宝让哥哥去那里 是有什么事吗 我笑着问 宝恩了一声 有人等你 我一个机灵 宝有通灵感应 往往能预知到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只是能在湖边别墅里等我的 除了小石头 还能有谁 我顿时心里一片火热 拍了一下宝小脑袋道 那哥哥马上过去看看 宝说了声好 然后就回了自己房中 我下楼跟贺景堂他们打了声招呼 就直奔豪远而去 等到地方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我自从跟着叶夫人他们离开江城后 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来这边了 今天过来一看 这豪远里面是越发冷清了 沿途过来 几乎看不到几家是亮着灯的 开车的师傅 对这儿也颇有忌讳 不敢再往深处开 于是我就在中途下了车 不行前往 路上一片寂静 只有沿途的路灯 洒下一片昏黄的光 过不多时 就遥遥看见了 那栋坐落在小湖边的大别墅 只见房子的二楼赫然亮着温暖的灯光 我又惊又喜 心里有些急不可耐 当即撒开身法 朝着湖边急速掠去 不过片刻 就已站在了别墅门口 院子的铁门虚掩着 楼上的灯光从窗口泄露出来 在地面照出些许阴影 我只觉心中砰砰乱跳 不禁失笑道 紧张什么 又不是头一会儿见他了 只是说归说 心里头的那份喜悦 却是无法按捺 我检查了一下身上 再把领子整理了一下 这才推门而入 客厅里并未亮灯 不过我开了夜眼 自然能瞧得一清二楚 跟我离开前相比 的确是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顺着楼梯上去 只见二楼书房亮着灯 房门敞开着 小石头 就是经常在里面看书 我放轻了脚步 巧声走到门口 就见一个窈窕身影 坐在书桌前 长发披肩 食指尖尖 慵懒地拿着一卷书 光是一个背影 就美得让人心生无数幻想 但我却是耸然而惊 因为这人根本不是小石头 虽说 他经常一容变装 盯着别人的模样 到处晃悠 但他看书的姿态 却是不会变的 他看书的时候 喜欢做得十分端正 绝不可能是这样一副 慵懒的模样 你是谁 我开口问道 过了好一会儿 那女人才将手中的书卷割下 慵懒地道 才多久没见 就不认得我了 我听到她的声音 心中顿时一阵惊涛骇浪 就见她回首过来 戴眉如远山 容貌绝美脱俗 脸上似笑非笑 只是雪白修长的 薄梗之上 有一圈极淡的细痕 就如同一件绝世的艺术品 虽然多了一道细细的瑕疵 却也更平添了一分诡异的魅力 小巷师 你这年纪不大 记性可不大好 我顿时如堕冰枯 看着眼前的女人 我心中转过无数念头 不过最终还是觉得 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当初离开滇南谷幕后 我就不时再想 这女人到底会去了哪里 谁知 就在我醉料想不到的时候 这女人一下子冒了出来 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 大概是在墓里的时候 被你给吓着了 所以记性一直不大好 我缓缓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笑着说道 是吗 我怎么记得 你这小巷师本是普通 胆子倒是奇大 你也会被吓着 那女人淡淡地斜了我一眼道 我苦笑道 不敢 我有点渴了 去给我倒碗茶过来 那女人道 我挣了一挣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去了厨房 找找看有没有茶叶 趁着煮茶的功夫 我把这事情 反反复复琢磨了一遍 却也想不出任何头绪 端着热茶上来 给她倒了一杯地过去 那女人接过 喝了一口 微微醋没道 这什么茶 一点也不好喝 算了 看你这样子 也不是个懂茶的人 将就吧 我站在那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愣在那里干什么 怎么不说话 那女人道 我说 不敢随便插嘴 那女人冷笑道 你有这么乖 我诚恳地点点头 那是我看错了 那女人淡淡道 当初在古墓 我要不是看你小子 心眼够坏 早就把你碎尸万段了 对不起 我刚才说谎了 我知错就改 那女人冷笑道 你个小滑头 最好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头 我也知道 这女人绝不是什么 好糊弄的主 索性也就豁出去了 从旁边搬了把椅子 过来坐下 又给自己倒了杯茶 喝了压压惊 你就不怕我把你宰了 女人寒声道 我说 你真要宰 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她语气稍缓 没看见我茶杯空了吗 我赶紧给她 又添了一杯 你是不是在想 我怎么会找到这里 来这里 又是为了做什么 她淡淡问 我还真是这样想的 也不用遮掩 说道 我是挺好奇 女人道 我这次来 就是来弄死你这小花头的 我笑道 那不可能 你不信 她冷嗖嗖地撇过来一眼 我笑说 要灭我这样的小臭虫 那值得劳动您这样的仙女出手呀 这不合适 那女人悠悠看了我一眼 别以为拍马屁 我就会放过你 不过说过说 语气却是明显缓和了不少 这时 天际一道雷霆划过 漆黑的天际闪了一闪 紧接着 雷声轰隆隆地往这边滚了过来 片刻 倾盆大雨就滂涂而下 女人站起身来 走到窗前 看着外面的雨幕 梁九 才说道 这本来就是我的家 我倒想想问你这个小花头 你跑到我家来抑郁何为 我心里忍不住吐槽 你是全都大你有礼 你要看中这房子 你就拿走 但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吧 这什么时候 就变成你家了 你是不是在肚子里骂 这个女人简直莫名其妙 明明是我的房子 偏偏说成是你的 那女人寒声道 我一惊 心说这女人有毒心术不成 赶紧否认 绝对没有 女人冷哼了一声 这房子是小吕送给你的吧 这一回 我真是大吃了一惊 难道小吕送你房子的时候 没有让你等一个人 女人悠悠地道 你 你就是肖观音 我看着站在窗口的那道身影 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当初那位吕老先生留下的遗书 的确是让我们在这房子里 等着一个叫肖观音的女人回来 那女人临风而立 群居飞舞 凝视着天外道道霹雳垫走龙蛇 轻叹了一声 问道 小吕是怎么死的 我受的冲击太大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进来 将猫里领隧道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肖观音听了 久久没有说什么 我心中却是各种面头乱飞 当初我和小石头 一起读了吕老先生的遗书 都在想 这吕老先生 年纪已经如此大了 又隔了二十多年 他要等的那个女人得多年纪了呀 只怕早已不再人世 我又隐约觉得 吕老先生要等的这个女人 有没有可能和 滇男古墓那个女人有关 没想到 还真的被我说中了 只是那女人 被葬入的那一座古墓 从年代上来说 至少是在明代 也就是距今起码数百年了 这岂不是说 那位吕老先生在死之前 其实已经活了数百年了 正在我千头万绪之时 肖观音转身 回到椅子坐下 淡淡道 倒茶 我见他茶碗还是满的 不过人家说什么 都有理 去把碗里的茶水倒掉 有气上心的 端到他面前 肖观音接过茶 喝了一口 搁到桌上 喝你三碗茶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肖观音 唯一的弟子 我都猛住了 还不叫师父 肖观音道 我一时不知道 这女人是怎么想的 要么叫师父 要么我宰了你 肖观音淡淡道 师父 肖观音邪腻了我一眼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知道你身上的阴神火 有多少人垂涎吗 当初要不是看在 你有几分机灵镜的份上 早就一巴掌把你给拍死了 我现在终于能肯定了 我身上的那道诡异阴气 还真就是阴神火 而且正是这女人 给我做的手脚 阴神火 是我长生殿至宝 的确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但要是不能及时修炼 或者修炼不得法 这阴神火 就会先焚烧了你的脑子 让你变成痴呆 再吞噬了你身子 让你变成 致阴致邪的邪碎 你要是不愿意当我徒弟 也可以马上 从这里滚出去 师父 您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给您做去 我马上恭恭敬敬地道 肖观音瞭目流转 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不过师父 咱们跟着长生殿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我问 肖观音眉角一挑 悠悠说道 本宫长生殿殿主 你说是什么关系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长生殿殿主 是师父的后代传人 我一下反应过来 这女人原来是长生殿的上一代 不对 应该算是某一代店主 只是当时不知出了什么事 他被人断了手机 于是长生殿就花费无数人力物力 在滇南为他布置了一个长生局 以求让他起死回生 而那位吕老先生 以前应该就是这女人清醒跟班 一直在守护着那个滇南古墓 并在此地等待他的回归 只是没想到 二十多年前 吕老先生在猫里领隧道 遭人围攻 死在了隧道之中 刚说你有点机灵镜 这会儿又傻了 肖观音冷冷道 我说过你是我唯一的弟子 哪来的其他传人 我又从未婚嫁 又哪来的后代 我心说 我又不知你没有嫁过人 哪知道你没有后代 肖观音看了我眼道 你既然是我的徒儿 那以后是要接替我执掌 长生殿的 关于长生殿的来历 你当然是要知道的 听仔细了 我只说一遍 要是哪里敢记漏了 哼 我见他谋中煞气逼人 哪敢反驳 只能洗耳恭听 你记住了 咱们长生殿的祖师 姓江 单名一个原字 据肖观音所说 这位姜元姜祖师 从小天赋异禀 绝世之姿 只可惜在二十多岁时 遇上了一个男人 要知道这位姜祖师 无论是相貌还是才华 那都是世间一等一的 根本没有任何男人 可以入他的眼 可偏偏他无意中 遇到的这个年轻男子 却是 无论在学识 还是在风水树树上 都稳稳地压了他一头 而且让他生出了一种 永远无法企及的绝望感 姜祖师当即对这个年轻男子 一见倾心 为之着迷 二人结伴游历 彼此都是十分欣赏 后来 姜祖师下定决心 和对方表露心计 但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 对方居然把他给拒绝了 姜祖师当场就猛了 他想不明白 他俩明明对彼此都有轻慕之意 他为什么会拒绝自己 最后在姜祖师的苦苦追问之下 对方终于说出了原因 因为他竟然是长生之躯 永远不老 他俩不可能在一起 姜祖师原本还以为是对方 只是胡乱找个理由骗他 但当对方给出一个个证据之后 姜祖师终于相信了 原来这世上真有长生之术 从此之后 姜祖师就憋了一口气 天南地北到处游历 翻遍各种典籍 想要钻研出长生术 但长生之术虚无缥缈 虽说历代以来 都有不少关于长生的传说 但都是不知真假的 以姜祖师的天纵之才 却也是束手无策 这一晃就是十年 姜祖师已然是三十几岁了 但长生之术依然遥不可及 姜祖师绝望之余 突然想到了 秦始皇寻长生药的传说 于是他踏遍崇山峻岭 想要找到秦始皇陵 只是这秦始皇陵 建造得极为隐秘 常人根本无法寻到 为此 姜祖师还特意拜入了 最为神秘的藏门 学习藏术 以他的天资 姜祖师很快就有所成 之后他就离开了藏门 以藏门所学 四处发掘古墓 最后 秦始皇陵没找到 却被他找到了一处 十分诡异的邪墓 就是在这个邪墓之中 姜祖师不慎重伤 并且被一道阴气侵入体内 这道阴气古怪之极 他用尽了所有办法 都无法将其驱除 姜祖师逃出邪墓之后 这道阴气就像活物一般 在他体内生根滋长 他发现自己的体温越来越低 心跳也越来越弱 身上阳气虚弱 阴气逼人 变得不仁不轨 以姜祖师的性子 自然不会服输 他学识 本就渊博之极 精通各种秘术 于是闭关钻研 如何将那阴气收服之法 那阴气厉害之极 如同一团火焰 如果不加以控制 就会首先焚掉人的脑子 再吞噬人的身体 将之彻底变成 至阴至邪的怪物 姜祖师用尽所学 经过千般尝试 终于将那道阴气收服 虽然无法从体内驱除 但他可以十分自如地 操控那道阴气 与此同时 他还发现了一件 十分奇妙的事 自己的身体 在那道阴气的滋养之下 居然停止了衰老 这一发现 让他欣喜若狂 这岂不就是长生吗 姜祖师欣喜之余 又继续埋头钻研 他万分确定 那道阴气 的确可以让人动住年龄 停止衰老 但问题是 一旦阴气失去控制 就会反噬 将人变成 一具没有灵智的邪碎 所以 这就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能够驾驭好了 这道阴气 可以让人长生 一旦驾驭不好 这道阴气 立马让你变成恶鬼 而到了此时 姜祖师已经五十多岁了 虽说 他体内有了这道阴气 可以让自己 永远不再衰老下去 但是去的年华 却也无法再找回来 望着镜中 自己已经爬起了皱纹的脸颊 姜祖师也死了 寻找那个 让自己一见清新的男子的念头 后来 他就创立了长生殿 并将体内这道阴气 命名为阴神火 因为这道阴气 就像火一样 烧一不慎 就会将人焚烧得万劫不复 他深知自己 虽然暂时驾驭住了阴神火 但仍然有极大的缺陷 于是 他在创立长生殿之后 就一门心思 埋头钻研阴神火的驾驭之法 在姜祖师年复一年的尝试之下 他终于总结出了一套 比较完善的方法 但他知道 要用阴神火来取得长生之躯 风险还是太大 而且 他以后的传人 就算有了他的教给的方法 也未必有他这样的天赋 成功的几率实在太低 万一失败的话 不仅长生无望 还会变成非人非鬼的邪碎 这让姜祖师无法接受 于是 他在漫长的岁月里 利用长生殿的势力 搜寻各种典籍秘术 又创出了几门长生的法子 只可惜 最后效果都不太理想 不是有极大的缺陷 就是只能延年益寿 而无法做到真正的长生不老 不过就算如此 能创造出这种 可以延长寿命的秘术 那已经是镇骨硕金的成就了 一直以来 我对这长生殿 都没有什么好感 但听到这里 也不禁惊叹于 这位江源祖师的天纵之才 和那份持之以恒的执念 那咱们师祖看上的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啊 我好奇地问 萧观音嫌腻了我一眼 你倒还是挺八卦的 我笑说 师父你还懂八卦这个词的意思 厉害了 很难吗 这世界变化是挺大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 萧观音道 师父就是师父 厉害厉害 正所谓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这会儿还是得学得乖巧一点 萧观音冷哼了一声 道 祖师看上的那个男人 到底姓甚名谁 长相如何 他又怎么会跟我们这些后辈讲 我点头说 那也是 不过在咱们师祖之前 难不成真有人学成了长生术 萧观音秀眉微醋 过了片刻 才微微点了点头道 是有的 我听他说得十分肯定 不免有些好奇 萧观音道 师祖虽然没有具体讲过 那个男人的姓名样貌 但他曾说起过对方的来历 那到底是什么人 我大感兴趣 萧观音望着窗外风雨交加的夜空 微微出神片刻 旋即说道 寻音人 寻音人 我对这名字陌生之极 肯定从未听人说过 萧观音微微叹了口气道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按照师祖的说法 这寻音人应该是一只 极为神秘悠久的传承 他们本身会一种长生术 等修炼成功的那天 年龄就会停在那一天 不再生长 所以永远不老 不过长生术不是不死术 就算是那些寻音人 也是有可能被重创而死的 萧观音说到这里 微微有些争冲 过了一会儿 才缓缓到 当年 咱们师祖创立长生殿 之后苦心钻研长生术 将近两百余年 最后把店主之位传给了我师父 然后就离开了 我一直在想 师祖心里 应该还是没放下 那个寻音人 去找他了 后来 师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还在不在 我听他的话中 犯着淡淡的哀意 也不禁受其感染 师祖他长生不老 那肯定是还在的 我笑道 萧观音半天不语 两久才到 或许吧 我刚才听他说 那位将师祖离开前 将店主之位传给了他师父 这样算起来 那么萧观音 应该算是第三任 长生殿店主了 师父 咱们前任店主 也就是师父的师父 他老人家去哪啊 什么师父的师父 叫师祖 萧观音冷冷地横了我一眼 我盲解释道 两个师祖 这不是怕说魂了吗 那就叫梅师祖 我当然是点头硬了 心想 原来这女人的师父姓梅 萧观音道 你梅师祖 已经不在了 我吃了一惊 不在了 他老人家 没跟江师祖学长生术吗 萧观音修长的眉毛 微微搭了一搭 淡淡道 当年师祖离开长生殿时 也把阴神火 以及完整的修炼法门 全部传给了我师父 只是我师父 最终还是没能炼成 反而成了 一具没有灵智的邪碎 是我亲手用阳火焚化的 我听得大吃了一惊 完全没想到 事情竟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要以阴神火炼成长生术 天赋 毅力 气韵 方法 缺一不可 这当中尤其是天赋 是最紧要的 萧观音说到这里 又淡淡看了我一眼 当初在滇南古墓 要不是看你小子天赋还不错 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 我听得心头发凉 那没师祖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天赋不够 萧观音冷冷道 我师父既然能被师祖看中 收为清传弟子 你觉得他老人家的资质会差 那不然是因为什么 是运气太差吗 我心有余悸地问 只听他道 我师父不管是天赋 毅力 还是在竖法上的造诣 都是一等一的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我原本也是以为是师父的运气不太好 在修炼当中出了意外 但现在我基本已经能够肯定 是师祖当年留下的修炼法门 就是有问题的 我听得大为诧异 难道是江师祖 故意留下了有问题的修炼法门不成 萧观音冷冷扫了我一眼 你敢擅自编排师祖 是活腻了是不是 我不经无语 心里暗道 这不是你说的吗 师祖当然不可能传下有问题的修炼法门 但实际上 这套法门 毕竟是师祖自己摸索出来的 的确是适合师祖 却不一定适合其他人 萧观音说道 我师父按照师祖传下的法子去修炼 毕竟无法做到完全贴合 以至于功败垂成 我听出了一身冷汗 师父过世之后后 我就接任了殿主之位 萧观音说到这里 突然谋中煞气一闪 只是没想到我师父才走不久 有些人就起了不二之心 我心头一震 心想 难道当年长生殿 还发生了内乱不成 萧观音清冷的声音 在屋中回荡 就算屋外隆隆的雷声 也丝毫影响不了 我越听越是心惊不已 原来 萧观音是很小的时候 就被梅师祖说为亲传弟子 一直带在身边教导历练 可谓是亲如母女 梅祖师本身 已经得到了江祖师的全部传承 包括江祖师后来自创的几门 能够延长寿命 常驻容颜的秘书 修成这几门秘书后 梅祖师虽然已经一百多岁 但看着也不过三十几岁而已 活个几百年不成问题 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长生之术 而且梅祖师向来最崇拜的 就是自己师父 于是在江祖师离开之前 苦苦恳求他传下阴神火 江师祖原本是觉得 这阴神火实在太过诡异 而且有诸多缺陷 怕是会留下后患 本来是不想传给徒弟的 但经不住梅祖师苦苦哀求 他还是心一软 将阴神火和修炼的法门 尽数传于了他 在得到江祖师传承阴神火后 梅祖祖就开始反复揣摩修炼之法 直到他完全领悟之后 这才将阴神火和修炼秘法 传给了萧观音 之后 梅祖祖就开始闭关修炼 因为阴神火一旦入体 就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长生不老 要么阴神火焚身 变成邪碎 只可惜 梅祖祖闭关三年之后 还是功亏一篑 当时的萧观音 才二十多岁 但他的天资之高 不仅超过了梅师祖 甚至直追江祖师 而且聪慧之极 手段过人 将长生殿打理得井井有条 但当时 梅祖师已经将一道阴神火 传给了萧观音 虽说萧观音用了各种法则 暂时将阴神火 暂时封进体内 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这阴神火在体内慢慢滋长 终究有一天会封不住的 所以 最彻底的办法 只能是学江师祖 将阴神火收服 炼成长生术 但因为梅师祖的前车之见 萧观音对此 甚之又甚 他当时 已经学会了 僵师祖传下的各种学问 包括那几门 延年益寿 常驻荣言的秘法 就算是再过二十年 三十年 也是二十几岁的样貌 他在反复思量之后 认为将祖师传下来的 这个修炼 阴神火的法门 应该是存在问题的 于是 他把大量时间 都花在了完善这门秘法之上 以至于他忽略了 对长生殿的掌握 当时长生殿中人才积极 尤其是那几大长老 论资历的话 跟萧观音的师父 也相差无几 他们虽然不是 江师祖的清传弟子 但也得到了江祖师的指点 并且各自学了一门 严寿的秘术 为什么在风水界 一直有人说 长生术才是最厉害的术法 除了因为长生术 可以让人不老之外 最重要的是 因为有了长生术 就可以活得很久 只要活得久 那就算你资质再差 日积月累之下 也能慢慢地超过所有人 那几个长老 有了严寿的秘术 寿命远比常人要来的长 再加上有僵尸祖指点 几人的本事 可谓惊世骇俗 而人的欲 妄 总是没有止境的 萧观音 一心扑在阴神火的修炼上 就不免疏忽了 对长生殿的掌控 于是有一天 其中一个姓江的大长老 暗中谋划良久 联合其他几名长老 突然发难 一举袭杀了 忠于萧观音的几名长老 并且带人攻入 萧观音闭关之地 一场大战之后 萧观音将所有来犯之敌击毙 除了那名江姓大长老 其余反叛长老 尽数毙命 但萧观音也是精疲力竭 因此再也无法控制 体内乱窜的阴神火 那江姓大长老 之所以谋反 一是基于长生殿店主之位 二是贪图长生殿 真正的长生之术阴神火 萧观音可不是省油的灯 在这种生死关头 也半点不乱 虚于尾夷 假装要将阴神火传给对方 趁其不备一举将其中创 但他本人 体内的阴神火再也无法控制 眼看即将要被阴火吞噬 在灵智即将泯灭之前 萧观音决定自我了断 他怕普通的法子不保险 于是直接断了自己手机 而与此同时 他那一批亲信才刚刚赶到 见到萧观音失手分离 众人都是悲愤欲绝 双方又是一场火拼 原本强大无比的长生殿 就此崩溃 那位吕老先生 正是萧观音其中一名亲信 只是当时的他 年纪还很轻 他们一群人 拼死抢出萧观音的尸体 杀出长生殿 最后逃到了一处 隐秘的地方躲藏 再之后 那个江兴大长老 就窃聚了长生殿殿主之位 并且四处搜寻 吕老先生这些人 而吕老先生他们 却是逃到了滇南 并且耗费大量心血 在地下修建了一座古墓 布下长生局 以求萧观音起死回生 于是年复一年 他们这些人 就守着这个古墓 等待殿主归来 传承的严寿秘书 但数百年下来 他们这些人 也一个个死去 吕老先生觉得 这样下去也不行 于是他就带着几个人入室 组建了自己的一支势力 暗中发展壮大 而豪源地产的开发者 其实就是吕老先生 暗中建立的 那股势力的旗下公司 那一栋灵狐别墅 就是吕老先生主持建造 只是可惜 吕老先生等待了数百年 却也没能等到 萧观音归来 在二十多年前 死在了猫里岭隧道之中 我听得心头震撼不已 久久难以平复 也就是说 现在的长生殿 其实是七师灭祖的狗东西 萧观音邪腻了我一眼 虽说你小子这话说得 实在粗俗 意思倒是没错 难怪那姓江的丫头 这么讨人厌 原来是祖传的呀 我忽然就想到 江秋迪这个长生殿圣女 当年那个谋逆造反的 大长老姓江 这江秋迪也是姓江 看来应该就是 对方的后代子孙了 萧观音似笑非笑地道 听说你还被她夺过命格 我也不清楚 这女人是怎么知道 但以她的手段 就算知道这事 也并不稀奇 师父你既然回来了 怎么还不去把那姓江的 给一巴掌拍死 还留着过年吗 我问 萧观音冷声道 你这么能 要不你去 我笑道 我这三脚猫功夫 哪能跟师父比 只要师父一出马 什么长生殿 还不马上扶手低头 别给我戴高帽 你那老东西的本事 活到现在不在话下 我在古墓里躺了几百年 这老东西 不可能停滞不前 师父 你是怕打不过那老东西啊 萧观音冷冷瞥了我一眼 就算给那老东西 再练个几百年 又能怎么样 现在是你给我拖后腿 这话我就没法接受了 这怎么叫我拖了后腿呢 萧观音冷哼了一声道 这几百年来 姓江的老东西 不知道生了多少子孙后代 再加上长生殿 被他握在手里 人多势众 再看看我 就你一个小破徒弟 你说是不是你拖了我的后腿 我都惊呆了 这话逻辑简直无敌 让我无言以对 那师父 我有个问题 不知道该不该问 那就别问 萧观音道 算了 我还是问问吧 师父你这阴神火 练得咋样了 萧观音似笑非笑地 看了我一眼 你说呢 要不是我被他动了手脚 留了一道阴神火 在我体内 我才没兴趣知道 他到底练没练成 但现在对我来说 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我对长生不老 没多大兴趣 但也绝不想被阴火 烧成一个没有灵质的 白痴邪碎 当然是成了 萧观音淡淡道 我不由得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说明 还是有希望的 只要你乖一点 本宫会把毕生所学 都交给你 包括经过本宫改进的 阴神火修炼法门 萧观音道 师父阴妙 我赶紧一通马屁 拍了过去 谁知他说到这里 修长的眉毛微微一簇 就是这当中 有个稍许不太妥当的地方 怎么 我有点不妙的感觉 萧观音道 这阴神火的修炼秘法 虽说经过我千锤百炼 但我之所以能迈过最后一步 其实跟长生菊 有很大的关系 当初我被封在古墓底下 是生非生 是死非死 由于长生菊的作用 那道阴神火 在我体内 一直处于一种 十分玄妙的平衡 又经过几百年的慢慢沉淀 这才将那阴神火 彻底驯化 与我本身融为一体 我听得手脚发亮 好家伙 你管这叫稍许不太妥当 你这种牛叉的经历 是别人能够复制的吗 萧观音看了我一眼道 怕什么 实在不行 顶多给你小子 也做一个长生菊 那不就成了 我实在无言以对 干什么 心里有不满 萧观音冷嗖嗖飘过来一句 不敢 我苦着脸道 萧观音冷声道 瞧你这点出息 时间还长着 你本宫的天资禀赋 难道还想不出一个完美的法子来 是 只不过 我实在是没多少信心 萧观音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道 苦着脸干什么 装给谁看 我知道你这小滑头一肚子坏水 不过最好不要用在本宫身上 否则小心你的狗腿 哪敢 我笑道 师傅 您自称本宫的时候 实在太有气势了 萧观音冷笑道 你小子一翘尾巴 本宫就知道 你想干什么 别以为拍几头马屁就有用 所以我这绝对是发自肺腑的大实话 我陪笑道 这女人实在是难缠的井 萧观音端起茶碗 喝了一口 道 你这小子 学的东西倒是杂 乱七八糟学了一堆 也就是亏得你还算有几分天资 换了个人 直接就学废了 我老老实实听着 以后你就有我一个师傅 听见没有 要是敢再拜别人为师 小心你的狗命 萧观音声音陡然一立 我为难道 这个只怕办不到 我已经有师门了 不就是神像门吗 这个门派虽然都是些喜欢装神弄鬼的家伙 不过倒也是人才辈出 没有一个拥手 你是跟着你爷爷学的 算不上正经师傅 这个不爱 萧观音道 师傅英明 我一切都听师傅的 我装乖巧 萧观音冷哼了一声 你小子嘴上师傅师傅的喊着 只怕肚子里早把我骂了无数遍吧 这真是冤枉啊 我叫区道 萧观音看了我一眼 淡淡道 既然本宫收了你当徒弟 那就会真心待你 至于你会不会真心待本宫 就看你这小滑头有没有良心了 我正了一正 一时间 竟不知该说什么好 你不是哭着喊着 要给本宫做饭吃 还不去做 只听那听女人突然道 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都这时候了 也不是吃饭的时间啊 不过她拳头大 她有理 我能说什么 跑到厨房才想起来 这地儿 我都多久没住了 奶来的什么吃的 冰箱里也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最后翻箱倒柜地 找出来几包泡面 煮了两大碗 热气腾腾地端了出来 师傅 来尝尝我做的面 这个味道有点特别 不过 我保证您会喜欢 萧观音拿起筷子 在碗里挑了几个面条 冷笑道 就这 你以为我没吃过泡面 我心中直犯嘀咕 你不是在墓里躺了几百年吗 出来才多久啊 倒是啥都知道 毕竟是徒弟亲手做的 那就不算是普通的泡面 我硬着头皮道 萧观音倒也没有为难我 只是吃了几筷子 就先调料放得太多 味道太充不吃了 江家那个小丫头 要逼你跟她成婚 她喝了口茶 问道 我说是啊 把之前的事情 如是说了一遍 江家那小丫头 长得怎么样 萧观音问 我知道 一只女人的能耐 肯定是早就见过那江秋迪的 于是照实说道 真要说起来话 算是个低流的美女了 当然了 跟师傅 您还是差远了 萧观音笑道 那你还说 人家是丑八怪 因为这女人 实在太让人讨厌了 就算连长得再好看也没用 我说 萧观音邪腻了我一眼 是吗 你到底是真对她没兴趣 还是怕九龙局完满 她把你给吸干了 你要真有兴趣的话 本宫教你个法子 让那丫头不仅动不了你 你还能反过来 把她给吸干了 是真没兴趣 我赶紧否认 萧观音慵懒地道 不管你是真没兴趣 还是假没兴趣 等以后拿回了长生殿 这个丫头给你处置就是 你想怎样就怎样 不过现在嘛 你还是好好想想 该怎么应对现在的局面吧 我说 师傅 这种大局方面的事情 不应该是您来把握吗 萧观音横了我一眼 大局当然是本宫来掌控 但这江秋迪 不过是江家一个 不知道几代的孙女 难道也要本宫来操心 那要你这个小破徒弟 有什么用 师傅 咱们是不是是单力孤了点 萧观音美好气道 这怪的了谁 你那个神像门 倒是有很多人才 只可惜都不知道 哪里学来的调性 一个个吊锒铛 神出鬼没 恐怕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谁是你同门吧 还有你什么眼光 交的这些朋友 各个资质平庸 蠢笨如猪 有什么用 我心中暗暗吐槽 这也能赖上我 不过 你这挑媳妇的眼光 倒是一等一的好 萧观音又道 什么媳妇 我摸不着头脑 萧观音道 装什么算 你隔壁那个房间 难道不是你那小媳妇住的 刚刚跑进来的时候 瞧你一副春心萌动的样子 以为是你小媳妇回来了吧 我没想到 他连小石头也知道 虽说我脸皮挺厚 但突然被他说重心思 也不由得闹了个大红脸 要不是已经把阴神火传了给你 本宫都想把你小子给换了 收你家小媳妇当徒弟 肯定比你这小滑头 让本宫顺心 萧观音道 我无言以对 长生殿三代 从江师祖到梅师祖 再到肖观音 每一个都是天赋惊人 才貌双全的大美女 要再加上小石头 那真是绝了 我这个大老爷们 家在中间 倒反而显得不伦不类了 师父 那有没办法把阴神火 给取出来 肖观音冷笑道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要么你就炼成长生术 要么就是死 没有其他退路可言 我虽然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但每多听一次 都觉得后背发了 你小子胆子倒也是真大 居然敢在寒谷井里练眼 要不是你家小媳妇 只怕你小子坟头的草都长了 听他一提 我想起了当初开夜眼的经历 没想到连这是他也知道 难不成当初这女人就在附近 寒谷井 不能用来练夜眼 我有些疑惑地问 当时这个主意 是我和小石头一起商量过的 他也觉得没问题 我才下去开练的 如果只是在寒谷井里练 当然没什么问题 肖观音道 可你有没有想过 外面这寒谷井 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一时有些迷糊 你家小媳妇没下过井 没有察觉也就罢了 你小子可是上上下下 爬过无数次井的 你也发现丝毫不对 我回忆了半天 是有些不对劲 每次在下面打坐的时候 身上的阴 阴神火 都会躁动不休 有点难以控制 那不就是了 那你还傻兮兮地继续练 我当时还真没往这方面想 只是以为 寒谷井底 由于阴气太重 所以引动了身上的阴神火 现在仔细一想 的确有些蹊跷 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你们两个小鬼 不是已经发现地下的风水阵了 这还想不明白 萧观音冷声道 我听他提到地下的风水阵 顿时一个机灵 如醍醐灌顶 这个风水阵 叫做四仙所煞阵龙大阵 分别由四大仙 阵守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但其中真正的阵眼 你知道是在哪里 我心中念头急转 突然灵光一闪 难道就在那口寒谷井 萧观音道 现在才反应过来 是不是成天惦记着小媳妇 把脑袋给想傻了 这个风水阵 本来就是 我用来修炼阴神火的一个阵法 小吕照着 我教的法子 在这里同样布置了一个 大概是想着等我回来 就能用上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闪过一丝黯然 大概是想起了吕老先生那些 对他忠心耿耿的亲信 我心说难怪了 当时我和小石头参详了好久 也没弄明白 这别墅地下的风水阵 是用来干嘛的 没想到 竟是用来修炼阴神火的 这寒谷井 又恰好是这个风水阵的阵眼 我偏偏 又跑到这里面去打坐炼眼 不出事 那才叫齐了 也是你小子命大 挑了的好媳妇 要不然 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我现在想想 的确是有些心有余悸 当初要不是有小石头 一直照看着我 后来 又是炼制玉符 又教了我一段口诀 帮我暂时封住阴神火 只怕我现在真的早已经凉了 你家小媳妇教你的那段口诀 的确不错 只要你自己不乱来 阴神火暂时应该不会发作 萧观音道 我稍稍松了口气 等你实在顶不住的时候 本宫也已经把修炼法门改进到完美 所以不用怕 我还真是怕得要死 当年以为师祖精彩绝艳的天资 都死在阴神火之下 我怀疑这玩意儿 根本就是个无法捉摸 而且诡异无比的邪门东西 我看你小子 似乎对正义派的东西 情有独钟 萧观音突然画风一转 我愣了一下 没明白他这话中的意思 所谓正义派 又叫正义道 最早是汉代张道林所创 但我们现在提到正义派 其实是一个范指 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门派 而是指的某种流派 门中密法传承 以俘禄斋教 想神驱魔为主的 就是正义派 其中最为出名的 就比如天师道 茅山派 清威派这俘禄三大宗 还有像如今已经断了香火的神骁派 东华派 太一道等等 那就都属于正义 其实简单来说 但凡是正义派的传人 都是擅长俘禄法咒 曲邪伏魔 我在临线跟着三爷爷的时候 就最是喜欢研究俘禄法咒 而且在这方面 几乎一点就通 无论多深奥 多复杂的俘禄法咒 我都能轻易学会 所以我难免对正义派的秘书 情有独钟 自从在滇南古墓 得到图山笔记后 上面记载的天师道 茅山宗 以及清威派的嫡传秘书 基本上已经被我学了个遍 除了一些像雷法之类的 最顶尖的法术 几乎没什么可以难得到我的 但其实图山笔记上 除了天师 茅山 清威 这三派的秘书 还记载了全真教的嫡传秘书 可我却是很少去学 在元代的时候 全真教号称太上玄门正宗 曾经号令整个道门 他们家的嫡传秘书 肯定是十分厉害的 但就是因为 全真教的修炼体系 和天师 茅山 清威这样的正义派 是个截然不同的派系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正义派更注重术 而全真教更注重法 也就是说 正义派最擅长的是 俘虏法咒 驱鬼祥神的法术 而全真教却是擅长内练 而法术反而是其次了 要学好全真教的东西 就必须要沉下心来 潜心打坐练气 我成天东奔西走 很少能长时间的闭关修炼 所以往往就喜欢 学我最擅长的符咒一道 而几乎不太去碰全真教的心法 因为这实在太耗费时间了 正义派的法术 好像比较容易学 我这样回答道 肖观音似笑非笑 道 其实并非正义派的法术一学 只不过是你在这方面的 天赋最强而已 就比如同样的一道符 你可能一学就会 但别人就要学上很长的时间 也未必能够精通 你善于符咒 当然是好的 但你也不能顾此事彼 咱们长生殿的传人 最讲究的是内外兼修 你如果单学术法外道 就算把俘虏法咒学得再强 那又如何 我一时间有些争冲 跟我下来 肖观音起身道 我跟着他来到楼下 胡编 用出你的全部家底 让本宫看看 你都会些什么 肖观音找了一块石头坐下 一手眼嘴 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放心 外边听不到这里的声音 我知道 他应该是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 使用了某种隔绝声音的静止 只是不知道 这范围有多大 当即左手前台 拇指按压手心 四指竖直 其手掩饰了一个开神印 紧接着脚下踏羽步 走九弓 手中节咒 转翻天印 散印并指 拮居斜指 右转三音斩鬼咒 其紫微 显煞神符 踏天罡北斗 转入遥光 呼啦啦三道通幽宝超 浮空而起 大罗破煞咒 接云手 天罡咒 金刚护体咒 秀里清风 七十二禅 我十二使毛衫 天师 轻微三派的俘禄法咒 十二展开身法 脚踏不刚 显其门束束 其间而夹杂各种生僻冷门的民间小数 信手拈来 只觉畅快无比 萧观音在边上淡淡看着 却是没什么表情 也亏得 你能杂七杂八学了这么一大堆 随手使来 还能拼接的天衣无缝 也算是你的能耐了 萧观音清冷的声音飘了过来 不过怎么听 感觉也不像是在夸我 反倒是有一丝讥讽的意味 来对付我试试 他淡淡说了一句 我此时刚好截了个绷扇印 也不迟疑 当即左手一番 隔空朝着他拍去 同时悬在四周的四道玄机符 疏忽朝着对方飞射而去 萧观音雪白的手掌随手一招 我只看到一道绿影自动而来 四道玄机符瞬间被冻穿 我心头紧照大声 顾不得再使崩山印 急切中急忙吸一口气 连起几道护体咒 同时身形往边上急闪 然而那道绿影 却是快得不可思议 瞬间已经撞在我胸口 我身上的几道金刚护体咒 就如同纸糊的一般 胸口一阵剧痛 整个人顿时腾空而起 呼得向后倒飞了出去 身子刚一着地 我立即强忍着剧痛 手掌在地上一撑 借着那股惯性 朝右侧臂去 然而绿影一闪 再度毫无阻拦地打在我后背 我只觉眼前一黑 整个人被撞得直扑了出去 在半空中 我强行打了个转 右手一斩 使了个接云手 眼看那道绿影 又是疏忽而来 手掌一番 直接抓了过去 我这一抓的同时 即念咒语 使动六丁六甲密咒 在这一瞬间 一条右臂变得钢筋铁骨 坚不可摧 那道绿影 书弟撞中我掌心 我只觉整个人如遭电击 呼得到飞出去 在地上滴溜溜连打了几个滚 一条右臂已经完全麻木 失去了知觉 我心中惊骇交加 因为刚才出道那道绿影的一瞬间 我才看清 那究竟是什么 那竟然只是一片树上掉落的绿影 那道绿影 再度电视而来 我投降 我干脆地大叫道 只见那片绿影 在距离我额前一寸的地方 疏忽停下 悬在空中 纹丝不动 投降了投降了 师父就是理 我还没把厉害 两个字说完整 那道悬停的绿影 突然在空中滑了一个弧度 再度飞射而来 笔直撞在我泪下 小小一片绿影 我却是有种 被巨型卡车碰瓷的错觉 整个人腾空而起 还没落地呢 就听到了身上喀啦啦的脆响 也不知是骨头断了几节 我忍不住在心里大骂 只是很快 我就发现 连骂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那片绿影 再一次撞在我后间 直接把我撞飞了出去 在地上昏头黑脑连连打滚 我甚至连起护体皱 都来不及 就又被那片绿影 给撞飞了出去 天旋地转间 我一咬牙 使个锁身装 笔直落地 双手一合 劫玉环宝印 正面朝着那片 飞射而来的绿影 迎了上去 浑身巨震 整个人腾空而起 扑通一声 就落入了后方的湖面 我一下子沉入水底 就臂气 躲在下面不再出来 只觉整个人 跟散了架似的 我甚至都怀疑 身上的骨头 还有没有完整的 上不上来 我听到 萧观音的声音 从上面悠悠地 传了下来 我只做没听见 还往更深处沉了沉 谁上去 谁傻 只是刚移动了没几步 突然感觉一只冰凉的手 抓住了我的后脖子 我只觉寒毛直竖 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其实我后脖上 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不等我转念 我一下子就被那只手 给拽着飞出了水面 然后咕咚一声 被扔到了地上 误会 我大叫一声 结果就看到一道绿影 疏忽出现在了我眼前 我急忙用双手一挡 然后就被再次撞飞了出去 此时的我 甚至连最简单的法咒 都已经结不出来 只能下意识地躲避 隔挡 然后就被一片小小的绿叶 给追得满地打滚 直到我摊在地上 连跟手指头也动弹不得 才看到一道裙摆 在我面前晃过 萧观音站在我脑袋边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刚才我让你上来 没听见 冷清的声音 一个字一个字地 蹦进我耳朵里 我实在不知该说啥 也不想说啥 萧观音说完 就转身回屋了 留我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我四肢才渐渐有了知觉 强撑着从地上坐了起来 等缓过一口气 给自己起了一道回春皱 靠在石头上慢慢恢复 我也不敢上楼去 又不敢直接走掉 干脆就窝在湖边 将就一宿得了 第二天一早 东方天际微微泛白 我一圈一拐地进了别墅 在二楼几个房间看了一圈 没有见到人 上到三楼 才见其中一间卧室房门关着 估计是这女人 是睡在这个房间 我也不敢把她吵醒 去二楼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然后翻出个药箱 在脸上身上贴满了膏药 然后用手机订了个外卖 半个钟头后 一个外卖小哥 战战兢兢的上门 一脸惊恐地 朝我身后的房间看了一眼 先 先生 请您记得给我一个好评 我这是用生命在送外卖 我不由得哭笑不得 不过必须给这个小哥点个赞 小哥把外卖交给我 一溜烟 就骑着电动车走了 我回到屋内 因为不知道那女人喜欢什么 各种早点都买了一些 摆满了整个餐桌 大概半个多钟头后 才见楼梯上脚步声响 大早上的 吵吵嚷嚷干什么 萧观音从楼上下来 我心说 刚才都已经特意把说话的声音压到最低了 你自己耳朵太尖有什么办法 师傅 赶紧先吃口早餐 我挤出笑脸 给他拖了椅子 萧观音坐下来 打量了我一眼 装什么可怜 师傅 我这全身都疼 只怕是骨头都断了 所以贴个狗屁 高要缓缓 萧观音淡淡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贴 下回我把你骨头敲断 让你贴个够 那还是不麻烦师傅了 萧观音看了一眼满桌的早点 都是你做的 这女人懂得很 我当然不敢胡吹了 老老实实地说是点的外卖 萧观音嫌腻了我一眼 做给你媳妇吃 倒是殷勤得很 轮到师傅就不一样了 就只配吃个外卖 我真是服了这女人的逻辑了 师傅 这个咱们现在啥都没有 要现做来不及啊 我赶紧解释道 萧观音倒也没再继续追究 什么奶黄包 虾饺 乌米糕等等 每样都尝了几口 我在想 当年在临线伺候三爷爷 都没有像现在这么伺候过 这女人 真是比祖宗还祖宗 你这人倒是挺皮实 耐打 恢复挺快 萧观音端着一杯热茶 喝了一口说 我正在吃剩下的早点 听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差点噎着 赶紧澄清 我现在整个人连动一动都难 刚才拿外卖的时候 差点腿一软 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是吗 萧观音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绝对千真万确 我赌咒发誓 连嘴里的包子都不香了 你这通友宝钞 是从哪学的 他问 我巴不得赶紧插开这个话题 于是把之前张公前婆 还有文秀他们兄妹俩的事情 说了一遍 师父 您也知道这通友宝钞啊 萧观音撇了我一眼道 通友宝钞 本来就是咱们长生殿的 狄传秘书 你说 我知不知道 原来是咱们的秘法 我吃了一惊 难道说那个大傻哥 果然跟长生殿有关系 萧观音讥讽道 不过 你这也就学了个皮毛而已 也好意思叫通友宝钞 师父您英明 我这点小伎俩 在您眼里 自然不值一提 我笑嘻嘻地说道 萧观音道 你是下一代长生殿殿主 咱们的狄传秘书 你是必须要学的 不过 你这小滑头 在福禄一道的天赋极强 学通友宝钞 对你没什么难度 也不用急于一时 师父 那除了咱们长生殿传人 还有谁会这门通友宝钞 萧观音道 当初姜师祖创立长生殿 也把几门秘法 分别传给了几个大长老 就比如那个姓姜的老东西 他就会 你说的这个人 要么是他没有把通友宝钞的秘法说全 要么就是 他也只是学了一部分 我在心里赚了几个念头 文秀捡来的这个哥哥 看来跟长生殿 的确有着极深的渊源 只不知 这人到底在里面是个什么角色 对了师父 您认识这个吗 我想起个事情 把那只穿山银夹走地鼠拿了出来 萧观音接过来 放在手中端向了一阵 秀眉微醋 看着是有点眼熟 他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 说道 跟这个一起的 是不是还有一只白玉老虎 一只青铜马 对了 是有一只白玉老虎 我说道 只不过什么青铜马 就不清楚了 萧观音道 我记得以前 师父带我去咱们长生殿的宝库 我好像见过这些东西 应该一整套是有十二兽 正好是按照十二生肖排练 因为我是属虎 所以我每次看到的时候 都会去摸一下那只白玉老虎 说到这里 他突然扫了我一眼 冷声道 很好笑吗 天地良心 我听他说 因为属虎 每次都要去摸一下白玉老虎 觉得挺有趣的 跟他现在 这副高冷样截然不同 有种反差萌 在心里的确忍不住笑了一下 但脸上真没笑啊 不过后来有一天 我在去宝库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不见了 我也问过你妹师祖 但你妹师祖没有告诉我 这应该是我十几岁时候的事情 我不禁好奇问 那师父你知不知道 这些东西哪来的 肖观音道 应该是僵尸组留下的 至于哪来的 有什么用 就不得而知了 我把之前记下来的两份古怪文字 拿了出来 一份是出自白玉虎符 一份是出自这穿山营夹走地数 你是说 一碰到这两件东西 你身上的阴神火 就会出现一洞 肖观音不禁有些动容 将两份文字拿在手中观看 应该是说 我第一次碰到 身上的阴神火就不受控制 通过我的手指 钻进了虎符和走地数里面 但第二次再碰 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我仔细描述了一下 当时的情景 这倒是奇了 肖观音秀眉微醋 以前我虽然碰过 但当时你没师祖 还没传我阴神火 师父 那你现在再碰 也没有反应吗 我问 肖观音摇头 过了一会儿 道 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我身上的阴神火 已经被我炼化收服 无法自行乱走 另外一种是这个东西 只能由第一个 身怀阴神火的人碰到 才有用 不过 我俩琢磨来琢磨去 也没弄明白 这究竟是什么 肖观音之后就下楼 去了客厅里看电视 我跑出去 买了一堆菜放冰箱 中午忙里 忙外坐了一桌子 到了下午 总算可以去房间睡一会儿 养养伤 我见他心情还不错 以为可以逃过一劫了 谁知等吃过晚饭 天色一黑 我就被他叫了下去 随手一招 一片绿叶就跟闪电似的 冲我面门直撞了过来 我真是招谁惹谁了 不过从昨晚开始 我就在琢磨着 该如何应付他这一手 当即病止在眉心一点 使了个全真教的 清风不二绝 打算以身法避开 谁料那片叶子 从我脸颊擦过 如同活物一般 刷得转了回来 撞在我胸口 我闷哼一声 身上六七道护体皱 被他瞬间击溃 整个人直飞了出去 我都来不及骂 就见那片绿叶 已经射到了我面前 结果 我又在地上打滚了一个晚上 这回 我也不敢钻进湖里 只能硬 挺 到最后摊在地上 就不爬起来了 你小子会的花样倒是多 但遇到真正厉害的人物 人家一法破万法 你能怎么办 萧观音冷清的声音 随风飘了过来 我能怎么办 如果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那就只有被碾压的份 不是靠一些小机灵 可以弥补的 还赖着干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小子心里在想什么 萧观音走到我面前 我只好吸着冷气 从地上爬起 只觉得手脚发麻 哪哪都疼 从现在开始 本宫先教你名誉经 这是咱们长生殿 最根本的狄传秘法 以后你要修炼阴神火 也是要以名誉经为基础 萧观音道 我顿时大感兴趣 有些好奇地问 咱们这名誉经 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术法 在这世上 术法种类千千万 譬如有符咒类的 神念类的 法应类的 祈福类的 咒音类的 顿法类的 奇门类的 灵灵总总 不易而足 萧观音瞥了我眼道 咱们长生殿的传承 最讲究的 就是内外兼修 这门名誉经 既然是咱们这一派的根本 那当然是内敛之法 所谓的内敛 我当然也懂 往简单了说 就是炼气氧气 全真教的传统 就是重内敛而轻术法 与天师 茅山轻微 等正一派的传承 截然不同 全真教有一门 太上老君旨 你有没有学过 萧观音问 我说学过 但是学来学去 就是不太得法 这门太上老君旨 在图山笔记上就有记载 而且 这本笔记的主人 对这门秘书 也是十分推崇 据他说 这太上老君旨 是和藏门一种名叫 杜厄纸的秘书齐名的 是当时为二 可以气破气 以法破法的指诀 也就是说 这门太上老君旨 是可以直接用来 破对方法术的 如果他没有夸张的话 这绝对可以说 是一门神迹了 且不说别的 天底下任何护体咒 遇到这太上老君旨 岂不是都跟纸糊的一般 所以我当时 逮着这门执法 还埋头苦学了好一阵子 但我学来学去 总是徒有其表 而无实际效用 那是因为 想要催动这种高深秘书 都是需要相应的 内练心法配合的 你想随便花个几天 学个执法 记个口诀 就能一指破万法 破掉其他人苦修多年的法术 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肖观音机窍地道 我被他对得无言以对 你要不再去练练雷法 反正也不复杂 就凭你的天赋 学个什么五雷正法 还不跟吃饭一样简单 看批不批得死你 我听得脸上发烧 之前我还真的打算 去练雷法来着 要是没有扎实的内练 作为底子 你觉得你能掌握得住天雷 除非你是避雷针 我羞愧难当 不过被他最后一句话 差点给逗得乐了 还笑 别以为有点小聪明 就能如何了 这世上不知道 有多少天才半路夭折 也不差你一个 肖观音极言利色地道 师父教训的是 我正次说道 这回我真是心悦诚服 发自肺服 肖观音语气一缓 不过你爷爷把你教得 还算不错 坏毛病不多 本身根基也很扎实 只是神香门 本身最核心的 还是天机神算之术 对内练并不太看重 所以也怪不了他 这女人虽然看起来 也就二十几岁 但实际上 辈分比我三爷爷 都大得多了去了 她这样点评 倒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全真教算是到门中的翘楚 虽然现在已经断了香火 不过他们的内练术 还是不错的 咱们僵尸族 本就是个极为博学的人物 所以 咱们长生殿的秘书 都是兼容并序 咱们的名誉经 共有十二道门槛 所以又叫名誉十二重楼 等你有一定火候了 就可以再兼顾着 学学全真的那连术 又不懂得再来问我 我一一听了 这之后 肖观音就口述名誉经 让我当场背诵记下 等确认我记忆无误后 他说了一句 以后每天都要背诵三遍 就回了屋里 坐沙发上继续看他的电视 我回头土脸的 上楼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才下来 这房子里 应该有用来闭关的静修室 你去找找 肖观音按着遥控器 说道 我之前就查看过整个房子 知道地下室 的确有两间静室 下去收拾了一下 到了夜里子时 我就进了密室 盘腿在中间的蒲团上坐下 因为是初次修炼 所以肖观音在旁照看着 所谓内练 最基本的就是打坐练器 这是个水魔功夫 当然 天赋好的 可以更快一些 但无论怎么样 都是需要长年坚持的 江师族所创的明玉精 本来就是 围绕着阴神火而来的 他本身又是女子 所以 明玉精从头到尾都属之阴 而且别处西境 与寻常所见的内练法门 截然不同 师父 我这样练下去 不会变得不男不女吧 我突然冒出个古怪的念头 你再废话 本宫现在 就让你不男不女 肖观音没好气到 我再不敢吱声 这一打坐 就坐了整整一个晚上 用肖观音的话来说 以后我就不用睡觉了 原本睡觉的时间 都用来打坐内敛 我也不敢反驳 原本想着 这样也好 总算不用 在地上打滚了 没想到这一到了晚上 我就又被叫了下去 然后被一片叶子 追得到处滚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 肖观音说道 你那几个失职 就扔那里 不管了 我愣了一下 才明白过来 他说的是 坟香书院那六个 师父 这你也知道 您到底 是怎么才能做到 这样料事如神的 我略带些惊奇的笑问 肖观音加了一筷子菜 淡淡道 料事如神 不应该是你们 神像们的绝活吗 不过你这小魂球 半点也不像个相识 我笑说 那当然了 徒弟肯定是随师父的 肖观音邪腻了我一眼 你这张嘴 还真是能说会道 怎么就被你那小媳妇 给踹了 我叹了一口气说 女人心还得真啊师父 自己没用 还怪东怪西 是是是 师父教训的是 肖观音放下筷子 喝了口茶道 您那几个失职 对你倒是挺上心 可惜资质一般 又被耽误了这么久 算是毁了 还有你结交的那些个朋友 也都是平平无奇之辈 没有一个能帮得上你忙的 我听得心中一动 笑道 师父您手眼通天 要不您给指点指点 就这些货色 也配让我指点 肖观音冷声道 以你的水平 点拨他们足够了 只不过你要做的事情很多 哪有时间跟他们耗 那该怎么办呢 我听他的语气 似乎有点门 故意叹了口气问 肖观音美好气道 要不是你这小破徒弟 实在太不争气 吊儿郎当孤家寡人一个 我用得着操这份心吗 我心说 明明是你孤家寡人一个 还怪上我了 真是躺着也中枪 吃过饭 你去买两个指人回来 要品质好的 肖观音道 我问 怎么样才算是品质好的 肖观音道 问你媳妇去 我无语 我要能联系上小石头 还用问你吗 之后 肖观音就回去 接着看他的电视 我把把碗筷洗好 就出了门 打了个车 直奔老街 在纸扎树方面 小石头绝对是个大行家 可惜现在没法问他 我也就只能找去金婆婆家的纸扎店 我想着他们家的纸人 品质总应该是不错的 进门的时候 小锤子正趴柜台上 无聊地刷手机 小哥哥你来了 他高兴地从柜台那边跑了出来 我看了一眼内屋的帘子 问他 你家老板还没回来吗 听我提到这个 小锤子眉毛一搭 苦着脸说 还没有呢 我不禁奇怪 一直都没有联系过你吗 没有 小锤子扁着嘴摇摇头 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有些担心 呸呸呸 才不会呢 小锤子拉着我 大吉大利 你也赶紧呸一下 我哭笑不得 只好呸了几声 这姑娘才作罢 我想买一对纸人 你给看看 我想起正事 小锤子看我一眼 怎么了 你要纸人干什么 要烧给谁吗 我见他误会了 笑道 不是那回事 就是买回去 有点别的用场 哦 那就好 小锤子点点头 他指了指店里 立着的这些个纸人 我们家的东西 都是顶好的 你先看看想要哪种 我虽然不懂 这里面的门道 但光从手艺上来说 店里这些纸人 的确是一等一的做工 这些都是我做的 小锤子介绍道 不过 你要还是不太满意的话 我想想 我记得我家老板 在叫我的时候 亲手做了一对 要不我拿出来给你看看 我说好 小锤子去了后面仓库 不一会儿 就给他拿出了一对纸人 是对憨态可惧的 同男同女 看着这一对纸人 我突然就想到了 当初在徐州 小石头扎的那一对 虽然样式不同 但都是憨憨的挺可爱 没有平常那种 纸人的阴森之感 那就这个吧 能不能卖给我 我当即拍板 小锤子道 别人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是小哥哥你吗 我家老板估计会同意的 就送给你了 我也不跟他客气 笑道 那就多谢你 还有你家老板了 小锤子哼了一声说 只要你不惹我家老板生气 我当然也会对你好了 否则的话 哼 我听得一正 笑道 那肯定不敢 对于这位金婆婆 我向来是尊敬有加 不敢有半分无礼 只不过 好像这位金婆婆 打从第一次见我 就不太待见我 到现在 连话都没跟我说过一句 也不知是我哪里无意中 惹恼了这位前辈 最近江城不是很太平 你也注意点 离开的时候 我特意叮嘱道 知道了 小哥哥你也当心点 小锤子说着 又叹了口气 要是你磕着伤着了 我家老板回来 肯定也会难过的 我听得心里一暖 这时出租车到了 我打了个招呼 就带着两个指人上了车 回到豪园别墅 我把那对指人娃娃 摆在茶几上 心里想着 不知道他满不满意 肖观音过来看了一眼 点头道 不错 你这小魂球 除了交朋友 其他的眼光还行 我知道这女人的眼光 可是高得可怕 能让她说一句不错的 只能说明 这对指人 绝对是品质极佳 看来这位金婆婆 应当也是 一位精通纸扎术的高人 调点符墨 再拿一支笔过来 肖观音吩咐道 我去书房 把东西准备好 拿了过来 你平时就用这种笔画符吗 实在是太不讲究了 肖观音很是嫌弃 沾了符墨 在其中一个指人娃娃背后 描写一个符咒 第二天一早 我接到原子康的电话 问我这几天去哪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说有事找她和孟大志 让他们在贺锦堂那等着 然后带着两个指人娃娃 去了贺家老宅 我靠老陈你干嘛 带两个指娃娃过来 会不会气啊 我进门的时候 贺锦堂他们三个 正聚在客厅里 不知捣鼓什么 一见到我手里 拿着的那对指人 贺锦堂当即就大惊小怪地叫道 我没理他 把那对指娃娃放在茶几旁边 往沙发上一坐 是这样 我刚才被人鄙视了 实在气得不行 我倒了一杯茶 一口喝干说 原子康皱眉道 怎么回事 孟大志却是幸灾乐祸 谁眼光这么好 哟 鄙视你什么 贺锦堂也是大为好奇 我摇摇头说 实在是不想提 算了 不管他了 别啊 老陈没有你这么掉胃口的 赶紧说说 三个人兴致勃勃地拉着我 非要说清楚不可 我叹了口气说 刚才真是气得我沸腾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什么 三人笑盈盈地问 我看他们这么热切 只好说了 他说啊 你交的什么破朋友 一个个蠢笨如猪 不对不对 我说错了 他说的是 连投猪都不如 也不知道你什么破眼光 贺锦堂三人愣在那里半天 我靠 他骂得谁啊 敢这么胡说八道 然后三个人就机体炸了 你们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真是气斗朗 我一脸愤怒地道 三个人气得破口大骂 撸起袖子 就要去找人算账 行了行了 咱们大老爷们的 也不至于跟一个女人计较不慎 我把他们给叫住 还是个女人 贺锦堂顿时不干了 哥这么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他好意思这么瞎说八道 袁子康和孟大志 也是一脸愤懑 毕竟对一个男人来说 比被人鄙视 侮辱性更强的 是被一个女人鄙视 我也是气得不行啊 还特意跟他理论 我一愤填膺道 他就扔给了我两个纸娃娃 说你们要是能对付得了 他就把刚才的话收回 不过他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三人听了 顿时气得嗷嗷直叫 这能忍 贺锦堂拍着沙发叫道 就算他是个大美女 今天哥也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我说 还真是个大美女 你以前泡的那些妞 根本没法跟人家比 我靠真的假的 那就更不能忍了 贺锦堂跟打了鸡血似的 叫嚣了一会儿 突然反应过来 不是 什么叫对付两个纸娃娃 袁子康和孟大志 也是杀气腾腾地看着我 我把孝仙他们也叫上了 等他们一起过来 我说 刚说到这儿 门外几个人影 一路小跑进来 是说 我们来了 原来是王孝仙他们六人到了 我打量了他们一眼说 怎么好像有点胖了 除了柳玉翠这姑娘 看着变化不大 其他几个男的 或多或少都圆润了一些 特别是王孝仙这个老头 肥了一圈 几个人一听 都有些尴尬地低了低头 柳玉翠捂着嘴头笑 实在是贺大哨给我们提供的伙食 太丰富了些 王孝仙红着脸道 他们在山上的时候 吃的都是清茶淡饭 结果到了江城 贺锦堂安排了人 顿顿给他们送餐 一群人除了柳玉翠 这姑娘爱美 对自己控制得比较厉害 其他几个无一例外 都胖了不少 是说 我们最近好像也有点懈怠了 要是师叔有空 能再好好敲打敲打 我们就好了 柳玉翠翠声道 对对对 恭请师叔敲打 王孝仙等人齐声道 这师叔还真难当 跟我一起出来吧 我去拿起茶几边上的两个纸娃娃 柳玉翠赶紧上来 帮我拿着 贺锦堂他们 也跟着我们出了屋子 来到外面的大草坪上 当初贺家先祖 在建这栋别墅时 圈了一大块地 这外面的草坪 可是大的离谱 哥哥 你来了 怎么不找我 宝在二楼阳台探了一下头 然后也跑了出来 我见小姑娘 今天扎了两条 乌黑油亮的辫子 摸了一下笑道 哥哥本来忙完这边 就打算上去找你打游戏的 哦 宝乖巧地点点头 我还以为哥哥又失恋了 心情不好呢 我真的挺想把他的辫子摸乱 王孝仙等人挺直了身子 依序站好 等待我试下 老陈 刚才怎么说来着的 那美女究竟是谁啊 贺锦堂极不可耐地催促道 我让柳玉翠 把两个纸娃娃摆到地上 问 你们谁先来 老陈 你这个难道是纸扎树 圆子康疑惑问 我说是 孟大志气了一声 不以为然道 不就是纸扎树吗 搞得这么玄乎 那女的不会以为 弄两个纸人 就了不得了吧 果然头发长见是短 那要不你先来 我立马说道 我来就我来 孟大志大步上前 我默念 萧观音交的咒语 往前方一指 那对纸娃娃 刷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我去 贺锦堂吃了一惊 王孝仙等书院六人 还从没见过纸扎树 看到一对纸人 自己站了起来 都是惊叉不已 大为震惊 圆子康和孟大志 就平静得多了 不管是 他俩当中的谁 都不止一次地 跟纸人打过交道 我把他们弄坏了 不要紧吧 那个没见识的女人 不会哭吧 孟大志问 我笑道 放心吧 把你吃奶的劲都用出来 孟大志冷哼了一声 他就站在原地 左手微抬 截了一个法咒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话音刚落 一道白影刷地闪过 孟大志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而此时 站在孟大志刚才所站地方的 是一个指人男童 不管是袁子康 贺锦堂 还是王孝仙他们 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孟大志这摔出去 至少十来米 在地上挣扎了一下 才坐起来 只是还没等他爬起 那指人男童刷地 窜到了他跟前 白乎乎地指拳砸下 轰的一声 飞沙走时 孟大志直接扑在那里 不省人事了 草坪上 鸦雀无声 老袁 该你了 去教训教训他 我拍了一下 还在呆呆发愣的袁子康 袁子康 还是比较有胆气的 深吸了一口气 脉步走出 他一边走 一边就起好了护体皱 双眼紧紧盯着 那个指人男童 来吧 他双足在地上一点 手先发难 朝着那指童 笔直地冲了过去 白影一闪 咚的一声响 尘土飞扬 就见袁子康 被那指人踩在地上 已经昏迷了 我扶了扶额头 不怪萧观音 那女人毒蛇 这还真是有点丢人的 是 是说 要不要去看看 王孝仙担心 袁子康和孟大志 但看着两个指童 又不敢过去 我手指一圈 白影闪过 那男童又疏忽 回到了女童旁边 王孝仙他们 这才大着胆子 赶紧把袁子康 和孟大志抬了回来 过了好半天 两人才悠悠行转 贺少 是不是该你了 我拉住 正要溜走的贺景堂 贺景堂里直气撞道 开什么玩笑呢 搁着手无腹肌之力的 能玩这 老袁 弱智 你们加油 袁子康和孟大志 咬了咬牙 二人凑在一起 嘀咕了一声 同时朝着指人冲了过去 结果就见那女童 截了个法咒 手一翻 轰的一声 草坪上碧绿的草叶 如同被旋风卷起 再看袁子康和孟大志 大脸朝下 已经扑在地上了 这是又昏死过去了 王孝仙等人 看得脸色发白 又把二人弄醒了过来 老陈 你带来的这两个 到底什么东西 袁子康说话的时候 手脚一直在发颤 孟大志也比他好不要多少 这 这到底什么玩意 我去他妹的 怎么还会用法咒的 我想起小锤子说的 他们一个叫吉祥 一个叫如意 听说这名字 还是他家老板起的 倒是挺喜庆 我算是服了 我居然连个指人都比不过 袁子康沮丧地道 孟大志也是脸色灰败 认输了 实在是差距太大 无论是谁 恐怕都已经没了兴起 他们话音刚落 一道白影就闪了过来 王孝仙他们惊呼阵阵 赶紧四散躲避 然后就看到 袁子康和孟大志 又飞了出去 在草坪上 滴溜溜直打滚 不过这回 他们却是 没有直接晕过去 还能勉强从地上爬起来 只是还没站稳 又是白影一闪 两人又摔了出去 好家伙 贺锦棠在边上 看得面如土色 只见那指扎的男童 速度快如闪电 袁子康和孟大志 基本上连一下都招架不住 就被捶得满地乱滚 而那个指扎女童 则是静静地立在那边 纹丝不动 我去 我去 看着都疼 贺锦棠择舌道 王孝仙等人 各个面露惊恐之色 大气也不敢出 等他们两个不行了 你们也上去试试 我吩咐道 几人一听 各个哆嗦了一下 好 倒是柳玉翠那姑娘 率先应了一声 师叔这是在磨练我们 你们看不出来吗 刘叶明等人恍然大悟 也赶紧应声答应 王孝仙这老头 紧张地嘴唇发青 师叔 我主要是研究神算 能不能就不上去了 我这把老骨头 怕是 我也真怕这老头扛不住 就说 你留下吧 我问你几个神算的问题 是 师叔 王孝仙大喜 我见袁子康和孟大志 已经跟面筋一样了 说道 你们去吧 刘玉翠等人 奇奇喊了一声 是冲了上去 然后就从两个人滚来滚去 变成了七个人滚来滚去 老陈 你给哥透个底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堆 是不是故意 把他们往坑里挤兑的 贺景堂冲我几眉弄眼的 我说那没有 我从不坑人 我信你个鬼 贺景堂笑嘻嘻道 还是哥英明 对了 你说的那个美女 是不是真的 他还惦记着呢 我说当然是真的 绝对霍国殃民几遍 那老陈 你要带哥去见识见识 贺景堂笑得一脸骚包 我说 还是算了吧 我怕你 去了回不来 其他不说 哥对付美女 那绝对是信守拈来 你就放心吧 贺景堂拍着胸脯道 等那男童 重新回到女童身边 袁子康他们 已经摊在地上 起不来了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他们才缓过进来 老陈 我突然感觉 以前的日子 都是过狗身上了 袁子康嚼着嘴里的饭里 魂不守舍地说 孟大志两眼发直 正正不语 看来这两人受的打击 实在太大 老陈 你能不能把那两个娃娃借我们 袁子康突然问 孟大志也转过头来 直勾勾地看着我 干嘛 还想继续被虐啊 我笑说 袁子康长叹了一口气道 我之前在绿柳山庄 被毛山的人虐 这还可以说 人家是名门子弟 我斗不过也正常 可这次我居然被一个 直虐地死去活来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孟大志恶狠狠地道 我故作迟疑了一会儿 说道 那行吧 我去跟美女帮你们多戒几天 不过你们要是实在熬不住 就算了 我靠 这说的什么话 不就是挨个几下吗 有什么的 袁子康紧了紧拳头说 孟大志点头道 不错 那正好 你们也都一起跟着练练 我对王孝仙六人道 是 师叔 我想了想 问贺锦堂 有没有什么空间比较大 而且是闲置的地方 以后就用来当做场地 毕竟贺家老宅 还有那么多庸人 人多眼杂 动静太大 这算个什么事 哥来安排 贺锦堂大包大懒道 不过这对于他这个贺家大少来说 的确不算个事 晚上的时间 我把王孝仙他们叫过来 根据每个人的禀赋 教了一些东西 他们的基础实在太差 只能从最基本的开始巩固 至于跟指人交手 其实对他们来说 用处不是很大 袁子康和孟大志 一晚上都凑在那嘀嘀咕咕的 不识笔画一下 大概是在商量 应对指人的法子 老陈 你来帮我们看看 我们这样行不行 袁子康叫我 孟大志一脸不大情愿的样子 也就是找你给我们参考一下 我心里暗笑 也不点破 听他们把应对的法子讲了 我也从我的角度 给他们分析了一番 快接近半夜的时候 张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我听张斌在电话说了 才知道这几天 江城很是不太平 又是接连出了几桩可怖的鬼案 城东毛家算命馆的毛大师 死在了一口井里 整个人都被漆黑的头发 层层缠住 阴森无比 八字桥头的王九爷 已经七十余岁了 以前是相当有名的看余大师 专门替人看风点穴 昨晚上被倒掉在了 他家门前的歪薄枣树上 是被他的儿子媳妇发现的 整个人干瘪得像一张纸片 似乎浑身的血肉 都被什么东西给吸干了 丰和院的张老爷子 他们家世代祖传的台官将 如今早已经退隐 不问世事 结果今晚早些时候 被发现死在家中 一双眼睛 只剩了眼白 脸上出现一道道漆黑的纹路 死状诡异之极 还有云河路 我越听越是心惊 这几天出事的 几乎都是我们风水圈子里的人 而且 乔治杀人的手段 绝对是邪碎所为 对了小陈先生 现在大家都聚在咱们西园 要问林会长讨个说法 张斌道 我知道 各地的风水界 大多都以传闻协会为主心骨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伙都跑去西园 也是无可厚非 可恶的是 那个秦相龙也来了 张斌恨恨地道 我问这小子来干什么 张斌道 他要逼咱们林会长 让出会长之位 然后由他来出任 协会会长的职务 他倒是想得美 可不就是 张斌气冲冲地道 这小才放言 只要让他来当这个会长 他马上就能肃清邪碎 还江城太平 我听得心里心里一动 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之前 我就一直怀疑 最近江城的种种怪事 都跟着金山法教脱不开关系 但我一直没想明白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如果只是单纯地 想把江城的一些势力吞并掉 就像之前秦家 对付王若宇 但他们根本没必要放出邪碎 到处杀人 而且还专门盯着 风水界的一些同乡来下手 直到听到张斌这句话 我才猛然意识到 原来这金山法教 是想倒逼江城协会 继而把江城协会 也直接控制在手里 如果真让他们办成了 那整个江城的风水界 只怕是都被对方给收入囊中了 那个秦相龙带了一帮子人 正在用言语挤兑咱们林会长 说如果林会长真有本事的话 那就把事情解决了 如果不行 那就赶紧让位 让有能力的人来当 现在情况很不妙 有好些人都被他们给煽动了 纷纷逼会长表态 张斌的语气十分焦躁 我听得暗暗皱眉 这事情的确十分棘手 最麻烦的是 柳青河那边的事情 也被他们故意给爆出来了 张斌急到 柳青河就是发现林林弟弟 以及其他尸体的地方 这些人被从河底长出的头发 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淤泥里 当时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协会这边连同官方部门 暗中秘密收走了这些尸体 并没有将此事宣扬出去 但没想到今晚在西元 秦相龙那边 突然把这事给爆了出来 于是引得众人越发不满 各种不信任 恐慌 矛头一下子全都指向了林会长 张斌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 说是再去打探最新的情况 老陈 协会那边情况已经这么糟了 袁子康担心地问 孟大志摇头道 其实咱们江城这边 还是有很多能人的 只要能找到那些个邪碎的踪迹 肯定能把他们除掉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江城这么大 这些玩意儿神出鬼没的 根本不知道上哪找 贺锦棠气了一声 长篇大论一堆 不都是废话吗 要是能找到 还用你说 我看着窗外 不停地转着念头 的确 就像孟大志说的 目前最难的 就是如何找到那些东西 这些天来 江城协会几乎精锐进出 但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 因为他们这些人的数量 毕竟有限 而江城实在太大 十多分钟后 张斌再次打过来电话 小陈先生 现在情况越来越糟了 秦相龙那小子 要逼林会长立约 如果三天之内 再没有进展的话 就要让林会长自动请辞 现在好些人都被他们挑唆 跟着要逼林会长表态 我心里一紧 林会长不会答应了吧 没有 会长没有松口 张斌道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别看这位林伯父 只是个文弱书生 但实际上心念坚定 能在关键时候扛住压力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事情发酵下去 协会这边 终究是要顶不住的 而且 事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 就算最终林会长保住了会长之位 江城协会的威望 也会一落千丈 小陈先生 咱们该怎么办 张斌心急如焚 如今 除了林会长等人在西渊应付众人之外 协会其他人 都在疯了一样的 四处搜索邪碎的踪迹 等我想想 到时候我再联系你 我皱着眉头挂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 默默想了几分钟 起身道 我回去一趟 这么晚去啊 我送你过去 贺锦堂道 我说去找美女 那哥更得送你去了 贺锦堂积极得很 只是说到一半 发觉有点不对 等一下老陈 你说的是哪个美女 我指了指那对指娃娃 没好气到 还能是哪个 那算了 要不我让司机送你过去 贺锦堂立马怂了 也行 自从贺九爷过世之后 阿彪早就不当司机了 如今帮贺锦堂 打理着庞大的产业 司机是个挺憨厚的年轻小伙 据说是阿彪亲自调 教得身手不错 人也牢靠 等我坐上车后 车子就平稳地启动 朝着别墅外面开去 到了豪园之后 我让司机把车开回去 就镜子回了林湖别墅 这会儿都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我本以为肖观音已经睡了 谁知我进门一看 这女人还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什么电视这么好看 我凑过去问 名字忘了 反正挺狗血的 肖观音道 狗血还看得这么津津有味 我也没想真打听电视剧的名字 笑道 师傅 要不咱吃点夜宵 肖观音邪腻了我一眼 干嘛 你个小魂球 别在我面前来这一趟 有事说是 师傅英妙 我赶紧捧了一句 于是我先把江城现在的情况 大致地说了一遍 肖观音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眼睛看着电视 也不知听没听 这金山法教背后 就是长生殿 不对 市委长生殿 要是让他们得逞了 这还了得了 我愤愤不平地道 肖观音无动于衷 你是下一任长生殿主 这是你去处理正合事 这种小事 肯定是徒弟出马 我搓搓手说道 现在就是有一个棘手的地方 这鬼东西神出鬼没的 也没个征兆 跟大海捞针似的 短时间内实在不好找 肖观音总算把目光 从电视上收回来 看了我一眼 要说大海捞针 那不是你们神乡一门的强项 不过你这小魂球 也实在不像的相识 外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正一派的道士 我有点尴尬 的确我平时用俘虏法咒的次数 要远多于本门的相书神算 这女人说的没错 在悬门百道中 我们神乡一派的传人 的确是最擅长大海捞针的 因为我们可以算 但这事情说说简单 真要做起来 却是难度极高 从我们相书一道来说 相天 相地 相人 理论上万物皆可相 万物皆可算 只不过 这总归是理论上的 在实际应用起来 就会遇到诸多障碍 简单来说 要算某个事物 肯定是牵涉的条件 越简单 越容易算 就比如 当时在千岁湖 波热山庄 那个升官发财的游戏 只是推算 关中是否装有铜钱 这个条件十分简单 所以 大多数有一定神算底子的 都能在短时间内算个八 九不离十 但如果只告诉你 关中有东西 既然让你算出 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那这神算的过程 就又不知道复杂多少倍了 当然了 要是撞上这些普通因素 也就罢了 有时候 如果算到一些 了不得的厉害人物 甚至自己 都会被搭进去 就像我是打死 都不会去算肖观音的 因为肯定是一算一个死 所以 当初我离开临线的时候 三爷爷就给我定下了规矩 不得用向天 襄人之术 也就是不能算人 算天 只能用像术去看看风水 因为算人 算天 这当中的风险实在太大 稍一不慎 就把自己的小命 给搭进去了 当然了 要是能做到像我那个奇葩师伯一样 连天机都反噬不了他 又是另当别论了 这老头 连几十年后的事情 都能如此精准地推算出来 如果让他出手 别说在江城里找几个斜碎 就算把范围再扩大 那也绝对毫无问题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压根做不到这种程度 以目前我的神算能力 顶多能够推算出一些 十分模糊的范围 而且还不一定准确 所以 你这小魂球 就是不务正业 以你的天赋 要是能多花点心思在神算上 至于这样抓瞎吗 整天抱着个符咒符路 乱七八糟 学一大堆 萧观音不以为然道 师父教训的是 我也不敢反驳 萧观音看了我一眼 没好气道 本宫教你一门咱们长生殿的敌传秘法 到时候 用你的神算术 配合这门秘法再试试 师父应酿 我心中一喜 萧观音道 这门秘法 叫做听邪 以你这小魂球的能耐 要想学会 应该不难 不过要想运用 就必须得跨过 明玉经的第一道门槛 我听得正了一下 明玉经共有十二道门槛 所以又叫做 明玉十二重楼 一重比一重艰难 而第一道门槛 就叫心斋 明玉经是江源师祖所创 而这位江师祖 不仅在风水悬术一道 天资绝顶 而且博文强记 学识非凡 这心斋二字 就是出自庄子的人世间 被江师祖 用来作为明玉经 这一段十分拗口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心斋就是要做到 报虚守境 并出一切杂念 当然了 在明玉经中 还牵涉到十分复杂的 内炼氧气过程 不是简单就能解释的 师父 要过这一道门槛 那得多久 我不免有些心急 这种内敛的法子 都是水魔功夫 要日积月累的 现在这种紧急的情况 哪能让我慢慢来 小观音道 你江师祖 是一等一的聪明人 所以咱们长生殿的 敌传秘法 也最是讲究悟性 尤其是这第一重楼心斋 讲究的是个顿悟 过不去的人 一辈子过不去 能过去的 可能瞬间就跨了过去 那师父 您跨过这道门槛 用了多久 我好奇问 小观音道 我和你没师祖一样 都用了一天 我听得暗暗则舌 以你的悟性 过这道砍不难 只不过你这小魂球 一肚子坏水 杂念太多 怕是没那么容易 我心说 我这坏水再多 也没法跟你比 我和你没师祖 都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明欲经 那时候心进唇一 要跨过心斋 自然又要容易许多 小观音道 至于你这小魂球 良心早就被染成黑的了 成天就琢磨着 怎么坑人 我只怕 你要过这心斋 非得扒一层皮不可 我听得暗暗发愁 他这话 可不是危言耸听 师父您接着看电视 我再去试试 我接着就跑去了静修室 默默把这心斋的药领 回忆了一遍 其实要迈过心斋这道砍 最重要的 就是要病除一切杂念 一天时间 我肯定也行的 我轻轻叙了一口气 坐静入虚 结果直到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 我还是根本连门槛的边 都没摸到 各种念头分支踏来 有时候甚至还惦记起了小石头 别说入心斋 连入镜都做不到 不行了 我这一整天 没摸到心斋的门 倒是给我想到了一个 另辟蹊径的主意 你打算下寒谷井听邪 肖观音本来还在专心地看电视 听到我这想法 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师父 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 我笑问 肖观音邪腻了我一眼 你这小魂球脑袋瓜子转得是挺快 下井去听邪 理论上的确是可行 可你就不怕再勾起你体内的阴神火 这口寒谷井是四仙所煞镇龙局的风水眼 我上回就是因为在井中炼眼 搞得体内阴神火不受控制 差点就酿成大祸 后来小石头给专门炼制了一枚索阳玉符 再加上他教的一段法诀 这才暂时将阴神火封在体内 要是我再次下井 只怕又得重蹈荡日的覆辙 这回可没有你小媳妇在边上看着 你这小魂球死在井里都没人知道 肖观音道 我笑说 要不是有师父您在身边 我这小破徒弟也不敢啊 肖观音谋中含煞 似笑非笑地道 你是吃准了 本宫不会扔下你不管是吧 不不不 主要是师父厉害 徒弟才敢打这么危险的主意 否则换个人当我师父 这种搜主意 徒弟是想都不敢想 我赶紧解释 肖观音冷声道 你还想换个师父 绝对没有 这只是个比方 肖观音按了一下遥控器 把电视剧暂停 起身道 滚过来吧 我赶紧跟了上去 来到院中的寒谷井边 明玉经你已经背熟 应该明白 阴神火是什么性子 肖观音道 我点头称是 当初江师族写下明玉经 本身就是为了掌控阴神火 虽说我现在连入门都还没做到 但从中 也能亏出阴神火的一些面目 你下井之后 阵法会催动你身上的阴神火 以你现在的能力 绝对不要想着与其对抗 只能顺势而为 明白没有 肖观音道 明白 肖观音看了我一眼 又道 听邪的诀窍 你都已经掌握了 我说应该没问题 你这小魂球 在法咒上的天赋 的确是不错 但无论天赋如何 都需要沉下心来好好磨练 知不知道 师父教训的是 我这句话 说得诚心实意 肖观音摁了一声 道 滚下去吧 我轻嘘一口气 在井檐上一拍 轻轻巧巧地落入井中 冰凉的井水 瞬间将我裹于其中 井水中的阴寒之气 侵入肌肤 立即就感觉到 原本折服在体内的阴神火 像是突然苏醒了过来 不过小石头教我的那段法觉时 就让我每日 不管坐行还是睡觉 都要试试运转 到了如今 几乎已经成了本能 立即循着身体流转不息 我盘腿坐于井底 进入打坐冥想 听邪 作为长生电敌传秘术 跟大多数的法术 走的路子都不一样 可以说是另辟蹊径 如果王简单地说 这听邪 有点类似于宝的通灵感应 在冥冥中听取灵机一点 而神算之术 最讲究的 也就是算取灵机一点 所以 长生电这门听邪 简直跟我们神像门是绝配 在听邪状态下施展神算 无疑是可以将神算的范围 和准确率提升几个层次 当然了 这类秘法 往往对于心境的要求都很高 必须要做到报须守镜 心境唇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 萧观音必须要让我先 卖过心斋这一道门槛 但如今世纪从全 我就想着进入寒谷井 以寒谷井这个环境 来辅助病绝杂念 而且在寒谷井中施展听邪的效果 要比正常施展要好得多 当然 风险也是大得多 我依着鸣玉经 调气养神 一边还要时刻关注着阴神火的动静 井水之下万籁俱寂 只有无尽的阴寒 不停地侵袭着我每一寸肌肤 死寂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 我开始同时施展听邪和太乙神术 太乙神术与奇门遁甲 大六人 合称为数数三大事 而在这三世之中 太乙神术在天 奇门遁甲在地 大六人在人 其中三大事 以太乙神术为首 不过在漫漫岁月中 这三大事都各自缺失了篇章 尤其是太乙神术 缺得更为厉害 就算是在我们神乡一门中 也只有存了极少一部分残篇 如今的太乙神术 都是我们神像门中的先辈 根据这一点残篇 而逐渐完善起来的 可以说 现在我们门中的太乙神术 其实并不能算是 真正的太乙神术 但就算只是 传承了这么一小部分 太乙神术 已经足以振朔古今 我之前考虑过 用大六人 或者梅花艺术 但后来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 用太乙神术 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些 当然 太乙神术不能轻用 一旦中间出现意外 其中的反噬 也是极为可怕的 我之所以敢这么投铁 也就是 仗着这次有肖观音 在旁边照看 就算真的出了事情 我相信 他也有能力将其化解 太乙行九弓 做阴阳盾 等我从井中上来的时候 已经十点多钟了 大概在下面待了 有两个多小时 肖观音一袭长裙 林夫二利 果然一直守在井边 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轻移了一声 你这小魂球 登上第一重楼了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师父 你就说怎么样吧 刚刚我在井底 同时施展听邪和太乙神术 又在寒谷锦的作用下 误打误撞 居然一举迈过了 新斋这道门槛 不怎么样 肖观音道 这回也就是你运气好 有什么值得夸嘴的 其实主要是 有个好师父 不然我哪敢做 这种冒险的事情 我赶紧奉承了一句 肖观音微微一笑 我发现你这小魂球 嘴倒是越来越甜了 不会肚子里 再一个劲地骂我吧 师父你这可冤枉人了 肖观音转身回了屋 有功夫在这里平嘴 还不赶紧滚去办正事 我当即回屋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就出门赶往城西 刚才在井底 以听邪配合太乙神术 我大致算出几个要点 此时 西方 贵门 水 故人 此时 换算成普通时间 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现在已经是十点钟 我打了辆车 就匆匆地赶往城西 贵门 应该是代表了一户名门望族 水 顾名思义 应该是跟谁有关 或者是这户人家住的地方 有很多水 比如靠着湖 在江城 最出名的湖 当然就是烟湖 但如果在城西的话 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至于故人 说明应该是我认识的人 我坐在车中 飞快地把自己到江城之后认识的人 都梳理了一遍 是我认识的 又能称得上豪门大户的 并不多 你在哪 我先打了个电话给贺锦堂 贺锦堂哈哈大笑说 在家呢 老袁和弱智 被你那两个纸娃娃给收拾惨了 我再给他们抹药水呢 隐约还能听到 袁子康和孟大志的惨叫声 我一听应该不是 挂了电话 叶家 不对 王家 也不对 林家 也不大象 黄家 我忽然想到了黄家 黄振云老爷子的黄家 那绝对算得上是个贵门 我马上给黄夫人打了个电话 结果电话一直没有打通 我干脆给黄老爷子去了个电话 这回倒是通了 不过黄老爷子 此时人不在江城 而是在千岁湖的波热山庄 我心里一惊 难道我算到的地方 是在波热山庄 这千岁湖 可不是正好印了这一个水字 但仔细想想 又绝不对 那黄夫人也陪着您去了吗 我问黄老爷子 结果一问才知道 黄夫人此时正在小住亚社 宴请宾客 我马上查了一下 这小住亚社 是黄家的一处产业 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度假山庄 而这小住亚社 正好就位于成熙的那一片湿 地之上 师父 去小住亚社 好嘞 车子一个拐弯 又转向前 在江城西部的繁华之中 隐藏着一大片湿 地 所谓湿 地 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水源丰富的地貌 车子进入之后 只见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水蛙 芦苇丛生 白天有许多游客光顾这儿 里面也建了不少类似的度假场所 不过一到了晚上 四周就显得颇为寂静 我在小住亚社门口下了车 正好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前面走过 我看得差点恍惚了 但很快我就回过神来 这不可能是她 小慧 我喊了一声 小慧停下脚步 看到是我 忙快步走了过来 小陈先生 你怎么来了 是来找夫人吗 姑娘开心地问 我问她 夫人在哪 怎么电话一直打不通 小慧道 夫人在那边跟客人吃饭呢 可能手机落房间里了 我带您进去 我说了声好 跟着她往小住亚社内走 小陈先生 今天你怎么有空过来啊 都好久没见你了 小慧笑着问 我看她这一拼一笑的 总是会忍不住 往小石头身上想 怪只怪 这妹子老喜欢 顶着别人的样子 到处转悠 搞得我现在都有点混乱 我说 我找夫人有点事 小慧嗷了一声 也不细问 正好迎面走过来 一群年轻男女 看穿着 应该是亚社内的工作人员 我灵机一动 说道 小慧 能不能给我弄套服务员的衣服 啊 小慧诧异地看看我 一时没明白过来 穿成个服务员在亚社里走 比较不太显眼 我解释道 小慧立即领悟过来 压低声音道 小陈先生 你是不是要在这里查什么事情 聪明 我夸了一句道 等会儿你悄悄跟夫人去说一声 今晚亚社里可能会出事 让她小心一些 但是不要声张 我懂了 小慧朝我比了个明白的手势 之后 她就带着我 去更衣室 换上了一身男服务员的衣服 小陈先生 你这样一穿 就算夫人一眼看到 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 小慧明嘴笑道 又替我整了整帽子 我笑 以后没饭吃了 正好可以到 你们这来跑个堂 小慧笑道 那我们可请不起 她领着我出了更衣室 正好迎面走过来 两个穿着服务员制服的年轻姑娘 小梅 小雅 你俩过来 小慧招了招手 两个姑娘手里各自端了个盘子 上面摆着一些精致的甜点 快步走了过来 甜点道 小慧姐 你有什么吩咐 其实论年纪的话 小慧要比他们两人来得小 但小慧是黄夫人的贴身丫头 双方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 二人都称呼她为小慧姐 这是我远房的亲戚 第一天上班 你俩好好待待她 小慧道 两个姑娘忙不迭地答应了 之后 小慧就去前面找黄夫人了 见她离开 两个姑娘顿时松了口气 小诚哥 有什么事 尽管找我俩 别客气 对啊 有事尽管说 我看他俩端着盘子 就问他们是不是去上菜 对啊 今天雅舍里都是夫人请来的客人 我们所有人都在忙这个 那个叫小梅的姑娘道 那我也跟你们去端菜好了 我说 你俩好好待待她 好呀 你就跟着我们 先看 两个姑娘又一路跟我解释了 应该怎么端菜上菜 另外还有一些规矩之类的 我一边听他们说 一边观察沿途的地形 这小柱雅舍 建在湿 地之中 自然四面都是环水 环境十分清幽 小诚哥 你可长得真倦 你有没有女朋友呀 小雅笑嘻嘻地问 小梅催了她一口 你这花痴丫头 又发春了是不是 哪有了 小雅娇称道 小诚哥说不定喜欢我这种类型呢 两个姑娘性格都十分开朗 我跟她们走了一段落 很快就混得熟了 说话也就没那么多顾忌 很快 我们就到了宴客厅 这次黄夫人宴请的客人很多 里面摆了近十桌 雅舍的所有工作人员 基本上都在围着这里转 我见黄夫人坐在主桌位置 小慧在她身边 跟她儿语了一番 黄夫人微微点了点头 脸上神色却是不改 赵舅和边上的宾客说笑闲聊 只是有意无意地往我这边看上眼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就跟着小梅和小雅两个姑娘 进进出出 端个菜滴个酒什么的 混在一堆雅舍的工作人员中 宴会一直持续到十一点多 才进行散席 有些宾客坐了自家的车回去 有些则是直接流宿在了雅舍之中 这儿本来就是个度假山庄 客房多的是 黄夫人已经从小慧口中得知了事情 面上却是依然镇定自若 和几个重要客人说笑着 带着他们前往住宿的地方 今晚黄夫人住哪 我端着一叠盘子 和小慧走在一起 低声问道 你把盘子放下 跟我去办点事 小慧故意大声说道 我答应一声 把盘子交给另外一人 跟着小慧去往雅舍内进 这小柱雅舍设计得十分别致 内中别有天地 此时走廊上亮着一排排的红色灯笼 被风吹得轻轻晃荡 光影摇曳 颇有韵味 七转八转 就到了一间房舍前面 把里面房间收拾一下 小慧吩咐道 我应了一声 随着他进门 小陈先生 这儿就是夫人的卧房 小慧叫门关上 立即小声跟我说道 我点点头 拿来个鸡毛胆子 一边扫拾灰尘 一边观察着房间的布局和摆设 这房间的窗户很多 视野极好 夫人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我问 小慧道 我估摸着 夫人要把那几个客人安顿好 差不多要半个多小时 我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已经是进入紫时了 也就是已经过了十一点钟 如果我推算无误的话 事情应该就会出在这小猪亚社 而黄夫人 恐怕就是最大的目标 我跟着小慧 从黄夫人卧室退出来 又在附近转了转 记下所有的地形格局 晚上夫人喝了不少酒 等会儿肯定会口渴 你准备些茶水端过去 小慧吩咐道 我点头称是 端了煮好的茶水过来 黄夫人也已经回到了卧室 她今晚的确喝了不少酒 两家晕红 结果我递过去的热茶喝了一口 宠我使了个眼色 表示她已经知道了 黄夫人出身名门 作为黄家的儿媳 很得黄老爷子看重 黄家许多事物 都是交由她打理 虽然明知今晚凶险重重 她也并没有露出怯色 也没有打算逃离这儿 或者增派一些人员保护 这番气度 已经远超许多男子 暮色深沉 不久黄夫人屋内就熄了灯 我混在工作人员当中 就围绕着黄夫人的卧室转悠 等待着风吹草动 小陈哥 经过走廊时 撞见了一群姑娘过来 小梅和小雅也在其中 应该都是雅舍内的女职员 看他们手里抱着个包 嘻嘻哈哈地过来 小梅 这就是你说的新来的小哥哥啊 果然好俊 小哥哥你姓陈呀 我也姓陈呢 咱俩特别有缘 你就拉到吧 你只要看到帅的 都跟你有缘 来 给姐姐捏一下脸 我一下子就被他们给围住了 耳边音声艳语 鼻中闻到的都是脂粉香气 甚至还有伸手过来就要捏脸的 你们这是去哪 我赶紧打岔 小雅笑道 我们忙了一天 下班了 去泡个澡 另外一个高个姑娘补充道 咱们雅舍有汤匙哦 这是夫人给咱们的福利 其中一个汤匙 是专门给我们这些姑娘用的 不过小哥哥要去的话 我们可以带你去哦 另一个短头发的姑娘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道 对呀对呀 小哥哥你要来的话 我可以吃亏一点的 其他几个也跟着起哄 我没想到这里的姑娘那么敢说 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小诚哥 你别理他们 他们就是喜欢调戏人 小梅笑道 那高个姑娘立即反驳道 这就瞎说了 我们只喜欢调戏小哥哥这样 长得好看的 其余姑娘顿时笑成一片 我差点就被他们给拉进了澡堂 赶紧找了个机会溜了出来 小陈先生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小慧低声问 我见他神色古怪 想笑又不敢想 估计被他看到了刚才那一幕 我也就装作不知道 说再等等吧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很快就过了午夜十二点 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夫人身边 有没有带什么辟邪的东西 我问小慧 有的 当年夫人成婚时 老爷子曾经送了他一块护身玉 好像是皇家祖传的宝贝 可以辟邪破煞的 夫人这些年一直贴身佩戴 从不离身 小慧想了想到 我心里咯噔一声 看了一眼四周 只见四下寂寂 天空同云密布 隐隐生出一丝不安 我微微闭起眼睛 当即施展了听邪 听邪 王简单地说 类似于通灵感应 就算是普通人 在机缘巧合之下 其实也会有通灵感应的能力 就比如 当某种危险靠近时 有些人会突然汗毛倒数 心中生出紧照 旋之又旋 这种就是属于通灵感应的范畴 当然 这种是无法控制的 而且发生的几率极低 而长生殿这门听邪 其实就是将这种能力提升到 可以运用的层面 如果能够将名誉精炼到 十二重楼完满 就能做到随心所欲 就算不主动施展 也会时刻处在听邪状态 这也就意味着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有危险靠近 都会立刻心生征兆 可以说 这绝对是一种十分变态的能力 试想一下 在双方斗法对阵的时候 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用什么法子突然袭击 对方都能提前感应征兆 这是有多可怕 不过可惜的是 这必须要名誉精十二重楼完满 才能做到 我如今只是勉强入了 第一重楼心斋 还差得远了 我尽量沉心入定 并除杂念 施展听邪 冥冥之中 死寂一片 突然间 像是灵机一动 心里猛地跳了一下 我睁开眼 立即朝着西北方向 急奔而去 来到澡堂门前 小陈先生 小慧从我身后追至 我一抬手 将门锁正开 即掠入澡堂之中 小住亚舍的澡堂 设计得十分精巧 分成好几个区域 其中一处 就是专门用来给亚舍的 女职员下班后泡澡的 位于一个独立的区块中 当中一个很大的汤匙 白气鸟鸟 雾矮迷蒙 只见一团团漆黑的头发 从汤匙中钻出 把小梅他们一群姑娘的躯体 缠绕在其中 在水面上再沉再浮 啊 随后赶过来的小慧 吓得尖叫了一声 腿一软 差点坐倒在地 我双手一合 捏了个发掘 吐气开声 暗行五月 八海之纹 顿时 像猪网一样 缠绕着小梅他们的发丝 根根崩断 漆黑的长发 如同活物一般 朝着水面下收缩了回去 三道黄浮 被我打入水中 整个汤匙的水 如同沸腾了起来 哗啦一声 无数黑色的头发 从汤匙中钻出 铺天盖垫 朝着我卷了过来 我不避不闪 截了个八字赤令 神光骤 一道淡金色的光芒一现 卷过来的头发 尽数如同被火灼一般 触之进阶成灰 西北角厚实的墙面 轰的一下坍塌 破了个窟窿 有什么东西 刷得钻了出去 我扣住一个姑娘的手腕 搭了一下脉 且喜还算赶得及时 并没有性命之忧 交代了小慧一句 立即从那个墙面的窟窿 追了出去 这小柱雅舍 建在湿 地之中 澡堂外面 就是成片的水洼地 我刚从里面追出 就听到哗啦一声响 有东西钻入了水中 只见水中一道黑影 奇快无比地朝着前方一去 我不急细想 立即使了个陆地飞腾 踏着水面直追过去 陆地飞腾 是茅山最出名的青森树 在短距离内 可以做到足不点地 如同在陆地上飞腾 自然也可以在水中踏波 紧追不放 就在我左足轻踏水面 准备借力再次施展陆地飞腾时 突然一只苍白的手 从水面钻出 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脚踝 猛地把我朝水下拽去 我在水面上无法使力 就算施展陆地飞腾 那也是要提一口气的 极难躲避 索性使一个索身装 直接重重地朝着水底落去 刚一入水 就有一个冰冷的身影 贴了上来 漆黑的长发 惨白的脸 空洞但是乌黑的眼珠子 五指尖尖 没有任何生人的气息 这是一句水尸 所谓的水尸 民间也叫水飘子 大多是不小心溺死的人 因为某种特殊的环境因素 而最后发生尸变 成了水尸 一般来说 水尸在水里的时候 是最为可怕的 行动极弱闪电 而且最喜欢烈石活物 吸取洋气 但这种水尸 通常都只会出现在那种 深山密 林之中的水潭里 或者是那种偏僻的深海之中 因为那种地方阴气深重 但凡有人不小心密闭在其中 也无人发现 由于那种水潭阴气极重 有如果机缘巧合 撞上水里 正好积存了大量的怨气 浮尸就很可能变成水尸 但像在江城这种大都市里 居住的人口如此密集 就算是在一些河流池塘里 也很难积聚大量阴气 更别体养出水尸 而且眼前这一具水尸 明显远比普通的水飘子 来得更加可怕 最有可能的是 这具水尸 是被人给带进江城的 漆黑的头发 在水中如同钢刺一般 疏忽朝着我的面门扎了过来 我毫不怀疑 要是被扎中的话 整个脑袋就会变成蜂窝 在水中 任何人的动作都会变慢 我就算想闪避 也是避之不及 纯阳护体 珠邪不轻 我在瞬间起了一道纯阳护体皱 这道护体皱出自毛衫 专门抵御各种阴邪 长发刚刺到距离我面门一寸的地方 就被护体皱挡住 随即发丝寸寸锻炼 水尸苍白的双臂和双腿 可以任意扭曲 直接缠到了我身上 双手搂住我脖子 双腿缠在我腰间 如同铁箍一般 将我勒住 但纯阳护体皱一声 顿时痴痴作响 水尸贴到我身上的躯体 被浓烈的纯阳之气灼伤 痴痴作响 咕嘟咕嘟冒起水泡 手脚不得不松开我的身体 顺着水流就要逃顿 我情之在水中 无法追上它的速度 当即手指一合 截了个法咒 丝丝缕缕的纯阴之气 从我身上猛的四散扩张了开去 渗入水中 这是鸣玉精一种运用 鸣玉精本身就是围绕阴神火而生 是一种制阴的内敛法门 丝丝缕缕的制阴之气 在水中交织 碰 四周的水流瞬间聚震了一下 就像是发生了一次爆破 那顺着水流急速逃窜的水尸 身形猛的一顿 随即软绵绵地朝着水底直坠了下去 我击近身去 掌中扣了一枚羊铜钉 直接封入了它后背一处关窍 同时拽住它脖子浮出水面 来到岸上 接连在它身上封了几道阵尸符 然后将其丢在地上 这一片都是密密麻麻的芦苇荡 我轻虚了口气 见这具水尸 年纪甚轻 生前应该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 在她的脖梗处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黑色图案 像是某种标记 水尸一般都是天然形成的 有些人意外溺蔽在某些阴气深重的水潭里 天长地久 就成了水飘子 但也并不能排除 是有人故意养出来的 只要条件合适 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我从兜里摸出手机 还好用的是国产机 质量好 没有净水 给张斌去了的电话 小陈先生 林会长这边 怕是要撑不住了 电话一接通 就听到张斌焦急的声音 原来 金山法教那伙人 一直都在西原没走 秦向龙承诺 如果让他当上协会会长 他将在三天之内 肃清所有邪碎 逼迫林会长退位让衔 但林会长知道他的诡计 就是铁了心 死撑着不松口 可是时间等得越久 其他人就越发对协会失去信心 在金山法教那群人的煽动下 一些原本站在协会那边的人 也开始动摇 要是再无法改变局面 恐怕林会长这边 也要顶不住了 齐大师他们已经几天几 也没有合眼了 可这根本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张斌长叹了一口气 心急如焚 我说了一个地址 让张斌马上带一堆人过来 好 我们马上就到 张斌没有多问 立即答应 挂了电话 我脱下那身已经湿透的服务员制服 裹在那具水尸身上抱了起来 回到小柱雅舍 小陈先生 你回来了 小慧见到我 惊喜地跑了过来 看到我抱着的 只露出一头漆黑长发的水尸 不由一愣 这个是 你找辆车 送我去一个地方 我说道 好 小慧立即下去办 不一会儿 就开了一辆白色马沙拉地过来 我抱着水尸上了车 小陈先生 你衣服全湿了 要不要换一件 小慧在驾驶座上扭头问 我说不用 让他找个人给我开车就行 没事 现在夫人已经在拳拳指挥 小陈先生坐好了 小慧一踩油门 车子立即启动 朝着小柱雅舍外面 急驰而去 小梅小雅他们怎么样 我问 还好咱们赶得及时 他们都没什么事 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就是惊吓过度 小慧心有余悸地道 我听了 也是放心不少 雅舍这群姑娘活泼开朗 要是因为我的失误不幸出事 那我真是于心难安了 小陈先生 那个是 小慧透过后视镜 看了一眼我边上 还是没人住问 我问 你胆子大不大 还挺吓人的 我还行 小慧道 我就把衣服扯开 露出水尸 一张苍白阴森的脸来 小慧惊呼一声 车子顿时七扭八歪 差点撞进了旁边的水洼里 被他一脚刹车才死 那个 我就是有点没做好心理准备 小慧脸淡煞白 呼呼地喘着粗气 是有点吓人的 我笑道 把衣服遮了回去 刚才我也挺紧张 差点以为自己 要跟着车子下水了 还行 还行 小慧颤抖着声音 又忙拉了一把方向盘 把车子开回路上 自此以后 双眼正视前方 再也不敢往后面瞟上一眼 我找了一个地方 让小慧停车 过不多时 张斌就带着小队过来 一共三辆越野车十余人 我把水师从小慧的车里抱出 小陈先生我来 一名队员赶紧过来接手 我跟小慧打了个招呼 就随张斌上了其中一辆越野 小陈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张斌问道 我让他拿一个什么容器 装一杯水过来 一名队员立即从车上 找出个不锈钢碗 倒了大半碗矿泉水过来 我从水师头上剪下一把头发 放入水碗之中 说道 开车吧 稍微慢点 等会儿看着头发指向哪里 就往哪开 负责开车的队员 立即轻踩油门 车子稳稳起步 另一人坐在副驾 手里拖着水碗 时刻注意碗中 头发的变化 动了动了 往那边 东南 车子行驶了一会儿之后 那拖着碗的队员 突然有些激动的叫道 司机点了一下头 也不敢动作太大 稳稳地打了一个方向 朝东南驶去 后面的车子也跟着转向 跟上 小陈先生 这是张斌和另外一个 抱水师的队员 跟我一起坐在后座 两人看着碗中 那一团漆黑的头发 在水中浮浮沉沉 跟八爪鱼式的钮 动起来 都有些骇然 我看了一眼水师 说 应该就是这东西 杀了算命馆的刘大仙 还有林林的弟弟那么多人 啊 车上的人 全都大吃了一惊 特别是抱着水师的那名队员 浑身哆嗦了一下 张斌扯开水师身上的衣服 看到那一张英气森森的脸 以及贴锋在身上的杨童钉 镇师服 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 这是阴师 我说 是水师 水师 张斌大吃了一惊 咱们这儿哪来的水师 那名抱着水师的队员 一脸苦笑 我看他都要哭了 估计他原本以为 自己是抱着个死人 对于他们这些江城协会的精英来说 见惯了生死 对于死人并没有什么想法 但水师那可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说 咱们已经捉到一只邪碎了 张斌突然反应了过来 一拍大腿 又惊又喜地叫道 其他人顿时也纷纷欢呼了起来 此时整个江城协会上下 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如果再没有作为的话 就是林会长也顶不住了 应该只是其中一只 我分析过这段时间 江城发生的种种鬼案 应该不单单是这只水师作祟 但总算有个好的开始了 张斌等人都是欢欣鼓舞 士气大涨 正说话间 副驾上拖着水碗的队员 唉呦了一声叫道 怎么回事 只见水碗中的那团头发 扑朗朗剧烈地扭起来 就如同一团密密麻麻的黑色细虫 不停地打击着钢碗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我让他们停车 下来往四周看了一圈 这地方是大师 地的东南角 四下里一片芦苇荡 被风吹过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我问张斌 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大型的建筑 往前面再走一段 有个比较大型的度假酒店 一年前建好的 不过一直还没有营业 张斌想了想 说 是谁家的产业 我问 张斌立即找人查了一下 是合约及地产的 归根到底的话 也就是秦家的 我心里有了数 问张斌 齐大师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如果赶到这边的话 需要多久 他们现在的位置都比较分散 赶过来的话 最快也要一个钟头左右 张斌很快回到 这也太晚了 我看了一眼张斌他们 这些邪碎很有可能就出自前面的那栋酒店 我准备先进去看看 张斌等人听得又惊又喜 立即道 我们跟小陈先生一起进去 好 留下四个人 守在这里 等齐叔他们过来 其他人跟我走 我当机立断 张斌立即点了四个人 留下看守水师 其他人包括他在内 一共九人跟着我潜入黑暗之中 风吹芦苇 夜色空际 我们一行人 快速地穿过一片芦苇荡 只见前方出现了一座红砖砌成的欧式建筑 里面还真有人 张斌压低声音道 那座度假酒店里 透出一缕缕的灯光 天际阴云密布 压在芦苇荡上 使得四周的气氛 莫名地多了几分诡异 小陈先生 这地方怕是有很多猫腻 张斌说的没错 这度假酒店 四周表面看着平静 其实暗幅杀鸡 但时间不等人 这边水师被我控制 对方应该是有了察觉 时间一长 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 我把四周的风水格局 看在眼前 说道 等会儿 你们就跟着我 我们直接从正门破进去 是 张斌等人听得一愣 但还是斩钉截铁的领命 我点点头 轻声道 那就上了 脚尖一点 展开身法 就朝着酒店方向掠去 身后传来细微的沙沙声 张斌等人也紧随而上 距离酒店百来米 地形就变得奇怪起来 那些芦苇 一从一从 看似毫无规律 但实际上暗含了 某种诡诀的变化 我一路计算 连起三道炫羊符 屈指连弹 三道俘火 分别飞入一从芦苇中 顿时砰的一声 火焰炸开 三从芦苇 如同被浇了汽油似的 一点济燃 升腾起一股赤红色的火焰 同时一道道黑烟 从火焰中冒出 我只是扫了一眼 身形不停 刷地穿过芦苇荡 距离酒店五十余米 泼辣 左侧的水洼中 突然跃起一道黑影 朝着我猛扑了过来 我随手一抓 抓住那人的胳膊 顺势就掰折了 往旁边一扔 身形不停 朝前急掠 又是几道身影 从水洼中跳出 成品自行拦在前方 我不避不闪 身形一晃 直接撞了过去 将三人撞得倒飞了出去 由这三人开始 如同捅了马蜂窝 阴暗的角落里 转瞬冲出无数人影 我身形片刻不停 笔直地朝着酒店正门 急掠而去 但凡遇到有人拦截 尽数被我随手折断关节 或者直接撞飞出去 去死 突然一声大吼 在我距离酒店不到十米的时候 从旁边冲上来一个身形高大的巨汗 挥着抖大的拳头 就朝我砸了过来 我提闭一格 只听到喀啦啦一声脆响 那巨汗的手臂骨骼 被我震得寸寸锻炼 身形不停 一个贴身靠 将它撞得飞起 酒店大门光浪一声巨响 被它撞破的四分五裂 玻璃碎片到处飞溅 我身上凿起了护体皱 玻璃碎片飞射到我身体周遭三寸处 就纷纷被挡了下来 叮铃当当地坠落在地 身形一闪 进入酒店 两柄巨大的铁锤 迎面砸了过来 我猛地加速 从两柄铁锤中穿过 五指空握成拳 轻飘飘地锤在两个五锤大汗的胸口 轰的一声 二人直接连人带锤摔了出去 把两旁的一排柜子压得粉碎 六法归原 借我神通 一个沉闷的声音陡然响起 同时三道黄指浮露 冉冉升起 我时中二指一并 字下上画出 天师道秘技 剑指 三道黄指浮露 如同被利刃划过 顿时被斩成六剑 你 你怎么可能 起伏的是个甘瘦的中年男子 骇然惊叫道 你怎么能把我的符劈掉 我哪有空跟他废话 抢到他面前 没等他再次起伏 直接一记手刀 将他劈翻在地 与此同时 又有三道人影 齐齐扑上 二男一女 一人双手节奏 一人拿着一柄刀刃 极窄的长刀 朝我斜劈了过来 那女人却是突然身形一矮 奇快无比地朝我滚了过来 两双一合 朝我的左腿抱了过来 三人配合无见 极为默契 这量在归我了 那女人发出一阵笑声 双手如同铁箍般 扣住我的左腿 发力一扭 就要扭到我的脚踝 我没去管他 屈指一弹 把那柄劈砍过来的长刀 从中弹得结结碎裂 点子硬 快跑 女人抱着我的腿 面红耳赤的 连使了几次劲 眼看不对 松手就要跑 被我一脚踹飞了出去 那两个男的 扭头就逃 被我追上 在两人后背 各垂了一击 两个人顿时 就咕噜噜滚了出去 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 这二人在地上 连打了几个滚 居然再度爬了起来 跌跌撞撞跑过去 抬起那女的就跑 饶命饶命 我们马上滚 二人一边逃窜 一边大喊 看来这两人的护体术 还有点古怪 要是换做其他人 挨了我那两锤 只怕早已经骨头断裂 倒地不起了 见他们向外逃去 我也懒得去追 继续朝酒店深处奔袭而去 我施展身法 一路不停 前来拦截之人 层出不穷 既有身手厉害的练家子 也有手段骑轨的悬门中人 甚至有好几个 比起那个吴天门 都只差了少许 难不成 我们是误打误撞 碰到了金山法教 在江城的老巢不成 我心中暗暗呐喊 轻嘘一口气 再度提了速度 朝着酒店深处极略而去 张斌他们 已经完全被我甩在了后面 不过大多数厉害的人物 要不是 见面就被我废掉 要么就是在后头追着我跑 想来应该问题不大 我之前就大致观察过 这座酒店的风水格局 如果要设立法坛的话 应该是在西南角的煞尾 我在急奔中突然顿住身形 停步节奏 瞬间叠加了四道翻天印 朝后拍去 轰的一声 气浪滚滚 身后追着我跑的一群人 措手不及 当时被这门出自天师道的 符咒秘术给轰得四下乱窜 我不再理会 摸出一枚铜钱 朝前一致 铜钱指路 五帝钱滴溜溜朝前滚去 就算遇到障碍物 也会自行绕走 或者直接笔直地向上滚动 越过障碍 我紧随其后 跟着铜钱 来到了酒店西南角的一处平房面前 四下里漆黑一团 突然一道黑影自头顶落下 赫然是一只形似巨大蝙蝠的东西 阴风四起 斜裹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 我不避不闪 将刚才收在手里的一枚断裂刀片 飞射了出去 刀片破空而去 从那大蝙蝠一样的黑影腹中 贯穿而过 一道黑气从伤口涌出 那蝙蝠发出一声怪异的叫声 呼得掉头飞了开去 只见这平房正中 布置着一个法坛 地板上刻满皱纹 箱岸上点燃着三柱大箱 在法坛之上 坐着一个形容枯稿的男人 眉毛很长 朝两侧搭拉下来 一手握着黄色令旗 一手在胸前截了一个法印 再仔细一看 才发现 他的双腿齐膝而断 是个残疾 那怪异的大蝙蝠 飞回到他身边 倒挂在他头顶的梁上 金山法教大长老 庞佐 那男人睁眼说道 声若红中 林宪 陈平 庞佐点了点头 如此年纪轻轻 实在是不错 可有意加入我金山法教 我笑道 不好意思 实在是看不上 那庞佐板着一张脸 神色不变 淡淡道 年轻人 你的确是很不错 不过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还是谦虚点的好 我也懒得跟他废话 看了一眼 倒挂在他头顶的那只大蝙蝠 道 天鬼 庞佐目光一闪 倒是挺有见识 百无鬼祭坛 你也不怕折兽 我冷声问 无鬼祭坛 是一种极为阴毒的咒术 所谓无鬼 并非是真的鬼 而是指天地水火风 五种邪髓 那只已经被我情下的水师 就是水鬼 而这只吸血蝙蝠 应该就是天鬼 江城有好些人 被吸城干尸 八成就是这只天鬼干的 祸福在天 我命在我 咱们修炼之人 从来都是逆天行事 何须在意 那庞佐 我淡然一笑 只要手握的力量足够大 那我就来当当这个老天 又何妨 就凭你们金山法教 我笑道 庞佐道 年轻人 有时候时时务才是俊杰 顺应大势方为英雄 你虽然有几分本事 不过在大势面前 也不过是区区楼椅 如何能去躺壁当车 加入我金山法教 我举荐你为长老如何 我笑道 我说过了 看不上 庞佐摇了摇头 叹道 那就可惜了 一挥手中另齐 那只倒吊着的天鬼 疏忽朝着飞了过来 我立在原地不动 手指一竖 隔空点去 狙血指 那庞佐吃惊地叫了一声 那天鬼顿时被定住 在空中一掷 虽然只是那么瞬间 但是两道纯阳神火符 已经贴到了他身上 砰的一声 火焰炸开 那天鬼顿时被淡蓝色的火焰吞没 转眼化为灰烬 你是龙虎山的 庞佐立声贺问 我没理他 一个陆地飞腾 闪现到他面前 庞佐目中寒光一闪 手中黄色令旗 刷得朝我挥出 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一个顿时 往后退开 你到底是龙虎山的 还是毛山派的 庞佐诧异地大喝一声 同时令旗挥出 一道道黑气蒸腾而起 朝我席卷来 煞气 我有些出乎意料 这人倒是有些本事 居然能控制煞气 煞气息体 斩之则死 所以一直来 煞气都是风水师们 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不过巧了 我干脆连个护体咒也不起 只是护住了心窍 以防万一 那汹涌来的煞气 顿时将我团团笼罩 能死在我旁谋手下 也算你的荣幸了 只听到旁左的声音 虚无缥缈地传来 冰冷刺骨的煞气 无孔不入 瞬间从我肌肤侵入 但只是片刻 就像雪花入汤 被消融得一干二净 鸣玉精本就是围绕 至阴至邪的阴神火而生 这煞气再厉害 也不可能厉害得过阴神火 肖观音在叫我的时候 就说过 只要我这鸣玉精 踏进第一道门槛 以后就能诛邪不清 这一世果然奏效 我顺势催动鸣玉精 手指逆时针转了一圈 那一团煞气 顿时被我搅动 开始逆时针旋转 搅成一股 被我轻轻移送 一道凝练的煞气 如剑般崩出 瞬间从旁左胸口贯穿过 旁左双目圆睁 脸上还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厉害厉害 可惜可惜 说完这最后一字 头一歪 从法坛上摔了下来 已经弃绝而亡 我走到他的尸体跟前 同样说了一句 厉害厉害 可惜可惜 不得不说 这人能以一人之力 操控无鬼祭坛 甚至还能调动煞气杀敌 这份能耐实在是不简单 只是可惜了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小陈先生 原来是张斌他们 终于赶到了 我见他们各个灰头土脸 脸上身上血迹斑斑 气喘如牛 不过九个人都在 还算完整无缺 问道 有没有受重伤的 没事 都好着呢 众人激动地叫道 张斌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 笑道 厉害的都被小陈先生干掉了 我们也就收拾点尾巴 他看到屋内的情形 脸色变了一下 这个法坛 是无鬼祭坛 在城里为祸的邪碎 就是他放出去的 我解释了一句 张斌等人都是 大吃了一惊 不过震惊过后 众人都是欢声雀悦 这人是不是金山法教的 张斌去看了看那个庞左 是金山法教的大长老 叫庞左的 我说 大长老 张斌嘖嘖了几声 好家伙 小陈先生 咱们会不会是 直接倒了金山法教的老巢 我说是有这个可能 按照这地方的布置 就算不是金山法教的老巢 也一定是个极为重要的据点 实在太好了 这回看那个性情的 还能怎么办 张斌等人兴奋地道 我让张斌通知 岂不顺那边 无鬼祭坛 肯定会放出五种邪碎 咱们捉了一只 灭了一只 应该还有三只 让大家搜捕一下 如今祭坛已破 在没人主持的情况 想要搜捕三只邪碎 那就要容易许多了 在齐不顺他们赶到前 我叫张斌派个人 把我先送回了小朱雅舍 先去见过了黄夫人 你总算回来了 今晚可是把我吓得不轻 黄夫人道 夫人谦虚了 听小慧说 夫人坐镇雅舍 指挥若定 颇有大将之风 我笑着说道 黄夫人横了边上的小慧一眼 笑骂道 这小妮子惯会拍马屁 我吓得脸都白了 还指挥若定呢 小慧在边上 低着头不敢吱声 现在咱们江城到底什么状况 小陈你给我讲讲 黄夫人邀我坐下 小慧捧了热茶点心上来 我把一些情况 大致说了一下 黄夫人眉头紧皱 这秦家 这秦家胆子居然这么大 他们这回是描上我们黄家了 我赞同道 这回八成是奔着夫人来的 毕竟如今黄家主要是 夫人在当家 不过身上配了一枚 很厉害的必煞护玉 所以对方就没能近身 于是赚了目标 黄夫人笑道 没想到我 还是托了这玉佩的福 当初我公公 把这玉佩交给我的时候 叫我片刻不离的贴身佩戴 原来还有这种妙用 说到这里 他话锋一转 你说 我要怎么对付秦家 黄夫人虽然看着斯文温婉 但既然能被黄老爷子看中 作为黄家的当家人 那就绝对不是善男性女 秦家赶在黄家头上动土 他就不介意让秦家 落得个生死两难 现在还不着急 咱们就先稳住就好 我说到 如今可不单单是一个秦家的事情 背后还绞入了金山法教 长生殿 甚至是牵涉到整个风水界 以及俗世的气韵之争 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且只怕江城的事情 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时间推移 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好 我就暂且静观其变就是 不过这笔账 总归是要算的 黄夫人语气虽淡 却是充斥着煞气 我见时间不早 就跟黄夫人告辞 跟小慧一道 先去看了一下小梅等几个姑娘 他们在雅舍里 有专门的员工宿舍 结果一进去 就被一群姑娘给围住了 小诚哥 你跑到我们姑娘的宿舍 来干什么 什么啊 好歹小诚哥救了你一命 你就算以身相许 也是应该的 你还怕他干什么啊 就是啊 在澡堂里 该看的不该看的 人家小诚哥都已经看过了 你还装什么矜持 小诚哥 你说 是不是这样 我本来还有点担心 他们会有什么后遗症 结果现在一看 个个活蹦乱跳的 转头就想走 小慧咳嗽了一声道 这是小诚先生 夫人的贵客 你们还瞎胡闹 一众姑娘呆了一下 顿时不敢再开玩笑 吐了吐舌头 站在那里不敢吱声 小诚先生 你先喜欢住哪个方位 我去给你安排房间 小慧说道 我说随便就行 虽然水师已经被控制了 但难保会不会有其他什么意外 我还是在这里留宿一夜比较好 那我去给小诚先生 准备一身干净的衣服 对了 先生是要淋浴 还是泡澡 小慧问 我说 等会儿我自己看吧 小慧说了声好 就下去准备了 我给小梅他们把了一下脉 看了看瞳孔 身体里应该还残留了一些阴气 不过问题不大 白天多晒晒太阳 再休息几天就好了 小诚先生 一个圆脸短发的姑娘 一边让我看眼睛 一边娇声问 我能不能继续喊你小诚哥吗 那我也要 小诚哥 等会儿你要去泡澡吗 要不我带你去吧 我搓澡的手艺可好了 小诚哥你脸红什么 是不是咱们宿舍里挺热的 我赶紧溜了出来 只听房中传来一阵大笑声 回到小慧给我准备的房间 胡乱洗了个澡 换了衣服出来 就在床上运气打坐 一直到天亮 在这边吃过早饭 就坐了小慧的车 回到贺家老宅 老陈 那不是玉小姐吗 袁子康看着驱车离开的小慧 挠挠头 她怎么不认识我了 当初在徐州的时候 小石头是顶着小慧的样子 袁子康就把小慧 当成是小石头了 什么玉小姐 这是小慧 黄夫人家的贴身丫头 贺锦堂不以为然道 袁子康一脸狐疑 不会啊 我不可能看错 老陈 你说她是谁 是你看错了 大致去哪了 我插开话题 说到孟大志 贺锦堂扑斥一声 跃了出来 老陈你可不知道 这家伙昨天去招惹 那个纸扎女娃娃 结果被一下子干翻了 据说腰给折了 现在还躺在床上哼哼呢 我只能表示一下同情 这时张斌打了个电话过来 语气极为兴奋 小陈先生 昨天太晚了 没敢打扰您 剩下的三鬼都捉到了 您是不知道 秦相龙那小子的脸色 是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这回咱们协会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您在哪 我去接您 灵会长说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您是最大的功臣 大家都在等着您来呢 我笑道 都是大家的功劳 而且都是自家人 客气什么 我这边还有事走不开 你帮我跟林伯父和齐叔说一声 下次我过去拜访他们 张斌又劝了几次 见我真的有事 只好作罢 后来林会长和齐不顺 也打了电话过来 被我一一婉拒了 其实倒不是我故意不去 只是我 还得赶着回去 跟萧观音汇报呢 不然一整天不见人影的 估计回去就得被他消 就在我回到豪园门口的时候 我又从张斌那里 接到一个消息 那秦相龙恼怒之下 居然又向江城协会发了战书 这回还真有人接下了 接战书的人 正是赵明敏的父亲 赵天启 他刚好从外地回到了江城 我之前就听好些人说过 杨远宁虽然是江城首席风水师 但赵天启应该不在他之下 甚至有可能已经超过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真是一场龙争虎斗 回到别墅的时候 萧观音正在二楼书房 我时去的没去打搅他 把路上买回来的菜 放进厨房 等把一顿午饭做好了 这才去叫了他下来吃 吃饭的功夫 又把金山法教那边的事情 零零总总地大致说了 萧观音听了 也没什么表示 大概在他眼里 这些都压根算不上什么事 听过就罢 下午赵旧官在静修室里 打坐氧气 然后晚上继续被一片叶子 追着满地跑 到了第二天傍晚 趁着萧观音看电视的功夫 我抽空去了一趟贺锦堂那边 贺锦堂在附近 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专门用来作为训练场 袁子康 孟大志 还有王孝仙他们书院六人 都汇聚在这里 先是王孝仙他们六个 一起被袁子康和孟大志轮番虐 虐完之后 袁子康和孟大志 又接着被两个纸娃娃虐成狗 贺锦堂翘着个二郎腿 坐在旁边的遮阳伞下 一边吸着清明汁 一边大声吆喝着 把门头打他的游戏 偶尔会往场上瞟上一眼 然后继续滑拉手机 我过去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场景 老陈你赶紧来 你刚才没看见他俩的惨样 可笑死我了 贺锦堂兴高采烈地拍拍旁边的椅子 叫我坐过去 宝儿给我端了一杯冰镇的清明汁过来 宝儿真乖 我笑着接过来 宝儿道 哥哥也挺乖的 怎么说 我吸溜着饮料问 宝儿扁了一下小嘴 哥哥一到时间就乖乖回家 都不陪宝儿打游戏 这个跟乖不乖真没关系 哥哥是具有事 我解释道 宝儿嗷了一声 那你等你女朋友回来 我告诉他 我差点没把喝进去的果汁给喷出来 宝儿 咱们现在就去打鸡巴怎么样 哥哥有空 宝儿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朝我斜了一下 有啊 那好的吧 宝儿勉为其难地跟我连了个网 我看贺锦堂那货在旁边 笑得前腐后痒 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老陈 我听老元在吹 说是那个赵天奇厉害得很 是不是真的 贺锦堂忍住笑问 我一边进着游戏 一边道 我也不太清楚 贺锦堂疑了一声 说 不应该啊 你不是跟人家闺女有一腿吗 这都不清楚 滚蛋 这货就没点正经的 我进入游戏完毕 正要和宝儿联手大杀四方 突然场上传来原子康他们一声惊呼 抬头一看 就见童男童女两个纸娃娃 突然间齐刷刷地转头 望向东南方向 这突如其来的诡异一幕 把众人都惊住了 老陈 出什么事了 贺锦堂也决出不对 就在这时 这一对纸娃娃 刷的一下 奇快无比地朝着东南方向 急掠而去 我心头东东猛跳 来不及跟贺锦堂他们打招呼 立即展开身法追了上去 这一对纸娃娃 速度极快 在黑暗中 普通人怕是只能看到白影一闪 东南方向 我飞快地计算了一下 刚好是老街那一边 心中越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也顾不上惊世骇俗 将身法提升到极致 浮光掠影 朝前脊椎 两个纸娃娃形同鬼魅 二十分钟后 我已经追着他们 进入了老街 甚至比开车 还要快上一半 刷刷刷 片刻之后 我们就来到纸扎店 此时纸扎店附近的店铺 全部一片漆黑 死一般沉寂 我后背寒气直冒 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店去 只见店中一片狼藉 一个胖子满头 是斜的倒在墙角 从他身后 露出一截白色的女士小皮鞋 老娃 我终于认出 那胖子是谁 原来是王来福 小 小陈先生 王来福听到我的喊声 微微睁开了眼 艰难地往他身后指 我将他扶起 就见在他身后的地上 小锤子软绵绵地躺在那里 双目紧闭 面色漆黑 触手冰凉 一摸脉搏 已经没有气息和心跳了 我来晚了 来晚了 王来福哽咽道 我左拳空卧 一拳锤在小锤子心窝 同时取出中指上的指环 拉成银针 一口气封了他周身七大观翘 姑娘毫无反应 原本活泼开朗的脸蛋 此时已经变得惨白 毫无生气 我轻虚一口气 结局斜指 一直封在他眉心 就在这时 外面闪过几道人影 朝着店内合围过来 王来福挣扎着想要爬起 力声骂道 狗东西 冲着你爷爷来 突然白影一闪 那一对指人娃娃 鬼魅般闪现了出去 紧接着 外面就成了人间炼狱 那合围过来的几个人 瞬间血肉模糊 横死当场 我抱起小锤子 拍了一下 已经惊呆了的王来福 还能不能撑得住 没 没事 老王我命运得很 王来福如梦初醒 强撑着站起来道 我说好 得赶紧去找辆车子 我来 王来福一瘸一拐地冲出门 不一会儿 开过来一辆比亚迪 我随手点了一道俯火 把地上那一堆 已经看不出人形的东西 给烧成灰烬 抱着小锤子上车 让王来福以最快速度 往豪园方向开 那一对纸娃娃 却是没有跟过来 而是静静地守在了纸扎店中 直到这时 我才有空问起前因后果 原来 不久之前 王来福去那边的孙记烤鸭店 买了一只烤鸭回来 准备晚上喝点小酒 烤鸭店距离纸扎店不远 因为我的关系 他跟小锤子也挺熟 就准备过来打个招呼 结果刚到附近 就发现不对 四周的店铺 一个个全都黑灯瞎火 跑过去一看 那些个店家 全都昏迷在地 他感觉不妙 立即往纸扎店那边赶 结果等他赶过去 就发现一群人 将纸扎店砸得一片狼藉 小锤子倒在地上 生死不知 王来福当即出手 谁知这些人 不仅身手了得 而且有好几人 竟也是悬门中人 王来福底笛不过 只能死死护住 身后的小锤子 幸好对方 还没来得及下杀手 我们就赶到了 王来福肋骨断了几根 但索性没有性命之忧 难怪那对纸人娃娃 会突然跑了回来 之前小锤子说过 这对纸娃娃 是他家老板亲手做的 保存在了仓库里 我之前以为 这对同男同女 只是用来当做 样品一样的东西 现在我才明白 这对纸娃娃 本身就是婆婆 用来镇守纸扎店的 要不是我把 这对纸人带走了 就算对方再来 多几倍的人 纸扎店也是安然无恙 这都怪我 只可惜我去玩了 好好的小姑娘 王来福老泪纵横 小陈先生 那帮到底什么人 我说道 王哥 如果不嫌弃的话 以后就叫我小陈 王来福愣了一下 那我叫你陈老弟 我说好 这群人有可能 是冲着来的 纸扎店是遭了 无妄之灾 啊 谁要对付你 王来福吃惊道 这时 手机突然急促地 响了起来 我一看是文秀 心里一沉 马上接了起来 弟弟 你在哪 没事吧 电话那头 是文秀焦急的声音 我忙问出了什么事 文秀道 刚刚有一群人 突然闯进家里来 被我给解决了 我立即明白过来 这又是被我殃及了 肯定是因为 我把金山法 交在大师 地的老巢给毁了 对方来报复了 那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 姐你小心点 我解释道 文秀了然 那我就知道了 挂了 说着 就挂了电话 我马上给贺锦棠 去了个电话 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让他们也小心防备 王来福把车子开得极快 过不多时 已经驶入了豪园内部 车子在别墅前停下 王大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过会儿我出来接你 千万别乱动 我嘱咐了一句 抱着小锤子 就冲进了屋内 萧观音正在客厅里看电视 道 急急慌慌地干什么 师父 救命啊 我把小锤子抱了过去 萧观音看了小锤子一眼 以前也没见你叫师父 叫得这么轻 现在为了一个小姑娘 你这张嘴 倒是甜得很 我心急如焚 却也不敢跟这女人对着来 苦笑道 师父 我哪次叫师父 都是叫得真心实意啊 是吗 萧观音嫌腻了我一眼 你这小魂囚的话能信 能信能信 师父 您赶紧救命呀 萧观音道 气都没了 都已经凉了半天了 救什么救 别人是救不了 可师父您手眼通天 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赶紧奉承道 萧观音冷笑道 别拍马屁 这又不是你媳妇 本公凭什么救 我听她这么说 就知道 她肯定是有办法救人 师父 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呀 要不是咱们 把人家店里的纸娃娃拿走了 人家也不会出事 我三两句 把纸扎店里发生的 是说了一遍 萧观音嗤之以鼻 我是叫你去买对品质好点的纸人 又叫你去拿人家镇店纸宝了 我无言以对 瞧你这点出血 还不把人抱到楼上去 萧观音起身上楼 是是是 我心中大血 赶紧抱起小锤子 跟在她身后 萧观音道 用一下你小媳妇的房间 我去开了小石头卧室的门 把小锤子放到床上 关上门滚蛋 我赶紧推了出去关上房门 隐约听到她在里面说道 还有外面的杂鱼 要是不想死的 你最好别带她进来 是是是 我赶紧答应了 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知道这女人既然答应了 那就肯定是有十足的把握 终于微微松了一口气 出门回到车子里 不好意思啊王哥 里面是我一个长辈 不喜欢有外人进去 我抱歉说道 没事 没事 王来福连声道 就是小锤子姑娘她 我安慰道 你放心 有我这长辈在 小锤子没事的 啊 这 真的 王来福张大了嘴 可 可小锤子她 她已经 其实还是有点气息的 虽然是非常非常弱 这样的吗 可 可还是 有点不可思议 王来福结结巴巴地道 我替她稍微处理了一下伤势 然后回到二楼小石头 卧室外等待 大概又过了两个多钟头 只听肖观音在房内道 小魂求进来吧 我推门而入 只见小锤子卧在床上 肌肤上的那一层黑气 已然进去 虽然脸色还是十分苍白 但胸口微微起伏 已经有了呼吸 师父您 实在是太威武了 我心里一颗石头总算落地 欣喜地道 肖观音冷声道 少给我戴高帽子 等着小丫头再躺一会儿 你就把她带走换个地方 这里有四仙阵 不利于她恢复 是 师父 肖观音出门 去了楼上 我去给小锤子把了把脉 尝出一口气 在床边守了一阵 打量起小石头屋里的摆设 自从这儿被小石头当了卧室之后 我就没有进来过 这还是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看 我突然挺想在她屋里拍个照 然后给她发过去 但后来一想 还是不太敢 这妹子可是说 不理人就不理人的 脸皮又薄 要是让她知道 我私自进了她的闺房 不定会发生什么事 又想 她也不知道去哪了 不知现在身在何地 会不会从此就不再回来了 一冒出这个念头 我立即重重拍了一下自己的脸 把这种可怕的想法 抛到脑后 你不回来 我还不能去找你吗 我嘀咕了一句 心里又舒坦了一些 大约守了有半个钟头 小锤子的呼吸越发平稳 我去三楼跟肖观音说了一声 然后就下来抱起小锤子 回到王来福车上 看到呼吸平稳的小锤子 王来福一双眼睛 瞪得比同龄还大 王哥 咱们去贺家老宅 我说道 王来福半天才回过神来 啊 哦 贺少那里吗 车子掉头 踩油门 驶出豪园 看到我抱着小锤子进门 贺锦堂等人都吃惊不小 尤其是看到满脸鲜血的王来福 贺锦堂急忙叫了他的私人医生过来 给他治伤 老元 秦相龙什么时候去西园 我把小锤子安顿到房间后 出来问原子康 明天早上九点 他在西园约站照天启 老陈你想干嘛 我守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 小锤子才苏醒了过来 小哥哥 姑娘看着周围 一脸茫然的 我让他躺着别乱动 虽说他那一口气 被萧观音给吊了回来 但受窗着实不清 贺锦堂他们听到动静 纷纷跑了过来 王来福已经处理过伤势 也是一蹶一拐地赶过来 看着脸色苍白的小锤子 我只觉得后怕不已 要是这姑娘真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跟金婆婆交代 又怎么跟自己交代 你们替我照看一下 我出去一趟 原子康跟孟大志 两人昨晚也是没有片刻合眼 就守在楼下 放心吧 我看谁敢上门找事 二人都是杀气腾腾地叫的 我转身下楼 贺锦堂却是追了下来 二话不说 开了辆是绝出来 吹了个口哨 老陈上车 我坐到副驾 车子刷得开出 朝着西原方向急驰而去 等我们来到西原附近的时候 突然四个轮胎奇奇爆炸 贺锦堂紧把方向盘 急踩刹车 这才闲闲 把车子停了下来 我靠 他大骂了一声 只见前方红影一闪 姚红英带着三个年轻女子 出现在西原对面 陈平 小姐让你回去 你不是秦向龙的对手 姚红英叫道 这事情 还不是你自己惹出来的 谁叫你擅自动手 帮着那群人 毁了金山法教的据点呢 秦向龙他要报复你 也是天经地义 他毕竟是小姐的手下 小姐也不好 对你太过偏心 你听到了没有 小姐早就告诫过你 让你别瞎管闲事 你就是不听 我让贺锦唐留在这里 展开身法 朝着西原急速掠去 给我站住 姚红英立声喝道 你要是再不听话 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把他捉回去 交给小姐发落 四人挡在西原门口 我速度不减 滚开 四人被我七七壮地 飞了出去 转瞬间入了西原 此时西原之中 人声鼎沸 庭院正中的空地上 面对面站着两个人 一人戴着一副墨镜 神色狂傲 正是秦相龙 另一人 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高高瘦瘦 相貌威严 应该就是赵明明的父亲赵天启 我今天不管其他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要找性情的算账 小陈先生 张斌等人 正围在人群外头 看到我从外面奔入 纷纷惊喜地叫道 让开 我示意他们别挡到 张斌等人 急忙向旁退避 人群顿时 空出一个缺口 我瞬间穿过人群 闪到秦相龙面前 挥壁砸下 秦相龙嘴角 泛起一丝冷笑 手掌往上一拖 哄 他整个人往下一矮 青砖扑就的地面 以踏为中心 喀啦啦 崩出一圈裂纹 我借力在空中 陀螺般一转 手肘直劈而下 秦相龙躲避不及 只能挥手再挡 脚下青砖纷纷开练 碎石飞剑 给我开 秦相龙大喝一声 硬生生承受住这一重击 我坠身落地 脚尖一点 抢衫上 一个贴身靠撞了过去 这一下又是硬碰硬 秦相龙被我 绷得向后飞起 我左手挥出 五指或驱或身 捉逃手 翻手锁住他右腕 秦相龙手臂突然诡异的一扭 疏忽正脱了出去 整个人身上黑气蒸腾 鬼魅般绕到了我右侧 我呼得反手一计手刀斩出 秦相龙只能挥避格挡 砰的一声 被我斩得倒飞了出去 只是不等倒地 他身上的黑气 就把他推了起来 秦相龙截出一个法咒 口中没诵咒语 我一个陆地飞腾 时不距离一蹴而就 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右手空握 直接一拳捶了过去 秦相龙嘴唇微微一搓 秃地往外一吐 一道黑气如剑般 从他口中喷出 我左掌时钟二指交叠 小拇指扣于掌心 网面门一挡 秦为秘书 宝瓶印 那道黑气 一遇上宝瓶印 当即如雪露废汤 立时消融无形 右手在他肩上轻飘飘一锤 秦相顿时飞摔了出去 我紧随而上 身形纵起 一脚踩下 秦相龙在电光石火间 向右滚开 青砖被踏得寸寸爆裂 我落地瞬间 身形突然模糊了一下 全真秘书身法 清风不二绝 疏忽出现在秦相龙身侧 一脚将他踹得飞了起来 同时用陆地飞腾 抢在他落地之前 一把揪住他的脖子 轰的一声灌在地上 手下留情 突然一个清亮的声音 虚无缥缈地传了过来 虽然夕缘之中 人声嘈杂 却是异常清晰 我听出是江秋笛 右手一斩 如灰琵琶 瞬息之间 在秦相龙身上 连击了十八下 琵琶手 转而把他抛在地上 毕竟是公众场合 不好当众杀人 但秦相龙的骨骼经脉 已经被我尽数敲断 从此之后 终身都只能是个 连手指头都动不了的废人 你没听到的话 江秋笛的声音 冷冷地飘荡在空中 显然已经动目 夕缘中的众人 都差一万分地 抬头看向天空 四处张望 想要找到说话之人 你别仗着我 对你另眼相看 你就无法无天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江秋笛怒气冲冲 我看了一眼 声音传来的方向 骂了句 脑残 从秦相龙的脸上踩过 穿过人群 扬长而去 小陈先生 张斌他们 纷纷围了上来 我说道 心情不好 现在别叫我 哦 一群人赶紧往边上 闭了开去 在门口处 我看到灰头土脸的 姚红英四人 你知不知道 惹恼了小姐 后果很严重 姚红英神色复杂 我停下看了她一眼 那你知不知道 惹恼了老子 后果也很严重 你 姚红英仗红了脸 背对的说不出话来 我不再理会 静止往车子那边走去 只是到了那里一看 却没见到贺景堂的影子 不禁一咯噔 心说 难道那江秋迪一怒之下 把这家伙给逮走了 正有些发愁 就听身后 有人大喊 老陈 老陈 一边跑 一边叫 不是贺景堂那货 又是谁 原来这家伙 刚刚并没有安分地守在车子里 而是溜去了西园看热闹 好家伙 老陈 你可真是好家伙 贺景堂乐不可知 啪啪拍着大腿 刚才看到我那个叫热血沸腾 浑身躁动啊 我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什么浑身躁动 贺景堂笑道 那就是个形容词 这么认真干嘛 妈的 太爽了 我刚才看你狂扁那个秦相龙 卧槽 真他妈带劲 搞得我都想跟你们学点本事了 你想学 我可以教啊 我笑着说 贺景堂看看我 立马打了退堂鼓 那还是算了吧 我看你就没安什么好心 瞎说 贺景堂气了一声 也就老袁和弱智两个人 不知道你是有多坑 哥可是不上这个档 说话间 一辆劳斯莱斯 稳稳停在我们身边 贺少 陈少 司机从车上下来 冲我们恭敬的行李到 原来贺景堂之前就打过电话 叫司机另开了一辆车过来 等我俩上车之后 司机才坐回驾驶座 往贺家老宅开去 不过说归说 老陈 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练 而且又厉害的法术 途中贺景堂问 我说 你倒是想得美 不管什么风水术 都是日积月累苦练而成的 哪有轻轻松松的事 贺景堂挠了脑脑袋 道 说得也是 他想了想 又看看我 不对啊 我看你也没怎么苦练啊 怎么会的玩意儿这么多 我大半夜不睡觉 在那苦练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 是吗 贺景堂一脸怀疑 我看了看窗外说 等会儿回去 也该让老元和大智开一下夜眼 对 贺景堂一把抓住我 激动道 其他东西我可以不学 夜眼必须要学 老陈 这个夜眼难不难学 我说 说难也不难 只要依着正确的法门来 大概也就三五年 七八年吧 这么久 贺景堂张了张嘴 那不对啊 老陈你才花了多长时间 我那个法子不太好 我解释道 贺景堂问 怎么说 就是有点疼 有点疼 那还好啊 只要好学 时间短 那完全没问题啊 哥就学这个了 贺景堂拍板道 你不行 我一口否决 你给哥说清楚 哥怎么就不行 贺景堂急了 这法子虽然简单 那也不是来个人就能学的 起码还是要有点风水底子的 要不然 你连基本的打坐都不懂 那怎么玩 我靠 那怎么办 贺景堂赶紧勾着我的肩膀 老陈你赶紧给想想办法 简单也简单 你就跟王孝仙他们先学学 打点基础 等有点底子了 就可以开夜眼了 你这说法 倒也没毛病 我先琢磨一下 我让他想 好 哥就听你的 贺景堂当即决定 不过在我打好底子之前 你不许叫老袁和弱智开眼 要等我一起开 知不知道 我说行 好嘞 贺景堂顿时开心了 回到别墅 他把西园那边的事 添油加醋一说 引得原子康 还有书院六人 时时发出一阵惊叹 只有孟大智 全程眉头紧皱 估计是担心他师姐 姚红英的处境 我上楼去看了看小锤子 这会儿 他正跟板在那说话 小哥哥 你回来了 小锤子笑起来 眉毛就是弯弯的 一张圆圆的脸蛋 特别喜气 我见他气色好了许多 心里也高兴 哥哥 锤子姐姐 为什么叫你小哥哥 宝儿歪了歪脑袋 最深问 这个 我想着该怎么解释 主要是我跟你锤子姐姐 年纪差不多 所以 他叫我小哥哥 哦 是这样吗 那我就知道了 宝儿点点头 我笑着摸了下他脑袋 夸道 宝儿真聪明 谁料宝儿又问 那哥哥 你女朋友叫你什么呀 我差点给噎着 小锤子眼睛一圆 小哥哥 你有女朋友啊 没有 我赶紧解释 有呀 宝儿眨巴着一双 纯真无辜的大眼睛 哥哥你不要不好意思哦 小锤子脸色顿时有些不善 你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这姑娘的反应 有点奇怪 不管我有没女朋友 也不应该他生气啊 宝儿点头道 有的 小锤子问 宝儿乖 你哥哥的女朋友是谁啊 宝儿有点委屈道 我也没见过 哥哥都藏着不让我见 小锤子冷着脸看了我一眼 是吗 还金屋藏娇呢 我觉得他 这气声得有点莫名其妙 不过这些姑娘家的心思 有时候是古里古怪的 叫人猜不明白 就跟小石头一样 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 根本捉摸不透 宝儿萌生说道 不过 我知道他姓什么 什么 小锤子问 姓玉 不过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哥哥也不告诉我 宝儿道 玉 小锤子一愣 对啊 宝儿叹了口气道 就是可惜了 我哥哥惹人家生气 被他女朋友给甩了 我有时候瞧着宝儿 真的挺可爱的 但有时 我挺想令他起来 揍几下屁股 甩了 什么时候 小锤子问 有一段时间了 宝儿说 那会儿 哥哥好难过的呢 小锤子脸色古怪的看看我 原来是这样啊 突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然后笑得直发抖 结果牵动伤口 哀悠一声 痛得直吸冷气 一会儿生气 一会儿笑得 真是搞不懂 对了 小哥哥 你想不想我家老板 小锤子突然问 我一愣 说 想啊 有多想 小锤子笑嘻嘻问 我觉得 他问得古里古怪 说道 还是挺想的 小锤子哼了一声说 什么叫挺想啊 挺想是有多想 挺想就是挺想 这叫我怎么回答 那你有没有天天想我家老板 小锤子追着问 这个 隔三差五想一下吧 我说 要说天天念想的话 小石头还差不多 小锤子不满地道 没良心 我见小锤子 虽然还不能下床 但会说会笑 气色大好 也就放心了 从贺锦堂这边出来后 去了趟老街 把纸扎店里 重新收拾了一下 有好些东西都被打烂了 我想着小锤子看到了 估计会心疼死 附近几个店的老板 也陆续上门来打听 问店里出了什么事 出事当晚 这些店家都在瞬间昏迷过去 因此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就说店里遭了贼 损失挺大 几个老板纷纷大骂 这些小毛贼不是东西 我把几人送走之后 继续收拾屋子 然后把两个纸娃娃 带回了贺家老宅 暂时我是不放心 让小锤子回老街这边了 干脆让他先住到贺锦堂那边 有袁子康和孟大志他们在 再加上这对纸娃娃守着 安全应该不成问题 经过这一阵风波 金山法教受到重创 一时间掩齐息鼓 江城表面上 也暂时恢复了宁静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基本上就蹲在好远里没有出门 从白天到黑夜 除了给肖观音做饭端茶之外 就是埋头修炼 再然后被一片小叶子 追得满地乱窜 这天傍晚 我正拎了一大袋子菜进门 接到了林阳的电话 土豪哥 你最近怎么这么忙 咱们都好久没见了 要不晚上聚一聚 我在电话里 还听到了孙倩和郭灵力的声音 显然他们俩也在边上 我得看看时间 过会儿给你回电话 我是挺想去跟他们搓一顿 但关键现在 不敢擅自做主啊 好嘞 我们等消息 林阳高兴地挂了电话 我拎菜进门 见肖观音靠在沙发上 正在看电视 电视上播的是个古装喜剧 师傅 晚上我做个蒜泥龙虾 我晃了晃菜袋子说 肖观音眼睛没离电视 嗡了一声 我估摸着她心情应该还不错 就说 师傅 晚上我有点事 打算出去一下 肖观音又嗡了一声 我心里高兴 这女人今天挺好说话嘛 给林阳回了个电话 让她订个地方 然后进厨房 做了一顿晚饭出来 陪着肖观音吃好 再把碗筷收拾收拾 就出门打了个车 直奔吃饭的地方 这回是约在烟壶旁边的一家香味餐厅 我过去的时候 林阳和孙茜 郭灵丽他们都已经到了 土豪哥 孙茜和郭灵丽两个姑娘 笑嘻嘻地齐齐娇声喊道 我见他俩都是穿的短裙 腿上只有薄薄的一条丝 哇 笑道 你们不冷啊 这会儿已经进入十二月份 尤其是晚上 那小风一吹 可是相当动人 林阳笑道 土豪哥 他们这种妹子 耐动得很 你就别担心他们了 孙茜被他说得脸颊一红 郭灵丽却是娇憨地道 这样好看呀 你看旁边这些姑娘 哪个不是这么穿的 我和林阳都穿了一件挺厚的外套 跟他们一比 就是两个季节 来来来 咱们先一起来干一杯 林阳举起酒杯提议 四人举杯碰了一下 我们还是喝的啤酒 孙茜和郭灵丽 虽然是两个妹子 但酒量还真不能小区 很快 菜就上来了 这边的香菜很正宗 口味自然也是重得很 我只能频频喝酒解辣 看林阳吃的直吸冷气 估计也是招架不住 倒是两个妹子 吃得欢食得很 孙茜和郭灵丽 如今都在林阳的直播间 充当固定嘉宾 听说现在他们的人气相当高 已经算是个大主播 土豪哥 你什么时候有空 再跟我们一起直播啊 孙茜已经喝了 两瓶啤酒下去了 还是面不改色 递过酒杯来 跟我碰了一下问 就是啊 没有你在 每次直播 我都心惊肉跳的 郭灵丽脸蛋红扑扑的 娇声说道 我只好笑道 等我后面空下来 有机会的 好嘞 土豪哥说的这句话 我们可记住了 林阳跟着起哄 就是就是 两个妹子跟着作证 我们说说笑笑 很快一小箱啤酒就喝完了 孙茜又去要了一箱过来 对了土豪哥 你有没有听说 最近长白山的事情 林阳问 长白山怎么了 我还真不知道 孙茜鸣嘴笑道 看来土豪哥是真的忙 估计 连上网的时间都没有 我还真是被他说对了 这些天来 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郭灵丽拿出他的手机 土豪哥 你看 我见手机上市一段视频 画面十分昏暗 而且有些模糊 看着像是 在某个山林里面 而且抖动得很厉害 应该是拿手机的人一边拍 一边在跑 前面一两分钟都还挺正常 大概在两分半钟的时候 突然一道黑影 从林间掠过 飞上了天 然后视频里 就传出几个男女的尖叫声 虽然拍得很模糊 但隐约能看出 这个飞上去的黑影 像是个人 至少是个人形 林阳在旁解释道 这是几个旅友 在长白山一片林子里拍到的 有人说是鬼影 有人说是个人飞上去了 反正现在众说纷纭 说什么的都有 另外在长白山天池上 有人看到水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 我问 水怪 林阳摇头道 那倒不是 是骨头 应该是人的骨架 刚开始试一句 但后来就越貌越多 一下子浮出了十几具骷髅 土豪哥你也知道的 这人的骨头 怎么可能会浮在水面上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人 全被吓呆了 还有人拿手机拍了照 郭灵丽在手机上 找出几张照片 我看了看 由于拍摄距离比较远 照片也不算清晰 但还是能够看出 水面上的确漂浮着 行似人 提骨架的东西 而且最诡异的是 据当时木机的人说 这些骨骼在水上飘了一会儿 突然就沉了下去 然后水面就出现了 一个个漩涡 那些人都被吓坏了 赶紧四散逃了回来 除了这些 还发生好些离奇的怪事 郭灵丽找到一些网页 指给我看 果然现在网上 有很多奇闻爱好者 在讨论长白山上 出现的种种意识 不过现在官方 已经辟谣了 说那些照片都是合成的 就是为了吸引眼球 孙茜道 羚羊却是嗤之以鼻 官方越是辟谣 我看这事就越真 要是一个两个 还可以说是骗人的 但一次性 有那么多人亲眼见到 怎么可能是假的 孙茜笑道 土豪哥在这儿 让他分辨一下真假 不就清楚了 对啊 土豪哥你说 这是到底真的假的 郭灵丽拖着腮帮问 我把最近流传的 关于长白山的一些传言 都看了一下 听起来的确相当诡异 要说造假的话 这也未免造得太有细节了 正在这时 背后有人笑道 陈老弟 好巧 你也在这儿吃饭 我听着声音耳熟 回头一看 原来是好运来 公司的老板肺大 原来是肺老板 我起身打了个招呼 林阳和孙茜 郭灵丽他们见状 也盲站了起来 我给双方介绍了一下 大家别客气 叫我老肺就好 肺大还是那股自来熟的架势 在我边上就坐了下来 郭灵丽只好往孙茜那边挪了挪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大家有什么麻烦 都可以找老肺 肺大给林阳三人 搁递了一张名片过去 好运来 这是什么公司啊 郭灵丽好奇地问 肺大摸了摸唇上 两撇小胡子 笑道 好运来嘛 意思就是 能给人带来好运 所以大家以后 要是遇上什么麻烦 不管是什么事 只要来找老肺 保管帮你解决得妥妥当当 好运当头 听他吹得这么厉害 林阳三人都是面面相去 真的假的 郭灵丽有些不幸 肺大笑道 不信你问问陈老弟 陈老弟你给说句公道话 我始终没弄清这人的底细 但要说能耐的话 这人的确是有能耐 当初要不是他 我还真进不了猫里领隧道 肺老板是高人 当然不会跟你们开玩笑 我笑道 对嘛 肺大一拍手 呵呵大笑 我叫服务员添了一副碗筷 肺大加了几口菜吃着 说道 我跟陈老弟是兄弟 你们是陈老弟的朋友 那大家就是自己人 以后有事 尽管来找老肺我 孙倩他们看看我 笑着说道 好 肺大听得大为满意 加了一块红烧排骨 嚼了几口 冲我道 兄弟 最近有没有空 跟哥哥去个地方 我知道 这人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就问他要去呢 肺大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又灌了一口啤酒 说道 长白山 我听得微微一正 林阳和孙倩 郭伶俐他们 也是脸线叉色 去长白山干什么 我疑惑问 肺大道 你们年轻人经常上网 应该消息比我灵通啊 长白山的事都听说了吧 我说 倒是听过几个传闻 肺大拿了个窝窝头 往里面塞了些辣椒炒肉 一卷塞进嘴里 边吃边道 这可不单单是传闻那么简单 都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呀 郭伶俐忍不住问 肺大看了他一眼 笑道 小妹妹 你肺哥还有个外号叫做包打厅 这事情 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确认过了 千真万确 孙倩道 那你说说 长白山那边 到底为什么突然出这些事 肺大神秘一笑 这个事情呢 具体的 我也还不能真正确定 所以打算找陈老弟 一起去一趟长白山 探探这里头的水 到底什么成分 你想和土豪哥一起去探险啊 羚羊一听 顿时眼睛亮了 肺大道 探险吗 也可以这么说 羚羊顿时兴奋地看着我 土豪哥 你去不去 干嘛 你激动个什么劲 我笑道 当然激动啊 如果土豪哥去的话 那我们也去啊 我是早就想着去长白山走一趟 就是倩倩和林丽 担心安全问题 要是土豪哥去 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你们说是不是 羚羊性高采烈道 孙倩道 那也得看土豪哥愿不愿意去 咱们可不能自作主张 肺大笑着拍板道 正好 就这么着 大家一起去 路上所有费用我包 你们看怎么样 我见羚羊三人都颇为异动 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笑道 肺老板实在不好意思 我最近一段时间 怕是走不开 其一是 事实的确如此 其二 我也是婉言拒绝 我对这个肺大的来路 颇有些忌惮 并不想跟他有太多牵扯 就是啊 土豪哥太忙了 那咱们还是乖乖待在江城吧 林扬立即说道 孙倩和郭林丽 也跟着附和道 而且长白山那边 肯定很危险 咱们还是别凑热闹得好 肺大又劝说了几番 我却是心意已决 绝不松口 一顿饭吃完 林扬他们是想拉着 我在到处玩玩 不过 我想着肖观音还在家里 不敢回去太晚 就说下次再聚 林扬他们健壮 也只好作罢 跟他们道别后 我打了个车准备回去 那肺大却是跟了上来 反正顺道 先送老弟回去 我让师父先往好运来 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开 老弟 长白山的事 真不考虑一下 肺大凑过来问 我笑说 实在太忙 抽不出空 肺大嘀嘀一笑 道 不是老哥吹牛 要是这次老弟 不去长白山 绝对会后悔 这怎么说 我倒是有些好奇 他能说出什么花来 肺大压低声音道 这次去长白山的人 会很多 就连一直自命低调的道门 都会去掺上一脚 我听得心里一动 嘴上却道 不至于吧 肺大笑道 老弟可能还不知道 这长白山 已经惊动了 大半个风水界 到时候必定热闹非凡 咱们能不去见识见识 我有些不太相信 就算长白山那边 真的出了邪碎 也不至于这么大洞干戈吧 肺大凑到我耳边 压低声音道 那我就在告诉老弟 一个劲爆的消息 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有好些人 进了长白山 这其中就包括了道门的人 但时至今日 这些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音讯全无 回去途中 肺大劝了我一路 不过 我还是没有打算 跟他去长白山 先把他送回了好运来公司 接着再坐车回去豪园 不过坐到中途 却是意外地 接到了包嫂的电话 包嫂在电话里问我 现在人在哪里 我看了一下 倒是距离他们家的包子店不远 小陈 我和你包哥临时打算要出一趟远门 所以想跟你道个别 包嫂在电话那头说道 我一想 就说 我离得不远 马上过去一趟 马上让师傅转了个方向 等我来到包子店门口下车 只见包子店里已经亮着灯 包哥包嫂在店中忙活 按说现在才九点多钟 包子店是不应该开门的 小陈来了 夫妻俩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 包嫂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过来 道 先喝碗豆浆 油条快出锅了 我才明白过来 夫妻俩之所以早早开门 是为了让我可以再吃一次 坐下来喝了一大口 赞道 还是那么好喝 包嫂没好气地道 好喝也不见你常来 你说说 你都多久没来了 主要是最近真的有点忙 我不好意思地道 知道你忙 包嫂笑道 不过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对了 你跟那位玉小姐怎么样了 我笑道 嫂子 你怎么也这么八卦了 包嫂笑骂道 怎么了 我这年纪的中年妇女 可不就是这么爱八卦 这时包哥端了刚炸好的油条 从里面出来笑道 小陈你别理他 来趁热吃 结果被包嫂白了一眼 你还不是挺八卦的 现在来当好人了 说笑了一阵 我问包哥包嫂 这是准备去呢 什么时候回来 就是有点事 我俩要去办一下 至于回来嘛 总会回来的 包嫂笑道 我看了一下店里 很多东西 已经被收起来了 主要这次去 也不知道多久能回 估计这边的房子 也要拆了 所以干脆就关了算了 以后要是能回来的话 就再找个地方开呗 包哥憨厚地笑道 我听着他们的话 总觉得有些不好的预感 但哪里不对 又说不上来 一直在这边 坐到快十一点钟 包嫂看了看外面 说 时间也不早了 小陈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帮着夫妻俩 一块把店里收拾好 东西搬进包哥的小面点 陪着他们一路回到小区 这才跟他们道别 等我回到豪园别墅时 就已经差不多十二点了 肖观音还在客厅看电视 嗑瓜子 师傅 今晚咱们还练吗 我赶紧倒了杯茶 端过去问 练啊 怎么不练 肖观音淡淡道 我俩来到湖边 轻虚了一口气 我拉开架势 挨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揍 进步还是有的 至少不像之前那样 被一片叶子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现在嘛 防守防守 勉强还是能做得到的 心里正想着 就见肖观音随手一招 一团晶莹的湖水 泼拉一声从湖面跳出 我顿时汗毛倒树 一口气连起树到护体皱 同时使一个清风不二绝 朝后击退 然而那团湖水 在空中吃的一声散开 化作千点万点 朝着我落了下来 我双手同时解保平印 和御环保印 护住头顶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时 就发现自己直挺挺地 躺在湖边 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一阵风从湖面掠来 只觉身上凉嗖嗖地 吃力地抬头一看 才发现 自己身上的衣服千疮百孔 早被打成了筛子 我头皮一紧 从地上爬起来 回到屋里 见萧观音 已经不在客厅 上到二楼 见书房那边的门开着 里面有灯光透出 我赶紧先溜回房 换了一身衣服出来 这才去厨房整了几样夜宵 端了上来 萧观音正在里面看书 师傅 看书看累了 吃点东西 我笑嘻嘻地进去道 萧观音眼睛没有离开书页 诞生道 怎么不在外面多玩一玩 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我心说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难怪之前答应得那么爽快 等我回来 就给我吃苦头 师傅 主要是这么回事 我把事情原本说说了一下 师傅 你说长白山那边 到底出了什么事 居然能惊动这么多人 萧观音挑了块豌豆糕 道 你也想去凑热闹 那没有 我还是跟师傅 好好练功比较好 我赶紧表明心计 那如果我同意你去 你是不是就去了 萧观音看了我一眼 这个嘛 师傅说让我去 我就去 萧观音摁了一声 道 不许去 我 师傅 你那首天女散花 怎么破茧 我只好转移话题问道 什么天女散花 就是你随手扔的那团湖水 等你把名誉精炼到第三重 就知道了 好的吧 不过师傅 我现在连第二重都没迈过去 第三重有点早吧 原来你也知道早啊 萧观音冷冷到 我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这件事还没过去呢 师傅 下次我绝对早早回家 我赶紧保证 好不容易把这女人的气给消了 我正准备去静修室接着修炼 揣在兜里的手机又响了 我还有些奇怪 都这个点了 谁还给我打电话 拿起来一看 还是个陌生的号码 喂 你是傻蛋吗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你才傻蛋呢 我只觉莫名其妙 正想挂电话 那女人又报了一串数字出来 这个号码的主人你认识吧 我吃了一惊 这号码我记得太熟了 不就是小石头的吗 你是谁 我忙问道 对方道 你不认识我 是我捡到了这个手机 里面只存了一个联系人 叫做傻蛋的 我就是这拨了这个电话 你就是傻蛋啊 我哭笑不得 原来我在小石头的通讯路上 名字叫傻蛋 这个手机我是在山里捡到的 现在已经打不开了 我怕这手机的主人出事 就给你打过来了 对方又道 我心里一惊 问他现在哪里 我在南西镇 电话那头道 我正在想南西镇是什么地方 就听对方道 就在长白山脚下 你查查地图 应该就知道了 长白山 我心头猛地一跳 费大说 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有大批风水界的人 进了长白山 从此杳无音信 难道小石头 也是在那个时候进了山 所以才一直都联系不上 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要不要来一趟 我看这手机主人 只有你一个联系人 也只能找你了 对方说道 好 我马上赶过去 到地方我再联系你 多谢了 我当即说道 挂了电话后 我正准备去跟肖观音 说明情况 就听那女人道 去吧 要是把媳妇弄丢了 你也别回来了 师父您 真是太英明了 我又惊又喜 肖观音转头看书 没再踩我 我回到房里 收拾收拾 然后又连夜 回去了一趟公寓楼 把要带的东西 都放进一个双肩包 再到楼下 去跟文秀道了个别 之后一到早回到豪园 给肖观音做了一顿走饭 师父 我等会就走了 您看还有什么 要交代一下的 本宫以后吃饭怎么办 肖观音问了一句 我皱眉苦思 这的确有点不好办 师父 要不我给您 囤几箱方便面 滚 是 我赶紧滚出去了 打了个车 直奔高铁站 途中给贺景堂 去了个电话 交代了一下 到第二天傍晚 我已经来到了 长白山脚下的南西镇 长白山 在山海经中 被称为不咸山 民间也有叫白头山的 因为远远望去 所见的山顶 是白色的 恰如白色的头 顾名 此时已经进入12月份 江城的气温 都已经相当低 更别说东北了 这南西镇 是长白山脚下的 一个小镇 地处偏僻 人口也不多 之前已经下过一场雪 不过没有下得很大 此时路面上 浅浅地积了一层 北方的雪很干 不像南方 一落下来 就湿成棉球 我穿了一身 宝款的羽绒衣 踩着浅浅的积雪 找到了一家小旅馆 这边没什么大酒店 都是本地人 自己改造的旅馆 我确定是这一家没错 找到一个房间 敲了敲门 来了 里面有人应了一声 紧接着 房门嘎吱一声 被拉开 你是 开门的是个 身材健瘦的青年 看看我 疑惑地问 我见屋里 还有几个人 就笑着问道 何思同在吗 屋里一个 穿白色毛衣的女孩子 道 进来吧 我听着声音 跟电话中的一模一样 想来就是他了 北方在外头虽然冷 不过房间里都有暖气 暖和得很 屋里几个人 正围在一张桌子上 包着花生 你就是傻蛋啊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何思同上上下下 打量了我一阵 笑道 他看着 也就跟我差不多年纪 脸蛋被暖气 蒸得红扑扑地 往一张凳子一指 坐吧 我也不客气 坐下来看了一圈 屋里除了这个 何思同之外 还有四个青年 年纪都差不多 最大的 也就二十几岁 那个身材健硕的青年 转身把门关好 然后拎了一把 明晃晃的水果刀过来 手一甩 多得一声 插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不好意思 手滑 青年嘴里说着抱歉 把水果刀拔 出来 右手往刀刃上一抓 团了团 直接把这刀子 揉成了铁疙的 何思同包了颗花生 丢进嘴里道 我问 你答 否则你就跟这刀子一样 明白没有 我打从一进屋 一举一动 明显是有修行过的痕迹 应该也是悬门中人 故作害怕地道 你 你这是不是魔术 你们想干什么 别废话 我问你 这个手机的主人是谁 何思同拿过一个手机 扔在桌上 我认出 这的确是小石头的 不过手机屏幕上 有比较大的破损 而且黑着屏 显然开不起来了 就 就我一个朋友 叫小石头的 我战战兢兢地说 你们是哪里找到的手机 他人呢 何思同忍不住扑斥一声乐道 你们一个叫小石头 一个叫小傻蛋 还真是天生绝配啊 我跟着傻乐 严肃点 何思同一拍桌子道 我问你 小石头是谁 真名是什么 什么来路 我说 小石头就是小石头 就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 何思同吃的一声道 你知道我们 是在哪里找到的这部手机 我问哪里 何思同盯着我道 是在一个死人手里 我心头一领 故作害怕地道 你 你说什么 什么死人 别给我装傻 何思同怒道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们几个都是风水师 前一阵子有好多人 在长白山失踪了 我怀疑就跟你说的 这个小石头有关 我听了半天 才大致弄清楚 原来这五个年轻人 都是出自一个 姓何的风水师家 这个何家 祖辈上有人曾经 做过毛山派的长老 因此和毛山关系颇深 到了如今 这何家 应该算是毛山派的 一个附庸家族 一个多月前 有一大批人 在长白山失踪 这当中 就包括了毛山派的人 所以 毛山就另外 调遣了人手 过来查看情况 而这何家 作为毛山的附庸 自然是身先士卒 十分积极地 过来协助 何思同这五人 本来是跟着 家中长辈过来的 一行人在长白山密 林中搜寻多日 也是一无所获 反倒 是这五个小辈 运气不错 在一条干枯的西建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尸体 正是此前失踪的 一个毛山派弟子 当时发现的时候 这人 已经早已死了多时 何思同等人 赶紧去通知长辈过来 但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们无意中 看到这弟子手里 紧紧地抓着一个手机 他们中有人就觉得 这手机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何思同更是突发奇想 把这手机藏了起来 打算凭他们几个人的力量 找出线索 到时候 不仅他们扬眉吐气 就是自己家族 也能在毛山派那里 立个大功 回到镇子里后 他们就想办法 把手机给打开了 这一看 就知道 肯定不是那个 毛山弟子的手机 于是 五人又惊又喜 认定这手机 肯定是个极重要的线索 于是就打电话 把我约了过来 所以 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否则有你苦头吃的 何思同啪的一声 拍在桌上 威胁道 那个剑朔青年 把我的双肩包翻了个底朝天 找出来 几道符禄 还有几块千丝玉做的玉符 几人不认的千丝玉 随手扔在了一边 把那几道符禄拿起来 在我眼前抖了一下 这回露现了吧 普通人随身带辟邪符 我只好承认 我其实是个相师 相师 何思同上上下下打量我 算命的 我说 平时算算命 有时候给人捉捉鬼去驱邪 你还会捉鬼呢 就靠这些辟邪符 几人笑道 其实他们从我包里翻出来的那三道 是元龙六道将士阵符 虽然也是用来阵煞辟邪的 但跟普通的阵邪符 有云泥之别 其他的符禄 我通常都收在符囊之中 随身携带 这三道元龙六道将士阵符 因为比较特殊 所以才被我放在了包里 就是混口饭吃 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鬼 大多数人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我陪笑道 几个人乐得呵呵大笑 小将士 你可真有意思 谁告诉你 这世上没有鬼的 剑硕青年一巴掌 拍在我肩膀上笑道 其他几人也是笑个不停 要是把他扔到长白山里几天几夜 他就知道 到底有没有鬼了 我假装害怕 颤声问 你们什么意思 长 长白山里有鬼吗 几人相视而笑 却是没有往下说 你们几个费什么话 那个叫何思彤的姑娘 敲敲桌子 我在问话呢 你们捣什么乱 在几人当中 这姑娘年纪不是最大的 但似乎微信很高 她一发话 四人立即闭嘴 小傻的我问你 那个小石头 是男是女 是你什么人 何思彤问 我说是女的 是我朋友 女朋友 何思彤看我一眼 我笑 你要这么说的话 也可以 什么叫也可以 到底是还是不是 何思彤怒道 这个嘛 说起来比较复杂 何思彤气了一声道 复杂什么 我看你就是暗恋一厢情愿 对不对 话也不能这么说 我想解释 难怪人叫你傻蛋 也真够傻的 舔狗一无所有 知不知道 何思彤道 旁边那个剑朔青年提醒道 童童 说正事 说正事 何思彤瞪了她一眼 我不知道吗 转过头来 冲我道 那个小石头 什么来路 真名什么 我摇摇头 你摇头干什么 你不会连人 叫什么都不知道吧 何思彤 舔成你这样 也算少有 何思彤 嘖嘖了几声 剑朔青年提醒 童童 正事 说正事 何思彤美好气道 吵什么吵 我这不再问吗 那这个小石头 是干什么的 你总知道吧 我迟疑了一下 摇摇头 不是 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你枉恋啊 何思彤一脸不可思议 连人家什么来路 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你就看上人家了 童童 剑朔青年想要提醒 我知道我知道 何思彤不耐烦地甩甩手 圆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 我觉得你在忽悠我 天地良心 真没有 我赌咒发誓 小石头是什么来列 我是真的一无所知 你这人看着就不老实 何思彤冷哼了一声 康子 上你的拿手绝活 得嘞 那剑朔青年 笑着答应一声 想必他就是那什么康子 走到我面前 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笑道 哥们 我劝你 还是现在老老实实交代吧 非得要我动手 你可没什么好果子吃 你们想干什么 我害怕地问 别废话了 看到舔狗就烦 给他上手段 何思彤气鼓鼓地催促道 康子潇洒地打了个响指 看我的 我就见他 左手竖起在胸前 捏了个法绝 口中吟诵咒语 一看这架势 应该是个话音秘咒 这话音秘咒 有个俗名 又叫做双花扣 顾名思义 中了这个话音秘咒的 在五分钟内 浑身就会齐寒无比 结出星星点点的双花 所以又被称为双花扣 这话音秘咒 倒也算是一门 比较玄妙的咒法 只不过被这康子用来 施法速度也实在是太慢 真要是用来与人对敌的话 怕是这一个咒还没念完 小命已经没了 我等了好一会儿 他总算施咒完毕 轻贺一声 把话音秘咒 拍在了我后背上 这门咒法 之所以能让人身体结霜 归根到底 也就是以秘法 引动了一丝阴寒之气 这法咒移入我体 明玉精自动运转 毫不客气的 就把那一丝阴气 给吞噬了个一干二净 不过这样 有点不太给面子 我逆转明玉精 身上顿时冷气森森 转瞬间 脸上身上 结出了片片双花 康哥 你的话音秘咒 静不神索啊 几人惊呼了一声 康子也是一脸惊喜 看看自己的手 难难道 难道是我最近 练功比较猛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几人也连声恭喜 康哥你这一手 只怕跟大伯 也差不了多少吧 那还差得远呢 康子谦虚地摇摇头 脸上却是 掩不住的得意 何思彤凑过来看了看 你别把真把他冻死了 康子哀悠一声 那可说不准了 我也没想到几天时间 我的进步这么大 说不定人真给冻坏了 你真是 何思彤气不打一处来 那你赶紧先把他解开啊 对对对 康子手忙脚乱 又朝我施展了一通节奏术 我明欲经一转 把身上的双气划去 康子摸了摸 我的脉搏 还好还好 没给动飞了 何思彤狠狠瞪了他一眼 能不能稳重点 成天毛手毛脚的 还说要跟着我一起出人头地 就你们这样子的 能成什么事 失误失误 下次不会了 康子连忙告扰 我看得暗暗好笑 这几个人还有点意思 小傻蛋 你没事吧 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何思彤凑到我面前 拍了我胳膊几下 大声问 我见他一双大眼睛 圆溜溜的 唉呦了一声 说 刚才好冷 冻死我了 何思彤松了口气 还能说话就没事 他坐会椅子上 敲了敲桌子威胁道 实相地给我好好配合 否则我让你再尝尝 冻死的滋味 这回我可不会救你了 我也想配合啊 可我现在都不知道 出了什么事 我抱屈道 何思彤皱眉想了想 道 你个小傻蛋 既然是相师 那也算我们风水界的人 我现在就这么跟你说吧 事情很严重 这 这长白山里 是真闹鬼了 我战战兢兢问 何思彤道 比闹鬼还严重 之前那么多人进山 各门各派的都有 结果除了被我们几个 发现的那个毛山派师兄 其他人一个都不见 你说严不严重 对于咱们风水界来说 这是大地震 你懂不懂 这还真挺严重的 我点头道 何思彤恩了一声 所以现在 那个手机的主人 也就是你的小石头 在里面十分关键 要是咱们能够 抢在其他人前面 把失踪的人找到 那咱们 在风水界 可就扬名立万了 懂不懂 好像听懂了 何思彤满意地点点头 所以 你要好好配合我们 再说了 可能你家的小石头 也出了什么意外 你到时候来个英雄救美 他还不对你另眼相看 比你当个舔狗强多了吧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何思彤露出微笑 咱们现在是一条 绳上的蚂蚱 应该同传共计 你说对不对 对 那你回忆回忆 你家小石头 有没跟你说过 他为什么要来长白山 是什么时候来的 还有没有其他人 何思彤笑着说道 其实 这也是我的疑问 我同样很担心 小石头 是不是跟之前 进山的那批人一样 失踪在了长白山中 不过我知道的 也并不比他们多 何思彤问来问去 也没问出多少东西 之后 何思彤就留了一个人 在屋里看着我 他们四个 则去了隔壁屋 我包了几颗花生 一边吃 一边运转鸣玉精 将注意力集中到双耳 就听到隔壁几人的说话声 彤彤 咱们真要带着这个人啊 是那个康子的声音 当然了 这可是唯一的线索 何思彤道 我看着人傻乎乎的 估计也不知道什么 带着他没啥用吧 另一人道 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 他说什么 你们就信了 我看这家伙 肯定还藏了什么没说 何思彤道 那还等什么啊 进去再给他上一个话音秘咒 我看他说不说 康子的大嗓门道 你还有脸说呢 万一被你把人弄死了怎么办 成天就知道喊打喊杀 脑子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要成大事 得动脑子 何思彤教训道 那彤彤你说怎么办 一人问 何思彤道 那当然是将计就计了 咱们先把他带在身边 这家伙总会露出破绽的 那万一 这人包藏祸心 有人担心道 怕什么 有你们四个 再加上本姑娘的头脑 你还怕他会翻天 你们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志气了 连这一点小事都怕东怕西 还怎么出人头地 成就大业 何思彤骂道 明显在这个小团体里 都是以这个姑娘为首的 他这么一拍板 康子等人 也就纷纷表示赞同 那等会儿 大伯他们问起来 我们怎么说 一人问 这还不简单 就说是咱们一个朋友 是个相诗 能掐会算 跟着咱们一起来出力的 何思彤道 那道也行 彤彤脑子 赚得就是快 几人纷纷赞道 何思彤哼了一声道 这回 咱们一定要争口气 干出一番事来 叫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 大跌眼镜 就是就是 众人笑道 彤彤 你说 这长白山里到底 出了什么事 感觉挺吓人的 一人有些担心地问 何思彤道 不就是出了邪碎吗 有这么多人一起进山搜寻 也没什么好怕的 不过 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 知不知道 明白 几人硬道 对了 彤彤 你说那个小石头 到底什么人 康子问 何思彤没有立即回答 过了一会儿才到 这我也猜不出来 不过肯定没那么简单 我甚至怀疑 毛山那个师兄 就是被这个小石头杀的 啊 几人吓了一跳 康子的嗓门比较大 彤彤 那个死掉的毛山师兄 听说很厉害的 反正比咱们几个肯定厉害很多 他要是被 那咱们 怕什么 我这不就是怀疑吗 再说了 咱们只要找到线索 那就是大功一件 又不是非得咱们上去跟人拼命 何思彤道 也是也是 等会儿回去呢 康子你们几个就做恶人 好好吓唬 吓唬那个小傻蛋 然后我就唱唱 红脸 这样不就妥了 何思彤道 妙啊 彤彤就是聪明 几人纷纷夸赞 很快 四个人就从隔壁回来 康子跟其他三人使个眼色 就准备上来唱白脸 我想好了 还是跟你们合作的好 我决定道 几人大为意外 面面相去 何思彤倒是反应最快 过来拍了一下我肩膀笑道 可以啊 小傻蛋 那咱们就合作愉快 我笑道 没问题 就是能不能给我上碗面 真是饿了 吃什么面 咱们一起去搓一顿 何思彤豪爽地道 这一看 就是北方姑娘的做派 跟南方姑娘差别挺大 于是我就跟着他们 去了旅馆对面的一个小饭馆 这个饭馆地方不大 就是一对老夫妻开的 不过菜的分量很大 很实在 味道也不错 几个人吃吃聊聊 还喝了点小酒 这气氛就热烈了不少 小傻蛋 你是从江南来的吧 何思彤喝起白酒来 面不改色的 咱们这边的人讲的就是实在 你要真心实意跟着我们 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 我实在是喝不惯当地这种高度白酒 只觉得辣口得很 几中下肚 脸上就已经烧得厉害 何思彤坐在我边上 一个劲地劝酒 我把喝下去的酒气化解了九分 只留下一分 扬醉道 不行了不行了 要喝晕了 没事 这点小酒算啥 何思彤一边接着给我倒酒 一边往我嘴里套话 我借着那一丝醉意 胡乱言语了一通 对面的康子移了一声 下雪了 只见窗外白茫茫一片 鹅毛乱舞 一场大雪突如其来的降临了 这时 饭馆用来遮挡寒气的 厚重门帘被掀起 进来几个人 老板 赶紧给整一桌菜 再来挤进你们本地的烧酒 一人吆喝道 几人进来后 一人一边 拉住门帘 紧接着就见一个 披着粉色雪绒大衣的 年轻美女走了进来 身材高挑 性眼珠唇 眉目之间 倒是跟我边上的何思彤 有那么几分笑死 只是相比何思彤这种女汉子 对方那美女 就要妩媚得多 也楚楚可怜得多 彤彤 你们怎么也在 这当中 给那美女拉着帘子的一个青年 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差一地倒 哥 我就听何思彤喊了一声 那美女听声 也往这边看了过来 眼波流转 轻笑道 彤彤 你们也在这里吃饭啊 声音娇媚 酥酥 麻麻的 听起来倒是比赵明敏 这个典型的江南妹子 还要交上几分 何思彤笑了一下说 你怎么也来了 这种地方 哪配得上你这种身份啊 那美女轻叹了一声 就这种地方 能有什么高档次的 也就随便吃几口吧 这石老板娘已经迎了上来 把他们让到屋里 另外一个桌子 我问边上的 这来的几个是谁啊 那人凑过来 低声解释了几句 原来那个长相妩媚的美女 是何思彤的堂姐 是她大伯家的女儿 叫何梦瑶 另外三男一女 也都是何家子弟 其中一个还是何思彤的亲哥哥 不过何梦瑶这边几人 都属于何家直系 不像我们这一桌 除了何思彤以外 像康子他们几个 都属于何家旁系 本身在何家的地位 也是不高 外面虽然下着大雪 但屋内有暖气 温度却是很高 何梦瑶解下大衣 立即有人上前 帮她把大衣拿过去挂起 另外几人替她拉椅子 用开水替她烫碗筷 看得出来 这何梦瑶在几人中的地位很高 属于众星捧月的小公主 不过看何思彤瞧她的眼神 估计堂姐妹俩 也不怎么对付 原本我们这一桌 大家吃吃喝喝 气氛还是相当热烈的 但自从何梦瑶等人进来后 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康子几人低着头 默默吃菜 一声不吭 来来来 喝酒喝酒 何思彤举起杯子 敲了敲桌子吆喝道 其他几人也举起了酒杯 却是小心翼翼地 不敢发出太大声音 你们干什么呀 喝酒就得有个喝酒的样子 支支吾吾地干什么 何思彤大为不满 何梦瑶往这边看了一眼 笑道 童童 哪有人像你这么喝酒的 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 是啊 我没有你那么矫情 何思彤毫不客气地对道 何梦瑶也不生气 细声细气地说道 其实童童你 长得也还算不错 十多十多也还看得过去 不过你这脾气嘛 哎 难怪爷爷都要担心你嫁出去 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 何思彤气得脸蛋通红 何梦瑶轻轻叹了口气道 我妈 反正都已经定了 也没有其他什么想法 我就是担心你啊 你说你要是改改这臭脾气 再打扮打扮 其实也不愁没人要的 我有个同学还挺不错的 人也挺老实 要不改天介绍给你 我妈 反正已经定了 何思彤学着何梦瑶的语气 呸了一声 不就是爷爷给你撮合了一个毛山派的对象 至于这么显摆吗 成不成还难说呢 童童 梦瑶这门亲事已经定了 你还不知道吧 何梦瑶旁边的一个身材微胖的女子接话道 何思彤气鼓鼓地哼了一声 显然她也是刚刚才得知 那微胖女子笑道 据说这次阴才哥也来了长白山 说不定梦瑶和阴才哥还可以来一次约会 想来这个什么阴才哥 就是何梦瑶定亲的对象 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起哄 何梦瑶笑着脆了一口道 说什么呢 阴才哥是来办正事的 哪会来理我啊 那微胖女子笑道 谁叫梦瑶你 长得这么好看呢 阴才哥估计心心念念念念着你呢 众人又是一阵笑 何思彤呕了一声 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哥 真恶心 酒都喝不下去了 彭彭 别胡说 何思彤的哥哥 充妹子使了个眼色 何梦瑶笑盈盈地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彭彭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没事 等回去我让阴才哥 介绍几个他的师兄弟给你认识 那微胖女子接话道 这八成是不行 茅山派的弟子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可不是什么人都瞧得上眼的 也就是梦瑶你这样的 否则换个人 阴才哥怕是连看都不会看上眼 那倒也是 何梦瑶得意道 能进茅山宗门的 哪一个不是俊才人节 听说这次茅山宗门这边 是宋浩然宋师兄亲自带队 何家那几个人 听到宋浩然 都是肃然起敬 我心说 原来这货也来了 伤好得挺快啊 看来还是上回下手太轻 何思童那个哥哥轻叹了一声 感慨道 像宋师兄这种 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咱们跟人家比起来 怕是连提鞋都不配 另外一人笑道 宋师兄这样天上的人物 咱们就别想了 不过 爷爷听梦瑶找的这个万英才也不错 听说很得宋师兄看重 对啊 以后宋师兄 肯定是要继承茅山长教大位的 万英才作为宋师兄的左膀右臂 前途不可限量 就是啊 以后咱们就得指着梦瑶了 欺贫富贵嘛 有了这一层关系在 咱们何家在茅山那边的地位 也会水涨船高 还是爷爷有远见 早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这还得咱们梦瑶足够优秀 配得上万英才 否则爷爷再怎么谋划 也无济于事 众人正纷纷恭维着 我就见边上的何思彤 黑着个脸 啪的一声 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个 亏你们还是男的呢 还有没有点稚气了 靠着女人去攀关系 很有面子嘛 还有脸在这里说 我看你们是脸都不要了 这打击面实在是有点大 何梦瑶那桌几个男的 顿时垮了脸 又是尴尬 又是恼火 彤彤 你不懂就别说话了 何思彤他割成这脸训斥道 我怎么不懂了 何思彤大声道 你们不就是想沾点茅山的光吗 那又怎样 咱们何家一直以来 都和茅山宗门关系匪浅 咱们祖上 还有人当过茅山的长老 本质上来说 咱们就是茅山宗门的下属 沾茅山的光不是应该的 一人反驳道 对啊 咱们茅山如今是到门顶间的 几大宗门之一 别人想靠 还靠不上呢 另一人跟着道 何思彤气道 那也不能光想着 靠什么联姻来拉关系吧 咱们自己要是没有实力 谁会真的看得上咱们 几个男的被他呛得 有些无法还嘴 何梦瑶痴的一声笑道 看来我们家童童之妻不小啊 有本事 你去让茅山派 见识见识你的实力啊 就算是咱们何家的各位长辈 也不敢说这种话 你这小妮子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怎么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何思彤寸步不让 就算是被你们奉若神明的宋师兄 那也不是天下无敌的呀 我就听说他前不久被人重伤过 而且他的对手比他年纪还小 众人听了 不由得哈哈大笑 何梦瑶摇头笑道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 你说宋师兄 败给茅山长教这样的前辈高人 我也就勉强信了 你说 他败给同龄人 你以为宋师兄年轻一代 第一人的名号是白叫的 那说的是茅山宗门内第一 又不是天下第一 何思彤反驳道 何梦瑶道 那也是不可能 这种无稽之谈 也只有你这种没头脑的小妮子会信 何思彤却是固执地道 你们没听过 并不代表没有发生过 我是听一个朋友说的 这件事情并没有流传开来 但是有很少一部分人是知道的 何梦瑶等人笑得不行 彤彤 这种话也能乱说 要是被茅山派的师长听到了 就糟糕了 何思彤他哥赶紧制止妹子 哥 是真的 何思彤坚持道 你说是真的 那好呀 你说说 宋师兄到底是败给了哪位大天才 我看我认不认识 何梦瑶激笑道 何思彤哼了一声 说具体是谁 我也不知道 不过确实有这么个人 而且年纪很轻 比宋师兄小了不少 何梦瑶忍俊不禁 拍手笑道 我知道是谁了 你知道 何思彤证了一下 是谁 其余众人也都纷纷好奇地看向他 何梦瑶笑道 还能是谁 这肯定就是咱们童童姑娘 做梦幻想出来的如意郎君呗 连宋师兄都败在他手下 那可真是厉害了 我家英才哥跟他一比 那可就差得圆老 这番话顿时惹来一通哄堂大笑 何思彤的哥哥 尴尬地喝着酒 何梦瑶 你少在这里污蔑人 何思彤却被他给气坏了 脸蛋涨得通红 何梦瑶眼嘴轻笑道 童童 你也别急 像你这种年纪的小姑娘 爱做梦也是正常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是你们自己孤陋寡闻 何思彤怒道 何梦瑶微微一笑 那这样吧 要是哪天你把这个大天才 找到我面前 我给你磕几个想头 叫你一声童童奶奶如何 好 一言为定 何思彤不假思索地道 何梦瑶眼波一转 那要是找不到呢 我 何思彤一时语色 我暗叹一声 相比起来 这何梦瑶的心机 还是要比何思彤这女汉子 更胜一筹 短短几句话 就把她装到套子里去了 康子他们几个 连连给何思彤识眼色 那姑娘脸色变了几遍 一咬牙道 那我也给你磕头 叫你奶奶 好 何梦瑶拍手笑道 那咱们总要定个期限吧 总不能无休无止的 就以两个月为限怎么样 两个月就两个月 童童你加油 何梦瑶奄然笑道 何思彤白着脸坐了回来 童童 你太冲动了 康子他们几个愁眉苦脸道 那不然怎么办 你们又一声都不敢坑的 何思彤气道 康子几人哭丧着脸 童童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在家里的地位 哪轮得到咱们说话 对啊 现在孟瑶是咱们何家的宝贝 你还是别跟他硬杠了 哎 童童你就不该跟他赌 童辈里面 怎么可能有人 能胜得过宋师兄的 除非是龙虎山那边的 但也没有比宋师兄年纪还小的呀 何思彤一脸郁闷 怎么就不可能啊 天下那么大 能人多的是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我肩膀道 小傻蛋 你说是不是 我点头道 对头 宋昊然那小子 也就是个欠抽的 你知道啊 你是不是也听说过这事啊 何思彤抓着我问 童童 这小子喝醉了 你别听他瞎扯 康子他们赶紧到 这时何梦瑶那桌 有人皱眉问 童童 这小子谁啊 他在这里干什么 何思彤道 这是我朋友 朋友 我怎么不认识 咱们这次跟着长辈们过来 是办正事的 你弄个狐朋狗友过来 算怎么回事 谁狐朋狗友了 我朋友是来帮忙的 何思彤在桌子底下 踢了我一脚 对啊 我来帮忙的 我醉眼惺忪地说道 何梦瑶打亮了我一眼 笑道 你来帮忙 你会什么 那可多了去了 一下子说不清 众人一阵哄笑 何梦瑶忍俊不禁 童童 是不是你的朋友 都跟你一样 特别喜欢吹牛 大姐 这你就不懂了 我打着九格道 没本事的才叫吹牛 有本事的 那叫牛逼 你叫谁大姐呢 何梦瑶瞬间变了脸色 叫你啊 没听见吗 大姐 何思彤冲他做了鬼脸 在我肩上拍了一下 小傻蛋 眼光不错 何梦瑶瞪了我一眼 大概是怕跟我们争吵有损形象 冷哼了一声 懒得理你们 就回过头去 不再与我们说话 那边的韭菜上齐 几个人也开始吃喝说笑 不过大部分的话题 都围绕在何梦瑶 跟他那个定亲的英才哥身上 我们这边气氛却是冷清了不熟 有何梦瑶他们在 康子几个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连劝酒都劝得有气无力 从小饭馆出来 我们几个都有了几分醉意 回到小旅馆 何思彤就拍了一下我肩膀 康子 晚上小傻蛋就跟你睡一屋 你好好照着点 康子啊了一声 有些不乐意 我跟他一窝 难不成我跟他一窝 何思彤没好气到 费什么话 赶紧的 康子不敢跟他顶嘴 不情不愿地答应了一声 带着我去了他那屋 哥们 晚上你就睡这个地铺 我给你整整 睡得也挺舒服的 康子不知 从哪里抱来一床铺盖 在地上铺了开来 我见他在那忙活 把鞋子一脱 倒头就在床上睡了 喂 不是 哥们你醒醒 康子过来摇了我几下 我一动不动 大呼小叫干什么 何思彤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估计他就睡在隔壁 听到声音跑了过来 这哥们睡了我的床 我把他叫醒 让他去睡地铺 康子解释道 你就这点出血 睡个地铺怎么了 小傻蛋醉成这样 你哪教得行 何思彤没好气 康子嘀咕了几句 然后我听到一阵嘻嘻索索响 大概是跑去打地铺了 我心底暗笑 这长途跋涉的 的确有些累 再加上这几分酒意 晚上索性也不休 练了 打算正正经经地睡上一觉 不过睡到半夜 我就被康子的呼噜声给吵醒了 只好躺在那里 调吸引气 第二天一早 天还蒙蒙亮 突然有人在门外急促地拍了几下 起来了起来了 是何思彤那姑娘的声音 康子一下子被惊醒了过来 忙爬起来去开门 彤彤 怎么了 大伯叫我们马上过去集合 等会儿就要进山了 何思彤道 然后我就听他走到我床边 喊道 小傻蛋 醒醒了 我试试睁眼 打了个哈欠 看看窗外 这么早啊 我们要进山了 你也赶紧准备一下 找你家小石头去 何思彤道 好 我揉了揉眼睛 从床上爬起来 洗漱过后 又简单地吃了个早饭 我们就跟着何思彤 来到旅馆门口等着 这时 天色还没有大亮 雪道已经停了 厚厚地积了一层 这刚下过大雪 进山是不是有点难啊 一人小声嘀咕道 何思彤瞪了他一眼 大伯既然叫 我们进山 那肯定是上面来了指令 也是 几人恍然 他们说的上面 指的就是茅山派 其实何家这些人 抵达长白山 已经有好几天 之前也曾经 进过一次山 就是那次 被何思彤 他们发现了一个 茅山派弟子的尸体 和小石头的手机 不过自打那次后 茅山那边 就一直没有指令 他们也只能住在这边 按兵不动 说话间 又从里面出来几个人 正是何梦瑶 他们一行六人 这次何家可以说是大举出动 由何思彤的大伯 和另外两位长辈领队 而年轻一代 则是总共来了十一人 何梦瑶那边六人 何思彤这边五人 这次何家大动干戈 其一当然是要在 茅山派面前表表忠心 提高提高存在感 其二也是打了 磨练磨练家族中 年轻一辈的心思 怎么这么糟啊 何梦瑶那边几人 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抱怨着 懒懒散散的成和体统 这时 一个威严的声音 从身后飘了过来 只见一个国字脸的 中年男子大步而来 身边跟着两个 六十来岁的老人 这边的一众 小年轻一见来人 顿时就跟老鼠见了猫 立即收腹挺胸 站直了身体 不敢吱声 想来 这中年男子 应该就是何思彤的大伯 何建飞 另外两个老人 则是何家的两个长辈 这边的旅馆都不太大 所以 何建飞三人 是住在旁边的一个旅馆 都准备好了吧 等会就要进山 何建飞道 准备好了 众人齐声应道 何建飞微微汗手 只听何梦瑶娇声道 爸 童童不知道带了个谁进来 你看 朝我一指 童童 这是谁 何建飞这时也注意到了我 上下打量了一言问 大伯 这是我一个朋友 来帮忙的 何思彤按照事先编排好的话说 何建飞还未开口 何梦瑶就抢先道 这不胡闹吗 咱们这次进山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怎么可以随便带个人进来 何思彤辩解道 大伯 我朋友也是咱们的同道 而且是个相师 咱们都知道 相师在找人方面 是最厉害的 何建飞拨了一声 有些意外 你是个相师 爸 这话你也信 现在是个算命的 都自称相师 不过一百个里面有九十九个 都是骗人的 何梦瑶讥讽道 你不懂就别瞎说 何思彤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别吵了 何建飞打住二人 看了我一眼 你会什么命算相数 我笑说 这可就多了 什么梅花异数 铁板神数 小六人 大六人 紫薇斗数 九宫十二天星 一时也说不完 我都略懂 你就胡吹大气吧 连紫薇斗数你也敢说略懂 何梦瑶讥的一声笑道 我摇摇头说 紫薇斗数 又不是什么太难的东西 要说难 还真比不上大六人 就是我也只能学个皮毛 呸 什么大六人 小六人 我听也没听过 这算奶门子相数 你胡周的吧 何梦瑶讥讽道 你要是不懂呢 可以请教请教你爸 或者两位长辈 否则当着面这么多人露窃 还是挺尴尬的 我笑笑说 你 何梦瑶气得咬牙 行了 何建飞喝止道 可是爸 他明明是胡说八道 何梦瑶急道 何建飞边上一个身材消瘦的老人 咳嗽了一声说道 大小六人数是很有名的数数古法 何梦瑶一听 一张脸顿时羞得通红 何思彤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原来某些人真是不懂装懂 这回真是丢人丢大了 康子他们几个想笑不敢笑 低头苦苦忍耐 那销瘦老人看了一眼 淡淡道 不过小朋友 你说什么大小六人 紫微斗数 你都略懂 只怕也是吹牛皮吧 我听何建飞称他为六叔 那应该何思彤爷爷那一辈的 笑了笑 没有反驳 那六叔顿了顿 接着又道 不过你 既然能说出九宫十二天心 那就应该还不至于是街头行骗的 是吧 还是六爷英明 何思彤嬉戏笑道 何建飞看了一眼脸色通红的闺女 又看看我 说道 既然是来帮忙的朋友 那就留下吧 不过要统一听逢号令 不能私自行动 明白吗 何思彤喜道 大伯也威武 我们一行人 当即收拾行装 在何建飞三人的率领下 踏着茫茫鸡血 朝长白山中进发 这南西小镇 原本就是在长白山脚 距离山脉很近 不到午时 我们就已经一脚跨进了茫茫大山之中 一路上却也遇上不少人 都是往山中去的 看他们言谈举止 应该也都是同道中人 这会儿大雪封山 几乎没有普通游客 敢于在此时进山 听何建飞三人在前面小声商谈 这次紧紧道门 就来了好几家 其中就包括了龙虎山和茅山两宗 至于其他像何家这样 跟着道门进来的附庸家族 就更是不计其数 路上遇到的这些 大多数都是属于此列 我去 好大的阵仗 这是来了多少人啊 康子不禁感叹道 另一人兴奋道 咱们风水界 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吧 那是啊 可以说是盛况了 其他两人也是纷纷赞同 何思彤一边走 一边把手搭了个凉棚 往远处看 童童 你说这长白山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之前那批失踪的人 到底为啥跑到山里去 康子问 何思彤回了一下头道 我听江湖上的朋友说 应该是长白山里面 出了什么宝贝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过来 宝贝 我看是出了邪碎 还差不多吧 一人笑道 何思彤道 你懂什么 有句话说 或吸服之所以 服惜或之所服 有宝贝的地方出邪碎 那不是很正常 哎哟 童童你什么时候 变得文周周了 文化水平不一般啊 几人起哄道 滚 我接话道 童童说得倒是没错 其实越是邪碎闹得凶的地方 这宝贝越是不得了 何思彤看了我一眼 笑道 小傻蛋 我发现你也不傻嘛 起码眼光还是不错的 还行吧 我说 另一人笑道 你不是会看向算命吗 你得算算 那些失踪的人都去哪了 我摇头道 天机不可泄露 几人气了一声 不再理我 何思彤放反脚步 跟我并肩行 小傻蛋 等会儿你想到什么 就跟我说 这可是关系到你家小石头的生死安危 可轻忽不得 我点头道 明白明白 进入大山之后 脚下的积雪更深 行走起来也越发艰难 起初不时还能遇到些人 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几乎再也没见过其他人 据说宋浩然带着毛山派的一批人 在昨夜就已经先行进了山 我们这一行应该是属于最外围的了 就负责剪剪漏 m.bikugax.com 虽说这回进山搜寻的人很多 但相比整个长白山来说 这些人数还是太少了 只能把人像鱼网一样撒开 壮壮运气 我们这一对人 就是负责搜寻东南方向的一块区域 这种天气 在这样的大山里行走 是很容易迷路的 当然 如果是对风水数数 一道比较精通的话 基本上也是不会有太大困难 而河家这边那三个领队的人当中 应该有一位是比较擅长风水的 一路行来倒也是井井有条 丝毫不乱 不过直到入夜 都没有半分收获 河家这一群人里 并没有人开过夜演 所以只能靠着电筒照明 就地休息一阵 吃了些干粮 进了些饮水 我们继续往前赶路 不久就进入了一个 类似山谷的地方 我一路记着地形格局 虽然无法看出全貌 但从勾勒的轮廓来看 这个谷地 应该是个道漏斗形的 这种地形格局 通常都会聚集阴气 所以这个谷地 阴气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重 这时 何建飞把我们叫了过去 刚才六叔已经看过了 这个山谷有点门道 咱们等会儿分成两队 沿两个方向搜寻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何建飞道 众人齐齐应命 这次咱们过来 可不是来旅游度假的 一方面是给你们历练的机会 但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这次也是咱们何家的机会 向上回 彤彤他们就做得很好 咱们率先找到了一个 失踪的茅山弟子 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但至少让茅山那边的师掌们 看到了咱们的能力 所以 咱们这次 还要再接再厉 何梦瑶不以为然地道 爸 上回也就是他们运气好 这算什么 你也可运气好啊 你怎么没找到个人 何思彤反呛道 行了 何剑飞沉声道 彤彤 你们几个 就跟着六叔 其他人跟着我走 是 众人齐声应道 何剑飞扫了众人一眼 你们都是我何家最优秀的子孙 好好历练一番 绝不会输给其他人 康子等人热血沸腾 琪琪吼了一声 是 不过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无论如何 小心为上 去吧 两队人分开 我们一行跟着六叔 由南向北 逆时针搜寻而去 脚下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我们一行人 身一脚前一脚的 在茂密的林子里穿梭 电筒的光柱四下晃动 搜寻着一切可疑的东西 六叔手里拖着一个罗盘 在前领路 在这样的大山里 又是雪叶 一眼看过去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普通人根本无法分辨 东南西北 很多在大山里 饿死冻死的人 都是因为迷路 而困死在里面的 我怎么感觉 咱们已经走了好久了 我边上的一个哥们 用手搓了搓了冻僵的脸 嘀咕倒 再有二十分钟 就四个钟头了 另一人看了看表 爆出准确时间 我去 都已经这么久了 难怪我两条腿 已经累得再发抖了 怎么这一圈还没转完吗 之前那哥们吃惊道 何思彤回过头来 瞪了他们一眼道 大惊小怪什么 雪这么厚 山路又难走 咱们走得慢不是很正常 彤彤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 咱们走的是有点太久了 康子忍不住道 他这么一说 其他人也纷纷议论起来 咱们两个队伍 都是绕着山谷 由南向北 一个顺时针 一个逆时针 按说这会儿 早就该碰到了 对啊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山谷这么大 天又黑 咱们也不知道 地形究竟是怎样的 或许刚好错开了 何思彤道 不过 他话虽然这样说 但看得出来 他本身也有些犯嘀咕 我去问问六爷爷 何思彤加快脚步 追上前面的六叔 我见两人说了几句 六叔回头做了个手势 示意大家聚拢过来 停下休息 彤彤 康子冲何思彤 使了个眼色问 何思彤眉头紧皱 正要开口 就听那位六叔说道 现在情况比较复杂 众人面面相去 不过康子他们几个 都属于何家旁系 不敢直接发问 咱们可能迷路了 六叔抬头看看 被阴云笼罩的天际 摇了摇头说道 啊 康子等人大吃了一惊 一时间都有些手足无措 何思彤道 慌什么 六爷爷正在想办法呢 在山谷中 走了近四个钟头 我一路记忆沿途地形 心里已经有了个 基本的轮廓 这个山谷看起来普通 其实暗藏玄机 当然 这个风水格局 应该是天然形成的 并非人为造就 加上大雪风山 蜜 林虫虫 就成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迷宫 但这个六叔 在风水上的造诣不低 手里又有罗盘 按说这种规模的迷宫 应该是难不倒他才对的 之所以连他也被转晕了 是因为这山谷里的地气不对 更准确地说 是整个长白山的地气都不对 所谓地气 用我们风水行内的话来解释 就是指的地中之气 既贯穿在土地山川之中的气息 地气一旦混乱 就没法用一般的风水常理 去推断 就比如 原本是走前卫的 又可能就变成了离火卫 自打我一踏进山中 已经觉察出了不对 当时我还以为是 单单某个小区域如此 但越往深处走 就发现这地气越是混乱 这种情形是极其罕见的 我也是头一回撞倒 也不知这长白山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惊世骇俗的巨变 那怎么怎么办 康子他们都有些慌了 在这种大山里头迷路 可不是闹着玩的 别吵 何思彤瞪了他们一眼 道 六爷爷 那咱们能不能笔直 往一个方向走 先出去再说 六叔摇头道 不成 这个山谷里的地形 本身就有迷阵的效果 如果硬闯的话 只能原地打转 鬼打墙吗 我边上一个哥们 哆嗦了一下 何思彤恼火道 瞧你这点胆子 别嘀嘀咕咕的 让六爷爷好好想想 几人都赶紧闭了嘴 六叔拖着锣盘 在原地夺了几步 眉头紧皱 盯着一个方向 看个几分钟 又摇摇头 换一个方向 显然难以委决 小傻蛋 你看什么呢 何思彤碰了一下我 小声问 我朝我看的方向 指了一下 咱们应该往那边走 为什么 何思彤往那边 看了一眼 问 我说 算出来的 康子乐道 这你也能算 要不你给算算 咱们什么时候 能吃上一碗 香喷喷的热汤面 说着舔了舔嘴唇 这种时候 你就别装神弄鬼了 何思彤也没好气地道 我笑 要不打个赌 谁要跟你赌了 幼稚 何思彤有些烦躁 康子黑了一声说 要不咱们来赌 行啊 赌什么 我问 你身上有多少钱 康子搓了搓手指问 问这干什么 康子笑道 咱们就赌身上所有的钱 你看怎么样 行啊 我记得带了一张卡 里面大概还有一百多万吧 我靠 你这么有钱 真的假的 康子惊 玩不玩 康子一咬牙 谁怕谁 你们几个 要不要参加 于是 四个人把所有身家都凑了起来 也只有勉强凑到五十万 那就五十万吧 彤彤做个见证 我拍板道 康子等人信心满满 对对对 彤彤做个见证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无聊 何思彤瞪了我们一眼 康子笑道 大家伙这不累了吗 刚好放松放松 说到这里 突然想到什么 有些郁闷 不对啊 咱们打这个赌 那要怎么证明 就是啊 这压根没法搞嘛 其他人也回过未来 我说 简单 我去劝劝六叔 让他走这边 卧槽 你还真就吹上了 康子几人轰笑道 我起身 就朝六叔走了过去 何思彤追上来 一把拉住我 你别胡闹啊 六叔正站在那里 盯着一个地方发呆 被我们惊动 转过头来问 怎么了 不等何思彤开口 我就抢在前头说道 三甲木 转八以水 一弓砍 转三弓阵 甲子雾 变化坤二弓 你说什么呢 何思彤拽了我一下 六叔愣了一下 急忙盯着罗盘 手指掐着指节 开始计算 九弓离 转七弓队 天冲转 天冲转太阴 静鹿和 我接话道 静鹿和 六叔喃喃念了一句 开始闭目计算 过了两久 六叔猛地睁开眼 喜道 好个九弓一味 飞心乱流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其实也就是 地气混乱导致的 我们做相师的 刚好有一门忘气术 可以观望地气 我笑说 好个忘气术 今天多亏了 有你这位相师在 六叔笑道 彤彤 你交的朋友不错 啊 是吧 何思彤一脸茫然 六叔哈哈一笑 大步迈出道 跟我走 何思彤偷偷拽了我一下 问 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东西 说了你也不懂 还是别问了吧 我说 我说 算了算了 何思彤美好气地瞪了我眼 不过 你这小傻蛋 还有点干货呀 一般吧 我们说话的功夫 六叔已经把康子他们 召集了过来 等会儿 大家紧跟着我 千万不要随意乱跑 听明白没有 六叔拍了拍手道 众人齐声道 明白 走 六叔吩咐了一句 然后就朝着我刚才指的 那个方向走去 康子几个人愣在那里 发什么痴 何思彤踢了他一脚 不是 六爷爷他怎么 康子直指六叔 一脸不可思议 何思彤美好气 不是你个头啊 快跟上 康子等人也顾不上其他 赶紧追了上来 五十万别忘了 我拍了一下康子肩膀 几个人面面相去 都快哭了 这个六叔 风水理论相当扎实 计算清楚 此地因地气混乱 导致的九宫偏移后 基本上每一步 都走在了点子上 这一路 大概又走了近两个钟头 我们回到了 最开始出发的地方 六爷爷 好像大伯 他们没回来过啊 何思同道 四周一片死寂 还是我们离开之前的样子 何梦瑶那一队人 应该没有回来过 会不会也迷路了 六叔眉头紧皱 犹新地道 的确有这个可能 那怎么办啊 要不要回头去找 这怎么找 山谷那么大 天又黑 咱们两队能碰上的几率 实在太低了 那咋找 康子几人小声议论 那里好像有东西 我过去看看 我瞄着身子的 右前方说道 康子他们凑过来 用电筒一阵乱照 哪有东西 黑咕隆咚的 能看到什么 我往那边走了过去 小傻蛋 你去哪 何思彤上来一把抓住我 估计是我怕我中途给跑了 我说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没听我六爷爷说啊 这地方蹊跷得很 要命就别瞎跑 何思彤道 我往前方一指 说 那里有一滩东西 好像是血 何思彤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胡说八道 这能看到什么 我快走几步 何思彤只好跟着追了上来 只见前方白茫茫的雪地之中 有一滩烟红的血迹 看着触目惊心 不过何思彤没有夜眼 视力受限 直到我们走得很近了 才看清楚 还真有一滩血 他惊呼了一声 我朝他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仔细观察四周 这才走上前去 是人血 血腥味扑鼻 我都不用细闻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何思彤小脸苍白 看了我一眼问 这四周有很多凌乱的脚印 但除了这一大滩血外 就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这时 只听康子的声音大叫道 谁 那边是谁 我俩立即按照原路返回 远远地就看到 在康子他们正前方 大概两三百米远的地方 站着两个人 看庄树 应该不是何梦瑶那一队的 我们是西山无家的 也是进山搜救的 跟其他人走散了 你们是哪边的朋友 对方一人问 我们是 康子正要回答 突然那两人刷的一下 像是被什么东西拽入了雪中 瞬间消失不见 转眼一大滩血 就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 快回来 六叔大喝一声 十中二指夹着一道福禄 悬于身前 口中念念有词 悬挤脚下的积雪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融化成水 形成一个半径三米多宽的大圆 彤彤 你们快点 康子等人大叫 我跟何思彤赶了回来 跳进圆圈里面 一道道温暖的气流涌动 在这个圆圈之内的冰雪 尽数被融化 露出脚下漆黑的土地 我踩了一脚 硬邦邦的 应该是土下刚好有岩石之类的 这个六叔反应到也是快 找了这么个好地方 到底什么东西 康子等人 惊恐地把电筒到处乱照 四下里一片死寂 只有那两滩烟红的血迹 触目惊心 何思彤忙把刚才在那边看到的情形 跟六叔说了 康子几人一听 更是吓得浑身哆嗦 慌什么 宁身以待 把你们平时学的东西都拿出来 六叔历声喝道 被他这么一训斥 康子等人总算冷静了一些 拉开架时 各自捏了一个自己 比较拿手的法咒 心惊胆战地打量着四面八方 这时 突然一声惨叫 从远处的蜜 临终传来 在漆黑的血液中 显得尤其圣人 康子等人抖得厉害 有什么好怕的 何思彤给众人鼓劲 但不妨碍 他一张小脸紧张地煞白 六叔手指一弹 一道符然然 悬于我们头顶 盯着雪地观察两久 你们守在圈里 千万不要乱走 我出去看看 说着 从行装中取出一支笔 和一盒朱砂 在左右手掌上 分别画了一个符咒 然后又取出一个颈盒 里面躺着两道符 看他这样隆重 这两道符 应该是他平时珍藏的 将两道符 贴在腿上 回头交代了一声 深吸一口气 就踏了出去 何思彤几人平住呼吸 连大气也不敢出 雪地中一片寂静 六叔一连走出几步 突然 他左手一翻 往左前方隔空拍了过去 轰的一声响 他左手的符咒发力 雪花四溅中 似乎有一团黑影 一闪而过 何思彤几人大吃了一惊 忍不住失声惊叫 六叔脚步连踏 却是走了北斗缸 左脚缸一步到摇光位 突然一沉 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 大半条腿陷了下去 六爷爷 何思彤几人大声惊呼 在几人的惊叫声中 六叔大喝一声 原本沉下去大半个身子 突然拔地而起 一跃数米之高 只见他左脚之上 抱着一个白乎乎 有手有脚 像是狐孙的东西 开 六叔在半空一声呵斥 他双腿上贴的这两道符 显然颇有门道 不仅能在危急时刻 助他跃上半空 而能将那白影给震了开来 这 六叔在半空节奏拍下 然而那东西的速度 快得出人意料 刷的一下就窜入雪中 消失不见 六叔落到雪地 四下顾盼 也不敢久留 回到了岩石之上 六爷爷 刚才吓死我们了 何思彤几人 各个吓得面如土色 见他回来 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六叔也是神色凛然 六爷爷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 何思彤问 六叔急忙道 小心四周 别放松 众人一惊忙节奏在手 惊恐地盯着四周 六叔又起了几道符 悬在我们头顶 四周挨挨白雪 一眼看过去 异常平静 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 就像从来没发生过 看着像是雪猴子 六叔皱着眉头道 雪 雪猴子 那是什么东西啊 康子忍不住问 何思彤道 雪猴子就是雪妹 让你们平时不学无术 我看康子他们几个的样子 估计也不知道雪妹是什么 从刚才的惊鸿一瞥来看 那东西通体白毛 瘦瘦小小 活像个狐孙 的确很有可能是雪猴子 不过这东西 虽然俗称雪猴子 但并非是真正的猴子 而是一种邪碎 这东西 通常都是 游在雪中冻死的人 或者某些灵质比较高的野兽 受阴气滋养 从而变成了妹 不过想要成妹并不容易 所以雪猴子也是十分罕见的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 而且还不止一只 我运转鸣玉精 丝丝缕缕的阴气 如同蜘蛛丝般 向四面八方延伸了出去 以我现在的能力 顶多能笼罩周遭20米的范围 这就像一张精密的蜘蛛网 任何异常的阴气波动 都无法逃脱它的感知 这也是听邪的一种用法 在我们20米的范围内 至少有三只雪猴子 翘无声息地折服在雪下 并不时以极快的速度移动 但在雪面上 却是看不出半点迹象 雪猴子并不算是一种 太厉害的斜碎 如果把它丢在一个 水泥蜜蜂的房间里 只要有点水平的风水师 都能把它给轻松收拾了 然而 一旦让雪猴子进了雪地 那就绝对是一种 极为可怕的东西 就像何家 这位六叔 无论是竖法造诣 还是经验上 应该都是相当老辣了 但面对一只雪猴子 要不是他出去之前 带上了两道特殊的福禄 也差点阴沟里翻了船 一只藏在雪中的雪猴子 已经如此可怕 更别说是三只 甚或是一群 我们现在占据了一块岩石 这些雪猴子有些顾紧 但只要我们敢 稍稍放松警惕 这些东西 就一定会毫不客气地 抱起猎杀 我一直在捕捉这三个东西 在雪下的运动轨迹 要想安全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把对方给干掉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六叔忧心地道 何思同眉头紧皱 六爷爷 咱们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咕咚一声 六叔一头栽倒在地 六爷爷 几人大惊失色 急忙围了过去 我拍了一下何思同 我来看 你们自己当心点 别被雪猴子给捞去了 注意警戒 别乱 何思同回过未来 急忙喝止道 康子他们闻言 也急忙各自盯住 自己该盯的方向 我见六叔双目紧闭 脸色铁青 嘴唇发污 紧紧咬着牙关 立即检查了 一下他周身上下 结果在他被雪猴子 抱过的左腿上 发现了一道抓痕 皮肉翻卷 伤口中呈现漆黑之色 我就有点奇了个怪的 看这样子 分明是中了湿气湿毒 但雪猴子 虽然是属于一种邪魅 但本身是不会带有湿毒才对 这长白山 还真是见了个鬼了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幺蛾子 这是中毒了 何思同吃惊地道 我说是湿毒 湿毒 你确定 何思同看看我 见我点头 他微一迟疑 大声问道 你们谁带了解湿毒的药 没有啊 出来之前也没说要带这玩意儿啊 康子几人纷纷道 出来的时候 我千叮咛万嘱咐 让你们准备好 准备妥当 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不带 何思同气道 那童童你也没带啊 我身后一个哥们 弱弱地问 居然跟女人讲道理 果不其然 就被何思同骂得狗血淋头 你们嗓门这么大 是准备把雪猴子引过来 我问 几人赶紧闭了嘴 何思同小脸发白 咬着嘴唇 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谁把水杯借我一下 我说 你要干什么 何思同从他背包里 拿出他的水杯 我接过来拧下盖子 倒了小斑杯水在里面 然后取了一道玄机回春符 迎风一抖 俘虏无风自然 将烧尽的回春符 划入水中 然后掰开六叔的嘴 要给他灌进去 你给六爷爷喝什么 何思同抓住我的手道 我说 符水 我知道符水啊 你这什么符 怎么就乱给六爷爷喝 何思同警惕地道 我笑道 你还怕我把人给堵死啊 你看这黑气 已经快窜上头了 再过一会儿 怕是就得入脑了 尸毒入脑什么概念 那就是必死无疑 这 何思同一咬牙 还是松口了手 你这到底能不能行啊 我把符水给六叔灌了进去 说道 能不能行 那就得看运气咯 何思同紧张地盯着六叔 符水灌进去没多久 原本已经爬上六叔脖子的黑气 又慢腾腾地退了下去 过不多时 他的伤口处就鼓鼓地流出黑血 再流一阵 颜色就变成了正常的红色 这说明 尸毒已经被逼出了体外 何思同仔细查看了一番 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下 惊喜道 小傻蛋你行啊 你这幅真有效果 其他人见状 也是大喜过望 我正要说话 突然心中一动 看向左前方 刷的一下 一道荧光闪过 直射入我看的那片雪地之中 原来 刚刚见我突然转头 何思同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就出了手 你刚刚看什么 何思同紧张地问 我反问他 你刚刚飞出去的是什么 何思同盯着那边看了好几眼 才把手掌在我面前一摊 就是这个 我见他雪白的手掌上 躺着一个撞似飞镖的东西 金属打造 荧光闪闪 上面漏刻有符文 应该是符镖之类的东西 这是我们何家的符镖 叫做破鞋镖 上面刻有震鞋符咒 专打鞋碎的 何思同盗 我接过来看了看 这的确是挺好的东西 用来克制一般鞋物 倒是够了 但用来打雪猴子 还是差了一些 我又倒了一杯水 重新化了一道浮入水中 说道 把你的镖都拿出来 干嘛 何思同疑惑地看看我 不过说归说 还是把他的镖囊取了出来 一般这种镖囊 和符囊一样 都是随身携带的 总共还有十余枚 我彤彤拿了过来 全都扔进杯子里 你拿我的镖泡水 何思同有些生气道 我说 给你泡下浮水 增加点威力 等会儿打雪猴子 打雪猴子 康子几人回过头来 紧张地问 我说 不然你们还想 一直待在这里啊 赶紧打完雪猴子 找出路去 这 这怎么打 几人一脸苦笑 何思同问 小傻蛋 你有主意 我摇了一下杯子 里面的浮标碰撞 叮当作响 等会儿你就用这些 泡过浮水的标去打 我看你的准头 和手镜都不错 这我从小练到大的 当然是不错 但这雪猴子 再哪都不知道 我打不到啊 何思同为难道 我见康子他们几个 也都直愣愣地看过来 笑道 要不让康子去做诱饵 你来打 不行 康子惊恐地急忙摇头 何思同气道 你出的什么瞎主意 我笑道 要是这样不行 那就换个方法 等会儿我用手电筒指到哪 你就打 什么意思 何思同看看我 你怎么知道 雪猴子夺哪 我是香尸 能算 我说着 把杯子递给他 泡得差不多了 把电筒给我 何思同一脸狐疑地 把他的电筒给我 我拿在手里 说道 等会儿我照哪里 你就打哪里 明白了吧 不明白 事实就明白了 何思同最终 还是将镖囊收起 深吸了一口气 凝神准备 我让其他人 把电筒全部关掉 这怎么行 康子等人惊恐道 何思同看我一眼 你真没开玩笑 关了吧 顿时灯光静灭 周遭一片漆黑 四下忌忌 只听到众人 粗重的呼吸声 我迅速地打开电筒 朝着一个方向一照 这次何家 带进山里的电筒 都是特制的 不仅电量超大 而且可以调节光柱 最小可以凝聚成一道 手指粗细的光束 穿透力很强 此时灯光静灭 只有一道光束 笔直地打了出去 十分明显 何思同的反应 也是极快 几乎在我打出光的同时 一枚浮标刷的一下 就飞了出去 荧光一闪 浮标没 入雪中 没有任何动静 然后呢 何思同几人看看我 我笑道 接着来 过了大约半分多钟 电筒光束 突然朝着距离 我们六米多远的 一个地方照了一下 同时 我左手截举斜指 摇摇一点 定邪 何思同的浮标飞出 荧光闪出 只听吃的一声响 一道黑气如剑般 从雪中喷 射而出 几人都吓了一跳 诗声惊呼 紧接着就见 一只狐孙模样的白影 从雪中窜了出来 蹦了几下 陡然间 身上燃起一团火焰 转眼就烧成了灰烬 打 打中了 康子等人又惊又喜 还有呢 急什么 我说道 几人吓了一跳 赶紧收声闭嘴 我往东南方向 距离我们十米远的地方一指 何思同立即飞出浮标 这姑娘的准头极好 再加上那雪猴子 被狙血指定住一瞬 无法移动 顿时又是一道黑气喷出 又一只雪猴子被烧成了灰烬 康子等人欢心鼓舞 却是捂着嘴 不敢发出声音 我跟何思同配合 收拾掉剩下的另外一只 再细细感知了一阵 至少在我们二十米范围内 已经没有雪猴子的存在 小傻蛋 你真能算到 何思同盯着我 不可思议地问 我站起身 看了看天色 说道 先出去再说 这地方不宜久留 康子等人 早已经被吓破了胆 文言也纷纷点头 但听说要离开这岩石出去 几人顿时又畏缩不前 万一还有雪猴子怎么办 几人 估计都被之前的场面给吓住了 毕竟这雪猴子神出鬼没 谁也不知道 他会从哪里冒出来 我拿了六道符出来 给他们美人一道 来贴个护身符 安心点了没 护身符有个什么用 康子苦着脸道 这哪挡得住雪猴子呀 我收拾好东西 起身走出岩石 不愿走得留下 走了 何思彤迟疑了片刻 跟着我走出圈子 康子等人 也只好背起六树跟上 我选了一个方向 我们一行人踩着鸡血 嘎吱嘎吱地往前走 起初康子等人 包括何思彤在内 都有些战战兢兢 打着电筒不停地四处乱照 但走了大半个钟头 并没有出现其他异状 这才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不知道大伯他们去哪了 何思彤担忧地道 其他几人轮流背着六树 康子凑过来 碰了碰我说 要不你再给算算呗 我说这个算不了 为啥 康子奇怪地问 正在这时 突然躲得一声响 一根东西射在我们跟前 众人吓了一跳 什么人 只听旁边的大树哗啦一声 有人高声喝问道 十几道人影 站在两侧的树梢上 手中端着的 看模样 应该是手弩一类的东西 刚才射到我们脚下的 是一根弩箭 这东西携带方便 威力又大 而且不会惹出太大动静 在某些时候 比枪都要好使 你们又是什么人 康子硬着头皮问道 站好别动 石树到灯光打下来 耀眼生花 我看了一下 这树上十几人 各个体格健壮 目光伶俐 腰间别着短刃 装备齐全 训练有素 我们是辞成何家 过来参加搜救的 何思彤拱了拱手 自爆家门 这姑娘年纪不大 应对起来 倒也是有模有样 什么此生何家 没听过 对方不耐烦地道 何思彤眉头一皱 大概是有些生气 不过还是问道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 对方喝道 我们是鼎泰集团 李老板手下的 护卫队 何思彤几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神色都有些古怪 你们不是风水界的 康子忍不住问 什么风水界 不风水界的 你们站在那里别动 否则叫你们变成刺猬 对方威吓道 我笑说 哥们 有事好商量 你们这是 护送老板来 长白山旅游了 旅游个屁啊 对方很是暴躁 另一人道 我们是护送老板 进来探险寻宝的 跟他们废话什么 前一人骂道 我心说 看来这长白山 吸引力挺大 不仅把风水界 搞得鸡飞狗跳 连一些大老板 都闻风而动 不过这些人 挑这时候进来 基本上就是来送的 你们从哪里过来的 对方问 我指了指身后 就那边 那有没有碰到什么东西 对方问 声音微微有些发颤 康子正想说话 被我拉了一下 故作不解地问 碰到什么东西 你们没碰到吗 就学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突然冒出来 那人贺问 我问何思同 你有看到吗 没有吧 一路上除了雪 什么都没有 对方盯着我们 阴晴不定的 又贺问道 那你们 有没有撞见过其他人 我说没有 不过你们 谁是老板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对方怒道 就随便问问 这些人看下来 没有一个像是老板的 估计要么是死在山里了 要么就是 被这帮人谋财害命 给干掉了 那帮人打着电筒 在我们身后四周乱照 估计是之前 遇到过雪猴子 这才逃到了树上 蹲着不敢下来 你们就站在这里 不想死的就别乱动 听明白没有 对方喝道 毕竟是被十几把手弩对着 何思彤他们 也真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原地停下 彤彤 你说 他们要干什么 康子低声问 何思彤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道 我估计 他们要拿咱们当诱饵 饮雪猴子出来呢 康子几人一听 顿时吓得一哆嗦 那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何思彤也有些气馁 我从包里拿出牛肉干 撕了一条放进嘴里 正好休息休息 吃点东西 你这个人 心还真挺大的 何思彤白了我一眼 我笑说 反正急也没用 吃点拨 不要 何思彤转过头去 猝着眉头 大概是想煮一去了 我吃着牛肉干 施展听邪 在我们附近这一片 的确藏着几只血猴子 只不过 我们几个身上 都贴了寸鹰符 在六个小时之内 能暂时屏蔽大部分的 阳气外溢 但凡是邪碎 大部分都是通过阳气 来捕捉目标 血猴子也不例外 所以 我们这群人 虽然站在这里 但因为身上溢出的 阳气极弱 并无法引起 血猴子的兴趣 头 看来真没有 我树上 一个人低声说道 那个领头的嗡了一声 眼睛还在朝四下里看 要不咱们也下去 一人提议 对 等会儿就赶着他们往前走 一发现情况有变 咱们就立即爬树 另一人也附和道 那领头的犹豫了片刻 点了点头 大声道 兄弟们 下树 十余人应了一声 分成两批 从树上溜下 这群人的身手 的确算得上是不错了 动作迅捷 干脆利落 丝毫不拖泥带水 你们在前面走 那领头鹤道 十几把手弩对着我们 把我们往前驱赶 头 那咱们后方怎么办 一人有些不放心地问 那领头的道 咱们快速前进 管不了那么多了 快走 我们几个人 被后方一群人 逼着往前快步前进 还真是把咱们 当作踩雷的呀 康子气冲冲地道 何思彤做了个手势 低声道 等会儿见机行事 小心他们的纲母 想办法把他们干掉 好嘞 几人都是热血沸腾 小傻蛋 等会儿你跟紧我们 听到没有 何思彤碰了一下我 小声道 我正施展听邪 突然心头一跳 猛地转头往西北方向看去 摇摇只见一座漆黑的山峰 笔直陡峭 直刺入天空阴沉的铜云之中 这是听邪反馈的不祥之兆 说明那个地方 正发生着什么极端的凶险的事情 这是哪里 我指着那座山峰问 何思彤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看 说好像是铁壁峰吧 我刚才说的你听到没 我又往那座怪异的山峰看了几眼 心中愈发有种不安之感 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都别乱跑 我跟几人说道 什么意思 何思彤疑惑地看看我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啊的一声惨叫 我们回头去看 灯光乱晃 就见雪地上多了一滩烟红的血迹 那对人端着手弩 正在往那滩血迹疯狂射击 突然又一个人被拽入了雪下 众人惊恐万壮 调转手弩 疯狂射击 但根本无济于事 转眼又是一人被雪猴子拖了下去 那些乱飞的钢剑 根本奈何不了 移动速度快得惊人的雪猴子 跑啊 一帮人吓得一哄而散 拼命朝着大树跑去 在奔跑的过程中 又是几人被拽了下去 化成一团血水 卧槽 吓死我了 运气也太好了吧 那些鬼东西居然没来追咱们 我靠 你还想他们追过来啊 那帮人好惨 你还有心思同情他们啊 我们一行人 快速地穿过了那片林子 小傻蛋 你怎么知道 雪猴子不会来追咱们 何思同气喘吁吁地问 刚才一路急行 再加上又是十分惊恐 众人消耗都是不小 有我在 咱们运气好 我一边观察周遭的地形 一边说解释道 鬼才信呢 说实话 何思同道 趋利避害 这不是我们相识的拿手绝活吗 我随口道 是吗 何思同将信将疑 我正要说话 突然心中一动 摆了一下手道 别动 众人吓了一跳 急忙停下来 惊恐地看看四周 全部灯关掉 别出声 慢慢跟我走 我压着声音说道 有了之前打雪猴子的配合 何思同他们倒也是挺配合 急忙吸灯 摒弃脸吸 跟着我慢慢往左侧一片小荆棘林中挪去 这时 突然几道亮光闪过 紧接着 从我们原先出来的林子里 跑出来 几道人影 跌跌撞撞 仓皇无比 是那帮人逃出来了 康子忍不住低声问了一句 我示意他别出声 那几条人影跑得很急 很快就到了我们附近 几个人这一路狂奔 显然也是筋疲力尽 终于支持不住停了下来 没 没追过来吧 一人气喘吁吁 满脸惊恐地问 其他几人往身后看了一眼 赶紧先上树休息一会儿 另一人喘着粗气道 这几人就开始挑旁边最高最大的树 往上爬 正在这时 树丛里突然传出咯咯几声 那声音极度怪异 听得人毛骨悚然 什么东西 几人爬到一半 纷纷打着电筒 网术从照 别管了 爬在最下面的那人催促道 只是他话刚说了半截 突然被一道红影扑中 直接给拽了下去 然后被一股怪力 活生生地撕成了两半 滚烫地血洒了一地 只见那把人撕成两半的怪物 是个浑身血红的人 就像是刚刚被脱了一层皮 看得人浑身发寒 我忍不住暗骂了一声 这玩意儿 难不成是血狮 我在很多典籍里 都看过有关血狮的记载 但亲眼目睹 还是头一回 这血狮 可比普通的阴狮 来得可怕得多 但这种血狮 一般来说极为少见 因为想要成为血狮 条件极为苛刻 首先 必须是在那种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墓之中 这墓主人死前 必须还要经过 特殊的密法处理 然后再以特制的棺材风阵 一般来说 最好是用青铜棺 这种墓 在盗墓这一行内 成为血狮墓 但在风水师看来 这是一种转生墓 墓主人之所以摆下这种阵仗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能让自己死后 经过漫长岁月 又重新活转过来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这血狮墓 跟萧观音 在滇南谷墓摆下的长生菊 是一样的 只不过两者的区别是 萧观音的长生菊 是有用的 虽然它的条件极端苛刻 但真的能让人起死回生 然而这血狮墓 却只是一种半成品 在血狮墓中 墓主人的尸身 的确可以不腐不烂 而且随着时光流逝 尸体甚至会开始出现血肉 缓缓生长 就如同一个活物一般 但可惜的是 这血狮墓 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 从墓中出来的 都是这种浑身血淋淋 长满恐怖血肉的怪物 而并不能真正让人复活 大概在春秋战国期间 这种血狮墓最为流行 很多人都对其深信不疑 并在死后 将自己的墓室 打造成血狮墓 不过再往后 这种血狮墓就很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不靠谱 所以几乎就没人再去尝试 这长白山 山脉浩浩荡荡荡 在这山里头 藏有年代久远的古墓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么一只解尸 肯定是从某个古墓中 跑出来的 但能留存到现在的古墓 一般都藏得极为隐秘 否则这么多年来 早就被盗墓贼给破坏了 怎么无端端的 就给跑出来一只 这长白山 还真是越来越怪异了 那边树上几人 看到同伴惨死 都是吓得瑟瑟发抖 拼命地往树上爬 血狮发出咯咯的怪声 站在树下 仰头看着他们 和思同他们死死地捂着嘴 脸色煞白 突然砰的一声响 那血狮挥毙砸在树上 那棵一人环抱粗细的大树 剧烈地抖动起来 树上几人惊恐地大叫 血狮在意挥毙 咔嚓一声 树干丛中断裂 在几人的惊叫中 轰然倒下 正在这时 我心头又是猛然一跳 我扭头看向那座 黑漆漆的山峰 心中愈发不安 索性用梅花一战 灵机起了一挂 但算来算去 都是天机蒙昧 模糊不清 康子哆哆嗦嗦地 拍了一下和思同 不敢出声 弩弩嘴 然后做了个跑的手势 跑不掉的 血狮跑得比你快多了 我说道 以血狮的速度 可能跑不过我 但追上和思同他们 是分分钟的事情 更何况 还带着个六叔呢 几人被我的声音 吓了一跳 拼命地示意我别出声 彤彤 你准备浮标 康子你们四个 一起史话音秘咒 把这道符贴上 我拿出五道符 递给他们 一边又用小六人 起了一挂 还是算不明白 那边的惨叫声 一起祭灭 只见一道红影 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血狮对杨气的捕捉 极为灵敏 寸阴符也不能将其迷惑 贴符 话音秘咒 彤彤扔符标 眼见血狮急奔而来 几人大概都是吓得梦了 下意识地照着我的画作 我不想打破 此时听邪的状态 所以要借用一下 他们五个人的能耐 几人将符录贴好 康子四人齐齐诗咒 和思同一股脑地 把符标飞了出去 我盯着那道山峰 趁着听邪状态 用太乙神术又起了一战 地乙通死丧 甲子九宫九 生死悬于一线 大凶之兆 但要具体往下细算 却又是一片萌昧 我知道 远处这道山峰牵涉之广 之复杂 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 不敢再勉强往下计算 碰 碰 碰 那血狮扑过来的速度极快 和思同扔出的符标中 有三枚积在了血狮身上 刚一集体 就碰的一声炸开 联想三声 在血狮身上 炸出三朵耀眼的蓝色火花 这种千年血狮 基本上已经刀枪不入 连子弹也很难打穿 但那三朵蓝色火花炸开后 那血狮身上 立即被啄出三个黑点 猴尖 发出咯咯几声怪响 呼地转头就顿入林间 转眼消失不见 我见和思同几人脸色煞白 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呆呆站在那里 说道 发什么愣 走了 众人这才猛地醒悟过来 一人负责背起六叔 赶紧往另一个方向 急步行去 走了好一阵 几个人才缓过进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彤彤你那什么法术 康子问 其他几个人 也纷纷看向何思同 何思同看见他们 也是一脸迷糊 我什么法术啊 我就扔浮标啊 那刚才那三朵火是什么 一人问 对啊 我就看彤彤三只浮标打过去 就炸出了火 把那鬼东西给吓跑了 另一人跟着赞彤道 彤彤 你这浮标怎么炸出火来的 何思同被他们问的炸毛 我哪知道了 我还想问呢 回头看我 小傻蛋 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路分辨着地形方向 说道 你们五个人配合出来的 什么配合 什么意思 何思同问 我正想说 突然看到前面有个东西 打了个手势 让他们别说话 几人吓了一跳 急忙闭嘴 全神戒备 紧张的四处张望 我远远看了一会儿 没发现其他异常 这才带着他们往前赶去 就见到雪地上 躺着一截人的残肢 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活生生撕碎的 何思同忍着恐惧 跑过去看了一眼 松了一口气说 不是咱们的人 是不是刚才那个 血乎乎的鬼东西干的 康子他们几个 躲在一边 只看了一眼 就不敢再看 一人哭丧着脸道 那血乎乎的 我怎么越琢磨 越像血尸 你别吓人行不行 几人都被他吓得一哆嗦 康子瞪了他一眼说 要那玩意儿真是血尸 咱们还能活到现在 你没听长辈说过 血尸的厉害啊 不然那是什么 太像了 前一人坚持道 我蹲在地上 仔细观察那半截人 是个中年男人 脸上还带着 惊恐无比的表情 双眼圆睁 但是皮肉都已经干比了 虽然被硬生生撕碎 但是并没有撒出多少血 应该是死后 再被撕裂的 看这种杀人的手法 应该不是血尸所为 不过世上的邪碎千千万 稀奇古怪 各不相同 也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 这长白山还真是 难道要吃昧乱舞 白鬼夜行不成 小傻蛋 你看什么呢 你不怕 何思同在我身后喊道 我起了一道养火符 把那人半截残躯焚毁 都是同仓 这回长白山之行 也不知道得有多少人葬身在此 走吧 我招呼了一声 继续往前赶路 何思同追上我 跟我并肩而行 小傻蛋 咱们现在是往哪走 我说 先带你们出山 何思同吃了一惊 那怎么行 我们是听茅山派的调令进山的 怎么能先出山 再说了 我大伯他们还在山里呢 我有些好奇 你们干嘛要这么听茅山派的话 连命都不要了 这何家顶多跟茅山派有些渊源 又不是真正的茅山派弟子 要说来帮帮忙也就算了 不至于为了茅山派拼命吧 说到这个 何思同叹了口气道 哎 你不懂 我们何家历代以来 都是一副茅山派的 虽然不是茅山弟子 但我们向来 也都把自己当成茅山派的外围弟子 这次我们出来 我爷爷是下了死命令的 让我们一定要听从茅山派指令行事 绝对不能擅作主张 我觉得这个理由 还是不太站得住脚 何思同看了我一眼 压低声音道 咱们也算是生死兄弟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在外面别乱说 我让他说来听听 何思同道 我之前听我六爷爷说 好像是咱们风水界的气韵不太行了 要有大劫难 而且 这次会波及整个风水界 你看过风神榜吧 何思同中途突然问了一句 我说看过 怎么了 你看过风神榜 就应该明白了 何思同道 风神榜也是气韵之争啊 在咱们风水界 被称为风神大劫 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 想躲是躲不掉 六爷爷说 咱们这次也是一样 整个风水界 甚至包括世俗界的普通人 都会被卷进来 哎 既然逃不掉 我们就只能找靠山 抱紧毛山派的大腿 这样说不定还能侥幸活下来 我听他说了这番话 倒是真的理解了 难怪何家会不惜血本 把族里的精英 尽数派来长白山 原来是要向毛山派表忠心 只不过 估计何思同的爷爷 大概也没料到 这次的长白山之行 会如此凶险吧 一个不好 可能这何家十余人 都要尽数葬身于此 现在情况有变 这长白山 已经不是人呆的地方 先出去保住命再说 我说道 何思同愣愣地看了我几眼 小傻蛋 我发现你挺有本事的 他和康子他们几个一和解 还是决定跟着我 先出山再说 这一路过去 途中又遇到了 几具模样凄惨的尸体 倒闭在雪地之中 这更加坚定了几人 赶紧离开这鬼地方的想法 毕竟 这实在太吓人了 只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快 正当我们朝着出山的方向赶路的时候 没想到在中途遇上了何梦瑶那一对人 相遇的时候 双方都是愣了一下 然后一片欢腾 六叔怎么了 何剑飞看到被我们背着的六叔 大吃了一惊 直到听何思同说了 六叔只是受伤昏迷 这才略略放心 我看了一圈 何剑飞带的这一对人 各个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 就连一向打扮得十分精致的何梦瑶 这会儿也是头发散乱 正用手帕沾着化开的血水擦脸 不过还算好 并没有少人 反倒是多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身材高瘦的青年 过来翻看了一下六叔的眼皮 又看了看六叔腿上的伤口 笑道 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好 何思同和康子几个人 规规矩矩地走到这青年面前 齐声喊道 英才哥 原来这人就是何梦瑶的未来夫婿 茅山弟子万英才 万英才微笑点了点头 大伯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在山谷里找了好久 都没找到你们 何思同道 何剑飞微微有些尴尬 叹了口气道 我们在谷里遇到了雪猴子 又找不到你们 就只好先出来再说 何梦瑶梳理好头发 过来道 就是呀 你们根本不知道 雪猴子有多吓人 要不是刚好遇到英才哥 和他两个师弟 我们全都死在那了 你们好端端的 就别抱怨了 康子他们一听 都露出粪粪之色 不过在何剑飞他们面前 不敢胡乱插嘴 何思同却是没这个顾忌 怒道 什么叫我们好端端的 你没看到六爷爷 现在还昏迷不行吗 我也没说错啊 何梦瑶娇声道 有六爷爷护着你们 你们不是一块皮 都没磕掉吗 跟我们比起来 你们已经算很幸运了 这次多亏了英才哥 和他师弟及时赶到 否则后果不堪想象 说着 柔情无比地 看了一眼边上的万英才 语气中充满钦佩与骄傲 万英才也宠他温柔一笑 应该的 何思同气道 你们遇到雪猴子 难道我们就没遇到了 何剑飞惊道 你们也遇到雪猴子了 其他人也是大吃了一惊 何思同点头道 对啊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何梦瑶扑斥一声笑道 童童 你怎么这么爱瞎说的 当着我们的面胡说没关系 现在英才哥和他师弟也在 你可别丢人 童童没瞎说 我们真的遇到雪猴子了 康子忍不住替何思同辩解道 其他几个人也忙跟着点头 对 是真的 3w.by2gaxes.com 何梦瑶乐道 你们还真会串通一气啊 你们见过雪猴子吗 知道雪猴子有多恐怖吗 你们要真遇到雪猴子 还能站在这里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自己去看看 六爷爷腿上的伤 就是被雪猴子抓出来的 何思同冷声道 何剑飞皱眉道 童童你说 那是雪猴子抓的 难怪了 我是看着这伤 有点古怪 何梦瑶有些不甘心 问万英才道 英才哥 那是雪猴子抓的伤吗 万英才又过去仔细看了看六叔的腿上 看着伤口的样子 是挺像的 不过伤口并没有感染湿气 这边长白山里的雪猴子很诡异 是有湿毒的 哈 被抓住漏洞了吧 何梦瑶得意地笑道 就你这点小聪明 能骗得过英才哥的眼睛吗 何思同面不改色 当然有湿毒了 不过已经被我们解掉了 不然六爷爷哪里撑得住 你 何梦瑶大概也不知道究竟 就问万英才 英才哥 你说呢 万英才笑道 这个雪猴子的湿毒特别厉害 我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解 我是解不了 何梦瑶顿时向抓住了一个重大的把柄 乐道 你看你看 又被戳穿了吧 连英才哥都解不了的湿毒 结果被你们给解了 你们不会以为自己 比英才哥他们毛山派弟子还厉害吧 我们是不会解 但我朋友会啊 何思同指了指我 我朋友给六爷爷灌了 烧了一杯浮水喝下去 六爷爷的湿毒就排出来了 康子几人连连点头 证明何思同说的话是真的 万英才打量了我一眼 笑道 这位兄弟 我是真有点好奇 到底什么福 能把这么厉害的湿毒给排出来 何梦瑶道 英才哥 这种话你也信 看了我一眼 吃笑道 你大概是不知道我英才哥是什么人吧 我英才哥的师门 是号称道门福禄三大宗的毛山宗 福禄咒术举世无双 我英才哥都没法用福禄逼出师毒 你能 我笑道 你英才哥不能 不代表别人不能吧 你竟敢胡说八道 你能跟我英才哥比吗 何梦瑶大怒 不过在万英才师兄弟面前 他倒是收敛了很多 并没有直接开骂 瑶儿别生气 万英才看了我一眼 淡淡笑道 兄弟 咱们修行的人 还是要脚踏实地 划中取宠是没用的 我点了下头道 说得不错 所以你想说 你们毛山派的福禄 治不了这师毒 万英才震了一下 冷淡道 当然不是 只是以我的福禄水平 画不出能去除这种适毒的福禄 我笑道 所以 这世上还是有能画出来的人 而且还很多 何梦瑶怒声道 你是想说 你比我英才哥强 万英才摆了摆手 笑道 瑶儿别急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要是你们遇到了雪猴子 六爷爷又重伤昏迷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何梦瑶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对啊 你们倒是说啊 我也是有些无语 这何思彤他们千辛万苦找回来 他们不想着安慰安慰 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反倒是从头到尾的在那挑刺 很简单 我们灭掉了三只雪猴子 然后逃出来的 何思彤的脸色也是很差 显然被气得不轻 万英才笑着摇了摇头 何剑飞也有些尴尬 何梦瑶则直接笑喷了 你说你们灭掉了三只雪猴子 彤彤 你不是在做梦吧 我们的确是灭掉了三只雪猴子 你们爱信不信 何思彤懒得跟他们在说 坐下来准备休息 何梦瑶却是教训道 彤彤 你这小妮子 就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你们好端端地逃回来了 那是你们的运气 又没有什么好丢人的 何必要胡编乱造呢 让英才哥他们看了 还以为咱们和家人 都是跟你一样爱吹嘘呢 何思彤怒道 我有没有胡编乱造 你说了不算 眼看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何剑飞打圆场道 好了好了 都别说了 只要人回来就行 爸 话不是这么说的 平时也没关系 英才哥他们在呢 统统非要逞强 这让英才哥他们的印象多不好呀 何梦瑶娇称道 万英才笑道 都是自己人 不妨是的 行吧 既然英才哥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多说了 何梦瑶冲着万英才奄然一笑 何思彤气苦 扯了根枯枝 一节一节的折着 我见他两颗泪珠 在眼眶里滚来滚去 笑道 你哭什么 谁哭了 何思彤急忙抹了一把眼泪 你不是挺爷们吗 之前碰到血尸 也没见你怎么样 我说 何思彤美好气地白了我一眼 那能一样吗 那时候我吓得什么都记不起来 哪还记得哭 彤彤他哥 听到我们这边说话 吃惊地问 你们说什么血尸 何思彤美理他 康子替他回答道 我们回来的路上 遇上一个血糊糊的东西 看着 像是血尸 又来胡说八道 这回连血尸都编出来了 何梦瑶扑斥一声笑道 何见飞沉了沉脸 道 小康 别语出惊人 什么血尸 怎么可能有血尸 你们遇到什么血糊糊的东西 说说看 康子不敢有为 就把之前的经历 一五一十地说了 你说那东西 随手就把人给撕成了两半 何见飞皱眉问 康子点头道 是啊 我们都看见了 而且还把一棵那么粗的树 给一把砸断了 你再仔细说说 那东西长什么样 何见飞道 康子几人轮流描述 补充了一下 把众人听的脸色大变 何见飞皱眉不语 问道 英才 你怎么看 万英才沉吟道 如果真像他们几个说的那样 这东西还真像是血尸 不过 不过什么 何见飞问 万英才笑了笑 不过恕我直言 长白山这种地方 不太可能出现血尸这种东西 如果真的有的话 彤彤他们恐怕 他这话只说了半截 不过这话里的意思 我们都听得出来 就是说 如果真有血尸 我们几个是肯定活不成的 何梦瑶乐道 你们这回知道 什么叫班门弄斧了吧 有鹰菜搁在这 你们这种瞎编乱造的东西 简直漏洞百出 你怎么知道 长白山就没有血尸 我问 这不明知故问吗 当然是 何梦瑶说到这里 一下子就卡壳了 当然是什么 我盯着问 何梦瑶一张脸憋得通红 怒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啊 不懂就不懂 装什么 我笑着刺了一句 咦 何梦瑶想要发作 被万英踩在手臂上轻轻拍了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 笑道 这位兄弟 强词夺理就没必要了吧 你知道血尸是哪来的吗 咱们风水界 是有多少年没见过血尸了 再说句不客气的 真要是碰到血尸 你们几个一个跑不了 就算是我们师兄弟三个见了 也只能立即把腿就跑 才能可能保住性命 就是啊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何梦瑶顿时精神一振 我摊了一下手 这能怎么样 顶多只能说明 你家英才哥 不是那块料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何梦瑶顿时气炸了 万英才脸上怒气一傻而逝 冷声道 兄弟 你的意思是 你们几个比我们毛山派 还强 他两个师弟 也是一脸怒气 那倒不是 毛山派的法术 还是很厉害的 我说 万英才沉声道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几个学得不行 我没接枪 好了好了 都少说几句 何剑飞一见情形不对 急忙获悉你 童童 带你的朋友休息一下 别乱说话了 何思同冲我看了一眼 道 大伯 我朋友说的句句属实 我们路上真遇上血尸了 后来被我们打跑了 我们这才脱身的 童童 何剑飞喝止道 别越说越离谱 万英才本着脸道 伯父 你让他们说 我也想听听 他们到底是 怎么把血尸给击退的 何剑飞左右为难的 只好道 童童 你说吧 别再胡言乱语 知不知道 何思同就把当时的情形 描述了一遍 你是说 你用破鞋镖 打出了三朵蓝丝的火 何剑飞大吃了一惊 何思同道 对啊 他们也都看见了 康子等人纷纷点头 你仔细说说 那火什么样子 何剑飞紧张地道 何思同几人 根据自己所见 又描述了一下 这 这是破鞋火呀 何家的那个长辈 疼得站了起来 激动问 你是怎么打出破鞋火的 何思同一脸迷糊 什么是破鞋火 何剑飞肃肃然道 童童 你从小就学咱们 何家的破鞋镖 不过你们 大概不知道 其实咱们的破鞋镖 如果发挥出石成威力 是能打出破鞋火的 专门克制各种鞋碎阴煞 那长辈也是连连点头 如果真能打出破鞋火 那的确是能金袍解尸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何思同疑惑 何剑飞有些尴尬 其实自从你曾祖父那一代以后 咱们何家就再也没人 能打出破鞋火了 所以你们不知道也正常 爸 这种鬼话 你们也信 这丫头 估计是从六爷爷那里 听说了这么个东西 就拿来胡舟的 何孟瑶讥讽道 何思同反呛道 你又没在场 你怎么知道 我是胡舟的 然后把情况都拿来 我再想到 他把区别的 我是 Ima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